三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宁缺被斧子劈了整整三年 时间在痛苦的折磨里 变得那般漫长 那般难以忍受 他甚至想过自尽 却舍不得丧葬 深秋里的某一天 宁缺从床上爬起来 走到桌旁 伸出颤抖的手指 端起茶碗喝了口茶 他用了很大的力气 才没有让碗落下 真切的痛苦 会让人的身体 做出本能的反应 绵绵无绝其的痛苦 对精神是一种极大的折磨 对身体也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宁缺推门走出房间 看着正在厨房里 准备午饭的桑桑 说道 没有胃口 随便吃些就是 桑桑站起身来 静静地看着宁缺 忽然笑了笑 宁缺以为自己的脸上有什么 伸手摸了摸 却发现 自己便瘦了很多 忽然他身情微变 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痛了 他抬头望向秋高气爽的天空 楠楠说道 不看了吗 桑桑提议 要不要出去走走 这三年里 宁缺很少出院散步 他不想牵着桑桑的手 走到河畔垂流下 忽然间就面色苍白倒地不起 那样很没面子 但 既然天空里 你把斧子不砍了 或者 可以出去走走 只是 为什么斧子不劈了 自己却觉得 有些失落呢 好 宁缺笑着说道 只是因为无时无刻不在的痛苦 宁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笑过 所以笑容显得有些生硬 桑桑把手上的水在围裙上擦干 问道 去哪里 宁缺想了想 还是去白塔寺吧 走进禅房 眼上门 宁缺坐到墙壁前 桑桑在禅房外 静静地看着天空 蜡烛已经点燃了 墙上的影子渐渐浮现 好久不见 宁缺看着影子说道 你究竟是连生 还是我自己 但我想 你应该不会害我 那么 你究竟想要告诉我什么呢 就像过去三年里那样 影子 还是不说话 不管这是怎么回事 我都不想再忍下去了 趁着天上那把斧子没落下 我还清醒 我来最后问你一次 影子 缓缓站起身来 望向上方 如果 你还是不肯给我答案 那么 我或者 只能去死了 宁缺惨笑 我是真的挺不住了 影子忽然望向宁缺 影子没有眼睛 但宁缺知道 她是在看自己 宁缺盯着她 我死了 你也会死 影子忽然弯下腰 不停地颤抖 似乎在发笑 笑到眼泪都止不住 宁缺正准备再说些什么 影子忽然直起身体 一掌拍向自己的头顶 白塌似终生再起 宁缺脑袋里那把巨斧 狠狠地砍向宁缺的头顶 这是三年里最重的衣服 几乎同时 天空上也响起一道 极为爆裂的声音 一把无形而锋利至极的飓风 来自天空转瞬即落 落在宁缺的身上 两把斧子在宁缺的头顶相会 只隔着天灵盖 嗡的一声巨响 宁缺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心脏 真的被劈成了两半 剧烈的痛苦让她眼瞳 肘缩蛇根发麻 她便是想要咬蛇自杀 都已经无法做到 下一刻疼痛如退潮的海水一般缓缓消失 她觉得自己的头被劈开了一道大缝 那道缝里有她的眼睛能够视物 她看着墙壁 同时却也看着天空 她觉得自己魂体通透 以前看不到的画面 现在都可以看到 以前看不到的事物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 慧眼吗 稍早些时候 书院后山诸人 围在梨树下 六师兄拿着铁锤 不停地砸着那张棋盘 其余的人在替她不停地加油助威 他们一直在砸这张棋盘 只要宁缺一天不出来 他们便会砸一天 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能把这张棋盘砸烂 秋风微起 大师兄来到梨树下 众人纷纷上前行礼 大师兄接过铁锤 说道 你们歇歇 我来试一锤 铁锤落下 烟尘大作 齐声如雷 西门不惑赞叹道 啊 师兄 不愧是师兄啊 这声音多响啊 北宫卫央看着棋盘 失望地说道 唉 不一样没砸烂吗 大师兄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把铁锤交了出去 宁缺站起身来 深情有些茫然 然后喷出一口鲜血 扑的一声 墙上顿时鲜血淋漓 血染缠室灰墙 影子在墙上 自然也在血里 影子单手合十 似极喜乐 然后转身向血海 伸出走去 渐渐消失 宁缺看着这幕画面 忽然觉得很是悲伤 似乎以后再也看不到它了 影散 灰墙 见散 原来 这墙 是假的 宁缺回头望向桌上的蜡烛 原来蜡烛也是假的 它望向蜡室的木门 原来门是假的 门槛也是假的 它望向蜡室屋顶 眼光透过房梁 落在灰暗的天空上 蜡似是假的 似也是假的 那么朝阳城 这片天空呢 宁缺推开蜡室木门 走了出去 便在这时 天空里的阴云骤散 露出太阳 世界顿时变得无比清明 白塔青湖美丽如画 阳光洒落在脸上 宁缺微微眯眼 天上的阴云再次飘来 遮住阳光 紧接着便是一场寒烈的秋雨落下 湿了这一塌糊涂 桑桑不在蝉石外 应该像那些天那样在湖畔看天 宁缺向湖畔走去 神情平静 仿佛已得解脱 清板僧站在湖畔流下避雨 看着他脸上神情微微一正 然后脸上流露出真心欢愉的情绪 憨喜地问道 师兄明误了 宁缺看着这痴僧说道 是的 全都误了 清板僧睁大眼睛 急切请教 师兄 误了些什么 什么 都是假的 清板僧不解 下意识里重复了一遍 什么 都是 假的 不错 您正在收听的是 宁缓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 授权出品 宁缓站在湖畔 看着对面正在被秋雨不停洗刷的白塔 这塔是假的 落在塔上的雨水 也是假的 这湖也是假的 他指着身前的湖水 然后继续说道 寺是假的 城是假的 国是假的 人 也是假的 雪庸蓝冠是假的 烟雨里的七十二四 也是假的 清板僧抓耳挠腮很是心急 听不明白 又想明白他究竟是在说什么 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他从僧意里取出一个馒头 我是真的 清板僧憨憨的说着 把馒头砍了一口 用力咀嚼含混不清的说道 我在吃馒头 那这馒头 自然也是真的 宁缺看着他 眼神里流露出怜悯的情绪 没有说什么 清板僧拿着馒头指向身边的湖 湖对岸的白塔 委屈的嚷道 明明明 这些都在 我都能看见 你怎么能说是假的呢 你不讲道理 宁缺看着他 沉默了很长时间 你也是假的 清板僧 酸痴的看着宁缺 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 很多年前 其实你就已经死了 你只是剩下的一缕佛性 寺中僧人说你有素慧 当然没错 你前世是佛宗高僧 只是可惜 刚刚入世便被人杀死 不然 你真有可能会成为 玄空寺里德行高深的大德 清板僧有些糊涂 我 我被人杀死 谁会杀我 谁杀的我 杀死你的人 就是我 你叫道石 你的母亲是月轮国主的姐姐 叫曲尼玛蒂 你的父亲 是玄空寺戒律院首座宝树大师 因为我曾经羞辱过你母亲 所以你离开玄空寺后 先在月轮七十二四成就法明 便去长安城找我 然后就被我杀了 后来你父亲宝树大师 为了替你报仇 当然 最主要是想要镇压明王之女 顺便杀死我 带着于兰陵离开玄空寺 与佛宗行走七年一道 做了个局 最后那个局被我书院破解 你父亲死在书院手中 也等于是死在我的手中 更后来 我和他逃到了朝阳城 被无数信徒和佛道两宗的强者 围困在这座白塔寺里 你母亲取尼玛帝当时在这里清修 被我掳为人质 我本来准备随后放了他 但因为某些原因 最后还是杀死了他 宁缺看着清板僧 你是我杀的 你全家都是我杀的 可 可是 可是 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 要杀我全家呢 清板僧完全没有仔细听宁缺的话 他只觉得很糊涂 他挠头 而且 我叫清板子 我不叫道使 你是不是弄错人了 清板 就是铺道的石 也就是道使 石兄 你这是在说笑话嘞 清板僧憨笑说道 我叫清板子 是因为那年方丈和住持通宵打麻将牌的时候 最后 好不容易听了个清板子 结果因为听见我在石阶上哭 结果手一抖 把自摸的一张二桶给扔了出去 所以我才叫清板子呀 宁缺没有在说什么 既然他不信 何必非要让他信呢 清板僧却不肯罢休 跟着他的身后不停地问 你怎么证明啊 桑桑一直坐在湖畔看天 把他二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回头望向宁缺 神情略显茫然 有相寻之意 宁缺可以不用想清板僧证明什么 但他必须给桑桑证明 只有让桑桑相信 桑桑才能真正醒来 他们才能离开这里 长安城在什么方向 宁缺问 桑桑坐在湖畔 指向东方某处 宁缺解下剑匣 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铁弓组好 然后弯弓搭剑 瞄准他手指指向的遥远处 待弓弦如满月时 骤然松开 一道圆形的白色湍流 在剑尾处出现 有黑的铁剑消失于湖面上 不知去了何处 隔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任何回音 你看 我就说这是假的 宁缺说的 桑桑问 为什么 如果长安城在那里 铁剑射过去 书院必然就能知道 桑桑想了想 然后 过了这么长时间 大师兄还没来 说明这个世界里没有大师兄 那么这个世界 自然就是假的 桑桑有些不解 李漫漫 一定会来 是的 当年他来 现在也会来 桑桑没有说话 宁缺指着他身前的湖水和白塔 很多年前 我们进入棋盘之前 这白塔与湖水便到了悬空寺 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们离开了悬空寺 塔湖自然也能回来 宁缺的剑 宁缺的话 依然不能说服他 他还没有醒来 或者说 他有些不愿意醒来 只是静静看着湖面倒映的天空 其实 我也不愿意醒过来 尤其是醒来的那一刻 我很不安 甚至很恐惧 身心寒冷 神石激荡 甚至吐了很多血 宁缺走到桑桑身旁坐下 轻轻握住他的手 看着灰暗的天空 虽然这个世界是虚妄的 但这些年 尤其是 最开始的那些年 真的很幸福吧 那些日子真的很好 真令人依依不舍 不想离去 桑桑靠着宁缺的肩 神千枉然 宁缺轻轻轻轻地 明明明知道答案 明明知道答案 却不敢说出口 您却有些犹豫 你 你在天空里出生 你在那里长大 那里 其实 就是你的家 所以你才会觉得熟悉和亲近 你一直都想回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你一直都想回去 听完这句话 桑桑眼神里的茫然渐淡去 渐渐归于平静 就像他身前被秋雨 绕至不安的湖面 渐渐平静 倒映的天空 清晰起来 他眨眼 弧动波摇 便如他的眼神 湖面倒映的天空 被窃割成了无数片光影 再也找不到天空原来的模样 变成了无数星辰 仿佛在不停生灭 湖水蒸腾而空 白塔消失不见 既然在悬空寺 自然不能在他的眼前 桑桑望向天空 雨云骤然散开 露出后面的战战青天 然而 这依然不是他想要看的天 瓷片般的青天上 忽然出现了树道裂缝 就像一件极美的瓷器 被扔到了地上 天空就这么碎了 他在小院里 在湖畔静静看了 数百年天空 今天在宁缺的帮助下 终于把这片天空看破 看到后面那片漆黑与虚无 是的 这个世界是假的 或者是真实的 但无论如何 这里都不是他的世界 这里是棋盘的内部 这里是佛祖的世界 桑桑缓缓站起身来 背起双手 青板僧看着忽然变成漆黑一片的天空 惊慌不已 抓着宁缺的衣袖声音颤抖 师兄师兄这是怎么了 宁缺说道 我们准备离开这里 你去找个地方藏好 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外面 外面 外面是哪里呢 青板僧正正地看着宁缺忽然伤心地说道 难道说我真的已经死了 宁缺没说话 青板僧不停地流泪 用森袖不停地擦拭 却怎样也擦不干净 宁缺的神情忽然变得凝重起来 青板僧以袖示泪 泪水擦不干净 以袖示面 把脸擦得很干净 只见他用袖子一擦 眉毛就少了一道 再擦鼻子没有了 再擦眼睛也没了 他似乎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以袖眼面 憨厚说道 我不想你走 青板僧用衣袖把自己擦成了眼面符 他说不想宁缺和桑桑走 他不让宁缺和桑桑走 在佛经的记载里 有位大德 面容清俊 与佛祖极相 无数信徒误以为他是佛祖 争相敬拜 大德修残 又以为物苍生 于是持利刃 自个颜面 变得极为丑陋 出门之时 必颜面而行 每月孩童必备致食 与恶犬 被废被咬 曾经极受世人欢迎的他被世人厌恶 但他不出恶语 无恶容 任世人羞辱殴打 亦不还手 汉痴可喜 忠诚佛位 具大神通 视为眼面佛 宁缺不理解 青板僧为何只是用僧绣擦拭树下 就成了传说中的真正佛座了 他沉默片刻 沉生说道 你已经死了 就算在这里立地成佛 你还是死了 你既然是死人 又怎么能把我们留下来 想便是义 义便是利 我不想你走 你便要留 青板僧以秀掩面 脸上无言无唇 却能说话 言语间自有悲悯气息 庄严气象 佛光透秀而出 华美至极 话音方落 僧秀便向宁缺面上落下 其间有无尽的佛威 宁缺早有准备争的一声 铁刀出窍横空而斩 佛秀与铁刀相遇 悄然无声 湖畔的秋树 却被狂风吹得弯下腰身 只听得密集的喀啦声响 无数株树丛中断折 露出白色的木茬 一抹僧绣在风中漂浮 铁刀破绣而出 落在青板僧的颈尖 有黑刀身不知何时 变得通红一片 有无数高温 朱却在火焰里蹊跷不停 青板僧的脸上没有五官 很难体现出情绪 但此时却能清晰地 看到震恶二字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宁缺的铁刀 能如此轻而易举地 破掉佛威 一圈在长安城里 我杀过你一次 当时在石海里 我就向你证明过 我心中无佛 如今我虽然修佛多年 依然如此 宁缺手里刀锋在青板僧的 井间划过 所以我还能再杀你一次 刀锋收回 青板僧的头颅就像熟透的果实 从他的双肩之间跌落 落在地板上 咕噜噜地滚到湖畔的断树下 青板僧的身体还站着 井腔里有无数金色的液体在流动 向着空中缓缓蒸发 树下 青板僧的脸上重新出现五官 他有些艰难地眨了眨眼睛 想起了无数年在白塔寺里读经礼佛的画面 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空 他看着遥远的东方 流露出复杂的情绪 有些枉然有些悲伤 然后缓缓闭上双眼 想必再也不会睁开 直到此时 青板僧或者说到时才真正醒来 才真正死去 青板僧留下的无头身体表面 忽然出现很多裂纹 裂纹减宽 有金色的液体从里面流出来 与与风而化 变成最纯净的佛性光辉 宁缺沉默看着眼前的画面 没有注意到 坐在他身后湖畔的桑桑 看着这些带着金色的佛性 眉头微醋 脸色有些白 一刀斩灭掩面佛 除了宁缺先前说的那些原因之外 最重要还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强大 强大到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 在西陵神殿 他被桑桑割肉断肢 又以浩天神力复生 等若是经历了无数次的一斤洗髓 他现在的身体里没有半点污垢 纯净的难以想象 在玄空寺那个崖洞里 他完成了连生大师布置的功课 欲修魔 先修佛 佛魔两宗皆源于贪天蔽日 期间有隐隐相通之处 一旦相通 何其强大 按连生当年的说法 魔道皆通 便知神境 他佛魔道皆通 再加上夫子教会 好人气已知大成 已经来到知命巅峰 甚至隐隐看到了那道门槛 现在的宁缺 洞禅念一能杀人 灰刀更能杀人 不要说清板僧这个伟佛 便是玄空寺戒律院长老那等级数的强者 他亦能挥刀斩之 桑桑在湖畔轻声说道 原来是这样 他已经看破了天 自然看破了这个世界的一切 朝阳城是假的 白塔寺是假的 小院里的枯树和黑鸭也是假的 那么菜场里的青菜 厨房里的泡菜坛子自然也是假的 如果都是假的 那么谁才是真的呢 这里是棋盘里的世界 在悬空寺崖屏上 桑桑带着宁缺进入棋盘 便是要寻找佛祖 却再次一五千年 就像当年他在兰克斯进入棋盘后那样 梦里不知 深是客 当时他在那座山上 看到了真实 也看到了虚妄 体会过无尽的孤独 没有人陪伴 也没有人可以说话 和当年相比 这次他身旁多了一个人 似乎不再那么孤独 但他更明白 如果没有那个人 佛祖根本无法困住自己这么多年 他站起身来 静静地看着宁缺 一颗青梨入梦来 我们在这里虚耗了多少岁月 你便误了我多少岁月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不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您却不理他 只是在想 自己二人在这棋盘世界里 究竟生活了多少年 越想越觉得有些不安 因为岁月漫长的 竟连开始那些年的画面都模糊了 岁山大师到您说过 从棋盘正面界 一顺便是一年 从棋盘反面界 一年便是一顺 我们是从哪面进的 外面过了多少年了 桑桑本来准备动怒 听着宁缺的问题 才发现 宁缺根本不在乎自己动怒 他沉默片刻 既然是我进来 佛陀哪能如此自如 宁缺问 能不能大概算到 桑桑想了想 最多不过数年 时间流速这种层次的概念 宁缺现在哪怕已经知名巅峰 也根本没有办法理解 但对浩天来说 这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很危险 桑桑看着遥远的东方 险些迷失在时间里 好在 还是醒过来了 宁缺看着天空 想着那道俯声 有些不解 现在的他 自然明白 在白塔寺里 修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渐渐吃于佛法 如果是别的修行者 哪怕再高的境界 都很难从那种 甜静喜乐的世界里 苏醒过来 醒不过来 便看不破这棋盘的世界 便无法回去 真实的世界 幸运的是 他的石海里 有连生残留的意识碎片 连生是德道高僧 又是血海狂魔 曾吃于佛 更厌恶佛 为这样神奇的存在 才能在无边的佛法中 保持住清明 用意识碎片 化为丰锐的巨斧 不停劈砍凝瘸的脑袋 想用疼痛让他醒来 那么天空里那道斧子 又是来自何处呢 是谁想要警醒他呢 桑桑说道 如果你醒不过来 我大概真的永远无法醒来 既然那样 那么你欠我的 便与此相抵消 我不罚你 宁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宁缺 桑桑对人间 怎会有眷恋 世俗日子 怎会将他牵绊如此之深 棋盘又怎么困得住他 宁缺笑了笑 没有说话 便在这一时漆黑的天穷上 忽然出现了 数道光线 宁缺神情威灵 上次在兰科寺 他在棋盘中 也曾经看到过 这些纯净的光线 知道每道光线 便是棋盘世界的规则 世界的规则 在崩塌 是最恐怖的力量 宁缺并不害怕 他有过对付这种情况的经验 他举出大黑伞 对桑桑说道 走吧 他用的是疑问句 没有直接说走吧 也没有任何情绪 是因为 他有些不安 他有些担心 桑桑还想留在棋盘里 继续寻找佛祖 并且杀死他 又担心 桑桑离开棋盘 回到人间后 会回到神国 按照桑桑以前的形式准则 他肯定会选择 留在棋盘世界里 继续寻找佛祖 那个强大的敌人 不知不觉间 便困了他数百 甚至上千年 越是如此 他越要把佛祖杀死 因为他是伟大的好天 而今天 桑桑的表现 却有些出乎宁缺意料 他走到宁缺身旁 平静地说道 走 宁缺正了正 把伞递了过去 砰的一声清响 桑桑撑开大黑伞 仿佛撑开了一片夜色 夜色把他和宁缺 全部照了进去 一刹那过去了 一瞬过去了 一顺于过去了 一弹纸过去了 一刻过去了 一时过去了 一昼夜过去了 仿佛无数节过去 黑桑还在湖畔 宁缺和桑桑还在散下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他们没能离开 他们还留在棋盘里 宁缺想起 清板僧临死前 说的那句话 我不想你走 这个世界 不想他们走 宁缺脸色微白 牵着桑桑的手 微微颤抖 可是 这是为什么呢 在兰克寺 他们进入棋盘 世界的规则追杀桑桑 他们撑开黑伞 世界的规则 便再也找不到他们 他们就此消失 可为什么 今天撑开黑伞 却没能离开 桑桑看着黑暗的天空 沉默片刻 我感知不到外面的世界 它就是规则 只要能够与棋盘外 世界的规则相通 便能回到人间 就像桑桑即便死去 依然能够回到浩天神国 这是同样的道理 打黑伞能让这个世界的规则 找不到他们 也能帮助他 也能帮助他与外面世界的规则相通 如果桑桑感知不到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散坏了 或者说 桑桑出了问题 大黑伞没坏 那么便只能是桑桑出了问题了 没有等宁确询问 桑桑说道 我便弱了很多 他的神情有些迷茫 纵使被夫子灌注了人间之力 纵使被宁确带着入室 染了无数红尘液 他变得越来越虚弱 但他依然神情漠然无比自信 因为他非常强大 即便弱了 依然是强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然而现在他发现 自己是真的很虚弱 弱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他闭上眼睛 开始思考其中的缘由 天空虽然是黑暗的 却有光 桑桑举着大黑伞 双脚站在光明里 身体在黑暗中 他闭着眼睛 睫毛不眨 静目 有若神明 他在思考一个问题 佛祖再强 也强不过夫子 强不过人间 那他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把自己变弱了这么多呢 镜丝之中 有无数画面在他的意识里 高速闪回 浮光掠影 却是那样的清晰 数百年的时光 开始倒数 展现真容 小院里的安宁 那些茶与酒 棋与五花肉 牵手行走 与湖畔长阳 与巷尖撑散 看烟于古寺风雪边关 视为贪 小院里的争吵 菜场里的血海 渐远的身影 愤怒的质问 生与死的对抗 那些暴躁的情绪 低落的心情 视为嗔 剩下的那些画面 都起于贪嗔或引出贪嗔 那就是吃 贪嗔 吃便是佛门说的三读 大乘一曰 贪者 以弥心 对于一切顺情之境 引取无厌者 沉者 以弥心 对于一切伪情之境 其插怒者 吃心性暗顿 弥语势力之法者 一鸣无鸣 制度论曰 有利益我者 生贪欲 违逆我者 而生称慧 此节使不从智生 从狂惑生 故事名为吃 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 涅槃经约 毒中之毒 无过三毒 桑桑中了毒 中了贪嗔吃三毒 只有这种毒 才能让他都避不过 上次在兰科寺里 佛祖便想灭他 只是当时他未醒来 佛祖要灭的是 他体内的烙印 如今他醒来 佛祖要灭的 便是他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欲使其毁灭 必先使其虚弱 如何能让浩天变得虚弱 夫子想出的方法和佛祖想出的方法 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 所使用的手段有些分别 把神变成人 夫子用的是人间之意 走的是春风话雨的路线 想要改变他 或者说改造他 而佛祖用的是人间之毒 想要沉沦他 桑桑与宁确互为本命 桑桑想些什么 他思考的结论 宁确都能知道 宁确的脸色变得更加苍卑 紧紧握住了桑桑的手 在佛祖的棋盘世界里度过这么多年 桑桑中的毒已经很深了 不知不觉间已经变得极为虚弱 虚弱到无法离开 那么迎接他的将是什么呢 不用担心 宁确把桑桑搂进怀里 低声说道 就算佛祖能杀了你 你也能回浩天圣国 也许某一天 你会想起我和书院 到时候 宁确说不下去了 如果桑桑真的用死亡来回归 那么便不可能有那个时候 浩天就是浩天 人间不再会有桑桑 佛祖算不到 夫子把浩天一分为二 算不到书院 把其中一个浩天留在了人间 所以他没有算到 就算杀死桑桑 也无法杀死浩天 但桑桑是会死的 我不想死 桑桑说道 桑桑不想死 有桑桑之名的浩天不想死 宁确看着遥远的东方 那我们便不死 桑桑转身向白塔寺外走去 宁确撑着黑伞跟在他身旁 走出寺外 桑桑指着眼下被雨水淋湿半边衣裳的某个妇人 你没有觉得很奇怪 过了这么多年 他一直没有变老 无数年来 信佛之人 死后 死后留下的绝食都会来到这个棋盘里 这里是真正的佛国 他们是死人 自然不会变老 但你也没有变老 宁确心想确实如此 已经过去了至少数百年 自己没有老也没有死 桑桑看着黑暗的天穷上 那些代表规则的光线 观察片刻 这个世界的规则 没有崩塌 那么为什么 没有死亡呢 宁确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你知道 什么是涅槃吗 佛法最高境界 便是涅槃 涅槃是一种状态 什么状态 宁静寂灭 不知生死 清凉寂静 烦恼不限 重苦永继 具有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远离一役 生灭 长断 这就是涅槃 也就是成佛 宁确想起 在马山佛祖师向前 桑桑曾经提起过 那只姓靴的猫 涅槃 如果是这个意思 难怪连你也算不到 佛祖是生是死 这里的人也一样 你是说 这里人都不死不活 所以没有死亡 不是不死不活 是又死又活 是 你是对的 在没有观察之前 谁都不知道是死还是活 对象处于死与活 两种状态的叠加区域里 没有人知道佛祖的生死 浩天和夫子都不知道 正是因为佛祖涅槃后 进入了这种状态 在看到他之前 没有答案 所以这里 没有活着 也没有死亡 但我们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 我们看了他们很长时间了 他们只是棋盘的附属 你是说 棋盘里这些人 都是 佛祖涅槃状态的延展 秋雨一停 白塔丝外 渐渐变得热闹起来 行人在滩边 挑着货物 母群追逐着滩玩的孩子 根本没有人发现 天空已经变得黑暗无比 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已经死去 他们只是随着时间行走 不会思考任何别的问题 宁却情绪复杂 难道 这便是佛祖说的极乐 你说这里是佛国 没有错 这里就是真正的极乐世界 如果你我没有醒来 最终也会成为 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宁却看着街上的行人 忽然觉得浑身寒冷 他和桑桑 真的险些成为 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到那时 生不知生 死不知死 到底是极乐 还是极悲呢 这就是涅槃的真意 天佛皆能算 佛涅槃 天便算不到佛 佛却能算天 佛并没有跳出因果 却能看透因果顺势而行 因果就是因为所以 也是书院讲的道理 因为宁却当年在河北倒盼 捡到那个女婴 因为夫子收宁却为徒 因为宁却想让桑桑变成人类 因为他们相爱 所以才到了如今 我们朱九还是醒来了 那佛祖还能用什么方法来杀你 他既然涅槃 按道理便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 我也很好奇 桑桑把黑伞交给宁却一个人握着 背着双手向街巷里走去 我很想知道 那个不死不知的和尚 能拿我怎么办 他的语气很平静 很骄傲 宁却举着黑伞 不敢离开他半步 看着天空里那些光线 又望向桑桑有些苍白的脸颊 叹道 唉 你都病成这样了 能不能别吹了 醒来不代表能够离开 贪嗔吃三毒 让桑桑变得非常虚弱 他没有能力挥手便破了这局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 必然还会很麻烦 在街巷拥挤的人群里穿行 宁却忽然停下脚步 望向遥远东方冒出 清板僧死前也望着那 然而那里什么都没有 您正在收听的是 顾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 授权出品 回到小院 您却做了顿丰盛的晚餐 最诱人食欲的还是那碗青红泡椒和嫩姜 当然他没有忘记桑桑最喜欢吃的醋泡青菜头 大黑散支在桌上 菜盘摆在伞柄旁边 他和桑桑坐在伞下 低头吃饭 画面显得有些诡异 也有些好笑 桑桑用筷子拨弄着碗里混着肉汤的米粒 看着桌上被散影笼罩的菜肴 明知道是假的 为什么还能吃得这么开心 宁却正在埋头吃饭 泡椒把他拉得满头 大汗很是痛快 听着这话 他拿起毛巾擦了擦嘴 感觉是真的吗 就痛快地吃 桑桑看着上方的大黑伞 微微醋眉 吃个饭还要撑着伞 真不知道哪里来的痛快 我不高兴 无所不能的浩天 居然被黑暗天穷上 那几道代表规则的光线 逼得吃饭都要撑着伞 怎么看都确实有些憋屈 行了别不满意了 你得感谢这马伞一直在 更得感谢我把它补好了 宁却指着大黑伞 哎呀 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这黑伞呢 将来肯定得成咱家的传家宝 有大黑伞在身边 他们不用担心 被那些代表规则的光线发现 但是 怎么离开呢 吃完晚饭 宁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在棋盘里 已经过了很多年 宁却和桑桑都不怎么着急 至少表面上不怎么着急 他们以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破局 贪嗔吃三毒 果然不愧是毒中之毒 桑桑没办法破解 宁却也想不到法子 既然如此 日子总还是要继续过下去 昨夜的晚饭太过丰盛 家里又没菜了 宁却去菜场买菜 现在不用他请求 桑桑自然也会跟着 因为他们只有一把伞 到了菜场 他们才发现 自己的想法是错的 有大黑散在 那些光线确实找不着宁却他们了 但是人还能找到 站在满是露水的青菜滩前 宁却正在与那位相熟的卖菜大婶 唠些闲话 为随后的讨价还价 做些情感上的铺垫 大婶觉得宁却很可爱 所以笑了起来 她笑得很好看 笑得很端庄 笑得很慈悲 笑得眉心 都多了颗红质 宁却最开始的时候也在笑 然后笑容渐渐连去 她看着卖菜大婶 认真的请教 您又是什么佛 卖菜大婶不说话 只是看着宁却微微笑 左手拿着根山药 右手拿着把细芹菜 两样都是菜 也是药 宁却忽然笑了出来 难道您就是传说中的 药师傅 大婶微笑 不错 宁却想了想 要师傅能治病 我家娘子患了重病 应该是中了毒了 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看着 写个方子 大婶看看桑桑 悲悯说道 这毒无药可救 不如归去 宁却指着天空 那归不去 如何办呢 死便是解脱 这话倒是 也有几分道理 宁却笑着说完 然后抽出 效忠铁刀 看向菜摊后的大婶 菜摊上堆满了青菜 菜叶上满是露水 看着很是新鲜 按道理宁却的铁刀 应该会很轻易 把菜摊披成两半 把菜叶披成无数片 把那些露珠 都披成湿润的水沫 但是没有 因为菜摊成了一片原野 摊上的青菜 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植物 大婶左手的山药 变成了果汁 右手里的细芹菜 变成了佛波 卖菜大婶 成了真正的药师佛 发急乌黑薄满 双耳垂落肩上 面向装素 无数光环降云 在其身后围绕 药师佛身前 有数千彩帆飘扬 正是这些彩帆 挡住了宁却的刀 宁却看着近在眼前 却又仿佛 远在天边的佛像 震撼说道 还真是啊 药师佛 微微一笑 眉心内力 红质大放光明 照亮深周 无数里的原野 踩翻飘动一击 原野上的植物 快意的生长变高 宁却和桑桑 站在原野间 双腿瞬间 被青藤缠住 再也无法离开 药师佛 宣了身佛号 缓缓倾斜 手中的佛波 波中泛着药香的黑汁 躺到地面 化作一条河水 向着宁却 二人扑面而来 药 是用来治病救人的 但也可以用来杀人 良药在某些时候 可以变成最厉害的毒药 闻着药盒里的异香 宁却只觉得胸口一阵烦闷 紧接着剧痛难当 捂着胸口咳嗽起来 似乎要把自己的内脏 都咳出体外 桑桑站在宁却身旁 看着远方的药师佛 微微皱眉 真是可笑 说完这句话 他眨了眨眼睛 原野便被炸碎了 茂密的植物变成碎续 那道泛着异乡的药盒 被震出河道 向着四周蔓延 菜摊还是那个菜摊 宁却挥动铁刀 只听到一道凄厉的摩擦声 刀锋在大婶的身上划过 切开一道整齐的刀口 里面隐隐散出金光 卖菜大婶 看着二人微微一笑 咔啦一声响 他的身体分成两半 散落在地上 平滑的切口上金光阴晕 仿佛有无数融化的黄金 在流动 那些黄金欲与风而化 散成金色的雾 逐渐向着菜场四周飘去 有些金雾飘到桑葬身前 他微微醋眉 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显得有些痛苦 把卖菜的人都杀了 自然没办法买菜了 回到小院里 凝确的心情有些沉重 尤其是想着最后的那幕画面 更是不安 不管是真的要是佛 还是假的要是佛 总之 在他和桑葬面前 就像清板僧变成的 颜面佛一样 没有太强的抵抗能力 但他们死后散发的佛西 对桑葬却似乎能够造成伤害 如果以后再遇到这些佛 怎么办 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个世界 得想办法 把你身体里的毒解掉 凝确看着桑葬 桑葬脸色有些白 如果解不了怎么办 凝确不想他焦虑 笑着说道 哎 解不了毒 你也不会死 日子不总得过吗 桑葬静静看着凝确的眼睛 日子就是毒 凝确懂了 不知该如何回答 沉默片刻后说道 走吧 这一次他没用一问句 因为他说的走 不是离开棋盘世界 而是离开小院 或者也要离开朝阳城 他要去给桑葬治病解毒了 就像很多年前那样 在小院里生活了很多年 自然留下了很多回忆 也有很多家居必备的物件 凝确整理出来的行李 却很简单 除了武器和食物之外 就只有一坛子泡菜 桑桑问 去哪里 宁缺下意识里再次望向遥远的东方 却有隐隐的畏惧 说道 往南走 桑桑苍白的脸颊上 忽然出现两抹不健康的红韵 你要去见他 宁缺正了正 这才明白桑桑在说什么 这个世界的南边没有大和国 可你习惯性的要去南边 宁缺不解 所以 你心里面就想着要去见他 宁缺有些生气 不是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做什么呀 桑桑沉默不语 发现自己确实有些问题 不是说 对宁缺的态度有问题 他是浩天 宁缺是凡人 就算他们是夫妻 他无论怎么对宁缺都是有道理的 问题在于 他的心境有些不稳 这便是称 期间还有贪吃 他身上的毒越来越重了 宁缺明白了些什么 把桑桑抱进怀里 我一定能治好你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雪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把沉重的行李捆到身后 宁缺撑着大黑伞离开小院 向城门走去 桑桑在伞下 牵着宁缺的手 显得有些虚弱 想要破开佛祖的棋盘 便需要桑桑恢复实力 便需要解了他体内的毒 便需要找到解毒的方法 便需要寻找 那便要离开 清板僧不要他们走 药师佛不要他们走 朝阳城不要他们走 这个世界不要他们走 他们自然没办法就这么轻易的离开 新街拐角处 有家店 专门卖灯油和灯具 夜间卖蜡烛 宁缺常在这里买灯油 与老板相熟 但今天看到老板后 宁缺的神情微变 老板不在店里 老板在街上 老板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宁缺抽出铁道问道 你是何方佛 老板戴着顶帽子 面容可亲 微笑说道 你才 宁缺看着店里密密麻麻的油灯 有些不自信地问 燃灯古佛 确实是 燃灯古佛 街上再没有油灯店的老板 只有一位苍老的古佛 佛身外 一切事物皆为明灯 无数光线散发 就连墙角里的蚁穴 都被照得清清楚楚 甚至就连黑暗的天空 仿佛都亮了起来 光线开始燃烧 街上的温度开始升高 丧丧的鼻尖出现了一滴汗珠 还是普通人的时候 因为先天阴寒的缘故 桑桑都很少会出汗 变成浩天 他神驱自冰凉如玉 更不会出汗 但在燃灯古佛之前 桑桑出汗了 宁缺觉得自己的心脏 变得无比滚烫 仿佛里面被人安放了一盏油灯 好然气起 瞬间 他便掠到燃灯古佛身前 一刀斩落 燃灯古佛落灯 那盏看似普通的铜油灯 却仿佛有一个世界那般重 轻描淡写的 就将宁缺的铁道震住 古佛开始点灯 点起千灯万灯 世界大放光明 只是瞬间便有万语盏灯点燃 以明确的应变速度竟有些反应不过来 就在第一万六千盏灯被点燃的时候 桑桑终于出手了 他伸出右手食指 轻轻抵住铜油灯的底部 燃灯古佛神情微变 哪怕是古佛也不可能与天一较高低 燃灯古佛手里的铜油灯再也无法落下 宁缺斗腕 铁刀横于小臂之前 在燃灯古佛颈尖掠过 燃灯古佛头颅未落 只是颈间出现了一道极清楚的刀口 这道刀口里依然没有血 只有极浓郁的金光 然后又流动的黄金 顺着刀口黄缓渗出 打湿古佛的僧衣向着地面躺落 那些黄金般的液体都是佛锡 里面有无穷的佛威 亦有无穷佛意 欲与风而化所变成的金物 折射出来的光线都是佛光 宁缺神情微变牵着桑桑的手 向街那头奔去 宁缺的速度非常快 根本没时间回头去看 燃灯古佛是生是死 只是拼命地奔跑 直到跑到长街尽头才停下脚步 桑桑的脸色很苍白 眉头皱得极紧 死极痛苦 按着他繁华轻衣下摆上的那滴金叶 宁缺才知道 还是没有避过 下次 站到我身后 佛光便落不到你身上了 他把桑桑拉到身前 看着桑桑的眼睛非常认真地说道 桑桑看着伸出一百的鞋尖 低声说道 我怕走丢了 宁缺沉默片刻 把沉重的行李解下 取出剑侠和装服纸的锦囊 扔掉了剩下的所有东西 包括那个泡菜坛子 他把桑桑背到身后 用绳子把彼此的身体系死 把大黑伞交给他 一手提着剑侠 一手握着铁刀 向着城门方向走去 街面上 泡菜坛子已经裂开 散着香味 那是陈年老坛 才能有的味道 宁缺背着桑桑 向朝阳城外走去 路上还遇到了很多佛 阴律院的官员拿着定阴器 变成了罪圣阴佛 瓦巷里的说书艺人 变成了难居佛 某金小庙里的偷驼 变成了持法佛 很多人都变成了佛 然后被宁缺杀死 宁缺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都会成佛 为什么能有这么多佛 这些佛都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凭什么能够成佛 人人皆能成佛 桑桑靠在宁缺的肩上 虚弱说道 这便是众生意 生活在悬空四下 地底世界的农奴们 一生指之如景圆的天空与佛 他们没有选择 于是他们的信仰最为纯净 在人间 像这样虔诚的佛宗信徒 还有很多 无数带过去 信徒们死去 举时来到佛祖的棋盘里 构成了这个极乐世界 在佛家的学说里 怎样的世界才能够有资格被称为极乐世界呢 那便是人人都能成佛的世界 此时的朝阳城 无论走族贩夫还是官员僧人 进阶慈悲显灭 诵经不止 他们便是佛 他们人人都是佛 宁缺和桑桑想知道 在自己醒来后 佛祖会有什么手段来镇灭自己 现在他们看到的便是答案 诸生相与众生义 男女老少诸生成佛 向他们围来 他们面容庄严慈悲 口诵经文 未曾约杀 但众生之义便是杀 要杀好天 杀丧丧 又挑了数十年担 双肩磨出老茧的男人 那是后见佛 又迎朝阳而悟的少女 那是日生佛 又河里打鱼的老汉 那是网名佛 又有明文佛 法床佛 明光佛 杂色宝华 阎身佛 香上佛 香光佛 肃王佛 见一切义佛 还有诸多无法 好之佛 满城皆佛 拥挤不堪 这佛踩了那佛的袈裟 那佛撞碎了这佛手里的玉花 佛挤着佛 佛推着佛 向明却和桑桑涌来 看着这一幕震撼的画面 明却仿佛回到当年 也是在朝阳城里 无数人想要杀死他悲伤的桑桑 想要杀死明王之女 当他看到那个耍猴戏的汉子 也成了佛 甚至蹲在他肩上的猴子 也变成某个脾气暴躁的斗佛时 明却再也无法承受 挥起铁刀就冲了过去 在出城的道路上 他已经杀了很多佛 本想暂时收手 因为佛皆有法 不是那么好杀的 更重要的是 他很清楚 这些佛被杀死后 会变成佛光 那些佛光会让桑桑极为痛苦 但现在 如果不把这些佛杀死 他根本就没办法 背着桑桑逃出朝阳城 他只有握着铁刀 向那些佛砍江过去 仿佛有人拿着竹桑桑在扫地 耍耍之声大作 有黑的铁刀在满脸庄严的 无数佛巾来回飞舞 刀锋割破那些佛的锦与胸 无数佛倒下 有黑的刀身上涂满了金色的液体 然后变成纯净的光线 宿王佛死了 倒在地上仿佛沉睡 然后被别的佛踩成金片 后肩佛死了 他的右肩被铁刀整个削掉 就像是没有完工的金像 日生佛死了 少女庆立的容颜上 多出一道金色的刀口 看着极为恐怖 明确回到前进 铁刀每次落下便有佛死去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情绪 不管面前是谁 老人还是孩童都是一刀斩断 众佛受伤不会流血 只会流出黄金色的液体 但画面依然显得很血腥 宁缺表现得无比冷血 甚至比当年在朝阳城还要冷血 书院登山那夜 他曾经如此冷血过 无论兰在身前的是旧时还是新知 是亲人还是朋友都被他一刀砍死 因为他知道那些都是死人 这些佛也都是死人 既然已经死了再杀一遍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佛终究是佛 各有其法其器 宁缺现在虽然已经变得很强大 而且还有身后的桑桑相助 想要杀死他们依然很是辛苦 把所有的佛都杀死 他可从来都没想过 一刀把孝颜佛的脖子砍掉 看着落在地上依然满脸笑容的佛手 宁缺觉得有些累 便在此时一道浮微自天而降 从右后方洗向他的后背 那是一块金光灿烂的金砖 被如须弥山佛子远处扔来 宁缺如果不动 这块运着无穷佛威的金砖 就会落在桑桑身上 宁缺只能匆忙侧身避过 让那块金砖砸中自己的右臂上方 啪的一声闷响 宁缺觉得自己的灵魂 仿佛都要被这块金砖从身体里拍出来 他喷出一口污血 桑桑受到波及一时一口血喷出 打湿了宁缺的衣领 如果是佛道两宗的修行者 被如须弥山佛的金砖砸中 只怕壁骨早就粉碎了 幸亏宁缺现在好人气大成 身躯尖若金刚 只觉得疼痛 整的一声 他把铁道收回窍中 自肩上解下铁弓 把弓弦拉至满月 射向远处那座身高尖三丈的如须弥山佛 仙上无间 只是虚发 然而下一刻 如须弥山佛的胸口上 出现了一道极深的裂口 裂口里不停躺出金色的液体 形状像极了一道弓 宁缺已闲杀佛 终于到了城门 宁缺的身周依然到处都是佛 那些佛流了很多血 血变成了无数光 把朝阳城简陋的城门 照耀得清清楚楚 万道佛光里 桑桑的脸色变得越来越白 佛祖的手段是众生意 众佛以佛光杀天 这些佛光便是桑桑最害怕的东西 宁缺清楚地感知到桑桑的痛苦 他心头微颤 甚至也开始痛起来 但他没理会 也没有安慰他 继续向着城门外的原野冲去 左手支铁弓 右手拉弦 嗡嗡嗡嗡 仿佛琴弦断 又似乎有人在谈棉花 城门四周的佛身上出现无数裂痕 然后死去 佛光从那些裂缝里渗出 弥漫在原野间 变得越来越浓郁 桑桑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喷出来的鲜血也越来越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 授权出品 桑桑惊醒 看着漆黑的洞底 沉默不语 眼神有些暗淡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宁缺把他抱进怀里 问道 怎么了 桑桑说道 我做了一个噩梦 宁缺正中 强行挤出笑容 这倒是新鲜 梦见什么了 浩天不会做梦 只有凡人才会做梦 开始做梦 说明桑桑开始变成真正的凡人 无论是夫子留在他体内的红尘液 还是佛祖在他体内种下的贪嗔痴三毒 都在变得越来越强 我梦见了很多佛 他们拿起刀子 在脸上和身上乱割 让自己流血 他们用力地挤压伤口 想要血流出来的更快些 脸上没有疼痛的表情 又有些佛在烧柴火 想让那些血蒸发得更快些 甚至还有些佛 从山崖上跳了下来 桑桑的脸上没有表情 眼睛里却有恐惧 宁缺想着杀出朝阳城门时的那些画面 手指变得微凉 桑桑现在很虚弱 这个充满了佛光的世界 对他来说太过可怕了 好了 好了 再坚持一下 宁缺轻轻抚着桑桑的后背 如果再这样走下去 我会死的 桑桑的脸上还是没有表情 眼神里除了恐惧 还多了痛苦 死亡意味着终结 是永远的沉睡 对于任何有自我意识的存在 这都是最恐怖的事情 桑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死 所以他不曾恐惧 直到现在 我不会让你死 这种话你说过很多次了 除了安慰你自己 没有别的意义 宁缺看着桑桑的眼睛 故事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 既然我们已经醒来 那我们一定能够找到离开的方法 你以前说过 这不是书上的故事 不管这是什么故事 总之 我是男主角 你是女主角 那么 我们便不应该死 也许 在这个故事里 我们只是配觉 桑桑看着山洞外 漆黑的夜空 看着远野远处 渐渐弥漫过来的佛光 听着那些渐渐清晰的惊声 因为 这是佛祖的故事 宁缺沉默了很长时间 好了 好了 再睡会儿 还可以再停留一段时间的 桑桑侧过身去 继续睡觉 宁缺坐到桑桑那边 看着她不时皱起的眉头 有些委屈的唇巧 痛苦的表情 觉得很是酸楚 伸手 想要把她的眉头抹平 桑桑醒着的时候 从来不会流露出痛苦的神情 清晨时分 离开山洞 按照最开始的计划 继续向南行走 没有走多长时间 便进入了植被茂密的深山老林 宁缺的心情略微放松了些 心想这里如此荒僻 总不可能还像朝阳城那般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佛 到处都是佛光吧 宁缺想的没有错 但不够准确 南方的深山老林里 确实没有那么多佛 但依然有佛 在山道上遇着的侨夫是佛 深夜又有佛骑着斑斓大火而至 宁缺继续杀佛 杀得很辛苦 身上的伤也越来越多 桑桑也变得越来越虚弱 在三毒的折磨下 脸色苍白如雪 为了放松心情 宁缺又开始唱那首黑猪的歌 桑桑很不高兴 想要扮出脸黑的模样 但脸实在太白了 完全没有威慑力 桑桑愤怒地喊 你 你就只会趁着我虚弱来欺负我 宁缺伸手到后面 拍了拍桑桑的臀 道理 不变不明 让你中毒的是佛祖 和我可没关系 我欺负你是真的 但不能有那个衬子 便在这时 一头浑身黑泥的野猪 从林子里窜了出来 那野猪傻乎乎地看着宁缺 大概是感觉到了危险 赶紧跑掉 桑桑虚弱说道 乌鸦落在猪背上 土驴和书院都是黑心贼 只听着嘎的一声怪叫 一只黑鸭飞来 落在林中某处片刻后 那只浑身黑泥的野猪 垂头丧气地从林子里走了出来 那只黑色乌鸦站在他背上 耀武扬威 桑桑说道 晚上吃猪肉 宁缺恼火 乌鸦落在猪背上 你在我背上 难道我就是猪了 桑桑靠在他肩上 低声说道 你如果不是猪 怎么会在这里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宁缺笑了起来 他知道桑桑的意思 听懂了桑桑在述说他的情谊 更好的是 这种述说里也有他的情谊 所以宁缺很开心 在西畔杀了野猪 升起篝火 肉在火上 发出滋滋的声音 油脂尽流 香味四溢 两个人饱饱地吃了顿饭 然后休息 宁缺想起白天 桑桑说的那句话 他说的 以后 别把书院和佛宗 放在一起比较 你怎么说书院都行 但唯独这个不行 桑桑躺在被火烧热的地面上 问他 为什么 书院有那么恶心吗 桑桑微微一笑 你老是在我体内灌注了人间之力 然后你带着我行走世间 是想让我变成人类 佛陀把贪吃 称三种毒 种在我体内 也是想让我变成人类 两者之间 有什么分别 宁缺正在吸盘摩铁刀 听着这话 停下手上的动作 想了想 区别在于 佛祖把你变成人类 是想杀你 那书院呢 难道只是想把我变成人类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处于如此虚弱的状态 书院的人不会想着把我杀死 如果 这两个字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世上没有如果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所以书院自然不会想着杀死你 哪怕 我杀了柯浩然 宁缺沉默片刻 不算气盘里的岁月流逝 你来到人间已经二十年 只有这二十年里 你是桑桑 桑桑明白了宁缺的意思 在桑桑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 便不应该由桑桑来负责 书院没有把小师叔的死亡 归到他的身上 只是归到浩天的身上 桑桑问道 如果 最终你们老师也被我杀死呢 宁缺有些郁闷 你能不能说点有意思的呀 我都说了世上没有如果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烦 别这么无聊行不行 桑桑微笑 那说些有意思的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在如此荒僻的深山里 都能遇着佛 可依想见 这个棋盘世界里 现在到处都是危险 众生变成的佛正在寻找他们 再这样漫无目的的行走 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就算能走到最南方天的尽头 也一样找不到离开棋盘的路 如果 解掉你身体里的毒 你能不能打破这张棋盘 你才说了世上没有如果 不要调皮 如果不能 我们离开朝阳城做什么 按照佛家的说法 只有修佛 才能解贪嗔痴酸毒 那是骗人的 佛经又不是童话 我想这些话是有些道理的 除非修成真正的佛 不然三毒难清 宁缺把刀身上的溪水擦净 走回桑桑身边 静静看着桑桑眼睛 要不要 试试 你把自己修成佛祖 在宁缺想来 如果桑桑能够在这里立地成佛 那么便能去除体内的贪嗔痴三毒 甚至于那些诸生化成的佛 更无法再威胁到他 桑桑只说了两个字 不要 宁缺微微皱眉 为何不要 桑桑用宁缺先前的答案做出回答 恶心 宁缺很是无奈 活着总比什么都重要 你就忍忍 这里是佛祖的世界 我无法在这里修成佛祖 宁缺想了很长时间 总得试试 有些事情必须尝试 因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还是书院的那句老话 最后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唯一 你想试试吗 宁缺的目光越过溪水 落在遥远的东方 我想试试 能不能找到佛祖 桑桑微笑 然后呢 你能杀死他吗 不能 但我要去见他 清晨 二人在西边醒来 篝火已成灰烬 悠悠余温 宁缺把桑桑寄到背上 撑起大黑伞 继续向峰顶攀行 穿过浓雾来到山顶 宁缺却没有继续向南 而是折向东行 桑桑睁开眼睛 看了看方向 没说什么 密邻南行 宁缺以铁刀开道 走了两天一夜 终于走出了这片茫茫群山 来到开阔的草原间 背着桑桑 继续前行 这片草原 前些天一直在落雨 宁缺的脚踩在松软的地面上 留下清晰的脚印 形成一条笔直的线条 对准遥远的东方 当草原上的脚印超过一百后 地表忽然下陷 那道直线变成了真实的存在 泥土刺裂 青草被吞噬 漆黑无比 天地震动不安 那些在漆黑天穷上寻走的光线 忽然间来到宁缺二人头顶 因为大黑散的遮蔽 光线没有落下 那些光线 仿佛悬停在了漆黑的天空里 光线的前端变得越来越亮 然后忽然炸开 向着地面洒落无数金色的天花 宁缺停下脚步 转身望向西北方向 只见那处的黑暗天空上 出现了一些光泽 应该是倒映出地面的佛光 可以想想那里有多少佛 桑桑看着那处 我听到了他们的惊声 他们害怕了 佛祖害怕了 佛祖涅槃 根本不会知道这些事情 涅槃是生死的叠家 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沉睡 佛祖根本不知道 他们正在向着东方行走 又怎么可能害怕 那么 就是这个世界开始害怕了 宁缺望向遥远的东方 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佛祖就在那 桑桑靠在宁缺身上 指头倾挠宁缺的耳朵 你真要去找佛祖 修佛 当然要见佛 我要去见他 桑桑的动作危僵 你若去见他 他便会醒来 宁缺举起刀柄 挠了挠痒 我就是要让他醒 桑桑神情严肃 若是以前 我没有中毒 我早就去找他了 并且让他醒来 然后把他杀死 但现在 我杀不死他 你更杀不死他 你说错了一件事情 醒来只是一种形容 正确的描述应该是 我见到佛祖的那一刻 才会知道他的生死 然后 然后 佛祖可能是活着的 可能已经死了 换句话说 他的生死便在我们的一眼之间 五五之数 你这是在赌命 是赌佛祖的命 也是在赌自己的命 我们都快死了 凭什么不赌 赌 我们至少还有一半的机会呢 我不喜欢赌命 为什么 因为浩天 不玩头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 授权物品 浩天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天算能算 一切事 一切尽在掌握中 那么 他当然不愿意去玩头子 因为那没法掌握 宁缺知道 这是桑桑的本能 但他更清楚 现在的他 已经不能无所不知 更不能无所不能 如果不去见佛赌命 最终二人只有死路一条 好在现在 桑桑在他背上 他要往哪走 桑桑也没办法 走过雨后的草原 走过荒芜的田野 来到一片丘陵间 宁缺注意到 侧后方天空里的佛光 越来越亮了 说明这个世界里的众生佛 已经渐渐聚拢 并且离他们越来越近 宁缺加快了脚步 走过丘陵三日后 来到一大片森林前 无数的红山 在宁缺眼前高耸入云 林间薄雾如烟 仿佛烟静 前面远方 隐隐传来水声 一位面貌寻常的僧人 从一株红山后走了出来 一位身材臃肿的富翁 从另一株红山后走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人 从树后走了出来 这个世界上诸生成佛 所有佛都来到这里 密密麻麻 根本数不清楚 有很多佛是从朝阳城追过来的 身上还带着宁缺用刀剑 斩出的伤口 不停向外渗着金色的液体 那些液体预风而化 变成佛光 佛光万道 瞬间将林间的薄雾 驱散得干干净净 所有佛礼拜何时 向宁缺二人行礼 然后开始诵经 经生里大有慈悲意 桑桑脸色苍白 看着树林里的无数佛 验赠说道 然而 金色的佛光弥满 树林里很是宿静 只有惊声起伏 无数佛神情 庄严 莫光慈悲 然而在宁缺眼里 这抹画面 却是那样的阴森 宁缺没说话 拉弯铁弓 便是一道虚剑射出 红山树上染了斑驳金血 一佛盘膝坐壁于旁 胸腹间多出一道极深的伤口 伤口形状微曲 又今夜从伤口里 躺出化成佛光 树林里佛光更胜 桑桑更加痛苦 宁缺的神情很凝重 在逃亡过程里 这些佛越来越少抵抗 再也没有使用法器 甚至感觉就像是等着他在杀 宁缺杀一尊佛 世界的佛光便明亮一分 桑桑离死亡便进一步 他现在是不杀不行 杀也不行 就算横下心来 杀也杀不尽 让开 佛当杀佛 人党 宁缺看着树林里的无数佛喝道 他本想说人党杀人 但想着这个世界里没有人 他只能说道 人党 我还是杀佛 话音未落 他背着桑桑就冲进了森林里 浩然气陡然提至巅峰 他的人变成闪电般的影子 锦囊捏破 树十道符指在密林里泛起异样的光彩 铁刀横斩树切 朱雀立笑不止 恐怖的火焰四处喷扫 铁工蒸蒸作响 无数难以合围的红杉树 喀拉倒塌 在极短的时间里 宁缺把自己最强大的手段全都施展了出来 至少有数十尊佛 倒在了血泊之中显得强悍至极 然而 无论宁缺怎么杀 森林里的惊声没有停止 众佛的脸上除了悲悯 没有任何反应 通向遥远东方的道路 还是被挡着 数十尊佛的死亡 让这片幽暗的森林 染上了极明亮的金色 佛光变得前所未有的明亮 甚至给人一种厚实的感觉 佛光太强 宛若实质 硬生生地挤破了黑伞后 补的那几道缝隙 落在桑桑身上 桑桑无力地靠在宁缺尖头 不停地磕血 宁缺觉得无比寒冷 我这刀的手都开始颤抖起来 你不能死 宁缺看着从自己身上躺落的血 脸色苍白 桑桑已经不行了 她在宁缺的耳边说道 我要进来 宁缺不明白桑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下一刻她觉得自己的身体里多了一个人 桑桑还在她的背上 桑桑已经到了她的身体里 大黑伞已经不能保护她 她只能希望宁缺能够保护自己 宁缺低着头 沉默了很长时间 呼吸从急促渐渐变得平缓 和背上桑桑神区的呼吸节奏渐去一致 直到最后完全相同 宁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知道桑桑必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宁缺抬起头来 收好大黑伞插到背后 她看着森林里无数尊佛 说道 现在我们再来打过 森林里一片幽暗 诸佛身上散发着淡淡金光 如无数油灯 看着宁缺持刀而立 诸佛有伤痛者 有悲愤者 有敬畏者 反应各有不同 诸佛感觉到宁缺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 察觉到那些变化会对佛祖的极乐世界带来某种影响 只是不解那种变化到底是什么 宁缺对这种变化也不了解 他知道桑桑的身体还在自己背上 但桑桑却已经进入了自己的身体里 宁缺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无所畏惧 宋经声在森林里再度响起 金光大圣 无数佛在四处现身 向着宁缺缓缓围拢 没有给宁缺留下任何离开的通道 诸佛神情慈悲 看着宁缺眼露敏意 然而从朝阳城到现在 诸佛从来没有试图进行说服教化 也没有与宁缺进行过任何真正的交流 因为宁缺拒绝与他们进行交流 任何分歧到最后 还是要凭力量来解决 这个时候依然如此 宁缺深深呼吸 眼眸变得异常明亮 握紧了铁刀 缓缓提起 向着深浅的森林里 看似很随意地斩落两刀 两刀数百里长的刀锋 出现在忧汉的森林里 狂风呼啸而起 无数地仙翻起杂草低眼 掩石裂开 数百里刀锋锁过之处 没有任何事物还能保持原本的形态 而那些站在刀锋锁项区域里的诸佛 更是被刀锋直接碾成了坟墨 金坟弥漫 如果佛在云端俯瞰这片原野 应该能在这片森林里 看到一个数百里长的大字 那个字很简单 又是那样的横利 一个一字 以铁刀写神符 宁缺写出了一道如此宏大的神符 贯穿了整片森林 恐怖的福役 冷漠而强悍的切割着 接触到的所有事物 数人为报的无法合拢的 巨大红杉树的树皮上 出现了清楚的裂痕 甚至就连期间呼啸吹拂的风 都被福役切割成了无数片段 变成徐徐的清风 浮得那些金坟飘向高空 宁缺斩出两刀 便至少有数百尊佛 在一字神符之前死亡 然而森林里还有很多佛 那些佛神情坚毅 继续向宁缺走来 一字神符 源于宁缺掌握的第一道神符 二字符 而二字符则是脱胎于 颜色大师最强大的井字符 修至极致境界 便是连空间都能切开 更何况是这些佛尊 宁缺这时候 如果停留在福役之间 根本不需要担心那些佛的到来 但福道自有其先天限制 福役不可能永远漂流在天地自然里 再强大的神符 随着时间流逝也会逐渐散去 到那时候该怎么办呢 宁缺本来就没想过 靠这道宏打而霸道的神符来保命 他说要与这些佛再来打过 那么他要做的事情便只能是进宫 一声轻笑 从地面直冲天穷 向着森林深处传播 似乎天地都被这声充满骄傲而暴力情绪的笑声所兴奋 幽暗的森林顿时变得明亮起来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伴随着笑声 宁缺右脚重重踩向地面 落脚处 树掌内的地面出现极深的裂缝 他双手横握铁刀 并向森林里冲去 那两道贯穿森林的灵力浮移 竟然也随着他的前掠和铁刀的横行 缓慢而不可阻挡地开始移动 向着东方前进 福道与别的修行法门 有本质上的不同 福道是要将意思讲与自然听 然后调动天地气息 福师与自然的沟通是请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也唯一因为如此 才能调动如此多数量的天地元气 从来没有福师 能够带着他的福意移动 因为人类不可能拥有那么多念力 因为真正的天地 不可能听从卑微人类的命令 但是今天 宁缺却做到了 这是人类修行史上 从来没发生过的事 两道灵力的福意 有数百里之长 贯穿整片森林 随着宁缺横刀前行 变成了两把无形的锋利巨刀 刀锋之前挡折毕翼 死神的镰刀在麦田里进行收割 哪有脉杆能够逃开的道理 森林里有无数的佛 佛有高有低有胖有瘦 刀锋锁过之处 有佛头断落 有佛身被切断 有佛天灵盖被削掉 有佛双腿切断 无数佛流血倒下 金色的血液 从那些佛的身体里流淌出来 被福意切割成最细微的碎片 然后变成金色的坟墨 漂浮在森林里 幽暗的世界早已是光明一片 佛光明亮至极 逃亡多日 宁缺受了很多伤 疲惫憔悴 脸色本来就有些白 此时被万道佛光照耀 更是雪白一片 他眯着眼睛 低头横道继续前冲 脸上没有一丝巨异 如果他还背着桑桑 就算撑着大黑伞 只怕桑桑也会被这些佛光杀死 但现在 他背着的只是桑桑的身体 真正的桑桑在宁缺的身体内部 森林洞面有水声传来 宁缺就向着那边冲过去 横着的铁刀在前 那道磅礴的异字神符也随之前行 无数的树皮与金色的佛血 践向空中 无数佛纷纷倒地 森林里没有惨毫生 没有哀鸣声 只有满怀悲悯之意的宋经声 那些宋经声往往会戛然而止 代表那佛死在了无形刀锋之下 宁缺低着头不停地奔跑 不知跑了多长时间 直到他觉得 自己握着铁刀的双手开始颤抖 呼吸重新变得急促 才停下脚步 水声缠缠 很是静柔 一条大河出现在宁缺的眼前 他背着桑桑冲出了这片森林 回头望去 只见森林里到处都是金光 然后从西方远处开始 不断有红山树倒下 大地震动 掀起无数烟尘 那些红山树都是被符翼切断的 只是符翼太过锋利 巨树断而不倒 直到此时某株树倒下 然后所有的树都被震倒 红山树很高 直入云层 最矮的也有数百丈 随着这些巨树的倒塌 烟尘弥漫冲天而起 起见阴影传来苍蝇惊慌的笑声 这些苍蝇的巢 住在红山树顶 现在他们只能飞去别的地方 数百里方圆的森林 就这样变成了平地 无数巨树叠在一起 把潮湿的地面砸得一片狼藉 至于林里的那些佛 更无兴礼 三千三百三十三尊佛 死在林中 一佛两刀 数百里三千佛 这甚至已经不能成为神佛了 奇微如天 这是天佛 人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强大的佛 颜色大师没写出来过 王书圣更没写出来过 往前追溯无数万年 也没有出现过 宁缺现在是知命境巅峰 是很强大的神佛师 按道理来说 他没有余过武境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写出这道符来 但现在 桑葬在他身体里 桑葬哪怕虚弱的 马上就要死了 一滴神力 对于人间来说 那也是一片沧海 因为它是天 宁缺用的 就是那片沧海 他用天空来命令这片天地 所以才能写出这道天符 这就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啊 谁能匹敌 无数红山树倒塌 森林净毁 数百里方圆内 只见烟尘不见佛 只闻英孝寿豪 不闻惊声 佛光仍盛 但诸佛已死 宁缺望向远方 黑暗天空边缘 有金色的微光 宁缺知道 这个世界里还有很多佛 那些佛正在向这边赶来 不知何时能追到 他转身望向身前这条大河 大河宽约千丈 水势平缓 河水极清 除了靠着岸边的地方 有些水波 其余水面 静如明庆 甚至能够看到 河底的石头和鱿鱼 这条大河 贯穿棋盘世界南北 看不到来处 也望不到去处 如果想要去往东方 无论怎么走 都必须过河 宁缺看着河东 遥远的某处 微微皱眉 走到倒在河畔沙地里的 红山树前 宁缺举起铁刀 切断巨大的树干 然后用铁刀进行整理 掏空树干 又仔细地切磨树干的 另一面 没用多长时间 一条木船 就在铁刀下成行了 但是宁缺没停止 依然拿着铁刀 不停地切掉那些 多余的木材 很是仔细 很是耐心 似乎是根本不在意 棋盘世界里的无数佛 正在向河边赶来 沉重的铁刀 在宁缺的手里 变成了一把小雕刀 仿佛在 红山树干上雕花 没有漏过任何细节 到最后他甚至真的在木船弦盘 叼了一朵花 宁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是在练手 木船终于做好了 外观非常精美 他还用铁刀削了两个船桨 桨面光滑 连根木刺都没有 到了这时候 宁缺才觉得满意 他用微颤的手 把铁刀收回窍中 把木船推下河 爬了上去 挥动船桨 沉默地开始划船 直到划到河面三分之一处才停下 佛祖的棋盘世界 充满了佛光 也充满了恶意 只有来到这条清澈大河的中间 宁缺才觉得有了些安全感 才敢把桑桑从背上解下来 他把桑桑的身体抱在怀里 伸手到他鼻端 发现桑桑已经没了呼吸 但宁缺知道他没有死 这具身躯本来就可以很长时间不用呼吸 宁缺怀里的身躯很高大 有些胖 抱着有些不方便 但宁缺还是这么抱着 静静地看着桑桑的眉眼 他忽然笑了起来 伸手捏了捏桑桑的鼻子 宁缺知道桑桑没死 意识或者说神魂在自己的身体里 进入了某种很奇怪的状态中 像是沉睡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浩天的神奇手段 是宁缺所不能了解的事情 宁缺有些担心 却不是太过担心 所以才有心情用手去捏桑桑的鼻子 这个动作很亲密 是小夫妻间常见的动作 只不过他和桑桑这对夫妻 有些与众不同 平时桑桑醒着的时候 您却哪敢做这些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宁缺早就想做这些事情了 他还想掐掐桑桑胖乎乎的脸蛋 还想揪他的耳朵 还想把手伸进他的衣服里 寻些暖与软 想做些很亲密而且很邪恶的事情 虽然那些亲密而邪恶的事情不能做 但别的还是可以做一做的 这么想着 宁缺的手在桑桑的脸上不停地捏弄 揪完耳朵 甚至把他的鼻子向上顶起 让他做了个鬼脸 看上去就像是可爱的小猪 宁缺看着桑桑的脸 笑着唱道 黑猪 我说过 不喜欢被你叫黑猪 桑桑的声音 忽然在宁缺的心里响起 而且你如果再敢对我的身体做这些事情 我就杀了你 宁缺吓了一跳 看着怀里的桑桑的脸 有些不安地问 你醒了 桑桑说的 我本来就没有睡着 你是不是很希望我永远醒不过来 这样你就可以随便羞辱我的身体 还可以把那个他娶回家 躺在宁缺怀里的桑桑 闭着眼睛 双唇不动 仿佛沉睡的神明 但桑桑却在说话 这让宁缺感觉有些奇怪 有些难以适应 听着桑桑的话 宁缺有些恼火 都什么时候了 还只记得吃素发尘 你越这样中毒越深 到时候你真死了 我就真去找他 好啊 你去呀 你不去就是我孙子 宁缺觉得 桑桑现在就像个不讲道理的小孩 懒得继续和他争吵 你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在哪啊 我在你身体里 身体里 什么地方 石海里 你想我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宁缺想了想 认真说道 我一直把你放在心里 你当然应该在我心里 桑桑沉默了会儿 我就在你心里 宁缺笑了起来 听起来 你好像害羞了 我又不是人类 怎么会有这种卑微的情绪 我教你啊 你刚才 就是害羞了 无聊 不用再担心 桑桑被佛光杀死 宁缺觉得魂体通态 很是安心 所以快活 正准备与桑桑在斗斗嘴 忽然想到一件事 他埋怨说的 哎 你既然能够离开神区 为什么不早这么做呀 何至于被那些佛光烧得这么重 桑桑与宁缺互为本命 才能合为一体 但他毕竟是好天 当初在陶山光明祭时 宁缺夺了掌教的天启 桑桑只是给了宁缺一道神力 宁缺就被撑得到处流血 如果全盛时期的他进入宁缺身体里 宁缺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的他非常虚弱 才能使用这种方法 桑桑没有回答宁缺的问题 因为他嫌烦 更因为他之所以迟迟不肯进入宁缺的身体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他进入宁缺的身体 便是真正的身心合一 他与宁缺之间的牵绊 将会强大的难以形容 将来他要离开 便会变得无比困难 他的沉默 让宁缺觉得有些不解 又有些隐隐的不安 宁缺想了想 却想不明白 笑着伸手在桑桑脸上 轻轻拍了拍 然后拾起双脚继续划船 牧船向着河对岸缓缓而行 就在船手 刚刚划过河面正中间 那条无形的线时 对岸东方的原野上 忽然飘来了一大片黑云 那片黑云飘到大河上方 便不再继续飘行 云里蕴藏着的湿意 便做雨水哗哗落下 一时间电闪雷鸣风雨大作 暴雨打拍在宁缺的身上 脸上生辣作痛 躺在船里的桑桑的身体 更是被雨水记得噼啪作响 宁缺明知道神体应无恙 但看着这幕画面 还是觉得很心疼 接下大黑伞 撑在桑桑上方 心想至少要保住 桑桑如花的容颜不是 好吧 船船上现在就刻着一朵花呢 桑桑那脸长得如此普通 也实在谈不上 如花一般娇艳吧 宁缺笑着这么想着 同时用力挥动双脚 让牧船如箭一般 穿行于风雨之中 红山树干很宽很厚 牧船很大很结实 雨水再如何狂野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船里灌满水 宁缺并不担心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宁缺的眉头缓缓促起 神情也渐渐变得凝重 而警惕起来 暴雨落在清澈的河水里 积出了无数的水花 河水渐渐变得浑浊起来 可能是上游的山洪进入河道 可能是暴雨太烈 掀起了河底的沉泥 应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河水浑得如此之快 颜色瞬间变得如墨一般 很不正常 天上的云很黑 落下的雨水也很黑 黑如墨汁 河水也变成了墨汁 开始散发淡淡的墨臭 然后是各种星辉的臭味 非常古怪 宁缺没有任何犹豫 伸手收起大黑伞 把桑桑的身体重新背到身后 用绳子仔细绑好 然后用微颤的手抽出铁刀 对准合面 先前在岸边 他完成造船后 收刀时 手也有些微微颤抖 这时候拔刀也在颤抖 因为宁缺很累 从桑桑开始做噩梦后 他就没有睡过觉 忽然间 木船缓缓下降 向河水里沉去 宁缺看着船内 没有看到漏水 那么敌人 必然在河水里 河水本来十分清澈 在岸边都能看到 河底的石头 但现在 河水已经变得漆黑无比 以宁缺的眼力 也看不到水下一尺的动静 河水很诡异 甚至就连宁缺的念力感知 仿佛都能屏蔽 木船继续向河水里沉降 宁缺却连敌人都没有找到 那么他该如何应敌呢 宁缺知道 必须离开了 他踏向船底 木船下沉的速度顿时变快 而宁缺的身体也已经腾空而起 下一刻就准备携直向前掠处 这里距离河岸 还有四百丈的距离 以宁缺现在的境界 很难在如此爆裂的风雨里 一袭奔出如此之远 但他想试一下 就算最终还是会落水 只要能够离岸边近些 想要摆脱这条诡异的大河也容易些 而且宁缺应对如此之快 应该会出乎那些敌人的想象 打乱对方的部署 然而宁缺没想到 反而是敌人的反应 超出了宁缺的想象 河面被暴雨击打的到处都是水花 就在宁缺刚刚掠起的那一瞬间 一朵水花忽然站开 一道白影鬼魅般刺破风雨 卷住了宁缺的脚踝 脚踝出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量 宁缺根本没有低头去看 手腕微颤 风雨里便有刀光一闪而起 如闪电般明亮 那道白影皱断 然而随后 又有数十道白影 从河水里鬼魅般探出 缠住宁缺的全身 数十道恐怖的力量 拖着宁缺就向下坠落 刀光如电 照亮晦暗的河面 数十道白影在铁道之前纷纷断裂 然而宁缺的前掠之事也被终止 不得不重新落回船上 看似应对的很轻松 宁缺的心情却有些沉重 他想不明白 那数十道白影是什么 竟然能够承受如此大的力量 强行把自己拉了回来 脚边传来啪啪的声音 他低头望过去 才发现 那数十道白影都是鞭子 都是白骨做的鞭子 更令人心寒的是 那些白骨都是人类的骨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这些白骨鞭 仿佛有生命 被切断后 还在不停地扭曲挣扎着 拍打着船身 在坚硬的红山木上 拍出极深的痕迹 自身终于也崩散成了碎骨 就在此时 木船也终于沉到了河面之下 就在河水被破开的那一瞬 浪花微卷 漆黑的河水稍微清澈了些 宁却终于看清楚了 船的四周 有无数双手 那些手抓着木船的底部 不停地向下用力 木船才会沉 木船是坚硬的红山木削成的 光环而坚硬 那些手 为什么能够死死地抓住船壁呢 那些手白如美玉 但很不美丽 因为就像先前那些白骨鞭一样 这些手上没有血肉 只有白骨 锋利的骨质深深地斜在船壁里 无数双骨手拖着木船 拖着船上的宁缺 拖着宁缺背上的丧丧 沉向黑暗的河水深处 仿佛要把他们拖进地狱里 河水一万 除了无数双惨白的骨手 宁缺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也听不到 四周黑暗四季一片 格外诡异而恐怖 住啊 宁缺在心里说了两个字 桑桑听到了宁缺的声音 下一刻 宁缺的眼睛变得异常明亮 期间仿佛有星辰正在爆炸 引运着无限光辉 那些是最纯净的好天神辉 现在 桑桑是宁缺的眼 宁缺的眼里有神威 目光之前 漆黑的河水骤人间变淡 变得清澈起来 被遮蔽的视线恢复 宁缺看到了那些鼓手的主人 那些惨白的骷髅 沉船四周的河水里 漂浮着数万只骷髅 密密麻麻地围在四周 这些骷髅在河底 不知道生活了多少年 有些骷髅的骨头已经发黄 在水里漂浮着 不时被水流冲断 有的骷髅的头盖骨缺了个大口 有黑色的鱼儿在其间游动 这些骷髅看着沉船 如黑洞般眼窝里 尽是贪婪的神情 宁缺的听觉也已经恢复了 他听到了湍急的暗流声 听到了黑暗的河水深处 传来气力的鬼哭声 听到了数万只骷髅 快活的笑声 那些笑声如此快活 为何却又显得那样的绝望 混蛋河水里 数万只绝望的骷髅 痴痴轻笑的骷髅 任谁看到这幕画面 都会觉得恐怖异常 但凝缺的神情 却没有任何变化 沉船四周的河水渐轻 好天神灰处于他的眼睛 照亮四周 河水里飘荡着的数千骷髅 看着这片光明 不知为何显得有些呆滞 这些骷髅 已经无数万年没有看见过光明了 觉得很陌生 却又很向往 然后意识深处 却又生出无穷无尽的恐惧 沉船四周的那些鼓手 忽然间速速剥落 就像被风化的石头 被水流冲洗而尽 在船壁上残留的鼓指 也瞬间化为轻音消散 骷髅们终于醒过神来 惊声尖叫着 向四周黑暗的河水里逃跑 有的骷髅捂着耳朵 不想听见同伴的叫声 有的骷髅抱着头 似乎觉得这样更安全些 然而 无论是浩天的世界 还是佛祖的世界 谁能比光线跑得更快 宁却站在沉船上 向四周望去 浩天神会在 阴晦黑暗的河底 大放光明 无数骷髅在尖叫声中 被净化 化作黑烟 那些黑烟并未散去 而是向着沉船涌了过来 在很短的时间里 把河水浸得更黑 宛若实质 把宁却紧紧地包围在其中 宁却铁道向前展出 居然没能把黑烟斩破 刀锋处传回的感觉 非常怪异 有些滑腻 又极厚实 仿佛是某种皮革 又像是内脏 随着这种诡异的感觉 从刀身一道传回 宁却身体的 还有一道 极狂死浓郁的欲念 那道欲念非常纯净 除了贪婪的欲望 什么都没有 宁却胸口微闷 想起先前看到的那数万只 骷髅眼洞里的贪婪神情 有些警惕 吊起念力 就想将这道欲念逼出身体 想 也是欲望 那道欲念遇到宁却雄魂的念力 就像是火 遇上了油 猛然间增大了无数倍 熊熊燃烧着 向宁却的意识里亲去 宁却的心脏瞬间被麻痹 脸色苍白 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算自己不能逼出这道欲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些黑烟是魔 桑桑在宁却心里说道 宁却依然不解 这些魔为什么无形无质 佛家的魔是心魔 贪圈吃之毒 亦是艺术 只是更加纯净 在心而不在身 我在你心上 你的心上便染了毒 心魔欲乱入体 自然毒发 那道来自黑烟的欲念 逐渐深入 宁却心脏的跳动 变得混乱起来 桑桑带过来的 贪嗔痴三毒 终于爆发了 噗的一声 宁却痛苦万分 一口血吐到身前的黑烟里 只听得滋滋声响 黑烟被无形的火焰燃烧 像风中的乌云般不停搅动 显得极为痛苦 深处隐隐传来痛苦的意念 此时桑桑正在帮助宁却 所以宁却的身体里 充满了浩天神灰 血液里也同样如此 充满了圣洁光辉的力量 鲜血进入黑烟后 自然开始进化 宁却明白了应该怎么做 举起铁道在掌心 用力一割 他浩然气已进大城 身体坚硬有弱山石 但这是他自己的意图 自己的铁刀 刀锋冷酷无情 依然把宁却的手掌 割出一条刀口 鲜血渐渐渗出 涂上有黑的铁刀 宁却抬起头来 左手紧握刀柄 向前方这片浓重的黑烟 狠狠刺出 刀锋传来的感觉 依然是那般的坚韧粘腻 但随着刀锋上的鲜血染进黑烟里 那种感觉逐渐淡化 刀锋也逐渐深入 直至进入黑烟一尺 宁却浩然气成 右手像铁锤一样 重重地击倒在刀柄上 两道强大的力量 前后叠加 就像河面的浪一般 只听到扑哧一声 铁刀完全没进了黑烟里 黑烟里头 无数浩天神灰从铁道上喷涌而出 黑烟不停地挣扎 就像是蠕动的内脏 看着有些恶心 也有些恐怖 黑烟里传来浓烈的浇糊味 光明发于刀身 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四周蔓延 照亮河底 也照出了心魔的本来面目 心魔乃是虚物 无形无体 就是黑烟 但像幕布一般垂落在河底的黑烟里 有无数冤魂 有无数的欲念 宁缺甚至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脸 他很清楚 继续和心魔这么相持下去 最终会进入意识层面的战斗 如果是以前 他自然不惧 但现在桑桑在他的心里 而且宁缺也染了贪嗔痴三毒 断然不肯让心魔进入自己的身体里 那样太过危险 浩天神灰继续燃烧 仿佛无穷无尽 插在黑烟里的铁刀 变得松动了些 宁缺站在沉船船手 将好燃气灌住双臂之内 用力以拖 只听他哗啦一声巨响 不是水声 这里是河底 不是河面 再大的波浪 也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是黑烟被割破的声音 数千只怨魂小鬼和十余刀欲念化成的粘稠物 从铁刀割破的口子里涌了出来 宁缺就当没看见这幕恶心诡异的画面 他低着头继续运腕 铁刀在黑烟中不停行走 转瞬之间就把黑烟割成了无数碎片 黑色的幕布碎裂 心魔本体覆灭 就像是鱼网被打破 无数怨魂小鬼和欲念化成的粘稠之物 就像涌出的鱼一般向着沉船涌来 那些欲念化成的粘稠物 失去魔体后无法行远 缓缓地沉到河底 那些怨魂小鬼没有重量 则是轻飘飘地顺着水流来到沉船上 无数的怨魂避开燃烧着神灰的铁刀 爬到了宁雀的衣服上 开始拼命地向他身体里钻 不停地发出欢愉的叫声 叫声微弱很细 就像文银一般 还有很多怨魂小鬼落到沉船上后 向着桑桑的身体爬去 他们感觉到这具身躯更鲜美更强大 他们叫得更加欢快 然而当这些小鬼真的爬上桑桑身体后 欢叫迅速变成了惊恐的尖叫 下一刻就被净化成虚无 宁缺的双眼仿佛星辰 把这些画面看得清清楚楚 更清楚地感觉到 来自皮肤上 无数冤魂小鬼带来的极致寒意 还有那些极怨度的力气和不甘 很像当初在桃山绝壁上 感受到的优格振意 有桑桑相助 宁缺现在身体里有不尽的好天神灰 但却不能像桑桑的身体那样 只凭先天威势就把这些怨魂小鬼进化 按道理来说 宁缺这时候应该逼出体内的好天神灰 直接把这些怨魂小鬼烧死 但想着 桑桑中毒已深 见着佛祖之后的战斗才是重中之重 宁缺想节省些 所以他什么都没做 任凭无数的怨魂小鬼爬上自己的身体 很短的时间内 沉船便被无数的小鬼占据 桑桑身体所在的船中段很干净 船手则是热闹得多 也恐怖得多 数千只小鬼已经在那里挤成了一个极打的黑球 就像是海底里的鱼群 宁缺便在最深处 他的目光穿透眼前的鬼魂 看到一只小鬼正在向自己的鞋里拼命地钻 宁缺抬膝 然后落下把那只小鬼踩成树道浑丝 随着他的动作附着在他身体表面的怨魂小鬼就像水草一般飘动 却没有一个落下 那些鬼魂贪婪地撕着宁缺的衣裳 啃食着他的皮肤向他身体里传去无数愿度的赠念 想要钻进去啃食宁缺的血肉和灵魂 对于修行者来说 这种局面很可怕 但宁缺却很平静 他体会过这种感觉或者说痛苦 他知道只要心定一稳便不会有任何危险 自幼行走生死间受尽世间苦难折磨 其后入书院修绝世法 在悬空寺面壁又在棋盘世界里修佛无数年 论起心定一稳 世间有几个人能超过宁缺呀 宁缺不动 河水里的怨魂小鬼不停地扑向沉船 魂团变得越来越大 甚至快要触到水面了 宁缺在魂团里闭着眼睛 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片刻之后 河里的怨魂小鬼绝大多数都来到了沉船上 围到宁缺的身边 不停地得意低叫着嗡嗡作响 偶有几只小鬼飘在外面 显得很是着急 小鬼们不要太调皮了 宁缺这么想着 随着她的意念微转 一道极鲜艳的红色 出现在昏暗的河底 伴着一声极暴力的笑声 烟红的朱雀飞离铁刀 绕着宁缺的身体高速飞舞 朱雀的双翼锁过之处 河水蒸发成气泡 赤火狂喷 围拢在宁缺身旁的冤魂小鬼 哪来得及逃走 哀鸣之声中纷纷变成青烟 只是一瞬间 船首就变得清明无比 宁缺的深州只剩下清澈的河水 哪还能找到冤魂小鬼 哪里还有寒冷与怨毒的意念 有十余之冤魂小鬼没有挤进船上 本来还有些不甘呢 却没想着局势变化如此之巨 他们拼命地向河水的黑暗处逃去 不停发出惊恐的尖叫 可是朱雀哪里会让这些 阴灰之物逃脱 厉笑一声振翅再飞 向着那些冤魂小鬼追去 火一侵略 那些冤魂小鬼就化作清烟 然而就在朱雀得意洋洋 准备飞回沉船之时 黑暗的河水里 忽然出现了一道白影 闪电般探出把朱雀给敷住了 朱雀愤怒利明 振动双翼不停挣扎 却动不得疯毫 看着这幕画面 宁缺的神情也是威灵 宁缺可很清楚 身为精神阵的杀福 朱雀的实力 近乎是知命巅峰 全力一击 那道白影能如此轻松地镇压它 那么必然拥有武镜之上的实力 那么那道白影是什么呢 宁缺觉得有些眼熟 仔细一看 果然是一道白骨边 只是比先前在河面上遇到那些白骨边 要粗无数倍 便在这一时 那道白骨边缓缓地行出黑暗的河水 猪鹊鸟被白骨所负无力逃脱 很是凄惨 宁缺看着 渐渐行出黑水的白骨边 神情变得越来越凝重 当它看到白骨边后 那个庞大的身影之后 更是震撼地 无法言语 一根白骨 从黑暗的河水里缓缓探出 画面很诡异 很恐怖 白骨后方有个庞大的黑影 散发着无穷的威势 河水渐风 白骨前行 然后又有两根白骨在下方出现 这两根白骨没有骨节 很光滑 很锋利 看着就像是两杆枪 原来最开始出现的那道粗长白骨 根本不是什么鞭子 而是一道极长的鼻子 上面血肉厚皮尽销 只剩下森然的白骨 只有大象的鼻子才会这么长 下方两根锋利的白骨是象牙 宁缺看着昏暗河水里 那个庞大的身影 缓缓握进手里的刀柄 河底出现了一头巨象 身高数十丈 如山一般庞大 沉船与其相比显得非常渺小 象身上的血肉早已失空了 只剩下森白的骨头 骨向缓步 向沉船走来 由无数细碎白骨组成的长鼻前端 卷着猪雀鸟 猪雀鸟已经无力挣扎 看着已经不行了 随着巨大骨向的行走 一道充满威严与幽明意味的佛西 压向传手 你觉得身体变得有些僵硬 心里却想着 象鼻应该没有骨头才是啊 这里是佛祖的极乐世界 幽明地狱一般的河底 大象的鼻子要有骨头 怨魂就是不肯散去 这一切的一切都上哪儿讲道理去 不能讲道理 那便只有一站 然而看着骨向背上坐着的那名僧人 感觉到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佛威 宁圈哪里敢随便动手 那僧人头戴佛观 观上坠着十方宝石 身披袈裟绣着万里金线 手持九环金杖 河水穿过杖头 发出清脆的鸣响 僧人端坐在骨向背上 看似极渺小却极高大 面容慈悲坚毅 无数河水流过眼前 一宁静无波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在这个世界上 宁静已经遇到了很多佛 比如清板僧化成的颜面佛 还有街上那位燃灯古佛 有的佛很强大 有的佛很弱小 但再强大的佛 在他与桑桑联手之前 也无法支撑太长时间 直到此时 看到这头骨像 看到骨像背上 这名僧人 宁静才知道 自己和桑桑 终于遇到了真正强大的对手 他甚至有些恐惧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碗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古象 缓缓走到沉船之前 河水渐轻 宁静看着那僧人 喝道 你是和佛 那僧人应道 我不是佛 我是菩萨 宁静微正 我在这极乐世界里 已经见了无数佛 未曾见过有哪位佛 比你更强 为何你还没有成佛 僧人平静应道 地狱不空 师不成佛 很简单的八个字 让宁静沉默了很长时间 情绪复杂地问 地葬 僧人神情坚毅 眼神慈悲 佛观里的宝石 大放光明 袈裟上的金线 大放光明 照亮河底 甚至让这条数万里的大河 都变得清明起来 原先躲藏在黑暗河水 与泥底的那些残存窟窿 还有那些游魂 都显出了身形 他们并不畏惧 这道佛光 反而变得平静了很多 对着骨巷上的僧人跪倒行礼 无数万骷髅 无数万游魂 去顶礼膜拜 河底响起密密麻麻的擦擦声 那是骨头与骨头摩擦的声音 便是那些被宁缺斩碎的碎骨头片都飘了起来 幽暗有如地狱的大河 被大慈大悲所净化 这便是地藏王菩萨的境界 他身居菩萨位 却散发出比所有佛更强的佛光 如果是佛家信徒看着这幕画面 只怕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着骨巷上的僧人跪拜不休 就连宁缺都有些动容 只是他冷静得更快 只有虔诚信仰佛祖的信徒 死后绝世才会来到棋盘里 进入极乐世界 那么这条大河下面的怨魂小鬼和骷髅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地藏王菩萨仿佛知道您却在想什么 缓声说道 罪孽深重的人 只要深信我佛 死后也会被接引至此极乐世界 天堂也就是地狱吗 明确理解得很快 看着地藏王菩萨问 这些生前罪孽深重的信徒 死后被接来棋盘里 被镇压在河底受无尽苦楚 如何能空 地藏王菩萨望河底诸鬼 慈悲说道 只要他们诚信归依我佛 以善意善念善行 修得善果最终便能得解脱 此言一出万鬼再败 万鬼同哭 河水里满是忏悔之意 宁确看着地藏王菩萨 你和别的佛都差不多 都爱扯淡 此言一出万鬼同启 万鬼同怒 河水里满是愤怒之意 地藏王菩萨不怒 何时请教 请侧教 宁确指着河水里那些游魂窟窿 善意善念倒好说 这世界里尽是佛爷 他们到哪去试善行去 而且如果他们生前 真是罪孽深重之辈 便该被镇压在地狱里 永世不得翻身 念几句佛便解脱 被他们害的那些人会怎么想 地藏王菩萨说道 你这话错了 宁确哪里愿意讲道理 说佛法 举起铁刀 阻止菩萨继续说话 看着对方 双眼变得异常明亮 若有金灰益处 或者我错 但我不会看错 你哪里是什么地藏王菩萨 他看着僧人喝道 休想逃得过俺的火眼金睛 快快显出真身来 不然吃俺一棍 宁确自己觉得这话得意又得趣 却只有心里的桑桑听得懂 地藏王菩萨哪能听得明白 神情威妄 而无数的鬼魂则开始愤怒地咆哮 当着菩萨的面说他是尊假菩萨 这是何等的大不敬 地藏王菩萨依然为怒 微笑说道 你说是便是 你说不是便不是 是不是菩萨不重要 所做的事情才重要 何地万鬼灵得妙意 喜不自禁 纷纷菜败 宁确则不为所动 喝道 安忍不动如大地 净律深密如密葬 你生前不知是玄空寺哪带手作 修得金刚不坏 元祭后便来到此间镇守鬼河 佛祖倒是给你安排了个肥揣 但要说起慈悲 却是不嫌羞丧 地藏王菩萨神情威灵 静静地看着他 看了很长时间后说道 先开慧眼 如今又有天眼 你说得不错 我便是玄空寺第二任手作 玄空寺第一任手作是佛祖 他是第二任手作 那便是佛祖的大弟子 从俗世角度 或者修行界传承来看 更是玄空寺守佛 宁却听他承认 心想难怪境界如此强大 嘲讽说道 果然是个假菩萨 地藏王菩萨说道 佛祖生前乃俗国王子 涅槃后为佛祖 我生前乃玄空寺守作 元祭后为菩萨 有何不可 宁却语色 心想还真是这个道理 无论诸佛还是菩萨位 本就是佛宗自己的事啊 都是佛祖分配的职位 佛祖让这僧人做地藏王菩萨 那他就是地藏王菩萨 自己就算看穿他的前世 又有什么影响呢 宁却的反应如此的强烈 其实还是因为他觉得 自己的情感受到了欺骗 他不是佛教徒 但对地藏王菩萨依然十分憧憬 却没想到 你生前既然是玄空寺守作 自然知道山下那个悲惨的世界 地狱不空 势不成佛 那里才是真正的地狱 你连人间的地狱都没有清空 甚至那个地狱就是佛祖和你亲手打造出来的 你怎么有脸说出这八个字 宁却盯着古像背上的地藏王 我家师兄 现如今正带着数百万恶鬼 要把你们留下的那间地狱打破 他要带领那些 被你们镇压了无数代的恶鬼 回到人间 地狱不空 势不成佛 就算要成佛 也自然是我师兄成佛 宁鸟是 片刻之后 古像把鼻端敷着的猪雀鸟送到背上 地藏王菩萨伸手接过猪雀 看着站在传手的宁却 平静说道 你的鸟在我手里 这便是鸟事 图子说的是佛言 打的是疾风 就像人间那些僧人一样 喜欢用变难来解决分歧 或者说制造分歧 可惜他今天说的对象是宁缺 宁缺是没从中听出任何东西 反而极为愤怒 光明神殿内夜之后 他就最机会听到与鸟相关的词 更何况对方说自己的鸟在他手里 宁缺大怒 意念一动 被地藏王菩萨抓在手里的猪雀鸟 骤人间化作一团火 向着河水四面散开 然后消失于无形 下一刻 猪雀回到了铁道之上 发出两声伤痛的啾啾清明 闭眼覆雨 开始敬仰 朱雀是精神阵的一道杀符 完全受宁缺的意念控制 就算是地藏王菩萨也不可能真正的控制住 宁缺最开始的时候 想的是假意让那头骨像抓住朱雀 待战斗的时候让朱雀爆起发难 看能不能得些便宜 现在他收回朱雀是因为地藏王菩萨的境界太高 朱雀就算偷袭也没有意义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 他无法忍受自己的鸟被对方继续握着 哪怕一刹那都不行 那菩萨吃俺一棍 做戏就得做全套 宁缺自传手 向邪上方击掠 来到骨像之前 双手紧握铁刀 如扛着根铁棍 向地藏王菩萨的头脸砸去 骨像一声怒吼 河水骤乱 地藏王菩萨静静静看着空中的宁缺 搁在膝上的左手 不知何时已经结出一道如意宝印 右手里的九环金杖金色吃退 变成膝杖 地藏王菩萨曾发大愿 要度尽六道轮回里的众生 故常献身于六道之中各有不同法相 所持法宝各异 视为六地藏 此时坐在骨像上的是宝印地藏 宝印地藏专门嫉妒畜生道 宁缺修佛无数年 哪有不识的道理 见宝印地藏现身更是愤怒难恶 浩然气欲 浩天神辉 尽数灌尽铁道爆裂斩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古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由喜马拉雅授权资品 地藏菩萨神情不变 举起九环西杖 河水在杖头加速流过 祭出更加密集清脆的声音 伸到骨像上空 激向凝缺的铁刀 轰得一声巨响 清澈的河水卷起无数漩涡 强大的力量向四周扩展 无数万骷髅捂住不存在的耳朵 无数万游魂把头藏在怀里不敢去听 铁刀前端传来一股巨力 宁缺觉得自己仿佛是砍在一座大山上 根本撼不动对方分毫 手腕都快要被反振之力震断了 地藏菩萨生前 乃是玄空寺二代手作 金刚不坏早已修制巅峰 元祭之后佛威更胜 宁缺呢 连人间的手作都展不动 又如何展得动这一位 宁缺右脚踏向骨像的头部 举刀玉再展 身形却已厚清 准备借着水势退走 然而就在此时 骨像的鼻子 鬼魅一般袭雷 紧紧地卷住了宁缺的腰 骨像鼻异常坚韧 宁缺竟是无法挣脱 顿时陷入先前朱雀的处境 还没等宁缺做出反应 地藏王菩萨左手里的如意宝印 已经轰在了宁缺的胸上 宝印之中 有无限的佛威 可震畜生道理一切邪碎 宁缺鲜血狂喷 感受着胸间传来的源源不断的距离 知道如果再无法摆脱 必然会被这道宝印生生轰死 只听得一声爆喝 宁缺腹内的好人气 骤然爆发 铁道狂无而落 重重地砍在骨像的鼻子上 震松了橡鼻一瞬间 身形一转 化作道青烟 向沉船逃了回去 落在船手 宁缺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 竟险些没站稳 地藏菩萨静静地看着宁缺 右手里的九环膝杖 在河水里轻轻作响 深周尽是河水 宁缺伸手在脸上擦了擦 那些血水便很快被洗干净了 他看着骨像上的地藏菩萨 神经变得极为凝重 他知道对方强 却没想到对方强到这种程度 砍不动到也罢了 那只骨像竟然也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那道宝义竟是必无可避 地藏菩萨看着宁缺慈悲地说道 放下屠道 立地成佛 宁缺根本没思考 毫不犹豫地答应道 好 地藏菩萨一个愣神 河底的怨魂骷髅 却是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些怨魂骷髅的脸上没有血肉 自然没有表情 笑声就是牙齿撞击的声音 听着很是阴森 争的一声 宁缺就还真把铁刀收刀回鞘 但接着 他取出了铁弓 站在传手 弯弓搭剑 有黑的铁剑在河水里 蚊丝不动直直骨相 地藏菩萨 微微皱眉 宣了声佛号 弓弦上的铁剑 是元十三剑 元十三剑在人间不知杀过多少强者 掀起了无数血雨腥风 堪称修罗之气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举起铁剑 宁缺要看看 能不能杀佛 数年前 在白塔寺里 宁缺没能射传讲经手作 但他现在境界更高 身体里又有桑桑的神力 他相信 这道铁剑 一定能够 把骨相上的僧人射死 船手 升起一团白色的湍流 带动着河水高速旋转 弦上的铁剑骤人消失 下一刻便来到骨相之前 此时地藏菩萨的佛号才刚刚出唇 一声清响 像绣花针落在石板上 又像是宴会开始的月声 骨相之上 水流骤乱 脚的光线有些昏暗 河水重新清澈后 铁剑便重新现出身形 铁剑没能射穿地藏菩萨 甚至连菩萨的袈裟都没射穿 因为铁剑根本就没射到菩萨身前 而是钉在了一把伞上 那是一把看似普通寻常的伞 伞员悬着无数串金刚石 在河水里缓缓旋转 伞柄被地藏菩萨握在手中 菩萨另一只手已经换了手印 宁缺震惊无语 心想那把伞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竟能接住自己以浩天神力射出的原石三剑 其强度已经快要赶上大黑伞了 悬绳之伞视为床 这一把伞便是佛经里传说的金刚床 地藏菩萨右手金刚床 左手无位印 正是持地地藏 专门嫉妒阿修罗道 地藏菩萨执掌六道 举六法相 铁刀砍不动 铁剑射不穿 安忍不动如大地 净律深密如密藏 不可战胜 宁缺震撼无语 却毫不气馁 再次抽出铁刀 遥遥向着骨相方向斩出两刀 刀锋割裂河底的水流 变成两道极强大的锋利浮衣 正是宁缺现如今最强大的手段 义字神符 地藏菩萨法相再变 他左手持宝珠 右手接甘露液 变身成为宝珠地藏 专门嫉妒恶鬼道 能振一切意 包括福意 两道极强大的福意 连流动的河水都切开 在水里留下两道极清楚的空间 然而来到骨相之前 却被那颗宝珠抵住 无法向前分毫 连无形的福意 都能用有形的法器抵住 这颗宝珠到底是什么东西 佛宗怎么有这么多宝贝 地藏菩萨究竟有多强大 宁缺最强大的手段 都被地藏菩萨轻而易举地化解 此时宁缺终于感到不安了 甚至有些绝望 就在此时心里头 想起了一道声音 桑桑的声音有些虚弱 却很平静 放着我来 宁缺想起多年前 长安城的那个夏天 一场暴雨过后 宁缺终于学会了福岛 于是无论桑桑做什么事 她都要去抢 老笔斋里不停响起她的喊声 放着我来 放着我来 后来桑桑长大了 桑桑变成了好天 她现在虚弱的随时可能死去 但依然比宁缺强大得多 现在轮到桑桑来喊这句话了 站在微寒的河水里 明确觉得心里传来道道暖意 平静喜乐 但难免会有些担心 因为桑桑现在实在是太过虚弱 你撑得住吗 或者可以 事后可能要睡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小心 说完话 您却闭上了眼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您却闭上眼睛 下一刻便发现 自己已经无法再控制自己的身体 桑桑的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 他只能静静旁观 这种感觉很奇异 也很无力 稍后与地藏菩萨的战斗 无论桑桑遇到怎样的危险 他都没有办法去帮助 只能这样看着 看着站在船手的宁缺 闭上眼睛 地藏菩萨神情渐速 隐约察觉到 某种他不愿意看到的变化正在发生 金刚床被河水冲击 叮当乱响 散源锤着的那些金刚石 渐渐被水洗得千疮百孔 最终变成无数白森森的人类头骨 地藏菩萨右手的无尾印也已散开 指尖在河水里轻轻扬起 然后如花一般落下 结成另一道手印 向世界散发 慈悲之意 河底里的无数万恶鬼魂 还有骷髅 感应到地藏菩萨的变化 纷纷跪倒在地散出自己的绝食供养 前程地开始诵经 宁却睁开眼睛 睫毛在河水里画出道道细线 只是睁眼闭眼之间 他看到的地藏菩萨 与先前的地藏菩萨 已经不一样了 菩萨左手的金刚床 已经变成了人头床 佛今有云此为谭陀 右手的无味印 结成了甘露印 视为谭陀地藏 专门救助地狱道的众生 地藏菩萨感应到宁却身上的变化 毫不犹豫做了自己的反应 化成了最慈悲最严苦 也是最强大的谭陀地藏 宁却看着地藏菩萨 面无表情说道 死或者让路 地藏菩萨知道 宁却已经不再是宁却了 说话的是好天 地藏不由动容 地狱不安 河水里的万千怨魂骷髅 神情枉然 精神微乱 菩萨很快便平静下来 地狱也自然平静 河水里的精神重新变得整齐 他看着站在船手的宁却 感慨说道 天人合一 天又是舍一 这不是变难 而是真的感慨 菩萨是感慨 浩天已经不在 死或者让路 修行者说出这种话 会显得很强大自信 但浩天不会说出这种话 他什么都不会说 会直接让对方死 哪怕对方是地藏菩萨 这只能证明了 浩天已经变得很虚弱了 惊声大作 又佛光弥漫 渗入宁却的衣衫 触发丧色神魂里的 贪嗔痴三毒 只见一道鲜血 从宁却唇角流淌而下 散入河水里 这些血力 有浩天神灰极为滚烫 河水被烧废 变成无数细微的气泡 像珍珠般漂浮在他脸上 他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 或者说 桑桑依然没有表情 因为 伤在他心 痛在他身 桑桑哪里 会在乎这个 桑桑没与地藏菩萨继续交谈 取下铁弓 就是一箭射了过去 看似简单的一箭 但与宁却那一箭相比 威力打了无数倍 地藏菩萨神情慈悲 手里谈妥自由感应 散缘悬置的无数惨白人头 无人间同时张开嘴 开始气力地尖笑起来 万颗白骨头颅同时尖笑 鼓向前的河水 仿佛生出一道无形的屏障 无论那道铁剑有多强大 哪怕是好天射出来的 依然不可能穿过那道屏障 扑吃一声清响 地藏扑子低头 望向自己胸前 发现一道有黑的剑座 弹出头来 上面染着树地金色的血液 还有树铝袈裟上的机械 哪怕是最强的弹妥地藏 依然没能挡住这一道铁剑 地藏菩萨脸上露出痛意 还有些枉然 因为他不知道铁剑是怎么来的 天意难测 不 天意不可测 好天射出的剑 亦不可测 就在铁剑射穿地藏菩萨的同时 桑桑离开船首 像真正的水一般 与水流里行走如意 瞬间来到骨巷之前 弹脱上的数万颗人头还在尖笑 宁却的五官流出黑血 眼神却还是那般平静 或者说冷漠 毫不畏惧地落在了骨巷头顶 宁却来到地藏菩萨身前 好天便来到了地藏菩萨的身前 弹脱地藏 乃是最强的地藏 手持人头床 乃地狱正式法器 甘露印又不是慈悲 而这慈悲对中毒的桑桑又是一番伤害 宁却的身体 被弹脱上的无数骷髅头 尖笑撕裂 到处都是伤口 衣衫破烂 堂血不止 又有无数怨魂 受到惊声感召 顺着河水流到他身上 拼命地向着那些伤口里钻 虽然刚刚接触到宁却的血液 便被里面蕴含的神灰净化 但伤害却流了下来 并且越积越重 伤口的边缘渐渐泛起灰色 宁却的眼睛也在流血 眼神还是那么冷静 看不到任何距异也没有痛楚 甚至仿佛连想法都没有 无情冷酷至极 因为眼神是情绪 是桑桑的情绪 骨巷高数十丈 头颅也极大 桑桑落在他头顶 就像是落在一座极宽敞的宅院里 颤得他的身影那样的渺小 桑桑向着象背走去 离地藏婆子越来越近 骨巷怒吼一声 像比破河水而起 像到鞭子一般抽象他 宁却最开始想的没错 象笔里是没有骨头的 哪怕是地狱鸣河里的象 也没有骨头 这头象之所以有道白骨 组成的长鼻 那是因为他来到 佛祖的极乐世界之后 犹难忘记生前 所以在河底淤泥里 捡了无数碎骨 自己做了个鼻子 象笔里的那些碎裂白骨 都是人的骨头 骨巷在鸣河里 听经无数万年 早已把这些人骨 炼成了自己的法宝 佛威无边 所以先前才能那么轻易地 把朱雀和宁却敷住 哪怕他们拥有 殖命巅峰境界也无法挣脱 怒嚎声中 骨鼻如白影一般抽象桑桑 骑士威猛 如佛祖手里的金刚杵 河水震荡乱流 一旦被抽中 必是身死浑散的悲惨下场 河水里的无数骷髅怨魂 不知被这头骨巷的鼻子抽死了多少同伴 此时看见这幕画面 本能力生出恐惧 不敢继续去看 桑桑也没有看 他就像是 根本不知道身下的骨巷 正在攻击自己 不知道那道人骨炼成的橡鼻 将要落到自己的身上 他面无表情继续向前 他向前踏出一步 橡鼻就被踩到了脚下 这一踩看似简单 实际上旋直又旋难以言说 骨巷就像是把自己的鼻子伸到那儿 等着他来踩一样 一声凄厉的惨嚎 响彻鸣和 骨巷痛苦不堪 拼命地摇动着头颅 用尽全身的力量 终于把鼻子从桑桑的脚底抽了出来 但那骨鼻也断了一半 白骨乱飞 桑桑走到地桑菩萨身前 伸手握住铁刀柄 地桑菩萨静静地看着他 手里的人头床忽然间变大了数百倍 把河底的世界全部笼罩 然后向着他的头顶落下 清澈的河水再次变得昏暗阴晦 仿佛黑夜来临 夜色里有无数尖锐难听的尖笑声响起 有无数骷髅头正在愤怒咆哮 一个骷髅头便代表着地藏王菩萨振服的一个信徒 人头床上 无数的骷髅头便代表着无数信徒的绝食 还有他们的不甘 宁缺身上被撕出了更多道的伤口 耳膜也瞬间破裂 如果他不是好燃气大成 如魔宗强者一般拥有极强的身躯 必然会被这些笑声撕成碎片 真正恐怖的伤害并不在身上 还是在心上 宁缺的心脏忽然间跳得快了起来 如暴雨一般 每膝跳动千次 随时都可能破裂 宁缺的意识很清醒 很痛苦很恐惧 求生的本能让他非常想离开这柄恐怖的人头床 想要远离骨巷回到沉船上 但他做不到 因为现在控制他身体的是桑桑 桑桑根本不理会这具身体正在遭受怎样的伤害 也丝毫不在意 这具身体随时可能便会毁灭 他的眼神依然冷漠平静 他望向地藏扑在手里的人头床 喝到吵死了 喝声如雷 回荡在黑暗的河底 把无数怨魂的宋惊声都压了下去 人头床边缘悬挂着无数骷髅头受震 瞬间变得安静下来 片刻之后 这些骷髅头醒过神来 愈发愤怒的奸笑 人头床上忽然响起无数细微的碎裂声 啪啪作响 无数骷髅头被震碎 变成极细的古墨 被河水冲着到处漂流 再也不可能发出任何声音 这些骷髅头 竟是被自己的奸笑声震碎了 桑桑说 这些骷髅头吵死了 既然他们敢不听话 继续这样吵 那么便会死 这便是吵死了 这便是吵死了 这便是浩天的意志 桑桑抽出铁刀 斩向地藏菩萨 唰的一声 刀锋割开菩萨身上的袈裟 斩断无数道金线 割死菩萨的法身 却只斩出一道微豪身的伤口 金色的鲜血缓缓渗出没有躺下 桑桑不喜 于是宁缺 皱了皱眉头 他伸出右手落在菩萨胸前 却把那根铁剑从菩萨的背后抽了出来 用的依然是天意不可测的神奇手段 看着铁剑上戴着的金鞋 桑桑有些验憎 取出铁弓弯弓搭建 用有黑而锋利的剑簇对准 地藏菩萨眉心 甚至已经相处了 一道气息向着四周扩散 把骨巷笼罩期间 人头床已被残破 顺河水飘远 却没有飘走 仿佛有无形的屏障拦着 桑桑展开了他的世界 人头床 骨巷 项背上的地藏菩萨都在世界里 没有谁能躲开 没有谁能抗拒他的意志 他用铁剑瞄准地藏菩萨的眉心 菩萨没能躲开 地藏菩萨用左手握住铁剑的前端 桑桑静静地看着剑下的他 一道神念落在铁剑里 地藏菩萨神情凝重 喧了声佛号 桑桑松开手指 铁剑便离闲而去 剑未动 地藏菩萨握着铁剑的剑杆 左手里金光大胜 骨巷发出一声哀鸣 缓缓向下沉去 右前肢的骨头从中断开 桑桑与地藏菩萨之间 是那样的安静 仿佛那道铁剑没有射出一般 事实上 铁剑的威力已经全面释放了 桑桑收弓 右手握住铁剑向前再送 他把神念变成了弓剑 噗得一声轻响 地藏菩萨的眉心中破 渗出一滴金色的鲜血如炙 那滴金血凝成的炙 飘离菩萨眉心在河水里极为缓慢 却又给人一种不可阻挡的感觉 向前飘着 终于落在宁缺的眉头 落在桑桑的心上 金血极深 探尘吃三毒发作 宁缺痛苦地喷出一口血泪 桑桑却依然毫不动容 握着手里的铁剑继续向前送 地藏菩萨的眉心涌出更多的金色鲜血 伤得越来越重 而同时那些金色鲜血里的佛光 也让宁缺越来越痛苦 谁会先死呢 地藏菩萨看着浑身是血的宁缺 看着他身体里的浩天 神情慈悲说道 一残去患得浩天死亡 佛一开眼 桑桑面无表情 向前再踏一步 铁剑再深一分 地藏菩萨再也无法保持平静慈悲的神情 满脸惊恐枉然怒吼一声 右手散了甘露印 反出金光一掌 拍向宁缺的胸口 桑桑离都不离 继续向前一步 手里的铁剑深深地刺进地藏菩萨的眉心 金色的佛邪四剑 佛威时起便骤然迷丧而须 死亡之前 地藏菩萨的眼神有些迷茫 因为他想不明白 桑桑是最尊贵的浩天 拥有无尽的生命 为什么敢和自己赌命呢 他不知道 桑桑和宁缺本来就是去找佛祖赌命的 古象向着黑暗的河水伸出退去 他右前之一段行走得极为缓慢 退行的过程里不停甩着只剩下半截的骨鼻 显得极痛苦 地藏王菩萨闭目坐在古象背上 佛西已记 看着这摩画面 河堤里的怨魂骷髅发出嗡嗡的嘶语声 似乎有些不相信看到的一切 待他们望向那艘沉船时 则变得非常安静 宁缺的身体被地藏菩萨最后内掌 挣回了沉船 宁缺看着消失在黑暗里的古象 忽然间喷出一口血来倒在船上 桑桑交出了这具身体的控制权 宁缺睁开眼睛 担心地问 你有没有事 桑桑说道 如果他最后不退 或者会有事 但他退了 宁缺先前一直在旁观这场战斗 他很清楚 桑桑现在很虚弱 如果地藏菩萨最后还能保持心境 不见得毁败 甚至有可能两败俱伤 他看着古象消失的方向感慨道 都说地藏菩萨大赐大悲坚毅无双 没了到最终也是个怕死的徒律 果然是个假菩萨 沉船起河水分开一条道路 露出河上的天穷 雨云已散 船中积水流淌而静 行于水道之间 两旁的水壁很清澈 看不到鱿鱼 却能看到那些面容模糊的怨魂 还能看到无数的窟窿 那些怨魂置实稍高 根本不敢做什么 只是有些茫然畏惧地看着 而那些骷髅则是本能力伸出骨手 想要把船上的人留下 桑桑控制了一段时间身体 宁缺与他的意识交融得越发紧密 看着伸出的那些骨手 随意挥秀 便又清光落下 骨手瞬间被净化 再没有骷髅敢靠近水壁 怨魂们在水里漂游着 船行水壁间 宁缺想起了与桑桑过大河时的画面 没有那么美丽 只是很诡异 终于船至彼岸 搁浅在泥滩上 宁缺背起桑桑的身体 用铁刀主地 向东面的树林走去 来到林前 回头望向已然平静如静的河流 他生出了很多的后怕 也生出很多豪情 地藏菩萨都死了 还有谁能拦住自己 便在这一时 河西的黑暗天穹里 佛光渐盛 先前被他用福意斩平的 数百里红山林中 隐隐传来诵经的声音 他知道 极乐世界里的无数佛又来了 宁缺扭头 对着那边大声喊道 有本事 就过河来追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梅娃子要过后 哪个来背我吗 我来背你吗 宁缺哼着曲子 背着梅娃子 向河边的树林里走去 快活得意到了 丧心病狂的程度 越过了地藏菩萨这道坎 这些天积累的压力 自然很狂野地释放了出来 河西的原野里 还有无数佛在寻找他和桑桑 想要杀死他和桑桑 但明确相信 那些佛 没办法过河 河水里有无数万冤魂骷髅 那些东西 智商不高 本事不小 没有地藏菩萨的指挥 敌我不分 哪里会放过那些佛 须知佛光能镇压鬼魂 也是鬼魂极好的养料 宁缺和桑桑可以靠着浩天神灰进化 那些佛可没这种本事 走到临盼 歌声忽然戛然而止 宁缺啪的一声 跪倒在满地台线里 双手扶着湿地不停地吐血 痛苦的脸色急剧苍白起来 地藏菩萨 哪里是那么好杀的 直到此时宁缺才发现 自己这具身体已经受了极重的伤 仿佛血战后的沙场 到处都是伤口 到处都在流血 想找到一根完好的骨头都变得非常困难 至于石海里的念力 更是混乱的一塌糊涂 他艰难转身 靠着棵红杉树坐下 辛苦的喘息 把桑桑抱在怀里 刚才我就觉得有些不靠谱 你打架的事也太生猛了些 桑桑在他心里说道 如何 这是我的身体 你怎么也该爱惜些才是 宁缺想着先前 桑桑与地藏菩萨那场血战 想着地藏菩萨那柄法力无比的人头床 把自己的身体糟蹋成那样了 桑桑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很是无奈 桑桑说道 正因为如此 我为何要爱惜 宁缺挠火了 不要命才能赢 这个道理难道我不懂 我只是要你说些好听的话 都已经合为一体了 怎么连亲热话都不会说 他这句话里的合为一体 自然是别的意思 桑桑说道 便是把你的身体打烂了 又能怎样 宁缺大怒 把他的身体翻过来 重重地打了两下屁股 啪啪作响 教训道 若再有下次 仔细我对你的身体也不客气 桑桑似乎有些疲惫 不再理他 打闹便成了一个人的打闹 自然无趣 宁缺靠着树 千般无聊地 看着对岸的风景 打发时间 按道理来说 他这时候应该要急着冥想静修 以治疗身上的伤势恢复念力 但宁缺什么都没做 随着时间流逝 伤自然就好了 浩天与他融为一体 要说起生命复原这方面 谁还能比他宁缺更强 宁缺站起身来 正准备背着桑桑离开 忽然看到对岸的红山残林里 隐隐约约 出现了很多道佛光 然后又惊声响起 每道金色的光团便是一位佛 而且是曾经与他们朝过面 被他们打伤的佛 红山残林里 佛的数量自然要远远超过他所看到的 宁缺想着这些佛无法过河 自然并不着急 笑着望向对岸 甚至还和最前面的一位佛挥手打招呼 那佛是位熟人 当初他和桑桑在朝阳城里听戏 都是在这佛手里买的戏票 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佛是什么佛 黑穷渐明 河岸渐亮 佛光渐圣 惊声渐速 一时间不知有多少万尊佛来到了明河岸边 沉默看着对岸 宁缺的神情也变得宁重起来 以他的眼力 竟然都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佛 更令他感到震惊的是 那些佛居然开始向明河里走 数千数万 甚至更多的佛绕过倒塌的红山树 走过湿软的河滩 沉默走进了清澈的河水 黑压压一片仿佛大军渡河 明河身处的怨魂骷髅数量更多 他们感应到这些佛身上的佛光与佛西 却没有感应到地藏菩萨珠床里的威亚 稍一迟疑 忠实没有压制住本能力对光明的喜爱 对那些纯净佛西的贪婪 他们涌了上去 清澈的河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 平静的河面 骤然间变得湍急无比 有些修为低微的佛 直接被河水卷走 然后变成怨魂的食物 修为高的佛 则是被数十只 甚至上百只怨魂为主 不停地吞噬 场面看着极其恐怖 宁缺不解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一尊佛发出过声音 他们沉默地入水 沉默地被卷走 沉默地被吞噬 沉默地化作无数的金光碎片 就连明明对怨魂耶鬼 也有极其振服效果的佛经 他们也不再引诵 就像是在刻意送死 有数十位佛法高深的佛 也同样如此 他们若是师叔手段 不要说自保 完全可以把身旁那些 像地狱里沉沦的佛救出来 可他们什么都没做 只是双手合十 沉默地向明河深处走去 无数佛就这样走进 好汉阴森的明河 在河水里沉浮 密密麻麻地挤在一处 不时有佛被水卷走 被怨魂拖走 被骷髅的白爪 撕扯成碎片 看着这抹令人震撼的画面 宁缺再也没有 大军渡河的感觉了 觉得仿佛是大草原上 无数野牛过河时 被鳄鱼吞噬的场景 为什么 这些佛为何如此沉默 如此平静地赴死 宁缺甚至看到 黑色浪花间一尊佛 被怨魂吞噬时 脸上的神情 竟还是那般坚毅 便在此时 大地忽然震动起来 宁缺豁然回首 想震动起出望去 只见遥远东方的天空 瞬间变得异常明亮 有无上佛威 起于彼处 万丈佛光瞬间来到明河畔 照亮了树林和林畔的所有生命 光线落下 把宁缺的衣裳 镀上了一层金光 宁缺感受到一股极强大的威亚 也感受到桑桑正在虚弱 他快速撑开大黑伞 佛光同样落在明河里 黑暗的河水没有变清 却急剧地翻滚起来 仿佛有水在明河下方置了一个火堆 瞬间便把无数明河水烧废了 沸腾的明河水里 无数佛依然沉默前行 正在吞噬佛西的无数怨魂 则抬起头来 痴痴地望向佛光 正在撕扯佛体的无数骷髅 正正地停下手里的动作 想要望向佛光 却有些惬意 然后 无论是怨魂还是骷髅 都渐渐变成极细的光点 密密麻麻的光点 像萤火虫一样 在沸腾的河水里漂浮 落到那些还活着的佛身上 那些佛的佛系 骤然间得到提升 脸上的神情 也变得更加坚毅 向着遥远东方佛光起处 不停地渡暗而去 万佛朝宗 宁缺自言自语 万鬼渡河 桑桑轻蔑说道 不管是万佛朝宗 还是万鬼渡河 宁缺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佛要这么做 也不明白 佛被鬼视 鬼再还复于佛 是什么道理 但宁缺知道 这些佛变得更强大 也更加可怕 他甚至在沸腾河水里 看到数千只怨魂 变成了一只青狮 而有位不起眼的佛 被这只青狮托起 行于河面之上 难道又是位菩萨 一个地藏菩萨就把宁缺和桑桑 险些逼入绝境 明和习体 如果再出几位境界相仿的大菩萨 那他们哪儿还能活下来呀 在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好想的 遥远东方佛光见脸 无数佛语期间的大菩萨将至彼岸 宁缺背着桑桑 转身就开始狂奔 一路狂奔 一奔 便是白日 宁缺自己都算不清楚 这一百天里 他背着桑桑跑了多远 他只知道拼命地奔跑 把后面那些佛语菩萨 甩得越远越好 奔跑的旅程里 有高原草垫 有陆地内海 有陡峭山峰 宁缺不知道 自己跑到了哪里 只知道朝着遥远的东方而去 从第四天开始 他便再听不到 身后响起的诵经声了 偶尔回头时 也看不到叶穷里的佛光 但宁缺知道 那些佛永远不会停下脚步 只要自己停下 或者放缓速度 那么总有一天 会被对方追到 那些佛都是属乌龟的 世界很辽阔 宁缺狂奔百日 也没有看到尽头 幸运的是 他不需要辨别方向 也不需要担心 会跑回原地 因为佛祖就在前面 那道佛光越来越清楚了 便意味着佛祖越来越近 有些奇妙的是 那些佛光并不像 前几次的佛光那样 对他和桑桑造成伤害 反而让他们感觉有些舒服 感觉虽然舒服 可心情并不轻松 宁缺和桑桑这些天 说话越来越少 奔跑的过程里 长时间都保持着沉默 宁缺是因为想着 马上就要见到佛祖 要开始赌命 所以心情沉重 而桑桑则是在思考某件事情 欲修佛必先见佛 佛便会从涅槃境中醒来 或者生或者死 天老大夫子老二 佛祖老三 如今桑桑虚弱不堪 佛若生 那桑桑和宁缺必死 宁缺和桑桑互为本命 桑桑想什么 宁缺应该都知道 但这一次 桑桑想的事情太复杂 太深奥 宁缺能够感知到的 那些思维线条 繁密的难以看清 更不要说看懂了 就像乱麻一般 纠结在二人的心间 明白到这点 宁缺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 连桑桑都没有想出法子 见到佛祖后 该怎么办呢 某一日来到一片草殿 远处隐约出现一座雪峰 宁缺打破了多日来的沉默 说道 当初我刚刚学会修行的时候就去赌钱 说明我大概是天生的赌徒 现在是五五之术 我当然有勇气 把全副身家压下去 树日之后 宁缺背着桑桑来到雪山 数十里前 此处田野青草阴阴 有数千湖泊池塘秘籍 行间小道如线 无法计数 每片池塘畔都有树 是柳树 池上有花 是莲花 莲花红白两色 如玉里染着血丝 青叶如群 镜杆都是黄金色的 美丽至极 有无数金光弥漫在数千池塘上方 其余一切物 莲花连枝连叶柳树石块 甚至就连糖水里 都在散发金色的光芒 那些是佛光 佛光太过明亮 画面太过美丽 宁确把大黑伞压得很低 却也没办法避过无处不在的光线 他眼睛眯了起来 因为桑桑中毒的缘故 宁确的胸腹间一片凡雾 后见不时传来甜意 那是吐血的征兆 美丽圣洁 难以言喻的世界 是真正的佛国 宁确非常确定 佛祖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只是不知道到底在何处 他背着桑桑 在池塘间寻找 踩着池塘间狭窄的泥道 拨开身前的柳枝 目光在莲花糊石之间 来回搜寻 显得极为耐心 桑桑一直保持着沉默 看着宁确 似无目的地寻找了很长时间 终于忍不住问 你知道佛陀在哪里 宁确说的 不知道啊 那你就这么到处看 有什么意义 只要看见佛祖 佛祖就会醒来 所以看就是找 见佛 佛便现 只需要看见就行 宁确背着桑桑 在金色池塘里穿行 看池上的莲花 看糖里的清水 看水底的淤泥 看泥里的莲藕 看糖岸的石块 看时间的柳树 看柳树上的金蝉 很少眨眼 不敢错过任何画面 某天 听着莲田里传来的呱呱叫声 宁确想了想 把桑桑的身体解下 然后扑通一声 跳进水里 游到莲田深处 抓住了一只肥大的青蛙 他把青蛙举到眼前 等了很长时间 那只青蛙 很无辜地瞪着圆圆的眼睛 回瞪宁确 一人一挖 就这么大眼瞪小眼 瞪了大半天 瞪到最后 宁确的眼睛都开始发酸 默默流些泪泪 桑桑在宁确心里 不禁嘲讽说的 就算觉得自己做的事情 很白痴 何至于要哭呢 宁确有些脑伙的解释 我是眼睛发酸了 谁让你瞪这么长时间的 我看了这么多花枝柳石 都没反应 想来想去 池塘里的青蛙 最有可能是佛祖了 当然得多看两眼 桑桑有些枉然不解 问道 佛陀怎么可能是只青蛙 宁确认真说道 佛经理说了 那天在明河底 地藏菩萨也正式了 佛祖在俗世时 是某个小国的王子 那么自然有可能 变成一只青蛙 桑桑欲发不解 青蛙和王子之间 有什么关系 青蛙王子啊 这么著名故事 你没听过 桑桑想了起来 就是小时候 你给我讲的那个童话 嗯 王子变成青蛙 这难道 不是某种暗示吗 那你还得亲他一口 宁确现在是一心一意 想着找到佛祖 竟没听出桑桑话语里的嘲讽 犹豫了会儿后 真的把青蛙举到眼前 叭的一声亲了口 青蛙倒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只是显得有些委屈 宁确擦了擦嘴 往池塘里呸呸吐了好多口水 看来不是这只 这里至少有数万只青蛙 宁确看着树浅金色池塘 听着柳树里的蝉声和连天里的蛙声 心想 只怕还不止数万只呢 柳树里的金蝉先不去考虑 那是三十姐的营上 如果要把这些青蛙全都亲个遍 自己的嘴得肿成什么样啊 万一亲这癞蛤蟆怎么办 自己可不是天鹅 寻找了数日依然是一无所获 根据推算 后面那些满山遍野的佛与菩萨 应该已经快追过来了 宁确的心情变得有些焦虑 金色池塘占据了很大一片原野 中间便是那座高耸的雪山 山峰被冰雪覆盖不知多少年 厚厚的雪层从风顶一直垂落到山脚下 根本看不到山崖本体的颜色 有涓涓细流 从雪里流下 湿润原野 数千池塘就是这么来的 在黑暗的天穷下 这座雪白的山峰 被数千金色池塘包围 显得极为壮观而美丽 某日宁确寻找到了山脚下 举头见山 妄言 他想起悬空寺所在的波热飓风 便是佛祖留在人间的躯体所化 那佛祖似乎喜欢以山自育 那么 有没有可能这座雪山便是佛祖呢 原野间的金色池塘与金色莲汁 还有那些事物都散发着佛光 难道是雪水的缘故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您去想了想 自己又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推论 远在数百里之外 这座雪山便能被人看见 这些天在金色池塘里 他偶尔也会看雪山 雪山始终不动 那自然不是佛祖 喂 如果你就是佛祖 应我生 宁缺看着雪山喊 雪山自静暮无声 只有他的声音不停回荡 鸟鸟不绝 宁缺自嘲地笑了笑 转身向着下一处池塘走去 然而没走多远 他忽然停下了脚步 一道声音在身后响起 不是雪山的回声 因为声音很大 轰鸣作响 声音来自很高的地方 就像是天上落下一道雷 宁缺转身望向雪山 脸色骤然变得苍白起来 身体也有些僵硬 那道声音来自雪山峰顶 是雪崩的声音 雪层不停崩塌 无数雪花花落下 最前方那道雪线积得越来越高 仿佛惊天巨浪 雪层与山崖摩擦发出雷鸣般的恐怖声响 原野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仿佛是地震了 金色池塘里的水震出无数波纹 然后开始跳跃 泛着金色的佛光就像是天女在舞蹈 狂风呼啸 躺边的柳树弯下了腰身 池里的连夜招展着身躯 莲花盛放更怒 青蛙与金蝉不停鸣叫 仿佛准备迎接伟大的诞生 雪崩依然在持续 宁缺站在战力不安的原野上 看着渐渐露出真实容颜的风顶 看着积着残雪的黑色山崖 忽然想起 人间北方热海盘那座最高的山峰 想起那座雪山是终点也是起点 隐约间明白了些什么 凝缺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身体变得更加僵硬 右手紧紧握着刀柄 左手放在胸前 与身体里的桑桑相通 等待着最后的审判 这场雪崩持续的时间非常长 直到很久以后才渐渐变得安静 黑暗的天穷下 那座雪山早已不复先前的模样 黑色的岩石里 残着剩余不多的雪 隐约可以看清楚大概的轮廓 如果雪山是雕像的话 那么自然有轮廓 雪崩之后 佛祖终于献出真身 盘膝坐在天地之间 封顶便是佛的脸 线条很粗糙很模糊 给人一种色假还真的感觉 雪落之后 其实山还是那座山 与人间与这个世界里的每座山 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区别 露出的黑色牙石 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或者粗糙或者光滑 没有光泽 没有生命的气息 沉默的就是牙石 宁雀背着桑桑站在山前 看着现出真容的山 看了很长时间 直到池塘上的金色被夜风吹成无数碎片 依然还是一座山 佛祖醒来没有 佛祖是活着的还是死的 等待答案揭晓 却不知道是什么答案 这让宁雀很紧张 我们赌赢了 好像没有 凭什么呀 宁雀很失望 很愤怒 一屁股坐到地上 像瘦了委屈的孩子 或者说 瘦了委屈的青蛙那样 不停地蹬着腿 把身前的鸡血踢得到处都是 桑桑平静说道 因为佛祖是佛祖 不是猫 听着这句话 宁雀沉默了起来 他听懂了 也明白了 从最开始的时候 他和桑桑的猜想 与事情的真相 便有出入 那个关于猫的理想实验 要有个箱子 要有个精巧至极的偷毒装置 佛祖没有道理 把自己陷在那种情况里 那么涅槃 到底是什么呢 涅槃依然是量子的叠加态 但与生死无关 只与位置有关 你去观察时 他便忽然出现在那 或者这里 佛祖没有设计那个可能把自己毒死的装置 但他可以设计别的方法 来让浩天找不到自己 我们还是赢了 宁雀站起身来 看着身前的山峰 看到 佛便在这里 这座山就是佛祖 毁了便是 桑桑说道 不 佛在众生中 宁雀明白 桑桑的意思 观察便是确定 佛祖不是纯粹依赖于观察确定属性的量子 有自我意识 那便可以出现在任何位置 棋盘世界里 众生成佛 便是这种状态的具体体现 桑桑说的没有错 卖青菜的大婶可以是佛 金色池塘可以是佛 糖柳莲叶可以是佛 就连宁雀前些天亲吻的那只青蛙 也可能真的就是佛祖 这座雪山 也是佛祖 而且应该是佛祖在棋盘世界里的中心坐标 为如此 处于叠加态里的佛祖 才可以保证自己的存在 但毁了这座雪山也没有用处 因为佛可以在无数位置出现 移动的比光还要快 没有人能够真正找到它 自然也没有人能够杀死它 我们往遥远东方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开始站立 无数佛开始紧张 开始害怕 那证明 这座雪山对佛祖来说非常重要 便在此时 金色池塘外围传来道道振动 原野间行来无数佛 期间有数位度明和时变化生成的大菩萨 佛威无边 感应到雪山变化 佛祖露出真容 无数佛与菩萨纷纷盘膝坐在地面 前程诵经不止 佛光照亮了漆黑的天穷与山脚 万丈佛光太盛 便是大黑钻都已经无法遮掩 一层金光 渡到了宁缺和桑桑的身上 然后向他们的身心里侵入 受佛祖感召 无数佛与菩萨来到东方便要镇压邪碎 原野间传来一声惊天怒笑 一只数百丈高的青狮 迎天长笑 佛光再胜 宁缺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是因为光线太过明亮 也是因为感觉痛苦 更因为藏在他身体里的桑桑 在这些佛光里很难过 宁缺感觉到桑桑的虚弱 成这青狮和白虎的菩萨 每个都有地藏菩萨那样强大 他知道桑桑再也不可能战胜对方 万佛朝宗 宁缺望着原野里气势惊人的 无数佛与菩萨大笑说道 如果这座雪山不是他们的祖宗 他们急什么 他们又怕什么 说话间 原野见烟尘大作 一道黄龙向雪山下呼啸而来 最前方赫然便是那只数百丈高的青狮 奔略之间天地变色 看着那只仿佛要把夜穷都吞掉的青狮 宁缺想起冥河里 地藏菩萨强大的境界手段 不禁有些不安 现在桑桑更加虚弱了 如何能是这些菩萨的对手 令宁缺感觉有些意外的是 青狮奔到金色池塘前忽然停下脚步 因为停下的太突然 拒躯重挫 不知掀起了多少黑色的泥土地 青狮仿佛对池塘里的水非常恐惧 伸出前爪试探着想要踩着池塘间的那些狭窄泥道进来 然而他的身躯如此庞大 一只爪子就像是人间皇宫里的一座宫殿 沉重的有若是一座山峰 泥道顿时被踩碎 池水浸到了他的爪子上 只听得一声痛苦而畏惧的七嚎 数千池塘盘的柳树再次弯下腰身 青狮恐惧的连连后退 爪上不停冒着金色的佛光 仿佛在燃烧 青狮聚而后退 原野上也稍微安静了片刻 无数佛与菩萨都不敢尝试走进这片金色的池塘 只能盘膝坐在地上不停念经 您正在收听的是 温许幻有声小说 江映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您却不明白 他和桑桑进入金色池塘 虽然那些佛光也令他们有些不舒服 但哪里会像青狮那样感觉到无比的痛苦和惊恐呢 为什么这些佛和菩萨不敢进入雪山四周的金色池塘 如果说是佛祖设计的禁止 哪有专门针对信徒和传人的道理啊 桑桑说道 书院至少有一件事情说得对 佛宗果然很恶心 佛祖涅槃进入量子叠加 因为这些佛与菩萨而存在 处于涅槃的佛祖没有太强的自保能力 于是他严禁佛宗弟子靠近雪山 围绕雪山的数千金色池塘 便是佛祖设计的禁止 对最虔诚的信徒和传人也如此警惕 宁却有些感慨 心想这样的日子 就算真的能够避开浩天的眼睛 永远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宁却眼力极好 能看到青石背上的僧人眉清目秀 不禁有些犯嘀咕 佛祖如果在众生间 会不会便是这名僧人呢 如果此时佛祖就在原野上 难道不能解除自己的禁止 不能 因为布下禁止时的佛陀 并不是现在的佛陀 自己给自己设下如此难题 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在于 涅槃状态里的佛祖 永远不需要担心被人看醒 我们来了 我们已经把他看醒了 佛祖没有想到 我们能够来到这里 而且就算我们来了 也影响不了他的状态 因为我们不是菩萨 也不是佛 无法与其争佛宗信仰 宁却看着青石上那名年轻僧人 忽然生出了一个想法 桑桑直接否决了宁却的想法 佛祖不定 自然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法威 但即便化作菩萨 又哪里是你能杀死的 我不难过 反正那些佛与菩萨也进不来 但我正在逐渐虚弱 这样僵持下去 总会死 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不会让你死的 宁却看着圆眼上的佛与菩萨们 微笑说道 这些人的到来 以及你刚才说的话 都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 就算你猜测的是对的 这座雪山是佛陀的佛性本体 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当前的局面 因为你没有办法杀死佛陀 为什么 一定要杀死佛祖 宁却走到最近的池塘前 抽出铁刀 把糖柳砍下几只 然后放下刀 坐在柳树下 开始不停地编织 想要编出什么东西 动作有些笨拙 桑桑问 你要编什么 我想编一把刀 桑桑想了想 我来 宁却笑了笑 把身体的控制权交了出来 在燕明湖宅院里 桑桑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摘了湖畔的垂柳来编小物件 很快 一把有些可爱的柳刀 便在宁却的手里出现了 桑桑把身体交还给宁却 问道 编柳刀做什么 宁却笑而不答 砍下一朵莲花 她用莲花盛了些池塘里的清水 微轻莲汁 把花里的清水浇到铁刀上 铁刀顿时变得锋利无比 其间金色博杂 佛艺浓郁 做完这些 透着诡异味道的事情后 宁却背着桑桑的身体 一手撑着大黑伞 一手提着铁刀 向雪山上走去 桑桑说道 你要去做什么 这次你再不回答 我就杀了你 宁却说道 我要去见佛 为什么要见佛 而且你已经见了 早就对你说过了 见佛是为了修佛 不修佛 怎么去了你体内的贪尘痴三毒 怎么把这黑天撕开 你真要修佛 杀不了佛祖 我就修佛 我夺了他的佛性 把自己修成佛祖 我让诸生来信我 佛祖又能奈我何 桑桑有些茫然 问道 你打算怎么 把自己修成佛祖 这件事 我早就想好了 在过河之前就想好了 宁却来到某处衙瓶上 解下桑桑的身体 举起有黑沉重的铁刀 向着衙瓶地面 重重地砍了下去 我要把这佛 重新修一遍 这就是你说的修佛 是啊 修佛嘛 不就是把佛 重新修理一遍吗 书院想事情总这么古怪 啊 二师兄修佛 也是修理 但他的修理是打架 我可是真修 宁却把崖平上 一通乱砍 又开始切割 边缘凸起的石块 德义说道 佛祖的脚趾头太宽了 我得修得秀气些 佛经里曾经说过 速化佛像是大不敬的行为 但事实上 人间无数古叉旧庙里都有佛像 墙上都有壁画 浪科寺后瓦山顶的石佛像 直入云霄 佛祖死后的身躯化作波热飓风 亦是佛像之一种 包括这棋盘里的极乐世界 亦有无数佛像 反而真正统治这个世界的道门 却一直没有替浩天立像 这种情况隐约揭示了一些问题 佛宗立无数佛像 自有其缘由 宁缺他想试试 通过佛像着手 来看看能不能斩断 佛祖与众生之间的联系 这便是他的修佛 只是有些事情 可以想得很清晰 说得很得意 但要真正做起来 却是非常困难 这座雪山很雄伟 如果是佛祖在这个世界里的 骑士坐标 或者说是本源佛性的集合 那宁缺所在的宽广崖平 只能是佛祖的一只脚趾筒 更麻烦的是 山间的黑盐非常坚硬 即便宁缺运浩然起灰刀 也很吃力 有黑的铁刀 不停地落在黑色的牙齿上 发出雷鸣般的巨响 震得随时滚动不安 却往往只能削掉 极薄的一层石皮 以现在的速度计算 宁缺就算只想 把佛祖的脚之下削得远整些 只怕也要花很长的时间 别人逼急了会临时抱佛脚 你却给佛修脚 桑桑觉得宁缺的做法很不可理解 他怎样想都想不明白 宁缺就算把这座佛山 重新整修一遍 对当前的局面又能有什么改变呢 宁缺拿着铁刀 不停地砍着牙齿 我和你解释不清楚 等修到最后 你就明白了 所谓修佛 就是修佛 修佛就是修佛 两个修 自然不是一个意思 桑桑说的 就算如此 你会修吗 书院只会破坏 什么时候会建设 瓦山上的佛祖石像 被军末用铁剑直接砍断 而且他还砍过波罗飓风 以此观之 书院确实更擅长毁佛像 还真没有修佛像的经验 宁缺把铁刀插进牙齿里的一道裂缝 用力一搬 搬飞了一块西瓜大的石头 抹掉额头上的汗水说道 你对书院有成见 谁说我们不会建设 我们能修朝阳城 难道还不能修个佛像出来 你连柳枝都编不好 还想雕出像样的东西 先前就对你说过了 这件事情 我早就想好了 在河那边就想好了 我不是拿红山树修了只船吗 那就是练手 用木船来给佛像练手 听着有些不靠谱 哪里又不靠谱了 顶多最后修出来的佛像难看些 又不耽搁什么事 桑桑有些疲惫 觉得无话可说 或者不想和宁缺继续说话 于是他沉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说话 是单方面的事情 不需要对话 宁缺毫不在意地继续唠叨 继续挥动铁刀 向山崖间的石头砍去 轰鸣不断 黑石乱飞 金色池塘外 原野上的无数佛誉菩萨 听不见山崖间的宁缺在说什么 但能看见他在做什么 脸上的神情 渐渐变得严峻起来 尤其是最前方 那头数百丈高的雄俊青狮 显得格外愤怒 又有些不安 对着黑暗的天穷 不停发出暴力的怒笑 不停摆动着头颅 青狮井间的宗毛 泛着佛光 深密如林 随着愤怒白手 纷纷竖气 看上去就像无数拔剑 宁缺这时候正拄着铁刀休息呢 看着远处青狮的变化 先是威正 然后大笑起来 指着那处说道 快看快看 那只大猫 炸毛了 丧丧哪里会理宁缺 青狮倒是听着山峰间传来的笑声 便得愈发愤怒 摆动尸首的动作显得愈发狂野 带起的狂暴气流 竟把高空上的云都撕成了碎片 恐怖的湍流与呼啸声里 青狮的景间 那些泛着佛光的宗毛 击舍而出 变成数百道黑影 破云而飞来到山前 山外的数千金色车堂 是佛祖留下的禁止 便是青狮也无法逾越 但他的棕毛没有生命 反而能够发起远程攻击 青狮棕毛瞬间来到山崖上 如雨落下 只闻密集的撞击声响起 无数碎石四处建设 每道棕毛仿佛就是一根 无坚不摧的长毛 有三根棕毛化成的长毛 狠狠地扎在桑桑身体上 宁缺神情骤领 就地翻滚滚到桑桑身旁 撑开大黑散 把伞柄用力地插进崖面 桑桑的身体没有被破坏 只是脸颊上 多了道细细的白口 桑桑的身体是神曲啊 可一想见 青狮的那些棕毛里 隐藏着多么恐怖的威力 看 他们真的怕了 说明我做的事情 真的有用 宁缺紧握着伞柄 伏在桑桑高大的身躯上 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青狮暴怒的远程袭击还在持续 山崖上到处传来沉闷的撞击声 有两道大棕毛落在大黑散上 震得宁缺虎口酸痛 紧接着 原野上无数佛与菩萨 也寄出了随身修炼的法器 隔着很远的距离 致向山峰 只是这些佛与菩萨的修为与青狮明显有差距 只有几位大菩萨的法宝落到山崖间 带来了一阵震动 更多的法器根本无法飞到山崖上 在金色池塘上空便颓然落下 金色池塘的上空仿佛有一道无形的罩子 那些佛的法器落在上面瞬间被镇成碎片 化作无数金色的流光 四处抛射 那些法器里都运着佛光 池塘变得更加明亮 便是黑色的天穷都仿佛要被照亮 宁缺眯着眼睛 感受着体内丧丧的痛苦 沉默看着原野 过了很长时间 来自原野的恐怖袭击终于停止 无数佛与菩萨沉默不语 青狮摆动着尸首 对着天穷发出不甘的笑声 宁缺收起黑伞 起身望向远处的原野 愤怒却有些无奈 那些大菩萨和青狮的佛威 不是现在的自己能够抵抗的 宁缺把手里的黑伞对着原野撑开 这是一个侮辱的姿势 至于那些佛与菩萨能不能看懂 不在他的考虑范围里 骂人嘛 不需要人家懂 然后他望向棕毛明显 变少的青狮 骂道 气血甩啊 你有本事 就把那一身烂毛都甩光了 你变成一头秃驴 我书院 专杀秃驴 青狮回忆愤怒的咆哮 却拿宁缺没办法 宁缺其实更愤怒 因为桑桑的身体险些受伤 因为那些宗毛与法器变成佛光 让桑桑变得更加虚弱更痛苦 这是宁缺不能接受的事情 山羽池塘间 佛光极盛 宁缺把桑桑背到身后 把伞饼系在身前 确保桑桑的身体 全部被黑散覆盖 拿着铁刀 向原先的位置走去 这座山 真的很结实 即便是青狮的 鬃毛和菩萨的法器 也只把山羽尖的表面 震碎了极薄的一层 对宁缺没有任何帮助 宁缺背着桑桑 撑着大黑散 攻着身子 对着坚硬的牙齿 不停地挥动铁刀 就像是带着立茂的老农 不停地耕作 农耕永远是人类最辛苦的活动 宁缺的额头不停冒出汗珠 汗珠滴到他手上 又滴到地面上 混进微碎的牙齿 仿佛在灌溉 真的很累啊 宁缺抹掉汗水喘息着说道 怎么这么累 桑桑说道 我在微城院子里种过辣椒 不累 宁缺有些伤自尊 那是因为你 先天虚寒 不会流汗 你像我这样试试 汗水跑到处都是 很烦的 手不停打滑 当然容易累了 桑桑的声音有些虚弱 却依然毫无情绪 你不行 以前就说过 宁缺最不喜欢的就是被人说不行 尤其是被女人说自己不行 最最不可忍受的被自己的女人说自己不行 那是因为你胖 背着你这么重个女人 怎么不会累啊 当年在卫生室 你怎么不说 你背着我 你去松土捡身 还不都是你 你得负主要责任 小时候我背着你 哪有这么吃亏啊 不说 不说要你挑瘦的 你挑身体的时候 你好得挑一个苗条匀穿点的吧 你喜欢瘦的 这是喜欢的事吗 我这是单纯在说重量的问题 你还是喜欢瘦的 宁缺把手里的铁刀扔地上了 我说了 这不是喜欢的事 我挑选的神区必然是完美的 只是在神国门前 被你老实灌注了一道红尘艺 所以变胖了 如果要怪 你应该怪他 宁缺默默把铁刀捡起来 继续开始砍山 怎么 你继续说呀 宁缺憋了半天 憋出一句话 此不言失过 你修服 如何去我的毒 你我夫妻一体 我成佛 你自然也就成佛 别说去毒了 到时候这些佛与菩萨 便是咱夫妻的小弟 多好玩啊 你怎么想到的这个方法 哪有这么多问题啊你 老是听你家男人的话就好 我是谁 我是这故事的男主角 你是女主角 危险的时候 男主角当然要站到女主角身前替他盘忧紧难 最后两个人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吗 我有些累了 先睡会儿 宁缺觉得桑桑的声音有些甜 仿佛喝了糖水 于是宁缺也觉得因为干咳而生辣的咽喉 也顿时甘甜起来 很是开心 桑桑开始睡觉 一睡便睡了三年 当他醒来的时候 佛祖的右脚已经被修理完毕了 变成了一只极秀气的小脚 看上去有些眼熟 如果白些或者会更眼熟 宁缺刘汉耕座三年 终有收获 他把佛祖的脚修成了桑桑的脚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桑桑通过宁缺的眼睛 看佛山如旧 鸭平略变了些形状 原也如旧 佛与菩萨依然在笔触诵经念佛 情势还是那样愤怒 一怒就是三年 也不知道他累不累 桑桑忽然间很想知道 宁缺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怎么过的 扛着铁道倒数挖地呗 你就不知道 这座破山它怎么就这么硬 三年呐 就整出这么块地 若是让难过那些老农瞧见了 指不定得多瞧不起我 那可是真累啊 累了能怎么办呢 歇着呗 就像饿了 怎么就得吃啊 宁缺语速很快 语调起伏特别大 就像是在述说一件 非常值得吃惊的事情 其实只是因为 他已经三年没有与人说过话了 桑桑沉默片刻 没有流露出什么情绪 他问道 你吃什么 三年时间里 宁缺能够听到的 只有铁刀落在山崖上的声音 青狮在原野怒吼的声音 风符滚石的声音 山下池塘里的缠叫和挖鸣 以及自己和自己说话的声音 这时候终于听到桑桑的声音了 直觉的仿佛吃了一壶通天丸 浑身舒态 轻飘飘的 只欲向天空深处飘去 美妙的不行 吃什么 你还别说 这破地方还真有不少好吃的东西 清水煮青蛙 扎青蛙 金青蛙 烤青蛙 生青蛙 换着花样来 不带虫的 桑桑小时候听宁缺说过 在他的世界里 有一种人靠说话挣钱 那些人说话往往很快 而且喜欢押韵重复 或者说很喜欢 并且擅长耍贫嘴 这时候听着宁缺口里那一长串 关于青蛙的词 觉得呀 觉得宁缺大概就是这些人 宁缺可不知道桑桑在想什么 因为他来不及去感受 只是兴高采烈的 讲着这三年里的生活 唾沫四贱 似要比流的汗水还要多 他自豪的说道 有 有油 当然得有油了 这满眼的莲花 我自己榨了些联子油 不论是用来拌野菜 还是煎青蛙都可香了 你应该吃点素的 放心 荤素搭配这种事啊 我从来没忘 炖铃熬炒铃带 辛波莲子 嘎嘣脆 还没苦味 其实要说我最喜欢吃的 还是扎汁了 无论是 无论是果汁 莲炒 还是生炸 那香的 只不过呢 想起三十节 我有些下不了嘴 三年后的宁缺是那样的瘦削有黑 看上去和玄空寺下面那些贫苦的奴奴 没有任何区别 与他相反 桑桑感觉好了很多 贪尘吃三毒还在 但平静了些 应该没有毒发的危险 不再像沉睡之前那么虚弱 桑桑能够看见宁缺 能够想象这三年里 宁缺过着怎样艰苦的日子 这时候听着宁缺兴高采烈的讲述 越发觉得宁缺很可怜 那种情绪是那样的浓烈 以至于桑桑觉得有些酸楚 如果能够流泪 便会流些泪来 宁缺感受到心头传来的那份酸楚 沉默片刻后笑着说道 别瞎担心 你知道我很擅长在野外生活的 小时候不经常这样吗 桑桑没说话 心想 小时候在民山里 你再如何孤单 身边至少还有我 现在你依然背着我 但这三年里 我并不在 宁缺依然在碎碎念着 桑桑静静地听着 渐渐眯起了眼睛 那便是笑意 然后她感觉有些暖 有些温柔 然后她在宁缺的心头 皱起了眉头 桑桑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说道 我有些累 想再睡会儿 宁缺有些没想到 正了正 然后笑着说道 好 桑桑便再次开始沉睡 这一次 她睡了整整十年时间 十年后 桑桑醒来 这一次 她发现原野上的那些 佛与菩萨没有变化 但身前这座山的变化很大 宁缺已经用铁刀 修完了佛的双脚 正在重新刻学 佛祖身上那件衣裳 铁刀在山崖间不停切削 一道一昧的线条慢慢成形 和最开始修佛时的 笨拙生硬相比 现在宁缺的手法 已经纯熟了很多 铁刀游走自如 就像是烂科四千小镇里 最老练的那些雕工 雕刻手法的进步 是时间和辛勤的劳作换来的 已经过去了十三年时间了 宁缺不知挥了多少级铁刀 山崖里 到处都是他的汗水 宁缺感觉到桑桑醒来 身体有些僵硬 沉没了半天 缓缓把铁刀插入崖壁的裂缝里 伸手拍了拍桑桑身体的臀部 微笑说道 醒了 醒了 是的 金色池填 金色池塘里的佛光大作 如果桑桑体内散毒委屈 只怕在这些佛光里会当场死去 青狮对着山崖怒吼一声 天穷里的云层骤碎 宁缺看着圣怒中的青狮笑着说道 叫什么春呢 我老婆醒了 没被你们气得一觉不醒 这时候该叫春的难道不应该是我 桑桑看着这座佛衣襟下摆上的那些线条 怎么看也不觉得是袈裟 问道 你修佛还要顺便把佛的衣裳给修了 唉 做事情要细致 这种细节怎么能出错呢 不穿袈裟也是佛 佛为什么一定要穿袈裟 那这佛要穿什么 宁缺想着自己设计的衣裳 得意地说道 刻出来那天 你就知道了 你一定喜欢 桑桑沉默片刻 你的衣服也破了 身为书院行走 宁缺在人间行走时 穿的自然是书院的院服 他当初挑的院服是黑色的 很劲脏 而且书院院服非常结实 普通攻击都无法撕破 所以那些年龄基本上没有怎么换 只有脏的不行的时候 才随便洗洗 当初在西陵神殿 宁缺被桑桑囚禁 然后千刀万剐 院服不在身上 其后才被桑桑扔给他 这件黑色院服 陪着宁缺在棋盘世界里 度过了无数年的时光 依然没有一处腐败破烂 而这十三年的时间 院服就已经破烂得不成模样了 由此可见 宁缺这些年过得多辛苦 做了多少事 现在的宁缺非常黑瘦 双手伸出极厚的茧 更像一名农夫了 但他的眼睛却非常明亮 因为随着桑桑的毒渐渐清除 他的心情越来越好 精神越来越坚毅 感觉越来越强 我这些年做了很多心菜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感觉到桑桑的情况 确实好转了很多 宁缺很开心 抱着他的身体 指着山下的池塘 高兴地说道 我一直以为啊 池塘里没有鱼 后来才发现 在连天深处居然真的有 于是我做了一锅鱼汤 那个鲜的呀 真是没话说 宁缺巴的巴的嘴 回味着当时那锅鱼汤的美味 旋即情绪失落起来 可惜呀 鱼太少了 不好捉 而且 我没有什么时间 桑桑沉默了半天 我有些累 再睡会儿 说完这句话 他再次开始沉睡 不知道要过多少年 才会再次醒来 宁缺看着怀里桑桑的脸 表情有些呆滞 过了很久 才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 好好睡吧 这里的事情 我会处理的 桑桑不停地睡觉 这让宁缺联想起当年他病重将死的时候 心里生出一抹阴影 但想着桑桑确实好转 心想佛祖种下的三毒太厉害 可能是要花些时间 宁缺联寻 宁缺觉得有些累 宁缺觉得有些累 坐在崖畔 看着原野 沉默了很长的时间 怀里抱着的身躯 她的背影却是那样的孤单 疲惫 疲惫与痛苦 不难熬 因为有希望 人间最难熬的 便是孤单 宁缺修佛 已经修了十三年的时间 只与桑桑说了几句话 这便是孤单 因为情绪上的问题 宁缺很奢侈地 给自己放了整整一天的假 直到晨光从黑暗天穷的边缘升起 然后迅速消失 她才清醒过来 她伸了个懒腰 过于老损的肌肉与骨骼关节 发出色色的摩擦声 然后她低头 在桑桑圆乎乎的脸上 狠狠地亲了几口 拔击作响 黑猪 黑猪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黑猪 寂寞的歌声里 她背着桑桑 绑着大黑伞 挥着铁刀 在山崖上攀来爬去 熟练至极地砍来削去 刻出一道又一道崭新的线条 佛祖有双秀气的小脚 佛祖的袈裟渐渐变了模样 显得有些飘逸 适样简单 拖着裙摆 就像是有人在小小的身躯上套了件宽大的侍女服 三年后 桑桑醒了过来 她看着这件眼熟的侍女服沉默不语 宁缺咬着根连枝 问她 感觉怎么样 像不像 我现在再来穿 必然不会这样宽松 身材虽然变了 但在我眼里 你现在和当年还是一样的 修到哪里了 宁缺指着封顶 明天就要开始替佛修灭了 桑桑有些意外 而且有些意外的使她 并没有流露出喜悦的情绪 比前面那些年快乐很多 无他 唯首熟尔 修完便能结束 当然了 很快就能结束这一切了 桑桑沉默了很长时间 是的 一切都快结束了 你 你就不好奇 我为什么能修这么快 你说过 手熟 客气话都听不出来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听过你说话了 唉 我也很多年没有听过你说话了 那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猜想是对的 修佛十六年 你的毒越来越轻 虽然没有醒来 也让我越来越强大 自然越来越快乐 当然 最重要的原因是 我现在雕刻技法真的很好 你给我块烂木头 我雕穿的物价在人间至少要卖几百两银子 我现在可不单单是福道大价 我也是雕刻大师 不不 是一代宗师 桑桑轻轻摁了声 显得很平静 宁缺有些惊讶 我说的 是很多银子 你怎么没点反应啊 桑桑握了声 过了会儿说道 我有些累 想再睡会儿 每次他醒来 说不了几句话 便会再次沉睡 宁缺不再像前几次那样失落 想着虽然心毒渐去 桑桑还是虚弱 确实应该多睡会儿 睡眠是恢复精神最好的方法 桑桑前后已经睡了十六年 宁缺这十六年里便没有睡过 困倦疲惫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他从怀里摸出晒干的蛙肉干 撕下几次塞进嘴里开始咀嚼 青蛙肉纤维肠嫩 只要烹调得法便会非常好吃 比如香辣锅 比如青椒水煮或者烤制 但再好吃的美味 常年累月不停吃 最后在食客的嘴里总会变成木渣 再贪吃的人 连吃十六年青蛙也会想吐 宁缺没有吐 他的脸上没有表情 机械地咀嚼着 显得很木讷 直到把嘴里的干蛙肉 全部咀嚼成碎绒 然后咽下 童年时的凄惨遭遇 让他清醒地认识到 人类最难对付的敌人 绝对不是难吃的食物 而是没有食物 因为饥饿比死还要恐怖 上个十年的末段开始 宁缺便很少在食物上花心思了 时间太漫长 孤单太难熬 他把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花在修佛上 想早些离开这儿 于是他在金色池塘里铺了很多蛙肉 然后晾在崖壁上 风吹日晒变成肉干 这些蛙肉干便成了他最主要的食物 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处理 饿了就取下过来吃 风干的青蛙肉 没有任何味道 无论如何咀嚼也嚼不出什么香味 很难下咽 宁缺坐在崖畔 看着原野里的佛与菩萨 用对方的痛苦来当调料 原野里的佛和菩萨们 变得越来越愤怒 随着宁缺把佛祖的身体 修得越来越不像样 还给佛祖叼了件侍女的衣裳 这种愤怒达到了顶端 回荡在天地间的诵经声 变得越来越威严 向宁缺身体落下的佛光 也越来越恐怖 真正恐怖的 还是那只数百丈高的青蛇 青蛇前蹄上满是血雨泥子 他低下尸首 缓缓铁尸受伤的前蹄 不再像前些年那样笑声不断 沉默里却积运着 极大的霸道凶险的意味 前些天青蛇终于踏进了金色池塘 虽然没能奔至山下 只踏破了数片池塘 便被佛祖的禁制挣回原野上 但毕竟算是有了进展 青蛇并没有变强 只是佛像在宁缺铁刀下被修得日渐变形 佛祖遗落在此地的法力也日渐变弱 尽致自然也变弱了 数百丈高的青蛇不再疗伤 抬起头来 尸首破云而出 画面很是震撼 他望向佛像上的宁缺 神情壮严而冷酷 充满必煞的决心 宁缺很疲惫 很困倦 丧丧再度沉睡 让他很安然 而且他觉得挖肉真的很难吃 所以他这时候的心情很糟糕 他想休息会儿 做些别的事情 来调剂一下枯燥寂寞的修佛生涯 恰在此时 他看到原野上青蛇昂首挑衅 顿时宁缺就怒了 他解下铁弓 把剑硬的弓弦拉至最圆满的程度 然后毫无征兆地松开手指 闲剑爆出一道圆形的细细湍流 有黑的铁剑 消失无踪 下一刻 潘西坐在青蛇背上的那名清俊僧人 胸口忽然蹦出一大道血花 然后向着数百丈的地面摔落 砸到原野上 发出一声闷响 那名清俊僧人死了 佛祖却没有死 或者在此前的十六年里 清俊僧人便是佛祖 但当铁剑临体时 他便不是佛祖 宁缺和桑子的判断没有出错 佛祖在这个世界的众生里 为之变幻莫测 便是光都追不上 原石三剑自然也很难追上 清俊僧人就这么死去 清师很是正恶 然后极为愤怒 对着山崖上的宁缺发出一声狂暴的怒笑 尸首之前的云层 瞬间被镇成无数道极细的云絮 金色池塘里的无数金莲纷纷咽到 气势之盛 难以想象 宁缺也对着清师狂吼了起来 吼声如雷一般在原野间炸开 没有任何蚊子 却透着股极为霸道的气息 极为狂放肆意 随着宁缺修佛年久 佛祖留下的禁止渐渐变弱 原野上的佛与菩萨随时有可能突破金色池塘 所以清师才会内般的自信冷酷 但同样是随着修佛年久 丧葬所重的贪嗔痴三毒渐渐消散 浩天于沉睡中缓缓恢复着力量 宁缺自然也变得更加强大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时间或者说因果上 因果是先后 时间也是先后 顺序能够决定宇宙的形状 也能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 宁缺很自信 他知道最终胜利的必然是自己和桑桑 一见射死名大菩萨 又与清师像真正的野兽一般对吼 宁缺觉得很爽 枯燥无聊的修佛生涯 因为这个小插曲而变得生动起来 在心里已经累积了很多年的孤单与排斥 瞬间消失不见 他攀到高处的山崖下 继续自己的修佛 两年时间过去了 宁缺修好了佛的双手 佛手里没有持镜瓶 也没有持法轮 而是拿着一把伞 黑牙削成的伞 自然是黑伞 最开始的时候 宁缺用了三年时间 才修好佛的一只脚 接下来用了十年时间修好另一只脚 同时修好侍女符的一百 待把佛穿的侍女符修好 又耗费了他三年时间 与此相比 他现在的速度确实快了 太多了 接下来宁缺修佛变慢了很多 因为他已经来到了山峰的最高处 开始修佛的容颜 毫无疑问 这是修佛最关键的阶段 铁刀在佛祖 丰满的脸庞和圆润的耳垂间落下 非常缓慢 刀锋仿佛挑着一座山 因为慎重 所以感觉极为凝重 不知不觉间 又是十年 佛耳不再垂间 在新客的发丝后若隐若现 佛面不再圆若满月 便瘦了很多 小了很多 看上去很寻常 铁刀最终落在了佛唇上 佛启唇 无声 天地之间忽然响起无数佛言 原夜上佛光大作 无数佛与菩萨吟诵相合 一道无上佛威 直入宁缺胸腹 噗的一声 宁缺吐出一口血来 眼神骤然暗淡 同时他感觉到心间的桑桑微微醋眉 有些痛苦思要醒来 宁缺知道错了 毫不犹豫砍出数百道刀 直接把佛的嘴砍掉 砍成紧紧敏着的薄薄的唇 于是佛声与佛威悄然而息 佛修完了 现在的佛黑黑的瘦瘦的小小的 穿着松松的侍女服 丧桑桑醒来看着这佛说道 你还是更喜欢她 这句话里的她不是墨珊珊 虽然墨珊珊有双极薄的唇 而且喜欢紧紧的抿着 桑桑说她更喜欢的她 是指黑桑桑 宁缺微笑 你这个样子 我在人间看了整整二十年 自然更喜欢些 以后在人间看你久了 自然会更喜欢现在的你 她看着黑色牙齿课程的桑桑 开怀大笑 不尽的欢喜 桑桑说道 她没有嘴 反正你也不喜欢说话 不说话如何教育世人 如何多众生一成佛 我替你说就行 你知道的 在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说话了 宁缺的修佛已经完成 但还没有成佛 佛祖留下的禁制 还剩下极少的残余 原野间的佛与菩萨 在这十年里 已经进入了金色池塘的外围 青狮更是已经来到了 山下不远处 青狮的身上 到处都是伤口 四体带起池塘底的淤泥 如染了墨 她缓慢而坚定地 向着佛山前行 每一步都重若千军 十年时间 足够凝缺重修佛言 也足够发生很多事情 无数佛与菩萨 自原野间醒来 留下的脚印变成了一条河道 通向遥远的西方 有清澈的河水 自西方卷浪而来 里面有无数阴森气息 无数的怨魂窟窿 来自西方的河市明河 被无数佛与菩萨 以极大屹立于无上佛法 照应而至 不停冲淡金色池塘里的佛光 宁缺挥刀斩落 朱雀暴力而笑 无数浩天神灰子刀锋喷涌而出 绕着山下行走了一圈 斩出一道深不见底的河沟 当年雪崩后 无数雪在山崖下方 积了数十年 浴火骤然而化 流入河沟 成为一条新的河流 真正的清澈成静 明河水与新河水在山下相遇 没有相容 依然分明 冷漠地看着对方保持着自己的气息 谁都无法向前一步 宁缺在佛顶上 盘膝坐下 闭目开始静思 他修完山中之佛 开始修心中佛 他要成佛 要成天上地下 唯一的真佛 山在天地间 风顶与天穹极近 宁缺盘膝闭目坐在佛顶上 仿佛只要伸手 便能把这片黑暗的天铜破 他上方的黑暗天穹里 忽然出现了一个亮点 其实很暗淡 骤然变得异常明亮 紧接着化作数千道光线 顺着天穹的呼度 向园野的四面八方散去 光线里有很多画面不停闪现 有虔诚叩首的信徒 有娇媚而端庄的天女 有奇异的金花玉树 那些都是他的佛国 原野上的佛与菩萨们抬头望向天空 随着这个动作 有极弹秒的气息 从他们的身上散移 向那些光线里融去 气息便是绝食 随光线来到天穹 然后洒落在风顶 进入宁缺的身体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碗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佛与菩萨震惊异常 宁缺能够夺走这些绝食 表明他能够接受这个世界的信仰 这表明他正在成佛 将要成佛 在他们看来 此人当然是伪佛 这种行为自然是亵渎 极端的愤怒在原野间爆发 众佛神情悲壮开始抵抗 有佛吃金刀割灭 有佛思耳 鲜血乱流 佛光大圣 佛威大圣 已经深入金色池塘的青狮 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叫 带着无尽佛威 向前踏出一步 大地震动裂开 生出一道极深的裂缝 以裂缝为线 原野西面的地面缓缓升起 然后向前滑动 一寸一寸的覆盖到 东面的地面上 就像是一艘大船 要从幽暗的海底冲出来 大船没有船尾 后面与地面相连 于是整片西面的原野 便是船身 随着船手向前 原野即站在原野上的人 也随着被带进船中 数十年来 极乐世界里的无数众生 自四面八方赶来此地 原野间的佛与菩萨数量 根本无法数清 黑压压的至少有数百万之众 数百万佛与菩萨 现在都在大船之上 只闻精神阵阵 法器破碎 变成最纯净的佛西 船身散发 无尽佛光 正是大地之舟 这画面何等的神奇 大船缓缓升起 自幽暗的原野海面而出 缓慢而不可阻挡地 向着佛山前行 金色池塘间的佛祖 尽致早已变入 此时被船手碾过 伴着无数细碎的脆响 就像烈日下的冰雪 一般瞬间破灭 无数青莲与柳树 被碾压成泥地里的碎木 然后被巨州的阴影遮盖 再也无法看到 至于那些蛙生和蝉鸣 更是不知去了何处 大船缓慢向前 来到山脚下的那条大河里 河岸崩塌 浪涛冲天而起 河水一半是明河 里面有无数怨魂骷髅 这些怨魂骷髅 欲着船身散发的佛光 未做任何抵抗 恭顺自愿地 被净化成屡屡气息 怨魂骷髅 化成的无数道纯净的气息 再次附着到大船的船体上 助大船佛光更胜 继续向前 破开血水化成的河面 快要触到山崖了 无数佛与菩萨 站立在船板上 双手合十 看着风顶的宁缺 神情装素 青狮站在船手 看着山崖 神情交集 狠不得跳过去 船与山相遇 不知能否把山撞毁 把佛撞塌 把正在成佛的宁缺震死 但佛与菩萨们 还有青狮登山后 怎会让宁缺继续成佛呢 宁缺 盘膝坐在佛顶 坐在黑兽小侍女的发脊里 他闭着眼睛 感受着体会到的一切 正在成佛的关键时刻 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算知道 他也没办法去理会 因为现在他根本不能分神 他知道 原野上的佛与菩萨 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成佛 就这么夺走佛祖的信仰 让众生意归于自己 宁缺没有提前做安排 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桑桑的身体被他放在一旁 大黑散在上方撑开 忽然间桑桑睁开了眼睛 那对戏长的柳叶眼里一片光明 数十年间他醒来过数次 但他一直没有睁过眼 因为他始终是在宁缺的心里 没有回到自己的神区 随着宁缺修佛大成 桑桑体内的贪嗔痴三毒即将进去 他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神区 他终于可以睁眼来看这个世界 桑桑站起身来 举着大黑伞 望下山下那艘大船 微微眯眼 这就是此行普度 他挥了回衣袖 青衣上的繁华再次绽放 一场恐怖的飓风从风顶直冲山脚 然后向着河面上那艘巨舟呼啸而去 举在船手的轻尸一声怒笑 笑声却根本无法传出 便被飓风灌回他嘴里 他有些慌乱地闭上眼睛 棕毛被吹得向后飘舞不停 大船上没有帆 站在船板上的无数名佛与菩萨 穿着的僧衣被飓风吹得不停鼓荡 就像生出千万帆一样 大船前行之势 骤然减缓 这船是大地之舟 隔于大地 有无限的重量 桑桑挥秀并由风起 风起而周缓 以此观之 他已经回复了无限的威能 然而即便是他也无法完全阻止那艘大船 大船确实变得慢了很多 但依然在继续向前向着山崖撞去 这种生意果然有些意思 轻衣微震 桑桑的身影在风顶消失 下一刻他来到了船上 青石一声怒吼 棕毛如剑玉石 桑桑看了他一眼 青石气势皱脸 露出未切的神态 颤抖着转过头去 桑桑走入佛与菩萨间 他看那些佛与菩萨的脸 无论是佛 还是微能恐怖的大菩萨 都不敢与桑桑的眼光对视 转过脸去 他在众生里寻找佛陀 众生不敢看他 佛陀在躲着他 大船便是大地 载着无数佛与菩萨 但桑桑是好天 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 那么谁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佛陀 众佛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他们低着头 双手合十向船手走去 佛与佛 菩萨与菩萨 大船上变得拥挤无比 死要把桑桑挤出大船 桑桑微微醋眉伸出手指 点在身前一尊佛的眉心 那尊佛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明亮 最后变成纯白的光体 散开死亡 拥挤的船板上 刚刚空出来一个位置 并有一尊佛向前踏出一步 填补了空缺 无论桑桑杀多少佛 总有后继者 然后那些佛开始自杀 一刀割面的那佛 横刀与颈尖用力一拉 把自己的佛手割了下来 一刀至唇的金色佛光冲天而起 然后散落于船板上 一刀赐腹的那佛 把刀锋向上挪了挪 用力一捅 把自己的心脏捅破了 一刀至唇的金色佛光 向前涌出 剪得到处都是 无数佛前仆后继死去 大船上的佛光浓郁的难以想象 桑桑眉头微皱 脸色越来越白 感觉到有些难受 贪嗔吃三毒将轻 但终究未轻 遇着众生成佛 决然殉道的手段 桑桑体内的残毒 再次爆发出来 最后那缕残毒是贪 他回头望向峰顶 宁缺盘息坐在那处 闭眼镜丝 不知深爱之事 桑桑只是回头 便来到了峰顶 来到宁缺的身前 其实把你杀了 最后一缕贪 也就没有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 授权出品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伸出食指 清点宁缺的眉心 宁缺的眉心 忽然间变得异常明亮 仿佛透明一般 透明的眉心里 隐约可以看到一粒青色的种子 那是菩提子 宁缺在这座山上 修了数十年佛 但他修佛 其实远不止数十年 在进入棋盘之前 或者说千年之前 宁缺曾经在 玄空寺崖壁里面 面壁一日时间 当梨花飘落他的肩头 他才醒了过来 那次面壁 意味着他的修佛之旅 正式开始 也正是那次面壁 他体悟到了 连生大师曾经的经历 同时在心里也 种下了一粒菩提子 进入棋盘 宁缺在白塔寺里 听沉中木骨 修了无数年佛 在这极东坊的佛祖像上 又修了数十年 佛法渐身 那粒菩提子 早已不在宁缺心头了 已经上了他的眉梢 桑桑手指轻触 一道神念度入 菩提子便醒了过来 宁缺的眉心裂开一道小口 一根极细的青牙 从里面探出 遇着风顶的风 招摇茁壮 遇着大船处 灑来的佛光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生长 菩提子发芽 破土开枝 然后生出无数青叶 轻轻团团悬在 风顶的空中 遮住了黑暗的天穷 也遮住了极乐世界的 所有佛光 这棵菩提树生长得异常迅速 给人一种极嚣张的感觉 这棵菩提树生在宁缺眉心 也给人一种极诡异的感觉 菩提树下 宁缺闭眼微笑 不知在梦里看着何等样美丽的风景 桑桑走到她身旁 坐进菩提树的音量里 佛光再照不到她 苍白的脸色也渐渐恢复正常 桑桑闭上眼睛再次入睡 她沉睡便是进入宁缺的身体 宁缺这时候终于醒了过来 她看着离山崖越来越近的那艘巨船 看着船上的佛与菩萨说道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宁缺是要讲佛法语众生听 奈何众生自不愿听 众生还要变倒她 要揭露她伪佛的面目 于是天地间大传上佛生大作 菩提本飞树 明镜意飞台 本来 本来 本来我就不是来与你们讲道理的 我不是大师兄 如果你们愿意听我讲道理也罢了 若不愿听 佛家自有那棒喝的手段 我要与你们说的道理很简单 你们必须听 若不听便要来受棒打刀旗 宁缺看着众佛 我是唯一真佛 你们需信我 众佛怒容大作 宁缺平静说道 你们要理解 如果不能理解 那就去死 话音腐落 一佛化为灰烬 下一刻 那佛来到封顶 盘膝端坐在如蒲团般的树叶上 轻轻团团的树叶是菩提树叶 菩提树生在宁缺眉心 那佛向宁缺何时礼拜 无比虔诚 山峰是佛 被宁缺用了数十年时间 修成了桑桑 山崖表面已无佛 深处还有残余 宁缺以身化菩提树 接引佛与菩萨来信自己 佛终于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一到佛时 从山崖最深处 进入宁缺的心里 我已经成佛了 宁缺对那道佛时说的 他神情很轻松 就像是在和某个老熟人说话 说最家常的那些话 佛说的 活在众生里 你寻不到我 杀不死我 便成不了佛 这里的佛 说的是天上地下唯一真佛 宁缺知道 确实如此 就如同在浩天的世界里 无法杀死浩天 那么在佛祖的世界里 自然也无法杀死佛祖 连找到他都不可能 何必这么严肃呢 我从来不认为 佛位的传承和俗世地位的传承那样 一定必须要经过血腥的屠杀 要经历后浪对前浪的折磨 宁缺笑着说的 你是佛 不妨碍我成佛 因为我不想统治你的世界 我不是浩天 对杀死你也没兴趣 我想要的 只是离开 你如何能够离开 夺了众生意 立地便能成佛 如何能夺众生意 你懂得 我也懂得 你看 宁缺望向 合上那艘巨舟 伸出右手食指 对着船上 遥遥写了一个字 桑桑在宁缺心上 一道神念随他手指而去 落在巨舟之上 风顶的菩提树开始摇摆 轻轻团团的菩提叶迎风招展 变得更圆更广 宁缺与桑桑修的是佛 用的手段是天人合一 其玄妙意味非言语能够形容 宁缺的佛愿 与桑桑的天心合在一处 便是无可抵御的意念 那道意念落在巨船上 某位佛的身上 那道意念告诉那佛 你要信我 那佛自然抵触 这等亵渎的请求 双手合十闭目 诵经苦苦支撑 然而 却撑不过刹那 便破碎成了无数光点 在船上消失 下一刻 那佛便来到封顶的菩提树间 坐在如菩团的菩提叶上 随风上下摇摆 眉间流露出大彻大悟之意 对着宁缺礼拜之意 到此时 有两位佛被宁缺 以佛愿接来封顶 变成了他的信徒 高下各一 开始闭目前程诵经 送的是宁缺 赞的也是宁缺 宁缺只觉得 一到极大秒 却真实的力量 从菩提树间 进入自己的身体 令他平静喜乐 却又觉得 双肩沉重 他明白 这大概便是信仰的力量 无数轮回 除了浩天 便只有佛祖懂得如何收集 并且利用信仰的力量 夫子应该到了这种层次了 但他不要为之 以宁缺现在的境界 远远不足以领悟 这等层次的大神通 但宁缺现在与浩天 何为一体 自然懂得 受丧丧神念影响 为及思考 宁缺闭上眼睛 把山崖深处传来的那道 残余佛石砸碎 然后与菩提树间的两位佛 一起开始诵经 佛祖沉默 不知去了世界何处 大河波涛如怒 大船奋力向前 想要把山撞破 想要阻止宁缺成佛 却始终无法抵达彼岸 因为在彼岸的佛 已不是彼佛 时间不停流逝 因为没有人观察 所以不知道是迅速还是缓慢 宁缺身体里长出的 那株菩提树变得越来越茂盛 无数树枝里生出无数青叶 青叶团团如菩团 其上坐着的佛越来越多 仿佛杰出的果实一般 沉甸甸的收获煞时喜人 归一宁缺的诸佛 已经超过数千 菩提树上多一位 船上便少一位 只是船上的佛与菩萨 数量实在太多 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变化 宁缺浑然不知身外事 亦不知年月 静默闭目 散灵花 双手随意扶着封顶的牙石 和桑桑一道 修着自己的佛 佛祖棋盘内的世界 过去了千年 真实的人间 也已经过去了三年的时间 时间来到大唐正十五年 西陵大致三千四百五十四年 又是一年春来到 柳絮满天飘 西陵神殿的桃花开了 大河国的樱花开了 荒原上野草里的小野花开了 但那棵梨树 却没开花 这到底是梨树 还是铁树啊 书院后山的人们 围在湖畔那棵梨树下 看着毫无反应的树叶 和那些叶儿叶儿的树枝 很是恼火 这三年时间 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 都没有办法打开佛祖棋盘 看来只能等着梨树开花结果 才能进棋盘了 然而按照大师兄的说法 这棵梨树五百年 才会开花结果 又有几个人能活五百年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梨树没有开花 书院前草店间的桃花也没开 长安城里花也极少 因为今年春天的雨水不多 春雷鸣于云间 空气有些干燥 光打雷 不下雨 这事透着诡异 大师兄站在皇宫正殿前的石阶上 看着天空里 越来越密集阴沉的云层 觉得有些不解 忽然间 厚重的阴云里 生出一道极粗的闪电 轰鸣声中 向着城中冒出披露 精神阵自然生出感应 散发清光 大师兄身影微淡 瞬间来到万雁塔下 看着那道被闪电劈垮的寺庙 看着那座变得焦黑的佛像 隐约明白了些什么 他来到城墙上 想四野望去 只见云层仿佛要遮盖整皮 闪电大陆不时有闪电落下 让大地间某处生出黑烟 黑烟起处 均是佛门寺庙 下一刻大师兄回到书院后山 来到湖畔那株梨树下 静静地看着那张棋盘 看了很长时间 唇角露出真挚愉悦的笑容 师兄笑了 后山诸人很是吃惊 这些年 大师兄忙于国政筹备战士 教导新军 又牵挂棋盘里凝缺的生死 很是辛苦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效果了 人间处处 春雷绽放 依然没有落雨 烂科寺的前三殿 都已经被雷劈垮了 佛像倒塌 就如瓦山顶峰的残力 满山芒谷的石头 一夜时间就生出了青苔 散发着海风的气息 光海僧带着四中僧人 盘西跪坐在残殿之前 脸色苍白不停念诵着佛经 虾僧悟道 像疯了一般不停地喊叫着 用手抓着山石上的青苔 呵呵吼叫 不对 我感觉到不对 有事情要发生 西陵神殿押平上 灌主坐在轮椅里 看着覆盖天空的阴云 看着远处不时落下的闪电 说道 准备大祭祀 供应无主归来 西荒深处 天坑底的战争还在持续 起义浓奴已经发展到数万之中 在原野里与贵族武装 还有玄空寺的僧兵 进行着惨烈的战斗 原野间剑声大作 惨毫生此起彼伏 到处都在流血 到处都是死亡 便在这一时天空里的阴云忽然落下一道极粗状的闪电 那道闪电准确地批中了封顶的大雄宝殿 只听得咔啦一声巨响 佛殿塌了一半 殿里的佛像更是变成了黑色的坟墨 君墨横铁剑于胸前 以礼之意 距七年级戒律院朱长老于数里之外 看着风顶冒出的黑烟 他默然说道 佛族败了 你们难道还能胜 连续十数日的春雷之后 便是一场连续十余日的春雨 今年的春雨并不犀利 显得极为暴烈 不停冲洗着被闪电肆虐过的大地 雨水落在残破的佛殿上 落在残破的佛像上 落在那些脸色苍白的僧人身上 把残存的那些佛西洗得越来越干净 书院后山也在落雨 雨水击打的梨树青叶啪啪作响 然后流淌下来 打湿梨树下的棋盘 还有那些看了棋盘数年的人们 六师兄赤裸的身上 满是水珠 他挥动着铁锤猛烈向下敲击 随着动作 那些水珠被阵离身体 如剑一般到处乱飞 这些年 他们一直在砸棋盘 身心都已疲累 却从未想过放弃 更何况 大师兄笑了 便说明棋盘被砸开的那天尽了 垂声一如春雷 喊落如雨 就这么不停地砸着 某一天棋盘上忽然传来一声轻响 棋盘天原位置上出现了一道细线 这道细线其实是个裂缝 裂缝非常小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无法发现它的存在 某一天脑海里忽然传来一声轻响 宁却睁开眼睛 望向那艘依然在向彼岸航行的大船 沉没了很长时间 然后伸手到眉间 摘下那株菩提树 微微一笑 那株菩提树 已经生长得极为茂密 轻轻团团的叶子 仿佛要把黑暗的天穷遮住 更没有一丝佛光能够穿透 那些青叶上坐着数千上万座佛 那些佛的形容不同 姿势不同 但都在对着宁却前程礼拜 菩提树依然如此巨大 宁却随手就举了起来 然后向侧方走了两步 便在这时 桑桑也醒了过来 举着大黑伞走到他身边 宁却将菩提树插进封顶某处 这座山峰便是佛 黑黑瘦瘦 穿着侍女服的佛 名为桑桑 菩提树插在封顶 就像是插在桑桑并肩的一朵花 宁却回头望桑桑牵起他的手 桑桑的并肩有朵洁白的小花 画龙需要点睛才能醒来 修佛亦需要拈花 宁却拈花插进桑桑的发 于是佛便醒来了 桑桑并肩的小白花迎风轻摇 风顶的菩提树轻摇 端坐在青叶上的众佛 同宣佛号向桑桑礼拜 宁却感觉到众生意正在流入自己和桑桑的身体里 他笑了起来 桑桑也笑了起来 于是菩提树上的众佛也笑了起来 桑桑笑容见脸 静默如宇宙 于是众佛也自沉寂 桑桑神情漠然 望向这个世界的所有处 于是世界便归于漠然 大船上的无数佛与菩萨 神情变得有些枉然 青狮一声怒吼 却无法抵御来自天佛的威亚 随着一声不甘的哀鸣 再难支撑住身体 对着风顶跪倒下来 宁却和桑桑立地成佛 成的是天佛 天佛之前众生低手 然而 如果他们要完全控制棋盘里的世界 并要夺尽众生意 那将要消耗很多年的漫长时光 宁却不愿意再继续等下去了 他伸手握住了刀柄 随着这个简单的动作 世界再生变化 大船及原野上的无数佛与菩萨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宣读佛号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凄厉 仿佛杜鹃提携 将自己的佛系拼命地灌输到天地间 散出越来越盛的佛光 天地间的佛光变得无比明亮 甚至有十余缕 穿透风顶菩提树的重重青叶 落在桑桑身上 让他的脸色变得白起来 黑暗天穷上闪烁着无数光线 有天光金枝 有物法故事 那是佛祖的佛国 以及宁却和桑桑的佛国 重叠在一起 难以分出彼此 宁却抽出铁刀 向着黑暗的天空斩去 吱得一声清响 天穷上的金光画面轻摇 无论是佛塔四象 还是豹琴丘女 都被从中斩断 道士去而无尽 斩断佛国画面后 落在黑暗天穷上 在封顶上方的天空里 留下了一道数百里长的裂痕 哪怕是盛满水的水桶 如果只切开一道口子 很难让桶里的水很快流出来 一般而言会与前道口子相交 再划一道口子 于是宁却挥刀再斩 黑暗的天空上 再次出现一道清晰的裂痕 与先前那道裂痕 在封顶上方空中相遇 笼罩了数百里方圆的原野 这两道裂痕 看上去像个字 又像是伤口 是天空的伤口 封顶菩提树里的千万尊佛 闭目合时 高盛吟诵佛经 将虔诚的信仰和追随之意 尽数贯注到宁却身体里 看着天空里的两道刀痕 看着刀痕组成的那个字 宁却非常满意地笑了起来 与贯主一战 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把棋盘世界里的岁月算在内 只怕已经过去了整整千年 时隔千年 宁却终于在此 写出了那个字 桑桑看着天空上那个字 沉默片刻后说道 这个字不错 如果没有你 我写不出来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字是怎么写出来的 那是一种言语难以解释清楚的 玄妙境界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桑桑与他合为一体了 神来到人间 所以宁却能写出这个人字 这便是神来之笔 天空开始落雨 雨不是来自云层 而是来自更高的天球 有无数清澈的水 从被宁却用刀展开的两道裂缝处躺落 形成数十万道瀑布 瀑布落到原野上 便成了暴雨 这场暴雨一落 便是一年 一年之后 有无限星光 从两道裂缝里落下 混进天空瀑布里 泛着幽冷而美丽的光泽 看上去就像是某种粘稠的果浆 星江躺落 又是整整一年的时间 宁却和桑桑看着那两道裂缝 他看到的是美丽的奇景 而桑桑看到的 则使人间的雨水和星空 他看到了自己的世界 两年时间里 无数佛与菩萨自爆 极乐世界的佛光 与来自人间的雨水星辰对抗 时而暗淡 时而明亮 最终却要湮灭 隐藏在众生里的佛祖 在最后的时刻 让这个世界 想宁却和桑桑 发起了最强大的一次攻击 想要阻止他们离开 暴雨之中 无数佛与菩萨 漂浮在数千丈高的空中 将山峰团团包围 无数伐气泛着金光 向着山峰逼近 而那座大船距离山崖 只有一步之遥 暴雨里 桑桑站在风顶 黑发狂舞 轻衣里的繁华见脸 他静静看着四周的无数佛与菩萨 向天空举起右手 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世界 与规则相通 自然天微重生 他举手 天空裂缝里 躺下的暴雨 忽然变得明亮起来 因为裂缝内头 极遥远夜空里 一颗星辰 周然间变得明亮了 无数万倍 浩天世界的星辰 不是燃烧的恒星 之所以会忽然变亮 自然不是因为爆发了 说明那颗星辰距离 观察者的距离 在急速缩短 裂缝里出现了一个刺眼的亮点 亮点瞬间极致 轻而易举地穿过裂缝 穿过磅礴的雨水 来到棋盘世界内部 来到风顶 一颗星辰 落在桑桑的手里 桑桑的手大放光明 无数道明亮至极的光线 从风顶向着原野四周喷射 轻而易举地 将自天而降的雨水蒸发 继续蔓延 宁缺从怀里取出墨镜戴好 风外空中 那些蕴藏着无穷佛威的法器 与着星辰散发出来的光线 在极短时间内便消融破败 最后变成稻稻青烟 漂浮在雨中的无数佛与菩萨 感受到极恐怖的天威 向着原野外围奔逃 依然有数千佛与菩萨 被星辰之光净化为虚无 星光从风顶洒落 河水泛着银灰显得格外静谧 大船同样静止 距离山崖 还有一步之遥 却再也没有办法靠近了 无数佛与菩萨 惊恐地向着大船后方的 原野间逃去 黑压压一大片就像是退潮 青狮更是化作一道清光 转瞬间就逃去了天边 看着这些画面 桑桑的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他走到鸭畔 将手伸到暴雨空中 手指微松 任由掌里那颗星辰坠落 星辰来到山下 落入河中 几起数百丈高的巨浪 那艘大船被摇汗的枝丫作响 似乎随时都可能散架 船面上正在奔逃的佛与菩萨 被震至高空 然后重重落下 活活摔死 金色的佛鞋 剪得到处都是 恐怖的震动 从河底来到原野 地面像被用力敲打的骨面 一般高速震动 佛与菩萨 蝉与青蛙就像是骨面上的羽珠 瞬间被震碎了 河底深处 被星辰砸出一道深不见底的洞 淤泥被高温烧成瓷泻 永无穷无尽的地泉从洞里涌出 瞬间将河水染黑 河水泛滥 淹没数千金色池塘 与暴风雨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一片无垠的黑色海洋 黑海掀起数百丈高的巨浪 向着原野四面八方拍打而去 所经之处 无论是坚硬的石头 还是软刃的柳枝 都被拍打成最细的碎片 无数佛与菩萨在黑色的海水里起伏 惨毫不停 然后被吞噬 青蛇被震至高空 重重落入海水里 凭着自己有数百丈高 拼命地蹬着海底的原野 闲之不停滑动 看着四周的残景 他眼神极为枉然恐惧 心想若是让这片黑海泛滥 那这个世界 还能有什么保存下来呢 暴雨大作 天地不安 只有那座山峰 在狂澜不断的黑色海洋里 沉默稳定 从远处望去 就像是桑桑孤傲地站在海洋里 山峰是侍女像 风顶有花 是菩提树 菩提树里有万千佛 宁缺和桑桑站在菩提树下 看沧海横流 看众生颠沛流离 桑桑看见黑海远处那只青蛇 伸手摇摇一抓 青蛇惨呼一声 便被他抓到风顶 被抓着景仙根本不敢动弹 浑身颤抖不停 早已不复曾经的威势 浑身失路只有持续长短 看上去就像只落水狗 狂暴的黑色海洋 向着远方涌去 相信过不了多长时间 那条真正的明河 以及河两岸的红山森林 便会变成废墟 再过些时间 朝阳城便会被毁灭 这个佛国将变成真正的泽国 再难重复曾经的光彩了 这一切只因为桑桑摘了颗星 桑桑看着佛国残景 没有任何情绪 更没有怜悯 他不停地催动天威 让黑色海洋变得更加狂暴 他要用洪水灭世 他被佛祖困在此间 已遇千年 若不是宁缺醒来 或者他便会迷失在此间 再也无法寻回自我 好天便变成了棋盘的囚徒 这是他无法忍受的羞辱 他的轻衣里 积运了无数的怒火和负面情绪 他必须通过某种方式 把这些情绪发泄出来 差不多就行了 这世界里的草木数十 都可能是佛祖 你要杀死他 便要真的灭世 那要花太长时间了 而且不见得能够成功 桑桑没说话 在海浪与暴雨里 寻找着佛的踪迹 宁缺走到崖畔 牵起桑桑的手 静静说道 走吧 桑桑沉默片刻 走吧 宁缺转身 望向菩提树上的万千佛 单手举至胸前 真挚行礼 诸位兄弟 诸位师兄弟 我去了 菩提树 在暴雨里轻轻摇摆 断坐在青叶上的万千佛 齐轩佛号 神情平静 纷纷何时礼拜 三道 恭送我佛 宁缺和桑桑便牵着手 缓缓飘离风顶 逆着自天而降的暴雨 和雨水里的星光 向着黑暗天穷上 两条裂缝 交汇处 飞了过去 青狮被桑桑拎在手里 不敢挣扎 他看着佛国如同末世一般的画面 心里流露出酸楚的情绪 直到自己 再也回不去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书院后山 六师兄 依然在不停地砸棋盘 众人依然围着棋盘在看 春雨 熙熙丽丽 如烟如霧 施了梨树与众人的衣衫 施了棋盘 大师兄 今夜没有回宫 而是站在梨树下 看着毛处 若有所思 他没看棋盘 而是在看天 看夜空里的那些星星 忽然间 有颗星星 离开了他原先的位置 化作一道流光 向着地面而来 转瞬间来到后山 破开云门大阵 落到了棋盘上 哄的一声巨响 棋盘旁的人们吓了一跳 心想 星星怎么会落下来 如果砸到花花草草 和自己这些人的头上 那该怎么办呢 谁能反应得过来呀 流星砸落 棋盘天元位置上的小裂口 仿佛变得宽了些 大师兄看着棋盘 微笑说道 欢迎回来 宁缺出现在棋盘旁 衣衫蓝绿 浑身湿透 肤色有黑 瘦血疲惫 看上去就像是 逃荒的灾民 可怜至极 七师姐目有眼圈一红 上前摸了摸宁缺的脑袋 其余师兄们也围了上去 不停地拍打着宁缺的脑袋 以此表达复杂的心情 他们已经有整整四年时间 没有见到热人疼爱的小师弟了 久别重逢 自然难免激动 而对于宁缺来说 他和师兄师姐们已经分别了千年的时光 何止是久别呀 仿佛已经过去了无数轮回 再度重逢更是激动的难以言语 千年不见 很是想念 宁缺把四师兄抱进怀里 用力拍打他的后背 然后是五师兄六师兄 一直到十一师兄王池 便是连七师姐也没放过 最后他走到大师兄身前 长衣吉地 师兄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大师兄微笑说道 他的神情还是那般温和平静 仿佛就算天塌下来 也不会在意 然而不知为何 生意却在微微颤抖 想着在棋盘世界里的蹉跎岁月 想着险下在那处 遗忘了自己的存在 就此寂灭 宁缺是百感焦急 再也不走了 北宫走到他身边 关切地问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宁缺把自己在棋盘世界里的经历 简略讲述了一遍 提到自己在白塔寺里修佛 险些沉沦不醒 然后被两把斧子劈醒了过来 石海里的那把斧子 是连生的意识 天空上那把斧子是什么呀 如果不是那把斧子不停劈我 我真的可能醒不过来了 宁缺说道 所有的事情都有答案 现在就是这事 我一直没弄明白 是谁在劈我 是谁在救我呀 听着这话 众人转身望向六师兄 六师兄站在棋盘旁 手里还提着那根极粗的铁锤 宁缺明白了 来自天空的腐声 便是落锤之声 每道腐意都代表着一道意念 一道来自棋盘外的意念 那意念在唤他归来 宁缺这才知道 自己被困在棋盘里的这些年 师兄一直在试图打开棋盘 想着那等辛苦与情谊 他眼眶微师 对着六师兄败道 六师兄把宁缺扶起来 不好意思地说道 大家都砸了的 我只不过是擅长运锤 所以砸得少多些 真正有力的还是大师兄 宁缺自然知道这一点 对着棋盘四周的同门再次行礼 宋谦说师弟不用多礼 于是他不再败谢 而是与众人再次拥抱 这一轮的拥抱 就连大师兄也没放过 七师姐自然也不可能跑掉 慕游后退 避开他的双臂 微臣待休说道 我嫁人了 宁缺没报道 有些不甘 问道 我知道啊 那又如何 慕游认真说道 男女瘦瘦不轻 心情是看着小师弟你可怜 勉强让你抱抱 哪能一抱再抱 抱个没完 谁管那些啊 如果真要找理由 师姐 你这次就算是 带二师兄让我抱 宁缺笑着就把师姐 搂进怀里用力地抱着 抱得他险些喘不过气来 待慕游双脚着地后 自然引来他一通埋怨 大白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 对准宁缺的脚踝 就是狠狠地捉了一口 把宁缺痛得直冒冷汗 险些跌倒 宁缺看着退到一旁的大白鹅 心有余悸 这家伙真是 真是看家户院好苗子啊 这要在墙里种些红杏 一准刚抽枝 就得被他啃光了 慕游从大白鹅拖着的木箱子里 取出衣裳和毛巾 走到宁缺身前 替他擦拭身上的雨水 念道 怎么弄得满身都是水呀 宁缺看着棋盘上的雨水 应该是漏进去的雨水 三师姐渔连远在东荒 如今的书院后山 就只剩下慕游一个女子了 不说是当家主妇 但负责照顾师兄师弟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他把宁缺身上的 尸衣裳解下来 换了件新的 上下打量一分 觉得有些宽松 不免有些伤感 哎 都瘦成这样了 那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 宁缺想着那条鸣盒 苦笑说道 别提 我们还真见了不少鬼呢 慕游说道 既然是鬼地方 为什么偏要去 哎 他想杀佛祖 谁想到佛祖在棋盘里 射了个局 后山崖平上 忽然间就变得 极为静寂了 无论是大白鹅 还有林里的鸟兽 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镜湖和溪水里的鱿鱼 根本不敢白尾逃脱 害怕激起水声 于是渐渐向着 湖底与溪底沉去 看上去啥是可怜 因为 宁缺提到了 他 众人这才想起来 离开棋盘的 除了宁缺 还有一个他呢 纷纷望向梨树下 身体显得极为僵硬 棋盘被打开后 宁缺和师兄师姐们拥抱 共化别后事宜 已经过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却迟迟 没有人想起他了 他不想被人注意 便没有人能发现 他的存在 哪怕大师兄 也看不到的 此时众人望向梨树下的桑桑 桑桑依然静静看着梨树 不知在想些什么 待看清楚桑桑的模样 疏远众人的情绪 变得愈发不安 他左手背在身后 右手垂落在身侧 手指微曲 提着一条青毛狗 哪家的小姐养只宠物 那是很常见的事 但可绝对没有谁 会像他这样 不把宠物抱在怀里 而是像握箭一样 拎在手里 青毛狗在他手里 紧紧闭着眼睛 似乎在装死 湖盘一片死寂 梨树被山峰轻浮 落下数十滴水珠 大师兄静静地看着他 然后伸手握住腰间的木棍 四师兄翻越 向西畔的打铁房走去 河山盘在内处 五师兄送前和八师兄 伸手抓起黑白两色棋子 手指有些抖 六师兄握紧铁锤 肌肉如山岩碧屑 木游的指尖出现一根绣花针 山道上的云门阵法微动 北宫盘膝坐下 横倾于胸前 西门站在他身后 树枭于唇间 树袭之间 诸人便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并且是最强的手段 因为黎树下的桑桑是浩天 是树院最强大 也无法避开的敌人 王池很苦恼 他擅长变难 花草 用毒 无论哪种都不可能对付浩天 浩天不会与他讲道理 浩天怎么可能被毒死 他左看看右看看 最后目光落在桑桑并肩 看着那朵在风里微微颤抖的小白花 他生硬微颤 这花挺好看 在哪摘的 没事 他还是我媳妇儿 看着场间紧张的局面 宁静赶紧说道 只是桑桑没理他 于是很难让人相信真的没事 不免让宁静觉得有些尴尬 黎树下一片死寂 只有山风吹过消控与琴弦的清响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桑桑终于不再看梨树 转身 看着众人 他毫无情绪地说道 因为宁静 我今日不杀你们 宁静听着这话 终于放下玄者的心 双腿竟是有些发软 桑桑现在贪嗔吃三毒进去 天微重临 即便大师兄和书院猪头们 在人间再如何强大 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生死都在他的一念之间 看 我都说了 没事 宁静拍着胸口满脸的娇 我有面子 北宫觉得很丢脸 书院的面子都让你丢光了 宁静狠人的解释 先活着 先活着 活着咱们再说面子事 桑桑伸手 棋盘就到了他的手里 他看着书院主人 我要这个 他虽然没有用疑问句 可实际上却是询问 众人有些意外 然后摇了摇头 书院虽然最喜欢逆天行事 但可没有人 真愿意和浩天抢东西 还得是北宫 展现出了不一样的精神气质 他压抑着心头的紧张 微颤的手指拨动了琴弦 发出一声叮咚 说出了一句话 我说 这棋盘 就算夫妻共同财产 但至少有一半 是我小师弟的吧 你要做什么 是不是得让他同一些 宁确可是无语了 他知道 桑桑拿棋盘做什么 被佛祖困在棋盘里 千年时间险些 迷失本性就此寄灭 便是宁确也觉得愤怒欲解 更何况是骄傲的浩天呢 桑桑不会就这么算了 桑桑没有灭掉棋盘里的世界 没有杀死至今不知身在何处的佛祖 那他一定得做些别的事情 这样才能获得平静 只是棋盘非凡武 即便他是浩天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其打破 那么他准备拿这张棋盘怎么办呢 他的怒火又会落在何处呢 只见桑桑拿起棋盘 振臂一挥 清秀上的繁华盛放 一道清风徐起 后山崖平上空的阵意被撕开一条裂缝 棋盘便从那个裂缝里飞了出去 飞至天穷之上 变成一个小黑点 然后化作一道流光向遥远的西方坠落 西荒深处 天坑地底世界的战争还在持续 数万奇异农奴 在无数敌人的包围中应勇地厮杀 无数佛光与血水喷溅不停 忽然间一道力笑在高空响起 拿着简陋兵器的农奴 和拿着铁棍的僧兵 面带惊恶之色望向天空 战场一瞬间变得安静下来 天空里出现了一道笔直的线条 自遥远东方而来 撕裂云层与空气直指波热 飓风风顶的悬空似大雄宝殿 轰的一声巨响 前些天被春雷劈塌了一半的大雄宝殿 瞬间消失无踪 变成一团由无数威力组成的沉团 飓风颤抖起来 无数荒庙倒塌 无数佛像碎裂 无数僧人喷血而亡 恐怖的震动传至原野 无数战马惊恐私民跪倒难起 大雄宝殿尽碎 风顶只剩下平整的崖平 崖间出现一道漆黑的洞 岩石被高温烧时变成流沙状 无数的沉险与火花从洞里喷射而出 快要触及云层 悬空似遭受了灭顶之灾 只是因为桑桑在书院后山把棋盘扔了回来 他用佛祖的棋盘在佛祖的遗骸上 轰出了一个深洞 棋盘穿过了整座山峰 继续向着原野地地而行 穿透坚硬的岩层和滚烫的热河 依然没有停止 向着恐怖的岩浆层而去 封顶一片废墟 到处是断粮食粒 破钟在漫步间不停滚动 发出低沉的声音 蒋经首座浑身尘土 走到洞前抵御住滚烫的热流 眯着眼睛试图寻找到棋盘的踪影 然而哪能够看到呀 他的脸上不禁流露出悲伤的神情 悬空寺遭受了灭顶之灾 无数荒谬倒塌 数千僧人死伤惨重 原野上的僧兵以及七念等佛宗强者 也被震荡波及受了不轻的伤 这些都不是蒋经首座悲伤的原因 他悲伤是因为感知到此生 大概再也见不到佛祖留下的棋盘 这也意味着佛祖再难重现人间了 棋盘破开坚硬的岩石和滚烫的地盒 来到地层深处不知多少万里 沉入红泽的岩浆里 被带着高温的地火不停地烧死 棋盘本来可以隔绝外界一切 即便是恐怖的岩浆 也无法影响到里面的世界 但现在棋盘上多出了一道小缝 岩浆便从那里渗了进去 对于棋盘里的世界来说 那条小缝便是天穷上 那两道数百里长的大裂缝 渗进去的些微岩浆 便是无穷无尽的高温流火 黑色海洋淹没了大部分的陆地 然后渐渐退潮 留下满目疮痍的世界 无数佛与菩萨站在废墟里 看着天空流淌下来的火江 脸上流露出绝望的神情 火江从天空里的裂缝不停弹落 看着就像是无数道红色的瀑布 非常美丽也非常恐怖 火江落在残着洪水的原野上 烧尸出带着毒素的热雾 瞬间笼罩了整个世界 很多佛与菩萨脸色发黑 然后死去 先欲蔑视的洪水 又欲惩罚的天火 棋盘世界里无数生命就此终结 到处都是凄惨的画面 看上去就像是佛经里所说的末法时代 朝阳城已经被黑色海洋冲毁 泥泥湿软的地面上到处都是梁木砖石和溺亡的尸体 白塔寺里的钟声再也无法响起了 一名青年僧人站在城外 静静看着远处高空的裂缝 看着从内里流淌下来的天火 看了很长时间直到城里的惨毫生见归禁忌 青年僧人离开了朝阳城 向着遥远东方而去 他看着比出那座侍女佛像 双手合十面露坚毅神情 踏泥水而行 他准备去修佛 或者要修上千年 才能把那座侍女像重新修成自己的模样 可即便那样 他也很清楚自己已经失败了 浩天离开了这个世界 便必然会回到他的神国 但青年僧人还是要去做 因为这是他的世界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当时佛陀在里面受万劫之苦 会逐渐虚弱 直至死亡 他看着西方 对佛陀说道 善无冷 天地和 乃能欲君见 他是浩天 命令大帝 来替自己杀死 那个胆敢囚禁 信自己千年的佛陀 那他说的话 便是天意 便是命运都不能违抗 佛陀再也无法出事了 宁缺明白 桑桑为什么说这句话 也清晰地感受到这句话里 透露出来的 强悍的因果律微能 但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 前 前面六个字 难道不是情人之间 才会说的承诺吗 其实谁都知道 宁缺这就是在插科打混 想要松动湖畔的紧张气氛 只是很明显 效果非常普通 没有谁会认为 宁缺真是一家之主 大师兄的手离开了木棍 木游收起了绣花针 四师兄范月停下脚步 不再去拿荷山盘 六师兄把铁锤竖到脚边 宋千和八师兄放回其子 北宫有些尴尬的 随手一夫 弹了几个零散的琴音 西门也取些洞销擦了擦 然后装作没事插回腰带里 王池走到一丛花束前 低头貌似认真的赏看花束 书院猪人解除了战斗状态 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宁缺能够解决桑桑 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桑桑制出棋盘的威势 确认他已经回复成了真正的浩天了 那么谁都没办法解决他 打不赢那还有什么好打的呀 当然了 也是因为桑桑先前说了 今天他不杀他们 回想着先前棋盘破天而去的画面 众人是震撼难消 看着黎叔下的高大女子 很难和后山那个黑瘦的主犯小姑娘联系在一块 大师兄看着桑桑 能不能谈一谈 宁缺看了桑桑一眼 转身向西盘走去 虽然他和桑桑关系特殊 但有资格代表书院和浩天进行谈判的 只能是大师兄 其余的人也纷纷离开梨树 开始做自己的事 只是没有人能够真的静下心来 一起弹曲 因为这场谈判对书院 对人间来说都太过重要了 湖畔很是安静 鱼儿壮着胆子 从石缝连底游了出来 游到水面轻轻地啄着春风 邻里的鸟儿未且地探出头 依然不敢鸣叫 大师兄说道 留在人间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桑桑说道 我不需要卑微的人类来替我选择 书院对您是有善意的 桑桑扶着双手 砍着狐明 或者有 但你从未对我有过善意 你对命运的直觉 有时候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范畴 老师对您有善意 你老师和佛陀做的事情 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都想让我变得弱小 然后杀死我 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善意 佛祖中的是毒 老师给你的是红尘意 前者会毁灭你 后者却是希望你能发生变化 老师 希望你能变成人类 桑桑记得在棋盘里 似乎听宁却说过类似的话 微微粗媒 我为什么要变成人类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无论是好天 还是普通的人类 其实任何问题探讨到最后 还是利益和责任的问题 感觉有些俗气 却没办法绕过去 大师兄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沉默稍许后说道 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 您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但我想 老师既然这样安排 必然确认您能够在这个过程里 得到一些您想要的 只是那些 不是我所能够猜想 这是好天的世界 而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他拥有一切 无论怎样变化 他都不可能拥有更多 那么夫子认为 他能得到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 甚至连浩天自己也不知道 这场谈话很简短 没有任何结果 桑桑离开梨树 背着手向山外走去 看着这幕画面 看似正在一起弹琴的人们 同时转过身来 互相用眼神示意 心想 没有结果 大概便是现在能够看到的 最好结果了 木游看着桑桑 有些犹豫地问 先吃饭 桑桑没理他 就像没看见他 面无表情 继继续行走 宁缺赶紧追了上去 山道间的云门大阵 能够轻而易举地拦阻住 武境巅峰的强者 当年西陵神殿掌教 能够突入崖平 那是因为阵法无人主持 也是因为于连本就等着他进来 如今掌教想要再次入山 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对桑桑来说 这道阵法没有任何意义 随意行走间就走出了后山崖平 来到书院前院 也没有落下宁缺 宁缺对他说道 问你吃不吃饭呢 你就算不吃 怎么也得应声吧 那是师姐 现在也是师嫂 多尊敬些才是 桑桑没理他 继续向前 没任何情绪 宁缺神情威慑 沉默跟了上去 走过旧书楼 想静辟出去 越过那片草殿 便来到了那片剑林 桑桑副手 看着这些笔直的树 沉默片刻后说道 那年你登山的时候 我在这里 这些树林变成剑 想要杀我 事后听 二师兄说过 应该是老师设计的关爱 不 是柯浩然留下的建议 想要杀我 宁缺有些吃惊 这一片剑林 确实有小师叔的意志 但那时候的桑桑 还是老笔斋里不起眼的小侍女 为什么剑林会有反应 柯浩然认识我 有趣的是 当时连我都不认识我 说的是有趣 可他的神情却是那样的淡漠 感受不到丝毫的有趣 除了他留下的建议 没有人知道我是浩天 我自己都不知道 真正天心之下 卧笔之人都不知道笔落何处 这才是神来之笔 明确感慨 是啊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自然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最后 连老师都被你骗去了神国 你还骗了我的青春 桑桑可没有笑 他看着宁缺 我见你写过很多字 我知道你落笔如有神 在你看来 我这笔写得如何 宁缺不明白 桑桑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桑桑是指以前那些事 为何要在这时让自己评价呢 还是说他已经又写出了新的一笔 崭新的一道神来之笔 宁缺很是不安 甚至觉得有些寒冷 桑桑看了眼 被剑林割裂的天空 转身向书院外走去 宁缺问道 去哪儿 桑桑说道 长安 听着这个答案 宁缺的不安 就像遇着春日的软雪一般 禁数融化 滋润他的心田 心道渐生 无比满足 如今人间能够威胁他的 便是长安城里的精神阵了 他愿意去长安 那么便表明他可能真的愿意留在人间 留在宁缺身旁 您正在收听的是 宁缺幻有声小说 江映 由喜马拉雅 圣权出品 长安城南 官道畔 杨柳依依 当年那场战争的痕迹 已经被时间消除了很多 只有茶铺里煮着拐棍的伤残士族 在不停唤起人们的记忆 桑桑重新回到这座 有过很多记忆的城市 神情却很平静 仿佛根本没离开过 副手随意行走 穿过熟悉的街巷 由南门入 转向西城 他带着宁缺 掀去了那家赌方 没有收取自己的分红 他看着赌客们欢愉或绝望的神情 沉默不语 接下来桑桑去了红袖昭 宁却始终与他寸步不离 自然没有时间去见简大家 在楼后某个安静的小院里 见到了小草 小草看着桑桑 神情有些枉然 他隐约记得 在光明神殿的漫山后 看到过这个高大的身影 然而不等他说些什么 身前就多了杯茶 桑桑说道 喝了这杯茶 小草的思绪愈发混乱 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自己喝这杯茶 宁却赶忙说道 喝了吧喝了吧 他不会害你 小草端起茶杯 喝了下去 完全不知道茶水是什么滋味 然后就觉得身体 好像变得有些轻 有些暖洋洋的 很想睡一觉 看着进入香甜梦香的小草 宁却有些不敢确认地问 这酒长生不老了 桑桑没理他 转身离开洪秀昭 去了学士府 不知道是不愿意相见的缘故 还是不想轻衣上 沾染上夫人的眼泪 他直接让曾静夫妇沉睡 然后让宁却为曾静夫人 饮了杯亲手气的茶 宁却端着茶杯说道 哎 你妈长生不老了 你爸怎么办啊 过了几十年 你爸死了 你妈一个人孤苦伶伶地活着 怎么看也不是件好事啊 桑桑想了想 那把这杯茶取回来 能不能多点正能量啊 你就不能多泡杯茶 给你爸喝吗 首先我是浩天 我无父无母 他们只是我肉身的钱素 其次 这杯茶 不是谁都有资格喝的 宁却看着他不说话 他又沏了杯茶 宁却这才笑了笑 断着茶杯 走到曾静大学士身前 为他喝了 走出学士府 宁却很认真地问 看来 那杯茶真的能让人长生不老啊 我说过 要赐他们永生 那你还见几杯茶呀 君墨既然不想喝 我不勉强 宁却很无奈地叹息一声 指着自己 唉 那我呢 你从来都不喜欢喝茶 宁却有些恼火 长生不老的茶 谁不想喝呀 我说过 不是谁都有资格喝着茶 宁却真的怒了 不是你 你是我老婆 你吃的茶我没资格喝 谁还有资格 桑桑不说话 向东城方向走去 宁却追在他身后 不停地说 唉 就一杯茶 一杯茶 你这么小气做什么呀 桑桑还是不说话 宁却哀求 你就行行好吗 你给一杯 给一杯嘛 桑桑依然不说话 宁却大怒 喝的 你要不给我茶喝 我就不给你做饭 这一路 恳求 威胁 无趣的单方面对话着 二人就回到了 林四十七巷了 推开老北斋的门 屋里没有灰尘 走到小院 惊走了窗台上 那只老猫 桑桑走进造房 看了看 然后走回前铺坐下 敲了敲桌子 宁却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很是无奈的去菜场买了菜 做了两荤两素 四叠菜 然后成了两大碗香喷喷的白米饭 以往都是桑桑做饭 除了他离家出走那次 可如今他是好天了 自然不会再做饭了 从光明神殿开始 宁却早已经习惯了家庭地位的变化 吃完饭宁却洗碗 桑桑走出老比斋 走进隔壁那家铺子 因为某些原因 林四十七巷里的店铺生意不好做 很多铺子在前些年搬走了 但这些年 因为老比斋一直关着 那些商家陆陆续续又搬了回来 老比斋隔壁的铺子 依然是那家假古董店 桑桑走进假古董店 对吴老板说道 你可以纳妾了 说完这话 他就转身离开了 吴老板端着茶壶 坐在太师椅里 看着空无一人的铺门 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眼花耳聋了 先前那姑娘 说了什么话来着 吴老板没听清 可铺子里自然有人听得是清清楚楚 吴婶提着湿淋淋的洗碗抹布 从后院里冲了过来 瞪着吴老板问 这是怎么回事 你要纳妾 吴老板有些茫然 说的是纳妾的事吗 吴婶眼圈一红 颤着声音说 我在里面听得清清楚楚 你居然还好意思撒谎 你给我说清楚 究竟是哪家的女人 吴老板很是无辜 那女人我都不认识 吴婶鼻息骤然变粗 声音也变得粗了起来 不认识那女人 你也敢往家里带 吴老板生气了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我什么事都不知道 吴婶用空着的左手 抓住吴老板的衣脸 右手里湿淋淋的麻布 劈头盖脸就向他抽了过去 破口大骂 好啊 好你个吴老二 现在你是发达了 在长安城里开了几年铺子 便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当年如果不是靠我的恰装 你就是洞军里的一个小流氓你 居然想讨小气 我告诉你 你门都没有 临死之气象的古董店里 上演着完美的家庭闹剧 不时传出堪与戏剧比美的声秀 惨毫生与家具倒地生此起彼伏 桑桑不知道这些事情 也不理会这些事 在他看来 宁缺当了大和国一天的国君 那当年的赌约便告成立 至于吴老板能不能做到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 这时候 桑桑正在和宁缺在长安城里逛街 他们去了陈锦记 没有买汁粉 他们去了东城菜场 没有买菜 他们去了乡房 没有买纸笔 他们去了松鹤楼 没有要洗面 桑桑是游遍长安 却不留痕迹的游客 他只是在他曾经留下过 足迹的街巷里 重新印些崭新的脚印 去除曾经的那些痕迹 长安城是精神镇 他在这座城市里 曾经生活过很多年 他留下的气息 让精神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如今的行走便是修复 第二天清晨 他与宁缺回到了雁明湖畔的宅院里 他去了湖畔 站在堤上对着湖面连田 静思片刻 摘下树根韧软的柳枝 以肉眼看不清的速度 编了十几个小玩意儿 他编的小玩意儿里 有竹篮 有桌椅 还有一只青蛙 编好之后 他没有递给身旁的宁缺 而是扔进了雁明湖里 看着在湖水里漂浮 然后渐渐下沉的柳条小玩意儿 宁缺沉默不语 待看到那只柳条编成的青蛙 也沉浸湖底后 他打破沉默 佛祖不是青蛙 我也不是王子 看起来 这个世界 确实没什么童话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碗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桑桑 桑桑回到长安城 做的这些事情 是重温 也是还债 以前在光明神殿里 他便决意用这种方式 来切割自己与人间的牵绊 现在他还是在这么做 那么这便意味着他还是想离开人间 回到神国 很多年前 在民山里你曾经说过 在北山道口的篝火堆旁 你也曾经说过 童话都是骗人的 丑小鸭能变成天鹅 不是他努力的结果 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天鹅 我是浩天 便不能留在人间 你再如何努力 也无法改变 宁缺沉默很长时间后说的 你知道 我还有很多手段 桑桑看着连田 是的 你可以动用精神阵来镇压我 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你很清楚 精神阵就算被修复 也无法杀死现在的我 至于为什么 当初你想让我重回长安 不就是存的这个念头吗 我们只是想让精神阵 断绝你与神国之间的联系 书院其实从来没有想过 要把你杀死 桑桑想着李漫漫 在书院后山说的话 沉默片刻 为什么 柯浩然是我杀死的 你们老师也注定要被我杀死 以前就解释过了 杀死小师叔的是浩天 不是你 现在的你是活着的人 而不是冰冷的规则 至于老师 他也没有想过让你去死 桑桑静静静看着宁缺 夫子怎么想的 我不清楚 但我知道你在撒谎 书院知道夫子必将失败 所以才会急着让我修好精神阵 因为只有精神阵修好了 书院才能有能力 对神国造成威胁 帮助你们的老师 宁缺沉默不语 桑桑微微一笑 转身离开湖畔 春光照亮城墙 他来到了城墙上 他看着遥远的南方 看着那座桃花盛开的山 说道 你们知罪吗 西陵神殿在桃山上 数百神官和数千知识 还有难以计数的前程浩天信徒 正在进行盛大的祭祀 这场祭祀已经持续了很多天 起始于春雷绽放时 哪怕后面那场绵绵的春雨 也没有让祭祀终止 虔诚的祈祷声未曾断绝 今日 这些祈祷声忽然静止 因为 天空里忽然响起一道如雷般的声音 充满了无法抗衡的力量 与最深远的威严感 就像是苍天在对人间驯化 那道声音说的是 你们知罪吗 没有人知道 这道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在天空里响起 但下一刻 所有人都知道 这声音便是浩天的声音 只有浩天的声音 才会如此威严 才会在这些虔诚的浩天信徒的意识里 映出如此鲜明的画面 触动最深处的灵魂 陶山树道崖平和潜平上的所有人都跪了下来 以讹触地 恨不得要低进尘埃里去 如此才能表达自己对浩天的敬畏和爱戴 掌教雄出没 正站在沙漫间带领信徒进行祷告 身影在光芒里显得极为高大 听到这道声音后 他顿时扑到地上 身影卑微的就像条狗 传闻之中 雄出没的声音也如雷霆一般恢弘 然而和这道响彻天空的声音相比 什么都不是 哪怕用来相比也是一种亵渎 崖平偏僻处的石屋前 灌主离开轮椅 双膝跪道 用瘦弱的双臂支撑着身体不停颤抖 可神情却是那样的平静而骄傲 那名中年道人的双手终于离开轮椅 跪到了灌主身后 龙庆跪在更后方的位置 脸色苍白如雪 眼神里满是惊恐 他很清楚 灌主做的事情 对昊天来说意味着怎样的不敬 如今昊天离开了佛祖的棋盘 天为丛林人间 他如何能够不害怕呢 桑桑的声音 破云而至 落在陶山上 响彻天地之间 被天空与地面不停反射 传播得极远 甚至整遍大陆都能听到 无数人被这道来自天空的声音惊醒 有老人扶着围墙 看着灰色的天空 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困惑 心想今年究竟是怎么了 难道又要开始打春雷了 这道雷 怎么好像是有人在说话呢 有那孩童 涌到叔叔窗边 指着天空兴奋地议论着 叽叽喳喳 听上去就像是 一群小鸟 正在犯春困的先生被吵醒了 拿起戒指准备去教训 这些调皮的学生 孩童们 异口同声地说 天说话了 结果 却被多打了几几 宋国与燕国交进出的 那座小镇 也听到了天空传来的声音 人们又到镇上 唯一那条长街上 满脸不安地看着天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肉铺里 屠夫举着那把宽厚的油刀 遮着头脸 藏在案板下面 案板上既致的提膀 不停地落下 没落一根 他的身体就会颤一下 比屠夫更恐惧的 是酒徒 酒徒坐在茶铺里 举着酒壶 对着嘴不停地狂饮 即便以他的酒量 眼神也变得有些迷离 脸却没有变红 白得很是可怕 屠夫没有参与灌注对浩天的布局 可酒徒却是亲自参与了的 他一路看着浩天和宁缺进入悬空寺 还曾经阻止书院破开棋盘呢 如今浩天归来 问人间可否知罪 他有罪呀 如何能够不惧 除了把自己灌罪 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不心神俱丧呢 朝小树站在茶铺门口 看着灰暗的天空 不解地问 发生什么事了 酒徒终于放下了酒壶 声音微颤 这是你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你最好离我远些 不然天为难测 你随时可能会死 朝小树转身看着他 神情有些复杂 酒徒继续饮酒 想把自己灌罪到人事不行 他含糊不清地说他 我们哪都是为了他好 但如果他不灵情 这可怎么办呢 在桑桑被求佛祖祁盘仪式里 道门看似什么事情都没做 但正因为如此 这便是罪 眼看着浩天欲显而不言 便是大罪 更何况桑桑事后一推算 便明白了道门想要做什么 他向人间问罪 问的是有罪之人 而罪有罪的那个 自然便是贯注陈某了 贵在陈某身后的龙庆 脸色苍白 浑身汗如雨下 中年道人身体也微微颤抖 仿佛随时都无法保持贵子 而贯注 已经是个废人 修为境界与龙庆 及中年道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但他却比他们更加镇定 嘴角甚至还有一抹笑容 他看着天空 微笑说道 无罪 您正在收听的是 五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桑桑的声音 再次在鸭屏前的空中响起 你与佛宗勾结 意图使我沉睡 便是大不敬之罪 有何可辩 这一次 他没有让整个人间听到 只有鸭屏上的人能够听到 因此愈发的惊心 很多神官只是道心受汗 再也无法支撑 两眼一黑就这么晕厥过去 管主说道 绝无此事 桑桑说道 你不承认曾经想杀死我 我想杀死的是桑桑 并不是浩天 我便是浩天 我信仰的是浩天 并不是那名叫桑桑的女子 若我不能从棋盘里醒来呢 浩天无所不能 更何况 这本来便是您的意志 我只是在执行您的意志 相信您现在应该明白 我的前程 桑桑的声音 很长时间都没响起 春风轻浮山间的桃花 一片净气 没有任何人敢发出任何声音 过了很久 她的声音再次响起 身为凡人 望揣天心 便是罪 关注平静说道 如果这是罪 我情愿罪恶滔天 你既追随于我 便应听从我的意志 浩天的意志从未改变 那便是不惜一切代价 守护这个世界的秩序 哪怕 我改变想法 是的 因为世界之外 是寒冷的冥界 您想法改变 便意味着人类的毁灭 有理 这两个字之后 桑桑的声音 再也没有响起 过了很长时间 龙庆才敢把目光 从被自己汗水打湿的地面 移起 望向前方 不远处的灌主 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不解 浩天值得敬畏 在浩天问罪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如此平静的对话 灌主更值得敬畏 龙庆 龙庆甚至都无法理解 灌主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灌主 艰难起身 看着遥远的北方 看着长安城的方向 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的说道 让祭祀继续 浩天准备回神国了 和龙庆的想象不同 与浩天进行对话 甚至辩论 并不让灌主觉得恐惧 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浩天的人 浩天是必然要与人类讲道理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道理 长安城墙上 桑桑想着宁缺描述过的那个世界 确认陈某说的有道理 而且正如陈某所说 这本来就是自己的意志 哎 有理 不是 有个屁的道理啊 宁缺在后面说的 如果这是罪 我还不怕罪恶滔天 这种典型非主流的腔腿 难道你就不觉得恶心 居然还能听出道理 桑桑说的 如果没有道理 他已经死了 不 虽然说道门没做什么 但是很明显 他事先就知道佛祖前半会 给你带来危险 他什么都没说 这是什么道理啊 桑桑忽然说道 你有没有想过 是我自己想进佛祖棋盘 他所做的事情 只不过是在执行我的意志 那他有什么罪 城墙上的春风 忽然变得非常寒冷 宁缺转过身 想避过这场春风 想避开这个问题 因为他真的觉得很冷 桑桑静静地看着宁缺说道 你懂了 宁缺伸手去摸桑桑的额头 你病了 你病了 桑桑微笑 你有药吗 宁缺正色 十一师兄最擅长做药 我给你去讨些 说的都是笑话 因为这时候宁缺只敢说笑话 因为桑桑与灌主的对话 让宁缺的心脏变得越来越寒冷 哪怕桑桑的微笑 都无法带来暖意 她的微笑是那样的平静 是那样的冷漠 我说过 你要我进长安城 是要我修精神阵 你们要破天助夫子圣我 我知道你想做的所有事情 你无法骗我 桑桑看着宁缺 如果说有罪 你该当何罪 宁缺渐渐平静下来 看着桑桑 不要忘记 我也知道你想的所有事情 你是想用精神阵 重新打通浩天神国的大门 你也无法骗我 终究都是在骗 你骗我的事情 终究要比我骗你的事情更多 就像昨天在书院里说的那样 你骗了我的青春 就不要再骗我的感情了 感情 我大概明白是什么 但我没有骗你 宁缺面无表情说道 你无法去除老是在你身体留下的红尘意 没有办法斩断人间以及傻逼的我与你之间的情意 所以你回不去 你与我一道游历人间 始终寻找不到方法 直到去了烂科寺 看到瓦山上的残破佛像 明白了佛祖为你设的局 所以你毅然复局 让自己种贪嗔吃三毒 你找佛祖 说什么想要杀死佛祖 都是假的 我们去玄公寺 被困佛祖棋盘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因为去掉贪嗔吃三毒 便是去了红尘意 宁缺声音微色 佛祖自以为算清因果 哪里想到 在你的眼里 它只是一把锋利的雕刀 你是要借这把雕刀割掉自己的血肉 割掉身上的尘埃 从而 回到神国 但你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 对我意味着什么 这是场战争 你怎么不明白呢 这些事情 似乎与我没有关系 但在棋盘里 宫渡漫漫时光 让你中贪嗔吃三毒的那个人 是我 最后拿起雕刀 把你修成佛 帮你去除贪嗔吃三毒 同时去除红尘意的那个人 还是我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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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 宁缺看着桑桑 微笑说道 棋盘里的一千年 便是我的感情 你利用我 便是欺骗我的感情 我说 亲爱的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宁缺的笑容很淡 淡得像水 他的情绪很浓 浓得像血 至此 与棋盘相关的故事 以及这场因果 终于水落石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冰峰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香叶》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碗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是的 这就是所有的真相 桑桑无法摆脱身体里的红尘之意 于是她寻找佛祖 来到棋盘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 与宁缺情根深重 便要贪嗔吃三毒深重 宁缺要救她 便要去除她体内的贪嗔吃三毒 贪嗔吃 就是情感 就是红尘意 修佛便是去毒 便是斩断 她与人间的羁绊 书院没能算到这一点 佛祖也想不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无数轮回 无数众生 没有人能够猜到 桑桑的做法 因为天意 不可测 如果说佛祖是看到因果 那么桑桑 便是因果 她借着佛祖的局 破了书院的局 与不可能里见可能 这便是浩天的大智慧 也是宁缺的大臣痛 宁缺站在城上 望春风 神情淡漠 在朝阳城的小院里 看着我每天那么开心的买菜 做饭 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呢 我这辈子 我这辈子骂过很多人是白痴 我觉得他们 真的很白痴 可如今想来 我才是最蠢的那个白痴 桑桑走到宁缺身边 背着双手 看着春风里的人间 没有骗子 因为我亦不曾知晓 只有因果落定时 才明白何为我的意志 宁缺微潮 你觉得 我能相信这句话吗 你相信与否并不重要 就像昨天在书院里说的那样 没有人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神来之笔 果然是神来之笔呀 其实 在棋盘里的最后那些年 我隐约猜到了些什么 只是不想相信 所以我始终没有问你 那些年 我在那座山上挥着铁道修佛 虽然背着你 但始终都是一个人 我很孤单 我孤单地恨不得去死 宁缺看着城墙下 行人如知的街巷 看着热闹的市井 每次你醒来 每次你醒来 却不肯与我多说几句话 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你很疲惫 后来才发现 那是因为你不想与我说话 我很失望 并且开始警惕 并且开始警惕 因为这证明 你的情感在变淡 或者说 证明你在害怕什么 你 你在害怕什么呢 宁缺转身 看着桑桑 你害怕与我相处 与我相处了 便不忍斩断与人间的联系 如果是这种害怕 我还是会觉得有些欣慰的 桑桑没有回答宁缺这个问题 既然你已经隐约猜到 并且开始警惕 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都没有做 天算 能算一切事 确实很可怕 但我不怕 因为精神阵还在我的手里 你不该对我说这些 我不确认你已经去除了 体内的红尘衣 书院倒是真有可能 用精神阵哄天 那时候 你便可以借势 重归神国 可是现在 这已经不可能了 你就算变回当初 那个冷漠无情的好天 只要你无法回到神国 那么最多便只能回到最原先的状态 不过就是 像我们在光明神殿里度过的那些日子吗 我们必然会继续纠缠在一起 还是那对 烧乎了的卷子 既然我对你说这些 那么便说明 即便没有精神阵开天 我也有别的方法离开人间 回到神国 牛可以吹到天上 猪吹不上去 是黑猪 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猪 总之你回不去 在棋盘的世界里 我体味红尘万劫 削肉 刻骨 去毒 切断与人间的联系 我还看到了那只大船 神异通明 宁却想着极乐世界里那只恐怖的大船 觉得有些不安 佛陀与你老师不同 你老师与人间融合 便是我都不能找到他 而佛陀则是集众生意相助 另辟世界瞒过我的眼睛 两种都是大神通 我不能与人间相融 便只能用佛陀的方法 来获得开辟世界的力量 众生意 便是信仰 我是世界之主 拥有无数虔诚的信徒 然而无数万年来 我于神国冷漠俯瞰 力量来源于众生 却没有想过 如何利用并且增强这种力量 在这方面 我从佛陀处学习到了很多 就是那艘大船 佛祖普度众生 众生便助他度过彼岸 我要让众生度我 便要先度众生 才能乘大船十地彼岸 你的彼岸 在哪里 我出于神国 彼岸自然便在神国 宁缺望向灰暗的天空 没有说话 桑桑向着南方某处伸手 城南 数十里外 是书院 被桑桑带出 棋盘的青狮 正在西盘里 与大白鹅对峙 臂毛如剑竖起 不停低一笑 恐吓 却不敢轻举妄动 不时望向远处的草殿 大白鹅 就让他觉得有些棘手了 而草殿上 还有只老黄牛在打盹 他很清楚 如果老黄牛睁开眼 那他就惨了 青狮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一出棋盘 就能遇到这么多可怕的同类 这和他在棋盘里 获得的信息完全不同 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忽然间一道无形的力量 破云门阵落到崖平上 抓住青狮消失无踪 大白鹅昂首向天 发现再也看不到 那个可恶的新来者 有些无趣的摇摇头 下洗洗澡去了 青狮出现在城墙上 出现在桑桑的手中 井间的棕毛被揪得生疼 他很担心 会不会就这么变成突驴 却不敢有任何反抗的意思 桑桑对着城墙外 挥了挥衣袖 便有清风降临人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那年光明忌时 人间也曾经迎来 这样一道清风 只是与当年相比 今日的清风更加清静 更加柔和 拥有更多的生命气息 清风首先来到西陵神殿 商傲间盛开的桃花 迎风招展 瞬间变得更加美艳 跪到在鸭屏和千屏上的信徒们 被清风拂面 顿时精神一震 不安 惶恐 悲伤 绝望 等所有的负面情绪 尽数被净化一空 忙者觉得眼前的世界 渐渐亮起来 龙者隐约听到了一些声音 那声音起于无数信徒之唇 是吟诵教典的声音 在西陵神殿掌教的带领下 十余万神官知识和前程信徒 不停地高声颂读教典 这一段教典 文字优美 韵脚相叠 形成格外神圣的感觉 大有黎晨之意 正是西陵神殿的中篇 太上玉华洞张 渡世生仙妙经 春风满人间 吟诵之声 随之流满人间所有的地方 各国里的数万座道观 无数道人都开始诵读这段 人人耳熟能详的叫点 春风缭绕山林 轻浮垂云 嘴中话语 想着人间兮兮兮兮的落下 那些雨水泛着金色的光泽 落到地面 却是无比的清晰 春雨落在桃山 湿了树林 伸了桃花的颜色 落在天狱院偏僻处 堆在墙角里的一堆干柴 也被打湿了 一名瘦弱的小道童正在避雨 他是神殿里最不起眼的杂役 即便是如此重要的祭祀仪式 也没人通知他 他是被人遗忘的存在 看着柴堆被雨水打湿 小道童有些着急 以袖遮脸跑了出去 想要把那堆木柴搬进造房里 哪里顾得上自己被雨淋湿 清澈的雨水落在他身上 变成了无数斑驳的金色光点 然后渗过肮脏的道袍 开始缓慢地滋润他的身体与道心 宋烟交界的小镇上 九徒扶门 看着天空落下的雨水 握着九湖的右手微微颤抖 任由那些雨水打湿他看不出来年龄的容颜 雨水落在肉铺失修的瓦芽上 顺着那些裂口躺下 流到案板上临湿白胖的猪蹄 然后带着血水打湿了屠夫的头脸 他们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压制在灵魂最深处的那些屋中 被这些自天而降的雨水一洗而清 腐朽的身体甚至出现一道清新的生机 九徒离开茶铺 徒夫走出肉铺 两个人来到镇上唯一的直街上 分别站在街道两头 站在稀稀利利的春雨里 满脸动容心意渐渐 春风满人间 春风话雨 自然也洒遍处处 无论是西陵神国还是东海之宾 都被细雨笼罩 便是遥远北方的荒原深处 也落了一场雨 雨水落在金杖上 发出啪啪的声音 仿佛有人在随意敲击着破落的战鼓 圆也是那样的安静 这声音便显得那样的清晰 神情肃穆的蝉鱼 带着所有的妻子和儿子 还有数十名王庭大将 跪在雨中 不停祈祷长生天赐予他们勇气 郭师带着十余名大祭祀 跪在最高处的草垫上 伸出双手迎接自天而降的雨水 与恩泽 郭师苍老的容颜在雨水的冲洗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年轻起来 那些大祭祀的身体也被淡淡的金光包裹 郭师缓缓闭上眼睛 跪在雨中 静静体会着雨水里的生命气息 和那道深不可测的神威 内心甜静而充满敬畏 悬空寺也在落雨 君墨看着被雨水打湿的铁剑 微微挑眉 铁剑被雨水浸湿 变得更加有黑 又镀上了一层光泽 变得锋利了很多 他的衣衫被打湿 整个人也变得锋利了更多 君墨知道这是为什么 数年前他荡着他的面说过 不会接受浩天的馈赠 但浩天想做些什么 自己不想接受也不行 坑外的荒原上 大黑马低着头拖着沉重的车厢 在残乱的胡杨林里行走着 忽然一阵春雨落下 打湿他的身体 所有的疲惫与孤单尽数消失 他眯着眼睛看着春雨深处 忽然生出一些不舍 相似的画面 在人间各个地方发生 有修行者在雨中狂喜痛哭 苦修数十年都未能进入动玄境的他 今天终于跨过了那道门槛 甚至有隐居深深的道门修行者一息之命 重病的人得到救赎悠悠醒来 将死的人得到救赎不再痛苦 平静地回到神国 姓浩天的必有福报 因为这场春雨是他赠给人间的礼物 一场春风话雨 天狱院那位小道童 必然不会再做杂役 他将成为修行界的天才 道门最器重的新一代强者 九徒和徒夫不再苟延残喘 在被接印去神国之前 将在人间拥有一段鲜活的生命 金帐王庭国师和很多道门强者 被雨水洗得道心通明 各有所得更加强大 佛普度众生 度的也只是信他的众生 浩天的礼物自然不是谁都能收到 玄空寺里的僧人便被这场春雨 淋得极为狼狈 而西陵神殿崖平十屋前 跪在雨中的灌主 也依然还是个废人 被寒雨冻得脸色苍白 道门所有信徒都得到了好处 只要他们是真心虔诚的信仰浩天 灌主是人间道门的领袖 却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 他很清楚 并不是自己对浩天的信仰不够虔诚坚定 而是因为浩天依然记得 他曾经的那些不敬 看着春雨里的人间 灌主微色而笑 眼神却还是那样的坚定 只要人间还是这样的平静 就算自己被浩天抛弃 又算什么呢 林康城里的陈皮皮和唐小唐 南近皇宫前的数万新教信徒 宋国那座破落小道罐里的耶稣 还有正在听他传道的十几个街坊 他们又在想什么呢 春雨也落在长安城里 那些清澈的雨水里有着无比浓郁的生命气息 那是对人间的仁慈 所以精神阵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小草在红袖招里睡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 简大甲把宫里的御医都请了过来 也没瞧明白他究竟得了什么病 春雨落下时 他醒了过来 走到窗边以蓝而立 看着眼上落下的水珠 在心里默默地说了声谢谢 曾静夫妇也在春雨的滴答声中醒来 夫妻二人携手走到园里的雨亭间 看着春雨总觉得发生了些什么 伤感离续无由而生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江夜 作者猫腻 后期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春雨降临人间 浩天赐福于亿万的信徒 普度众生 众生信仰更为坚定 甚至狂热 无数道不可见的精神气息 自电于草屋间生出 从众生的灵魂里生出 向着雨中而去 直上天穷 这便是众生对浩天的回报 亿万道 纯粹的精神气息 来到长安长南 不拘强弱 无比和谐地 融在一起 扰得雨丝微乱 把暗淡的云 照耀得光明一片 城头上 宁缺站在桑桑身旁 首先闻到一丝 极淡的香气 然后 整个人间都闻到了 这抹香气 紧接着又有高妙飘妙的 乐声响起 一厢神曲中 无数金色的花瓣飘落 无数道精神气息 照亮的云层里 隐隐出现了一艘 无比巨大的船 那船 竟也是金色的 桑桑的脚 离开城墙 向云里那艘大船飘去 宁缺一把 抱住桑桑的腿 不让它离开 就像很多年前在荒原上 云破光明线 浩天神国大门开启 桑桑向天上飘去 宁缺站在原眼上 也是毫不犹豫地 抱住他的腿 那时候 桑桑带着宁缺向天空飘 最后是夫子 抓住了宁缺的脚 现在人间已经没有夫子了 宁缺再不想他离开 又如何敌得过整个人间呢 桑桑飘离城头 来到空中 宁缺没能留下他 只留下了他的鞋 他给他买的布鞋 桑桑落在船手 将手里拎着的青石 扔进云中 青石迎风而涨 便会数百丈高 颈见臂毛乱晃 狂笑一声 云破青天线 他奋力地拖动着大船 向青天而去 长安城做出了反应 精神阵释放出一道灵力之急 仿佛可以撕开天空的杀意 明运在城中无数街巷建筑里 时刻可以击出 无数唐人走出屋门 涌到街巷上 看着南方光明的天空 看着天上那艘 不可思议的巨船和船手那只大青石 脸上写满了敬畏和恐惧 精神阵没有向那艘巨船发起攻击 因为船在城外 街巷里的无数唐人虽然惊恐畏惧 但没有人放下手里的武器 甚至有人开始捡石头了 桑桑站在船手 背着双手无限的光明 把他高大的身影投影在地面上 让城头变得有些暗淡 便如凝缺此时的情绪 青石拖着大船出云 向着高空而去 开始的速度很慢 但很明显正在逐渐加速 而天空遥远某处 隐隐出现了一道金线 那道金线不是浩天神国的大门 神国的门早在数年前就被夫子毁了 那道金线是暗 是桑桑想要抵达的彼岸 有暗便不需要门 他若有无上的智慧便能抵达彼岸 而他的智慧早已得到证明 无论夫子佛祖还是宁靴 甚至是他自己都在那份智慧里 就这么走了 难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宁靴站在城头 看着天上那艘剧船面无表情地问 我为你修了几十年的佛 是假的 我一把尸一把尿 把你拉扯大 也是假的 那场饥荒是假的 整座民山都是假的 卫城是假的 还是长安是假的 桑桑站在船手 没有转身 沉默不语 不说民山 不说当年 只说你我在一起 折腾了七年石锅 你连杯茶都不给我喝 你就想这么离开 你觉得合适吗 宁靴看着越来越远的那艘船 他艰难地笑着 桑桑站在船手 依然不转身 依然沉默 宁靴缓缓握住 铁道的刀柄 盯着他的背影 升进微尘 一字一句 我觉得不合适 所以你就别想走 争的一声 他抽出铁道 向着天上那艘巨船斩去 在佛祖期盘里 修佛是他和桑桑 一起修佛 桑桑悟通了 此行普度的方法 宁靴又何尝没有收获 他同样学会了 凝聚众生之意 无比磅礴的天地元气 被精神阵召集 净由震炎处 源源不断地灌输进 宁靴的身体里 城里无数把刀 离窍而起 千万刀 再现人间 两刀极灵力的刀痕 从长安城墙破空而起 须余间来到天空里 组成了一个清晰的人子 两道笔画 交汇之处 正是传手 当年在长安城里 唐人众志成成 他借精神阵之力 及百万人之念 在青天写出了一个人子 展得灌注生死不知 在佛祖棋盘里 他与封顶修佛 夺来千万佛与菩萨的信仰 借桑桑之力 在黑暗天穷上写出一个人子 破了千年的困局 这时宁靴第三次写出这个字 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宁靴知道 自己的这道刀符 不可能斩破桑桑脚下的巨舟 因为那是信仰之舟 所以宁靴斩的是传手之前的那片空间 青狮踏云而行 与传手之间有根无形的绳索 变在那处 宁靴要把那根无形的绳索斩断 两道刀痕出现在青天之上 笼罩巨舟 桑桑终于转过身来 神情不变 伸出手指点向刀痕 桑桑伸出一根手指 那根手指很纤细 指尖的面积很小 宁靴的两道刀痕 已经快要把整片天空切割开了 相会之处足有数里方圆 但是桑桑的指尖 却把这数里方圆的空间都笼罩住了 无数的气流建设 光明的云层被撕成无数的碎序 大船继续稳定前行 它一直就破了宁靴的人字符 两道笔画 渐行渐远 最终在天空里分崩离析 散作无数福意 就像是无头绪的乱风 然后被光明净化成虚无 看着这幕画面 宁靴沉默无语 铁刀斩出的那瞬间 他就感觉到 这两道刀痕不够精准 写出人字符显得非常勉强 只是他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因为畏惧吗 是的 管主再如何像神仙 在意志强大的唐人眼里 依然是和自己一样的人 但浩天 毕竟是浩天呀 他们怎能不畏惧 街巷里有数百万长安人 其中有很多人的手里拿着武器 他们都想保护自己的家国 但不是所有人都敢对浩天出手 意志不统一 便不能发挥出人字符的最大威力 众志不能成城 这城又如何挡得住天威一旨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 圣权出品 在棋盘里 你能写出那个字 破开天窗 破开天窗 是因为我在你的身体里 那些佛拜的也是你 你需知晓 即便在长安城里 众生依然是我的信徒 这众生如何会听从你的意志 我已不在 你要如何能够再写得出那字 桑桑站在船手 看着宁缺 不过 你能领悟众生意 这让我很欣慰 仔细看着我身下的船 或者你会领悟更多 宁缺沉默了会儿说道 欣慰个锤子 领悟个鬼 桑桑说道 想来再会之时 那便是生死之间 你若要战胜我 便要学会真正写出那个字来 到时 你我再见 宁缺面无表情 到那时 我或者已经老死了 桑桑静静地看着他 不再说话 准备转身 便在此时 宁缺忽然说道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桑桑微微醋眉 宁缺大笑起来 当您在民山里 没有屠夫 我也没有让你吃过带毛的肉 我打不赢你 你也别想着能跑掉 别忘了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在不断地败给你 但 你什么时候真的能离开过我 说完这句话 他转弯回刀 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宁缺插得很用力 有黑而锋利的刀身 直接捅破他坚硬的血肉与骨头 湿入胸腔内部 刀锋顶端 抵着正在不停跳动的心脏 城上响起一阵大笑 真的很痛 宁缺的脸色变得异常惨白 但他看着天上的大船 依然在笑 笑得很开心 笑得很惨淡 笑得很决然 笑得那般放肆 甚至有些疯癫 笑得很决定 笑得很决定 桑桑站在船手 看着下方城墙上的男子 神情平静 没有像从前那样 因为对方的不敬而愤怒 或者因为对方的存在而验憎 他觉得这种平静的感觉非常好 非常强大 哪怕可能是自以为平静 但终究是平静 平静之后 便是静慕 静慕 便是永恒 桑桑以为 自己能够保持平静 但看着凝确苍白的脸色 看着他胸膛间 不停流淌出的鲜血 不知为何 他觉得自己的胸口 也有些痛 这是错觉 还是幻觉 桑桑以难以想象的意志 把这个问题 从自己的心头抹掉 却无法 却无法阻止 眉头微微地猝了起来 他静静看着凝确忽然问 不痛吗 凝确看了眼胸口 看着身如骨肉的刀锋 挤出一道凄惨的笑容 善善善善善善善说道 但还是会痛啊 凝确手指用力 把铁道向胸口里插得更深些 数十颗喊住 躺过苍白的脸颊 抬头看着桑桑 我 我是蠢爷们 桑桑看着宁确怜惜地说道 真的不痛吗 宁确握着刀柄的右手 微微颤抖 刀锋在胸间拉出一条 更长的口子 鲜血向瀑布般躺落 他说道 在西陵神殿 我全身的血肉 被你割了无数刀 无数刺 我早就习惯了 早就习惯了 没什么新鲜的 现在想来 应该要感谢你 桑桑问了三句 他痛吗 宁确始终没有回答 刀锋入心 怎能不痛 只是宁确的心本来就极痛 已经变得麻木了 是啊 只要是人 就会痛 联系的神情 瞬间消失 桑桑面无表情 你是人 体内天然有贪真吃三毒 棋盘千年 情根深重 我的毒没有了 你的毒呢 宁确看着桑桑 再次笑起来 笑声欲发的淡漠 在人间游历 你一直想要我明白 什么是情 什么是爱 直到现在 我还没有完全理解 但我至少清楚一点 情与爱有时候 并不是接受 而是诗语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你对我付出的越多 便越不忍伤我 桑桑看着宁确 我要离开 你要阻止我 便只有自尽一条道路 那样我便会死去 可是 你真的忍心这么做吗 宁确大笑 你舍得不全面 情与爱 不是单方面的接受 也不是单方面的施语 而是共同度过 我确实不舍得 让你去死 难道 你就舍得看着我去死 如果你真是好天无情 先前走了便是 何必 与我说这么多 他一面说话 一面可血 牙齿与苍白的脸颊上满是血污 看着异常争鸣 然而其间 却隐藏着天都不能忽视的意志 和决心 桑桑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微笑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 既然最终的结局是分离 我不应该说这么多 春风浮动轻衣 上面的繁华渐渐盛开 轻视彩云而行 大船向着天空远出那道金线 缓慢而去 桑桑在船手不再看它 宁缺看着天空里那艘大船 看着桑桑的背影 脸色苍白 你 你知道我不喜欢死 直到那天 未尝尝无此人 那些人都死了 我以为你也死了 后来 皇后娘娘也从这儿跳了下去 我才明白 死 并不可防 桑桑没转身 背在身后的双手指尖发白 应该实在微微用力 她看着远处的彼岸 默默想着 你就这么想我死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你 你就这么想我死吗 这个问题 她问过很多次 宁却再次笑了起来 笑得浑身颤抖 她大声说道 哈哈哈哈 在西林 就说过了 喜起死 活着 一起 活着 桑桑没理她 大船继续向着彼岸而去 是啊 如此 铭心刻骨 怎舍得 让你去死 一时浩天 能算时间一举时 要怎么能 算不到这些 你知道 我不忍心让你去死 您去瞅瞅铁刀 把手 伸进胸口 握住心脏 用力地拉了出来 血水滑滑流淌 她的心 就这样暴露在 战战青天之下 宁却痛得 脸色苍白如雪 身体不停地颤抖 再也无法站立 啪的一声 跪倒在自己流出的血水里 膝前 溅起两棚雪花 灭心刻骨 我把心 捏碎 是这位明刻的文字 在身 还能存在吗 不忍心让你去死 我把心捏碎 心自然 没有什么不忍 宁却痛苦地喘息道 如果你 再不停下 那就 一起死 桑桑依然没有理他 大船继续前行 红尘翼已然进去 现在的桑桑是浩天 是纯粹的客观规则集合 自然冷漠无情 不再被人间羁绊 自然不受任何威胁 宁却自杀 桑桑便会死去 但浩天还会活着 绝望的神情 出现在宁却的脸上 同时还有一道狠意 他用力地握掌 他的掌心里是那颗鲜红的 正在跳动的心脏 他现在浩然气 接近大城 神区均硬如铁 最关键的是 桑桑挥袖 便能一百股 想要自杀 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随桑桑游历人间的 那些时间里 明确设想过 很多次如何自杀 先前也浩然气运刀 剖开胸腹 直刺心脏 再次确认 哪怕是刀锋刺入 他也很难瞬间死去 只要给桑桑留下瞬间 他便能治好自己 所以宁却把心脏掏了出来 只要手掌一握 便能碎成无数碎片 即便是浩天也没有办法 再让他活过来 他死了 桑桑便会死 但浩天还会活着 宁却似乎没道理这么做 但他依然决定就这么做 因为这代表着他的态度 而且他想最后看看 桑桑的态度 手掌握紧 一凝却现在的力量 即便是个铁球 也会被捏扁 然而 那颗鲜红的心脏 只是有些变形 连刀裂痕都没有产生 很痛 宁却的心非常痛 但没有碎 他很震惊 很迷惘 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桑桑站在船手 微笑不语 在棋盘世界的最后数十年时光里 从红山林到那座山峰的峰顶 桑桑离开神区 一直住在宁却的心里 宁却的心早已变得无比强大 宁却自己都不知道这种改变 但桑桑知道 宁却想什么他都知道 所以宁却又怎么可能胜过他呢 一道清风拂过 天空里又落下了一场微妙的春雨 雨水落在宁却的身上 洗净那些血水 洗去那颗心脏上的尘埃 那颗心从手掌里重新回到胸里 伤口瞬间愈合 连刀疤痕都看不见 宁却看着胸口 觉得那颗心脏跳动的 似乎比以前还要更加强劲有力 宁却可以举起铁刀 再次抛开胸口 把心脏掏出来 但他没有这么做 再一直坚定的人 也很难在自杀失败的情况下 毫不犹豫 马上开始第二次自杀 更关键的原因在于 宁却知道 桑桑不会给自己第二次机会了 先前那次是他和桑桑不曾明言的约定 或者说赌博 当然 宁却输了 心间传来一道甜意 但宁却不甘心 宁却说道 我舍不得你 我说过 等你能真正写出那个字 便会再见 桑桑静静地看着宁却 脸色也有些白 情绪有些复杂 另外 你喝过我的茶 还喝过很多次 这么多年来 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在同一张大床上辗转 在同一口铁锅里吃饭 宁却当然喝过桑桑起的茶 宁却站住了 沉默了很长时间 忽然指向双腿 他大声质问 你就这么走了 我这里怎么办 桑桑微笑不语 宁却暴跳如雷 喊道 你赶紧下来 你把这治好 桑桑微笑转身 再也没有说话 桑桑与宁却曾经合体 宁却的心脏 现在都变得坚不可摧 双腿之间的伤势 自然早已好了 宁却当然也知道 他只是想找个借口 把他留下 这个借口 有些可笑 又很可怜 大船继续向天边驶去 然后渐渐消失在金县里 他即将抵达他的彼岸 看着渐渐消失的大船 看着再难见到的遥远的他 泪水在宁却的脸上 不停流淌 他苦涩说道 你都走了 要这个 害他们有什么用 大船离开 人间无数信徒跪地恭送 那道金县便是彼岸 无数光明涌至眼前 桑桑下意识地眯了眯眼睛 神国的门被夫子毁了 他也是第一次通过这种方法回去 这种感觉有些陌生 但他知道 不会出错 因为他来自神国 他的彼岸自然便是神国 他闭上眼睛 准备开始与神国里的自己相见 然后融合 当他睁开眼睛时 看到的是一片聪裕的山岭 他的脸色有些白 身体有些僵硬 这片聪裕的山岭 他很熟悉 但这里不是神国 而是 明山 在山岭间 桑桑沉默不语 站立了无数日夜 想要推算出原因 小青狮不安地跪在他身旁 看着四周的风景 无数日夜后 他终于想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他是人类的选择 他来自人间 而不是神国 于是他的彼岸 便是人间 他 还在人间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他望向小腹 微微醋眉 感觉陌生 甚至有些惶恐 或者 这才是真正的神爱之笔 您正在收听的是 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 授权出品 深春的林康城 可涉轻轻 由年 自城外而来 在街间缓慢行走 柳一青 坐在年里 闭着眼睛 神情平静 今日春季 城中升起无数盏明灯 向着夜空飘去 无数盗门信徒 对着那些明灯 前程跪拜 向浩天 送齐 画面很是庄严神圣 柳一青 不能失误 看不到春夜景致 自然也看不到 千万盏明灯 但他能听到 那些送齐的声音 能感受到 信徒们的狂热 很自然的 他想起了 数日前那场春风话雨 那场洒遍人间的甘霖 那些神奇的画面 那艘驶向神国的大船 浩天离开了人间 恩泽却留在了人间 由此而产生的那些变化 必将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 柳一青有些疲惫地抬起手 连转入侧方的一片街巷里 在这些年重新拓宽的道路里 缓慢行走 来到一间旧屋前 旧屋已不像当年那般破落 被虔诚的新教信徒粉刷一心 柳一青夏年 走进屋中 站在窗盘 沉默了很长时间 陈匹匹 走到他身旁 向着窗外的星空望去 柳一青说道 我看到大时代正在来临 他的眼睛上蒙着白布 看不到任何画面 但他能够看到波澜壮阔的未来 风云际会的人间 看到鲜血 以及杀戮 在这数年里 迅速传播的新教 在短短的十余日里 遭受了近乎灭顶之灾 不仅仅是因为西灵神殿 昭告世间 取缔新教 信仰新教的信徒 生前要受火星惩罚 死后更会被打落万丈深渊 永远不可能进入浩天神国 更是因为 浩天向人间展示了 他的慈爱和威能 对新教教义而言 浩天留在人间的福泽 那些重病护育的虔诚信徒 那些破镜的修行者 那些新生的手指 是最沉重的打击 陈皮皮看这星夜里 那轮有些暗淡的月亮 沉默半上后说道 除了等待 或者 我们还能做些事情 比如 抗争 柳一青 看着自己看不到的星空 人无法与天整 若不像是你会说出来的话 数年前 桃山光明记 柳白持剑 直入光明神殿 已见逆天 其后剑阁诸弟子 想也未想 护着陈皮皮与唐小唐 杀出桃山重围 回到林康 从那一天开始 剑阁站到了道门的队里面 柳一青在选择里 所展露出来的决绝强悍 直到数年后 依然令修行界很是震撼 星光落在柳一青 蒙着眼睛的白布上 仿佛镀上了一层寒冷的霜 看着就像是万年的雪 冷而坚定 而他的生意 也同样如此 无法与天争 不代表不去争 陈皮皮沉默不语 柳一青的这句话 便是剑阁的态度 如剑锋一般冷硬 然而其间 依然有很多无奈 与不曾出口的窥探 这种决然 并不能改变人间的局势 所以图悲壮儿 西陵神殿的告书 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柳一青说的 那封告书的内容 他还没看到 但能够猜到 自然是要求南进取缔新教 并且交出陈皮皮等人 他收回望向星夜的目光 隔着那层薄薄的白布 看着陈皮皮 平静说道 剑阁没有力量 再继续保护你 开始准备离开吧 陈皮皮感叹 唉 在林康城住习馆了 这一时要离开啊 还真有些心乱 柳一青没说什么 转身向外走去 南进国力强盛 仅次于唐国和金掌王廷 按道理来说 如今成为唐国盟友 对战局平衡非常重要 然而剑阁并不能完全斩断 道门对南进的影响力 随着浩廷把甘铃撒遍人间 南进民众对浩廷的信仰愈发坚定 林康城暗流涌动 无论皇宫还是军方都在做准备 剑阁再如何强势 也已经没有办法万狂澜于祭祷了 除非书院出手 或者唐军提前出清霞 破清河杜大泽 赶在西陵神殿之前 直接控制南进 才有可能改变局面 然而无奈的是 这数年时间里 唐国的国力虽然在恢复当中 但因为向晚员被割让 铁骑的真实力量变弱了很多 最关键的是 唐国现在的巅峰战力严重不足 就算加上剑阁 也不可能是盗门的对手 在数年前那场战争里 盗门强者也有很多陨落 但盗门毕竟统治着这个世界 潜力无限 随着南海一脉回归 尤其是随着那场甘铃 无数道观里涌现出了 无数新生的强者 九徒和屠夫隐而未发 便让书院最顶尖的那几个人 都不敢轻举妄动 那么又有谁能来对付 这些新生的盗门强者呢 说来说去 还是那场春风话雨 那场甘铃让修行界的面貌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无数修行者迈过了眼前 那道高高的门槛 很多人一夜动悬 知名镜强者的数量 也增加了很多 真可谓是强者辈出 或者这便是所谓大时代 到来的证明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天狱院准备初夏的大笔 已经成为副院长的花痴鲁臣家 看着那些紧张的学生 回忆着当年的那些故事 神情有些枉然 当年正是在天狱院的夏日大笔中 龙庆脱颖而出 今年会有相似的故事吗 偏僻角落里 小道童看着堆得整整齐齐的柴堆 沉默板上把柴刀插进腰间 向人群中间走去 他看着教习紧张地说道 我要报名 教习看着这个满身尘土的小道童 立声说道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陆臣家静静看着小道童 忽然问 你叫什么名字 小道童被他美丽的容颜 照耀得有些心慌 他说道 横目立人 陆臣家说道 你要报名做什么 小道童有些紧张 我 我要参加大笔 陆臣家沉默片刻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小道童摇摇头 我不知道 天狱院 有湖 众人正在湖畔 小道童望向湖水里 有鱼 忽然静止 看着这幕画面 陆臣家面色微白 那名教习更是直接昏了过去 我不知道你的身上发生过什么 但那必然是神器 陆臣家看着那名小道童 声音微颤 因为你是浩天留给人间的礼物 在西陵神殿春日大笔里 一位出身天狱院柴房的 岌岌无名的小道童 夺得了头名 并且展现出了 令人难以想象的境界 在遥远的草原里 一名捡牛粪为生的少年奴隶 夺得了大会的优胜 被金帐缠于当场解除奴籍 成为一名荣耀的勇士 在这场草原大会上 有两名年轻的侍者 被国师受为亲传弟子 金帐拥有了13名境界深厚的祭司 国师本人似乎也变得更加强大了 这样的情况在世间各地发生 宋国道观里 一位中年道人 在井盼进入知命境 还有很多道观里 也出现了相同的画面 但西陵神国深山里 那座朴素的道观 却还是那样的安静 自从观主离开之后 只守观里 已经荒废了几年的时间了 枯黄的落叶机 在那几集尸街上 被风缩化的很是薄翠 野灌无人 门自开 灌中的阵法还在持续运转 没有人能够进去 只有风能够进去 清风拂过湖面 牵着眼下金白色的稻草 然后从窗口渗入 衣梁贴壁缭绕不去 最终来到窗前桌上 向双无形的手翻开那本大书 清风不识字 也要乱翻书 那本大书被翻得速速乱详 雪白的纸张不停地掀起落下 上面的那些墨字 变成模糊的线条 春风渐暖 字渐清洗 这本记载着修行界强者姓名的日子卷 和几年前相比少了很多名字 比如曾经写在最高处的柳白 比如耶稣 比如陈匹匹 却多了更多的名字 新出现的那些名字 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 有些陌生感 比如横目利人 浩天是公平的 他春风化雨 让自己的信徒得到各种好处 也没忘记 让长安城里的某些陈缘 相牵者得到有声 但同时他也是不公平的 因为西陵神殿时那般的凉爽 长安城的夏天 却还是这样的酷热 深夏时节 好些天没有下雨了 长安城的街道 被烈日晒得快要生烟 巷口井里的井水清澈微凉 井上冒着的热气 却令人生畏 干燥的世界里 到处都是烟熏火燎的味道 仿佛只需要一粒小火星 这座城市就能烧起来 长安城的局势 也是如此 看似平静的气氛里 隐藏着无穷的压力与造诣 帝国已经全面启动 准备马上被有可能到来的战争 不压力的官员疏力 哪怕是传递文书都在奔跑 粮草自重的转运 已经进入最重要的阶段 军方更是严阵一带 无数道军令 从这座城市发往各州郡和前线 朱雀大道向北 过了建神坊 有一大片的树林 林后是青色的草垫 草垫里散布着数十座 明瓦乌檐的楼阁 这里便是军部 最中间的那座楼阁 便是军部的正牙 数名指使军官 神情肃然 站在楼外石阶下 浑身都已经被汗水打湿了 只是不知道 是因为令人窒息的热浪 还是身后传来的那些声音 所代表的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 战局的重点 必然是南静 如果我们能够在半个月之内 出清霞 打通清河局 便有希望帮助建阁 把南静稳住 他数年前便已经调回长安城 负责全面处理唐军部防 不再担任镇西大将军 徐迟大将军 则是留在镇北营 负责直面强大的金帐王庭 如今军部便以他为首 他的意见自然重要 楼阁里很安静 数位将军 还有十余名参谋军官 都保持着沉默 没有对这句话表示赞同 也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 所有人都清楚 如果能够与南静联盟 那么大唐便必然处于不败之地 然而这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首先唐军没有把握 能够在半个月之内打通清河郡 就算能 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重建水师 大则如何动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大唐与南静乃是多年世仇 剑阁现在虽然站到了道门的队里面 但从南静皇族道军队再到普通的百姓 都不可能选择与唐国联盟 我以为决战还是在北方啊 有位将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数年前那场举世伐唐之战里 对唐国造成最大威胁 最大损伤 战后获得最大好处的 便是金诈王庭 毫无疑问 那些草原上的狼藉 才是唐军最强大的敌人 也是唐军最想要战胜的敌人 两军交战 守重其事 如果能够将敌人的最强力量击溃 自然很多困难便将迎刃而解 唐军选择金诈王庭作为决战的对手 没有任何错误 然而问题在于 因为向晚员被割让的缘故 数年后的唐军严重缺乏战马 单凭镇北军 远远不足以战胜金诈王庭 甚至都没有办法把敌人驱逐出七城寨 当年与西陵神殿签合约的时候 书院曾经向朝廷承诺过 即便割让了向晚员 也不会出问题 那么 我想便不应该有问题 徐迟大将军在来信里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与书院做好配合 书城大将军的神情显得有些疲惫 问题在于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选择与心仗决战 就算能够集全国之力而胜之其余几个方向怎么办 西陵神殿一旦重新控制南界 清和郡还如何收回 清和郡必须要收回 因为诸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天 大唐便会多承受一天的羞辱 金掌王庭也必须被血洗 因为边赛里有无数唐军的英魂等着被同袍救赎 燕国也必须被攻克 因为内处代表着背叛与不可忍受的屠杀 相对应的 唐国四周到处都是危险 越伦国的暂时安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遥远西方深处 那些唐军从未对战过的蛮人已经开始集结骑兵 或者就在数月后便会加入到金掌王庭的南清军队里 同样 燕国在崇明皇帝的统治下 在西陵神殿的帮助下正在快速恢复元气 拥有东荒骑兵帮助的燕国 必然不会再像当年那般孱弱 至于南方的清和郡和南界则更是如此 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唐国的敌人 那么便没有平静的边疆 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唐国必须战胜的敌人 那么便没有主攻的方向 上次让剑阁弟子如大和国暂避 有没有消息回来 书成问 当前的局势很清楚 西陵神殿北上 南进必然不可能保住 在唐人看来 剑阁弟子曾经帮助过他们 那么他们便有保护对方的义务 便在这时 楼外传来一份来自南进的军报 剑阁告诉唐人 他们不愿意撤离 决意死守林昌城 为什么不愿意撤离呢 柳一青在信中的答复很简单 因为不愿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许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 圣权读品 圣下的林昌城 暑气逼人 有年自城门外来 在街间缓慢行走 柳一青坐在年里 闭着眼睛 神情漠然 城市里到处有火花闪耀 照亮黑尘的夜穷 看着很是美丽 柳一青不能失误 看不到那些火花 但能感受到那些真切的热度 能够听到不停响起的 咒骂声和惨呼声 不是浩天离开人间浦降时 那场春雨里的雨 那些落向地面的金花 不是春季时的千万盏明灯 而是有人在放火 有人在杀人 夜色里的城市 是一片黑尘的海 海面上漂浮着 数千多刺眼的火焰 林昌城没有陷落 但已经陷落了 虔诚的浩天信徒们 砸开了新教教徒的民宅 不停打杀 此前数月间 已经有很多新教教徒 托家带口离开了林昌城 狂热的信徒们 无处发泄自己的愤怒 于是点燃那些罪人留下的宅院 便成了他们很自然的选择 到处都在死人 到处都有惨嚎 杀人的 与被杀的都是南近人 然而在信仰的名义下 谁还会记得这些 刘易青的脸上 依然没什么表情 坐在脸上 闭着眼 仿佛已经快要睡着 或许是因为脸不停摇晃 很像摇床的缘故吧 台脸的是四个普通的仆役 不是剑阁弟子 脸的四周也没有一名剑阁弟子 所有的剑阁弟子都不在林康 也不在剑阁 而是在路上 所有剑阁弟子 随陈匹匹一道 带着数千名新教教徒北迁 按照原先的计划 这时候应该已经快要接近宋经了 离唐国也越来越近 今夜的柳易青 只有一个人 他虽然是知名境强者 也不可能改变这座城市的命运 他是去迎接自己的命运 残嚎与打杀声 渐渐被小脸抛在身后 离皇城越近 越是安静 暂时没有信徒来到这里闹事 也没有宅院着火 接到黑尘 黑暗的街道两侧 隐隐传来无数急促的呼吸声 偶尔还能听到 兵器与盔甲撞击的声音 这些声音里 蕴藏着无穷的凶险 柳易青自然听得清楚 但他没做什么 脸上也没有什么警惕的神情 他知道 能够让自己听到的人 绝对不敢向自己出手 是的 南晋号称 世间第二强国 军力强盛 但没有人敢向他出手 小脸从承熙 一直走到皇城前 都没有一名军人感动 因为 他是剑圣柳白的弟弟 他是当今剑阁之主 他曾单剑入宫 杀死南晋皇帝 这些年 他就是南晋人 最后的精神与气魄了 皇城笼罩的夜色中 没有一点灯光 黑暗无比 非常死寂 碾停 柳一青 缓缓抬头 望向紧闭的城门 他早已经瞎了 但他的目光 却仿佛透过了眼前那层白布 防似要把城门切开 他的右手离开了膝头 落到身旁的剑柄上 抬拈的四人 满脸惊恐不安地向着夜色里逃去 柳一青很清楚 真正的凶险 或者说自己最后的命运 便在这座幽静的皇城里 数月前那场春风话雨 那艘驶向神国的大船 彻底改变了人间的局势 西陵神殿颁下告令 全世界开始绞杀新教 南晋从皇族到军方 再到普通的民众 都彻底倒向了西陵神殿 暗潮已经变成狂澜 无人有力量能够挽回 如果柳白还活着 以他在南晋的无上升威 以及难以想象的实力境界 或者可以 但柳白已经死了 而他只是柳白的弟弟 面对着这道狂澜 他只有两个选择 或者走 或者死 他选择了留下 也就是选择了死亡 沉重的城门 悄无声息地开启 提升大座 数百名全身盔甲的南晋重骑兵 从皇城里挤石而出 铁枪如临 寒光逼人 皇城上 忽然挺起数百根火把 就像是数百只火箭 同时射中夜里的船帆 黑暗的夜空 瞬间被照亮 有如白昼 甚至有些侧眼 南晋皇帝 在数十名高手的护卫下 来到城墙上方 看着柳一清 力声喝道 四瞎子 今夜 便是你的死期 现在的南晋皇帝 年纪很小 当年柳一清杀死前任南晋皇帝 选择了死者最小的儿子继位 便是想着 他年纪小 不那么麻烦 如今数年时间过去了 小皇帝依然还是小皇帝 但很明显 他现在已经变得很麻烦 南晋皇族对建戈的惊惧恨怒 都在他的这句话里 得到了体现 小皇帝脸色很白 因为他很害怕 皇城前这个瞎子 他苍白的两颊里 蕴着不正常的星红 因为想着这瞎子 马上就要死了 所以他很兴奋 他的声音颤抖得很厉害 因为他害怕又兴奋 数百根火把要出的白纸光线 让他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显得陶醉如痴 柳一青没有眯眼 依次表示不屑或轻蔑 因为他是瞎子嘛 他脸上别的薄言 没有情绪流露 因为真正的不屑 是看不到的 你们杀不了我 柳一青说道 神情平静 因为他陈述的是事实 无论是涌出宫门的数百重计 还是成头那数十名位 皇帝效力的修行者 都不可能杀死他 如果这样就能杀了他 当年那位南晋皇帝 又怎么会被他杀死呢 小皇帝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很清楚 今夜没有谁能够救柳一青 但他也无法驳斥柳一青这句话 因为能杀死柳一青的人 不是他的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相应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黄城前的地面 微微颤动 那是远处传雷的震动 紧随其后 是空气里的微微爆裂声 还有如雷一般沉重的马蹄声 柳一青知道 两千名西陵神殿护叫骑兵到了 两朔白昼的黄城前 忽然暗淡了些 随夜色一道出现的 是数十名西陵神殿的神官 走在最前方的是一名急兽的中年道人 中年道人姓赵 名思守 乃是当今西陵神殿天玉思思作 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便是南海大神官赵南海的二儿子 柳一青没有看赵思守一眼 而是望向了深沉的黑夜 赵思守乃是南海知名经强者 但柳一青的眼里没有他 只有那片黑夜 不知道那片黑夜里还有谁 柳一青看着那片夜色问道 神殿准备直接干涉试试 夜色里传来一道声音 那个声音说道 这本来就是由你开始的 柳一青想了想 认同了这个说法 新时代的幕布 最早是被他掀开了一角 那么今夜便让他把这块幕布 完全地掀开吧 千年之前的人间和现在的 很不一样 那时候的人间很乱 人很少 只有能够修行的人 才有资格过上人的生活 不能修行的人 过的是狗的日子 至于西陵神殿 则是地面的神国 与尘世无关的天堂 直至夫子建堂 教育世人 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 西陵神殿也被迫把目光投向尘世 修行者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奴役凡人 修行界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高高在上 于是人间的人便变得越来越多了 所谓千年圣人初 便是这个道理 可随着夫子离开人间 很多事情再次发生改变 再也没有谁能够阻止修行者 重新统治这个世界 至少在长安城能够看到的疆土之外不能 数年前 柳一清单剑入宫 杀了当时的南晋皇帝 便是这种改变的明正 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 他是第一个掀起帷幕内角的人 人间失去了守护者 规则开始崩坏 新时代将会重新变得原始蛮黄而血行 每个人都有机会 用自己的力量讲述自己的道理 强者是这个新世界的主人 柳一清是强者 他今夜面对的敌人也都是强者 都是有资格讲道理的人 他只希望能够快一些而已 所以他没有看赵死守 因为这名兽道人 虽然是南海一脉的知命境强者 是赵南海的儿子 但不是他真正的对手 自然也不是他的对手 夜色如水一般静谧 那道深夜 没有响起 也没有人走出来 赵死守的脸色有些难看 感受有黑的皱纹里有些不甘 但他没出手 因为他听到黄城里 传来一道脚步声 黄城四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那道脚步声 那道脚步声很稳定 很有节奏 那双脚上穿着的鞋应该不是皮的 而是棉的 声音显得有些沉闷 就像是木头折断的声音 一名少年从黄城里走了出来 火光把地面照得有若白种 也把少年的影子照得异常鲜明 只是无法看清楚他的容颜 只能看清他穿着件青色的旧衣 青色边缘 绣着崭新的金线 西陵神殿里 只有红衣神官 才有资格绣金线 令人不解的是 少年没有穿红色神袍 轻衣洗得发白 看上去 就是名小厮 大概是因为他习惯了 做小厮的缘故 柳一清侧脸 静静听着脚步声 握着剑柄的手 时松时紧 似乎期间也有某种节奏 在与那道脚步声相喝 或是相站 随着行走 青衣少年的身后 不停响起金属摩擦声 十三把细长的刀 缓缓探出刀鞘 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那些刀就像花瓣 它便站在花中间 他停下脚步 抬头向夜裙望了一眼 因为这个动作 火光照亮了他的脸颊 平凡的眉眼被咬得很清晰 脸色有些白 同样是脸色苍白 城墙上南进小皇帝的脸 白得很是怯懦不安 但这名青衣少年的苍白里 却透着某种令人畏惧的疯狂 除了身后由刀组成的花 他的手里捧着一朵金色的大花 他看着那朵金花 神情很是虔诚狂热 目光里仿佛运着极高温的火焰 他伸手摘花瓣 同时喃喃念叨 死 不死 死 不死 摘一片花瓣 说一声死 再摘一片 说一声不死 最后一片花瓣 离开花境落在地面上 同时他说了声死 青衣少年有些高兴 像孩童一样天真的高兴 脸颊显得更加苍白了 他看着脸上的柳一青 声音微颤的说道 你今夜要死了 他的声音有些微颤 是因为有些紧张 他从来没真正的战斗过 但他并不畏惧 因为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输 只要是在浩天的世界里 柳一青没说话 他很清楚 无论这个少年怎么数 最后都必然是一个死子 因为他虽然不能失误 但知道对方是谁 皇城四周的人们 也知道这名青衣少年的来历 包括南极小皇帝在内 所有人都显得有些兴奋 又因为敬畏而绝对沉默 深春时节 西陵神殿大笔 又为青衣小丝夺了头名 他没有尸城 便在数月前他还不能修行 但一场春雨就让他知命了 包括西陵神殿长教在内 没有人知道他的潜力极限 或者说真实境界在哪里 他的出现有若神迹 在浩天信徒眼里 他才是真正的道门天才 无论是曾经的耶稣 还是传闻里的陈皮皮 都无法与这名青衣少年相提并论 因为他是浩天留在人间的礼物 他叫横目利人 曾经是天医院砍柴的青衣小丝 现在是西陵神殿的红衣神官 六一清问 你准备怎么让我死 横目利人说道 我用刀 柳一清问 什么刀 砍柴刀 他的十三把刀都是戏刀 适合杀人 不适合砍柴 但他还是坚持称为砍柴刀 不知道是因为他砍了很多年的柴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柳一清摇了摇头 你比他差得太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不风寻 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 圣权出品 皇城四周的人们保持着绝对的沉默 所以二人的对话 很清晰地传到所有人的耳朵中 却没有人能听明白 你比他差得太远 那个他是谁呢 横目利人知道 柳一清说的他是谁 眼神变得吃热气雷 吏声喝道 没有人能够战胜我 你不行 他也不行 柳一清清负深判的剑鞘 说道 你很骄傲 因为我很自信 柳一清隔着白布看着他 我们这一代人 从来不用言语或神情来表现自信 我们习惯见面拔刀 因为长年老矣 被风吹日晒 横目利人显得并不稚嫩 一年里有些不符 但他的神情依旧天真 笑起来显得有些残忍 当年那个人 把你砍成了瞎子 我今夜会把你砍成死人 过些天遇到他时 我会先把他砍瞎 也算是替你了了个心愿 我从来没有这种心愿 柳一清说的 因为我很清楚 无论我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变得比他更强大 你更不行 你似乎对他很有信心 柳一清看着他 怜悯说的 如果你真的遇到他 那么便是你的死期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只可惜你天真狂妄到 连这都想不明白 柳一清望向夜色 那个人肯定明白 但很明显 他没有提醒过你 由此看来 西陵神殿里喜欢你的人 并不多 横目立人 没有听懂柳一清的这句话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遇到那个人 就一定会死 也不明白 为什么柳一清 说夜色里的那个人明白 作为一个刚刚从天遇院杂役 变成神殿强者的少年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他都不明白 但站在皇城前的光线里 看着脸上的柳一清 他清晰地察觉到 灵魂里的悸动兴奋 明白对方将会是 自己杀死的第一个强者 柳一清缓慢环视四周 脸上的白布 反耀着城头头下的光线 显得非常洁白 他的神情很平静 没有因为四周的安静 而生出亚异的情绪 西陵神殿的神官 还有效忠南静皇室的修行者 保持着绝对的平静 包括南海赵死守在内的强者们 都没有像柳一清出手的意思 因为他们很清楚 即将发生的战斗 只能属于横目立人 这是西陵神殿对人间的一次展示 展示的是浩天留在桃山的礼物 展示的是刀门永远无法摧毁的永恒力量 横目立人 横目立人走到碾前树杖 停下脚步 伸手到背后拔出一柄刀 这柄刀的刀身真的很细 看上去与大和国的绣剑有几分相似 他拔刀的动作很寻常 给人感觉下一刻他仿佛会去找一块木块 然后把木块给砍成两半 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动作 叶穷与地面之间的数千丈空间 都随之发生了变化 刀身与翘口摸擦 发出轻微的声响 高空上的叶云 便如受惊的禽鸟四处散开 露出了弯弯的霉月 还有清淡的数百里星辰 而当他直直细刀 刀锋直对脸上的柳翼青时 黄成千狂风大作 虎成河掀起波澜 云散夜线 风起水乱 这些都是自然现象 当这些自然现象与人类的动作联系起来 那么便说明天体元气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细刀出鞘 天地便生出如此强烈的感应 我这刀饼的轻衣少年 究竟拥有多么深不可测的境界 多么深厚的念力 主持着常见动静的人们 因为天地元气的变化而极度震惊 即便是来自西陵神殿的神官 包括赵斯手的呼吸 都变得急促起来 他们知道横目丽人是神殿非常器重的天才 但是没有谁见过他战斗 直到此时他们才发现横目竟是强到了如此的程度 月光星光城墙上火把散发出来的光线 落在横目丽人的身上 把他身上的轻衣照耀的仿佛碧天 把他手中的刀锋照耀的仿佛是燃烧的火柴 横目丽人的身躯仿佛燃烧了起来 是燃烧在湛蓝的青天里 无穷无尽的浩天神辉 从刀锋上喷涌而出 观战的人群更加震惊 急促的呼吸声夹让而止 人们下一世里屏住了呼吸 不想让自己污浊的气息 与这抹圣洁的画面相处 这些浩天神辉是那样的纯净恐怖 即便是神术造诣极高的才觉大神观 也没有他强 因为这与修道天赋无关 与勤勉无关与悟性无关 只与浩天本身有关 这个少年得到了神卷 他是浩天留给人间的礼物 刘一青看不到正在燃烧的横目里人 但他能感受到炽热的温度 能体会到浩天神辉里 蕴藏着的无尽微压 他脸上的那块白布 仿佛也要随着一道燃烧起来 但他神情依旧平静 今夜的林康城 火化处处提升阵阵 西陵神殿大举入侵 南进皇室与军方严密配合 间隔一散 间隔一散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这是西陵神殿最想看到的战场 因为柳一青是真正的强者 而横目立人 只有战胜这种级别的强者 才能一战惊人间 人们有些紧张 有些好奇 航目立人展露了难以想象的境界 如果他的对手是别的强者 这场战斗没有任何意义 他必然胜利 但现在他的对手是柳一青 情况自然不同 不是因为柳一青是当代剑阁的守护者 现在看来有可能是末代的守护者了 也不是因为柳一青是剑圣柳白的亲弟弟 而是正如夜色里那个人所说 柳一青这个名字必然将会被写在修行界的历史上 活着的时候便知晓死后也会留下万世之名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会让留万世之名的那人 获得真正的宁静 灵魂层面的宁静 而这种情况下 对于修行者来说 毫无疑问 也是取得突破的最好契机 数年前柳一青就已经是致命警的打剑师了 那么现在呢 柳一青的右手自然垂落在身侧 手指修长非常适合握剑 而他的剑也正在他的手边 只需要动念便可以握住剑柄 人们的目光在柳一青的手与剑柄之间来回紧张无比 横目利人没有理会人缺的目光 因为有黑而稍显粗糙的脸庞上 没有任何情绪 他隔着神灰看着脸上的柳一青 神情漠然 在他看来 柳一青勉强够资格做自己的对手 但如果让他自己来挑 他肯定不会这样选择 此人姓柳 毕竟不是柳白 横目更想挑战的对手 现在应该还在长安城里 这是神殿给他安排的对手 更准确地说 这是灌主给他安排的对手 所以他虽然觉得有些无趣 依然还是来了 举起你的剑 然后去死 说完这句话 横目利人便举刀 向着柳一青的头顶 砍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举起你的剑 然后去死 横目利人 神情很平静 就像在做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他举刀向柳一青的头顶砍落 只是他自己都没注意到 先前说那句话的时候 他声音还是有些微微颤抖的 因为他有些紧张 也有些兴奋 他的目标是长安城里 那个同样用柴刀的人 但出道之战 能够杀死柳一青这样的剑道强者 对于数月前还是杂役的自己来说 怎能不兴奋呢 柳一青感受到了他的情绪 抬起头来望向对面 隔着白布 他没有望向横目利人 哪怕横目此时在神灰的包围下 显得无比庄严神圣 就像是神殿壁画里走出来的真神 柳一青望向城头 望向那名脸色苍白的小皇帝 横目利人的脸色也有些白 不是恐惧 而是愤怒 他不明白 柳一青虽然是个瞎子 但既然要看 为什么不看自己 我这时候就要杀死你 你为什么不看我 我因为要杀死你都有一些兴奋和紧张了 你为什么不看我 我是盗门新一代的最强者 你凭什么不看我 我是浩天留在人间的神性 你怎么敢不看我 你凭什么瞧不起我 柳一青握住剑柄向前刺出 他依然没看横目利人 还是看着城墙上的小皇帝 因为他这一剑 刺的不是横目利人 而是刺的小皇帝 横目利人的人和刀都在燃烧 远远无尽的浩天神灰把空间里 所有的天地元气都焚烧至最细微的尘力 但他没有办法阻止柳一青的这一剑 因为柳一青的剑破空而出 剑意瞬息间撕裂夜空 越过那道圣洁的白色火墙 就像是被风荡起的柳枝 飘过湖面 连涟漪都没留下一丝 柳一青看着城墙上的小皇帝 面无表情 目光落出 便是剑落出 小皇帝看不到那道剑 但他能够看到柳一青的目光 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早已无法屏止呼吸 他紧张地喘息着 觉得下一刻自己的肺就要炸开 心跳得越来越厉害 仿佛随时可能崩裂 他伸手捂住胸口 痛苦地开始吐血 航目利人的刀势志 空中发出紫紫的响声 那是火焰焚烧空气的声音 火光之前挡折臂翼 柳一青握着剑柄的右手 旗腕而断 鲜血从柳一青的手腕 喷扭而出 剑与手落回碾上 这必然是极痛苦的 但柳一青脸上 依然没有任何神情 平静地就响住无言的柳 他看不见事物 眼睛上蒙着白布 但他还是静静地看着城墙上 握剑的手断了 剑跌落尘埃 但剑翼早已破空而去 已经来到城墙上 青石筑成的城墙 在夜色里泛着厚重的黑 被火光 尤其是好天神灰照耀时 没有任何斑驳的感觉 就像颗黑色的宝石 这颗黑色宝石的表面 忽然出现了 无数道细黑的裂纹 城墙青砖间 崩落无数细碎的石粉 转瞬间裂纹扩展 皇城江青 城墙上的人们 并不知道自己脚下 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南京小皇帝的喘息 变得越来越急促 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脸色也越来越白 终于有人听到了 城墙裂开的声音 看到了那些恐怖的裂痕 发出惊慌的呼喊 武将与修行强者 扶着小皇帝 准备逃下墙去 然而已经晚了 城墙裂开 小皇帝的心脏也随之裂开 无数道细密的裂痕 摧毁了这堵 力尽苍苍的城墙 也毁灭了小皇帝的性命 城墙上一片慌乱 人们围在喷血倒地的小皇帝四周 惊恐到极点 柳逸清依然坐在碾上 静静地看着城墙上 看着那些曾经熟悉的武将与强者们 唇角极缓慢地掀起 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先前夜色里响起如雷一般的提声 还有横目里人等西灵神殿强者的到来 说明了很多事情 柳逸清对此并不意外 只是一旦证明了 还是不免有些失望 天子守国门 今夜小皇帝却打开了南进的城门 迎进了西灵神殿的铁骑 你是间隔替南进选择的天子 就算不要求你偏死守国门 但你怎能把自己的国门打开呢 从那一刻开始 南进的江山便换了颜色 林康的城墙不再有任何意义 那么无论是皇城的墙 还是同安门的城墙 都塌了吧 虽然你今年只有十三岁 虽然你是南进皇室最后的窒息血脉 虽然你喊了我数年老师 虽然你的品德可以成为善良 但还是死了吧 柳逸清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他第一剑刺的 不是横木立人 而是城墙上的小皇帝 他要南进皇室最后的血脉 替南进的城墙殉葬 为此 他握剑的右手齐望而断 横木立人来到他身前三尺 圣洁的好天神灰 将他脸上的白布照耀的 像是祭奠死人用的纸钱 但 柳逸清根本不在乎 对于剑阁弟子们来说 死亡和伤痛向来是最不需要在乎的事情 怎样让敌人感到痛苦 才是他们需要思考的事 横木立人的刀很细很锋利 刀锋剑燃烧的好天神灰更是恐怖到极点 柳逸清既然以剑催城 自然便再无法抵挡 轰的一声 皇城南向的城墙终于塌了 无数砖石落到地上令大地震动 无数烟尘升起直向夜穷而去 这道崩塌的城墙 这些崩坏的砖石 上面都刻着难尽的历史 这些尘埃都是历史的尘埃 充满了令人感伤的味道 烟尘令整个世界都变得昏暗起来 唯有那屯好天神灰始终是那样的稳定 根本没有熄灭的征兆 相反光线被烟尘里的威力折射 变成了极明亮的银色 显得更加圣洁壮严 如繁星下的云层 银色光辉深处 横幕里人与柳逸清沉默相对 柳逸清的身躯上 剁出了十七道血口 她的右手与两条腿 都已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她的唇角也被刀锋锁伤 看上去像是胭脂眉涂好 她的眉前有道刀锋 刀意灵力的直侧灵魂 那把刀很细 并不如何沉重 横幕里人握在手里很稳定 她只需要向前一送 柳逸清便会死去 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这一切 柳逸清缓缓举起左手 擦拭掉唇角浓稠的血水 神情很平静 仿佛自己的眉前 根本没有这样恐怖的一把刀 一致相反 横幕里人的脸色有些白 神情有些枉然清澄而坚定的眼眸里 写满了愤怒和不解 以及浓郁的羞辱感 为什么 她看着柳逸清问 柳逸清隔着白布看着她 没说话 横幕里人知道 柳逸清是个瞎子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觉得 此时白布向那双眼睛里 写满了嘲弄和同情的情绪 为什么 她再次厉声喝倒 自从那场春风话语后 横幕里人对自己的实力境界 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 她不认为人间有谁是自己的对手 但先前看着柳逸清一剑催程 她必须承认 如果柳逸清把这一剑用在自己身上 那么自己应对起来也会有些麻烦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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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为什么柳逸清的第一剑不是刺向自己 难道在此人眼里自己还没有那个南进小皇帝重要 还是说 此人自大到以为可以用第二剑杀死自己 柳逸清仿佛感觉不到眉心那道刀锋 他说道 因为 你不配 横幕里人觉得这是自己听到过的最好笑 最荒谬的一句话 柳逸清接着说道 这是我的第一剑 所以哪怕你是西陵神殿的大人物 是整个道门祭予厚望的神子 依然不配 为什么 整个修行界都在传说 你是浩天留给人间的礼物 难道 难道 这样 还不配 借你的第一剑 我的剑 是用来杀人的 不是用来拆礼物的 你自然不配 您正在收听的是古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这是羞辱 是赤裸裸的羞辱 羞辱有很多种 言语上的羞辱最常见 也最无力 对于跃进红尘见惯事情的强者们来说 这种羞辱没什么力量 但对于横目利人来说 却并非如此 他拥有强者的力量 却还没有强者的心态 那种心态是精神是气魄 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无数战斗来锤炼 所谓道心通明指的也正是这一方面 然而 他的命运转变得太过离奇突然 因为一场春雨便从天狱院的杂役成了西陵神殿最强大的少年 他的修道历程里有个很明显的缺口 所以当他听到柳一青的这番话后 变得非常愤怒 愤怒到握着刀柄的手都开始颤抖起来 柳一青眼睛上蒙指的白布在夜风里轻轻颤抖 他仿佛能够察觉到横目立人的手在颤抖 唇角微微扬起 显得有些同情 恒目立人声音微寒 你在同情我 柳一青摇摇头 我在怜悉你 你有什么资格怜悯我 不能得偿所愿 自然令人心生怜悯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无论你今夜要什么 你都不可能得到 横目立人沉默片刻忽然冷静下来 他很清楚 今夜这场战斗本来就是神殿对自己的考验 或者说魔力 他需要从战斗中学会怎样做一名真正的强者 于外显为改天换地晚 狂澜于祭祷 于内敛为冷静从容 逃山崩而面不改色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为如此才能走到更远的地方 柳一青想要让他愤怒 那么他便不能愤怒 因为愤怒会影响判断 会对战斗造成严重的影响 但是今夜柳一青舍了第一件 此时已经浑身是血 断腿残壁 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战局了 那么他让自己愤怒又有什么意义呢 横目立人很满意 满意于自己不再愤怒 满意于自己在战斗中 还能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 他看着刀锋之下柳一青 危险苍白的脸 有些嘲讽地想道 你或者还有潜藏的手段 或者在求死 但无论哪种都只是徒劳 柳一青从一开始的应对 似乎都在说明想求死 从踏入致命境门槛的那天起 横目立人对生死 便有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观点 知道对于很多修道者而言 死亡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 活着反而更加可怕 所以他不允许柳一青去死 或者是因为他其实还是很愤怒的 至于柳一青可能还有再战之力 还有隐藏的手段 何目立人更不在乎 他在学习怎样成为强者 但他的修行境界以及信心 早就超越了这个层次 他根本不相信在浩天的世界里 有谁能够战胜自己 有些时候 站在崖平上 看着轮椅里那个残疾的老者 他都会生出 把那轮椅退下去的冲动渴望 更何况是对柳一青的 来吧 让我看看你准备怎么做 横目立人的脸色略显苍白 身躯表面的浩天神灰不停燃烧 手里握着的戏刀不再颤抖 刀锋不再寒冷 泛着温暖或者说炽热的光 撕裂夜风 以及最后那点残留的距离 向着柳一青的眉心侧去 柳一青盘膝坐在脸上 没有闪避 因为他双腿一断 身下血勇如泉 也因为他根本没有想过闪避 他选择直接出剑 断手与剑落在脸上 他又如何出剑 只见柳一青用左手握住 断落在脸上的右手 然后出手 出手便是出剑 这一幕画面有些诡异 在黄城四周的人们眼中 又有些熟悉 数年前在青霞之前 有人也这样做过 那个人叫君墨 当时他的剑刺的是剑圣柳白 而柳一青当时也在那片原野里 他看到了那一剑 也记住了那一剑 剑阁的剑 本来就是世间最快 此时你的是书院二先生的剑形 用的还是剑阁的剑意 两者相叠 那么更是快到难以想象 夜色中仿佛有一道闪电亮起 柳一青的剑后发先至 横目立人的刀锋 在他的眉前夜风里 只来得及走过一根发丝的距离 他的左手握着的右手握着的剑 便已经来到他的胸前 扑斥一声清响 剑锋刺进横目立人的胸口 剑锋入肉半分 窗口鲜血引线僵溢 黄城四周观战的人们 还来不及发出惊呼 扑斥那声清响 还停留在两人身间 没有传到外围 剑锋入胸处的心血 还没能躺下 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刘一青的第一剑 霸道决然到了极致 一剑斩断一面城墙 那么他的第二剑 便是快到了极致 快到没有任何人能够反应过来 痛楚的传递似乎要比声音更快 横目立人的脸色更加苍白 清晰的感觉到胸口传来的冰冷锋利的意味 还有那抹带着淡淡腥味的痛楚 是的 这种痛楚是有味道的 但他并不慌乱 更不恐惧 相反他觉得很愉悦 因为柳一青的这一剑似乎比先前的第一剑还要强 他以为这是自己最渴望的尊重 他兴奋起来 他的眼睛变得异常明亮 每个眼瞳都仿佛变成一颗星辰 向这漆黑的地面不停逼近 将要分灭原野剑的无数下草 柳一青的剑再也没有办法向前进入一分 因为剑已经接触到横目利人的血 那些血正在燃烧 燃烧的都是浩天神灰 痴痴响响声清烟缕缕 溅入神区染神血 被一寸寸燃烧成看不见的烟尘 横目利人手里的戏刀穿越神灰凝成的金花 同时他身后的十二把戏刀展开 一如金花盛开 燃烧的神灰是美丽的花 他站在花里倒是再尽柳一青一分 一道难以想象 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强大意志 出现在年前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映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碗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这是浩天的意志吗 柳一青想着唇角露出一丝笑容 在浩天神灰的照耀下 这一丝笑容显得有些复杂 不知道是自嘲还是嘲讽 他的左手握着自己的右手 他的右手握着被烧残的剑 剑 剑被神灰烧成灰烬 如无力的蜡烛 段落的右手也被神灰烧时 露出森白的止骨 然后止骨见黑 前端见风 柳一青灰手 焦黑的止骨破风而出 如剑一般飘到横目的眼前 飘一般用来形容很轻的事物 很少用来形容剑 哪怕是最轻的飞剑 但柳一青的最后一剑 确实是飘过去的 就在他灰剑的同时 黄城四周护城河畔的垂流 随夜风飘起 柳之清点喝水 荡出点点涟漪 柳一青脸上的白布飘起 拂开刀锋上喷吐的浩天神灰 横目立人的眼神也终于第一次变得凝重起来 柳一青的这一剑如风一般不可捉摸 果然不愧是剑阁的支强者 横目立人凝重然后兴奋 柳一青伤重难负 今夜不可能战胜他 但这一剑对他来说是真正的考验 他想完美地破掉这一剑 让此人承受痛苦和羞辱 横目立人一声断贺 无数赤白的光线从他双手间迸发 刀锋秉承着那道伟大的意志 一网无情而落 见势如风 那我便把风斩断 迎风一刀斩之 境界一片 风被斩断了 自然无声无息 沪尘河畔无数垂柳 无声而断 落入河水里 似飘平般无力倾当 柳一青眼上蒙指的白布 被斩断一截 飘到他的胸前 然后停止 他的胸前 插着一把剑 那是他的右手 鲜血从那里不停地流出 他的身上到处都是血口 大部分是被横目立人的刀势所破 但真正致命的 还是柳一青自己的剑 为什么 横目立人脸色苍白 还看着柳一青问 这最后一件 你为什么没有刺我 柳一青说道 我说过 你不配 他一面说话 一面磕血 还带着笑 嘲弄的微笑 怜悯的微笑 横目立人愤怒的打好 我为什么不配 相同的话 何必重复 横目立人沉默 柳一青微笑 不能杀死我 是不是很难受 今夜西陵神殿强者云集 柳一青单剑附会 知道毫无性理 但他依然来了 因为弱大一个南晋 总要有个人说明这些态度 柳一青很清楚 西陵神殿安排这场战斗的用意 这是一场盛大的舞会 南晋皇城前是浩天道门向人间崭新力量的舞台 他走上这个舞台却不准备当配角 他先杀死南晋皇帝 然后杀死自己 那么便没有谁能够再杀死他了 横目立人 他在这个舞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那么有什么资格当男主角呢 他是柳一青 是注定会被记载在历史上的人物 那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当然要占据舞台所有的光彩 这便是他向西陵神殿赐出的最后一件 横目立人的身影 有些落寞 今夜 本来是他成为强者的第一站 然而他哪里能想到 结局原来早就已经写好了 和自己 没有任何关系 在这一刻 他忽然明白自己离开桃山的时候 灌主为什么说了那样一段话 也明白了为什么灌主会让夜色里那个人 一直跟着自己 成为强者的道路 原来真的这样困难 他真的很不甘心 横目立人低着头 手里的金花不知脸去何处 站在夜色里落寞的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 声音里的情绪还是那般的倔强与不甘 不管是第一件还是最后这件 你都伤不到我的根本 你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你不敢向我出剑 你休想用这种言语来乱我的道心 柳一青不停地咳血 面色如雪 当然 面上还有那抹夜色都遮掩不住的怜悯意味 我要死了 先前 我没有出剑 以后 也不会再出剑 那么 永远没有人知道答案 你也不知道 究竟能不能接住我的剑 在今后的修道旅途上 你或者 可 只怕人间 可今夜的遗憾 会一直 喷随着你 黄城的墙塌了 到处都是砖块与石粒 护城河里的水净了 被斩断落下的柳枝 渐渐向水底沉去 一片死寂里 忽然 有花盛开 那花与夜色仿佛融为一体 没有粉嫩的颜色 也没有灿烂的金边 只是纯粹的黑 花瓣繁蜜的难以数清 隐约能够分清一朵桃花 黑桃显现在夜色间 那人也从夜色里走了出来 脸上的银色面具 经过数年时间的风吹雨打 不在那般明亮 如旧雾般蒙着层模糊的雾面 就像那朵黑色的桃花一样 此人曾经也有过光彩夺目的金色 只不过 现在他把金色都给了别人 把纯粹的黑留给自己 他的衣衫 他的眼神 以及他的气息 都是那样的寒冷而厚重 就像雁台中快要干凝的墨汁 刘易轻看着从夜色里走出来的那人 脸上的神情变得有些复杂 有些凝重 和先前面对横目利人是完全不同 因为他察觉到了此人比以前更加纯粹 从而更加强大 不禁开始担心起书院里的那些唐人 龙庆走出夜色来到黄城前 横目利人没有任何反应 依然盯着脸上的柳易轻 龙庆看着横目利人有些落寞的背影 还有那件刚刚染上血的轻衣 沉默了一段时间 然后望向夜穷里的月亮 脸上流露出遗憾的情绪 今夜西陵神殿 向林康城派出横目利人这样重要的人物 出动包括赵司守在内的五名知命境强者 两千众计千里来袭 黄城四周提前布下强大的阵法 还有他一直都站在夜色中 这样的阵势 除了让南晋重回浩天的怀抱 杀死背叛神殿的柳易轻自然还有些别的想法 比如杀死那些前来救援剑阁的强者们 赶在神殿威势之前对剑阁伸出援手的人很少 准确来说只可能是书院里的那些人 而龙庆判断最有可能出现在林康城的人是宁缺 书院依然是要讲规矩讲道理的 西陵神殿为书院安排了那么多道理 至少当前书院无法解开那些道理 所以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神殿剿灭新教 看着神殿北入南晋 却什么事情都无法做 只有宁缺向来不讲规矩 也不讲道理 所以在龙庆看来 今夜他很有可能出现在林康城 这让他感到很满意 同时很期待 然而就像横目利人 失望于柳易轻的最后一见 没刺想自己那样 他这时候也有些失望 因为宁缺始终没出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 独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书院不会来人 神殿摆出这么大的阵势 真的 真的太浪费了 柳易轻的唇角躺着写声音 却还是那样清楚 龙庆看着他 平静说道 我不认为这是种浪费 因为我不会低估任何对手 尤其是被很多人低估的你 柳易轻是柳白的亲弟弟 少年是积极无名 出道站便在书院侧门 被宁缺一刀斩瞎了双眼 如龙庆先前在夜色里所言 他后来单剑入宫杀死南京皇帝 掀开了大时代的开篇 但他的声望依然不够高 在很多修行者看来 他远不如宁缺和龙庆 更没有资格接替柳白在人间留下的位置 但龙庆不这么想 因为他有过与柳易轻非常相似的经历 他也曾惨败在宁缺的手下 付出极惨重的代价才重新崛起 柳易轻双眼皆盲 却能直见踏破知命门槛 夺剑道造化 他知道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这代表着多么强大的意志 你是剑阁的主人 你的剑代表着你的意志 不刺横目 自然不可能真是意气之举 而是因为你要杀死皇帝和那些皇族 龙杏看着柳易轻 城墙上的那些人死了 南京必然陷入内乱 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平静 神殿想要借用南京的军力与国力 自然也不那么方便 这便是你剑阁的意志 伤己 从而伤敌 柳易轻脸上的白布一残 正在滴血 墨六字 总结的极精辟 但我对横目说的也没错 很多年前 神殿要宣扬你的神子之名 很多修行强者死在你手中 如今山殿准备推出他 我为什么要成全你们 这 正是我所不理解的事 南京国门一开 既然无力回天 你为什么不选择离开 为什么还要替唐人送死 多年前 大雄让我去书院喜剑 结果我被宁缺所伤 就此忙了双眼 此后虽然剑心通明 但其实依然没有看透这件事情 可你还是选择站到了书院那一边 不是我的选择 是大雄的选择 柳一青艰难地摇了摇头 我不懂 大雄为什么要帮助书院 但既然你要这么做 那么 我便这么做 倘人无信 你坚持的意义在哪里 意义在于自己 柳一青的神情显得有些疲惫 我不喜欢唐人 我不喜欢书院 我不喜欢神殿 不喜欢你们这些神棍 我不明白大雄为什么要帮助书院 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南竞人都想要帮助神殿 大雄死了 南竞人把剑阁当成鬼域 我向前看没有人 我变成了一缕孤魂 一只野鬼 但就算是孤魂夜鬼 也可以做些事情 唐军若来前 剑阁弟子当抵抗 西陵来 一当抵抗 即便站不过 但总要先站过 自取灭亡之道 愚痴 难赞 听闻关注当您入长安 千万唐人赴死 如今神殿如灵亢 我难见千万人束手相抗 我想总得有人表明些态度 要一人赴死 终究也还是好看些 柳一清觉得肺部正在燃烧 破裂的心脏就像垮塌的河堤 痛苦的停顿了下 艰难的笑着说道 既然是死 当然不能 让你们太顺医 龙庆看着柳一清 井间那道越来越清晰的血线 说道 像你我这样的人 应该活着 看看这个大时代 崭新的大时代 帷幕已然掀开 你是启木的人 我将是出演的人 我们应该一道看看幕后的风景 如此才能不复来这世间走过一早 龙庆的这句话 是对柳一清极高的评价 但柳一清只是艰难地笑了笑 没有对此发表什么看法 然后他看向横目立人 说道 这幕戏 刚刚开场 但我的部分 已经结束了 即便再有不干 你也必须学会接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即便再有不干 你也必须学会接受 横目立人 身体微震 忽然抬起头来 盯着柳一清 这场戏 还没有结束 浩天的意志 又岂能 允许 凡人改变 他的生意 微微颤抖 眼神很复杂 有不干 也有暴虐 如当年上山砍柴的童儿 看见枯树上的寒蝉 有同情 更多的 却是自怜和愤怒 话音落出 一道圣洁的浩天神灰 从他的掌心喷出 落在柳一清胸口 他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 同时 柳一清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四周的人们 面色骤变 尤其是来自西陵神殿 那些神官们 感知着这道 浩天神灰里 蕴藏着的生命气息 更是震惊的 说不出话来 龙青的脸色 变得沉宁起来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横目里人没理他 盯着柳一清的脸 将神区里的浩天神灰 不停逼出 脸颊越来越消瘦 眼神却越来越明亮 这是真正的西陵神术 现在的修行界 没有谁比横目里人的神术境界更高 哪怕叶红鱼都不如他 因为他直接继承了浩天的意志与光辉 西陵神术可以杀人 也可以救人 他神区里的神灰 拥有浩天的气息 能以世间一切不死之人 柳一清将死 但终究未死 横目里人不允许柳一清就这么死了 为此他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要损耗极多的浩天神灰 可以看见的容颜枯稿是一方面 看不见的生命流逝 才是真正重要的那部分 而且他马上便会因此身受重伤 当年被宁缺砍下之后 柳一清的眼睛再也没有任何感觉 但此时他忽然觉得 自己的眼睛有些发热 有些发痒 甚至隐约看到了模糊的白光 那是白布的颜色 还是圣洁的光辉 柳一清依然冷静 脸上的情绪甚至显得有些冷漠 他很清楚 横目里人付出如此大代价 让自己活着 必然不会让自己活得很舒服 没有意义 他说着 一名知命精的强者不想活 那么就没有谁能够让他不死 横目里人的面容微微抽搐 就显得很可怕 在圣洁的神灰里砍上去就像是受了重伤的魔鬼 他的声音就像是哭泣一般非常难听 你们这些楼一般的凡人 根本不知道我现在拥有怎样的情节 我想你活着 你想死都不可能 活着又如何 别等让你好过些 最终你也不肯与我战斗 拒绝用失败来证明浩天的意志不可抗拒 但我会让你承受无尽的痛苦 来告诉整个人家 背叛浩天会迎来怎样的下场 我让你活你就必须活 因为我代表着浩天的意志 我要你活着 不是要你看什么见鬼的大时代 我要你背首羞辱的活着 我要你每天承受亲到万瓜的痛苦 我要你看着南起分崩离析 剪隔底子不停死亡 我要你看着你的孤土变成焦土 故人变成死人 我要你活着 就是要你后悔的活着 横目立人看着柳一青胸间的伤口渐渐收缩 看着他井间那道血线越来越细 大笑着说道 道内师 道内师 你会不会后悔今夜做出的这些事情 如果再给你重来一次的机会 你还会不会像现在这般对我不敬 西陵神殿最天才的少年 发出最狂傲的笑声 无比鱼人那般的癫狂 压缩的空气掠过他不停颤抖的声带 尖细的如歌群的名哨 很是刺耳 人们看着这摩画面 听着笑声 心头寒意渐生 很多西陵神官觉得自己道心快要有崩塌的迹象 就连赵斯手的唇角都伸出一层淡淡的寒霜 夜色里的黄尘一片死寂 只有横目疯狂的笑声在不停回荡 护城河上的柳枝未切的轻轻摇摆 落到水里的断流向河底沉降的更快 想要把身体藏匿进数千年沉寂下来的淤泥之中 不想再听到这些笑声了 刘一清感受着生命的气息重新回到身去 听着横目的言语和笑声 神情没有任何变化 更找不到畏惧 只是平静 他隔着白布看着龙庆 这就是神殿的希望 龙庆沉默不语 柳一清重复地问道 一个有童年阴影的可怜孩子 龙庆依然没说话 这便是默认 柳一清感慨 神殿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龙庆还是沉默 依然是默认 他同意 柳一清的看法 想了想后 他举起右手 指尖开着一朵黑色的桃花 花瓣里隐藏着寂灭的气息 场间只有这朵黑色的桃花 可以打断横目利人施展的神术 不要阻止我 横目利人看着桃花 大声吼道 受血的脸颊惨白如雪 他盯着柳一清的脸 不明白这个南进人在生死之间网还 受了这么多的精神冲击 为什么还能如此平静 他更不明白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自己还能清楚地从对方处感知到怜悯的情绪 这些人 这些人究竟在同情自己神吗 龙庆说道 道门需要你散播光辉 而不是发疯 横目利人惊狂地笑了笑 我这时候感觉很好 我终于明白了 只要真正疯狂的人 像你那样 才能真正地强大 龙庆指尖的黑色桃花 随夜风轻缠 不要阻止我 虽然你是前辈 但我对你没有任何敬意 也不需要有敬意 这既然是神殿安排给我的事情 你就不要插手 龙庆看着他 仿佛看着一个倔强 天真而冷酷的孩子 正在山路间行走 露水湿了破旧的青山 他握着柴刀 以为自己就是太阳 一声叹息 在龙庆的心里响起 最终他什么都没做 便在这一时 浓重的夜色深处 也响起了一声叹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不风寻 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 授权出品 这一声叹息 清清浅浅 就像花上盛着的水 水上映着的花 自夜色深处而来 把这安静的夜洗得更静 夜穷上悬着的那轮明月更静 就像满是尘力的皇城废墟 都因此而显得干净起来 垂柳轻浮河面 仿佛今夜什么都没发生过 人们听到这声叹息后的反应 更不相同 有人惊恶 有人畏惧 有人沉默 还有很多人脸色苍白 悄悄地向人群后退去 因为他们清楚 夜色里的那个人 必然来自唐国 来自长安书院 只是不知道 是哪位先生 龙庆知道 来的人是谁 看着夜色里叹息起处 知道目光落出 并不见得有那人 神情变得异常凝重 多年前在荒原雪峰下 那人一生轻衣粉末登场 便断了道魔两宗的一场大战 其后某年在白塔寺 那人一声叹息再次登场 困住玄空寺蒋经首座 放走了宁缺和桑桑 今夜此人再次叹息登场 又会做些什么呢 垂死的柳亦青 听到这声叹息后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不是因为他终于等到了谁 证明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确信 自己所求的 必将实现 横目立人 也猜到了来人是谁 因为修行界只有那个人 能够悄无声息地突破西陵神殿 两千护角骑兵的防线 来到离自己这么近的地方 他深深吸了口气 十三把戏刀变得更加明亮 身前身后的精化更加盛大 时刻准备向叹息牲畜 发起自己的攻击 他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 胃部的神情 因为神灰消耗过速而受血的面容上 露出极强烈的战斗意愿 但眼眸里的兴奋尽数消退了 先前因为天真而显得格外残忍的神情 瞬间变得冷静起来 因为他就算再如何骄傲自信 面对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也必须集中所有的精神气魄 才能有希望战胜对手 龙庆看着夜色深处 说两个字 放手 这句话不是对内人说的 而是对横目说的 刘一清伤重将死 横目不要他死 要他活着承受无尽折磨 于此时夜色里才传来那声 令山传动容的叹息 其中的意思非常清楚 哪人不允许这样残酷的事情发生 横目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手掌依然落在柳一清身上 他看着夜色深处 说道 书院果然来人了 这难道 不正是神殿想要看到的画面 为何要我放手 龙庆说道 我等的是宁缺 不是他 有什么区别 都是书院贼子 而且这人 要比宁缺重要得多 更重要的人 必然更强大 今夜书院无论谁来 我都会尝试将他留下 但既然来的是他 那便没有意义 横目眼眸深处 有星辰残片在人烧 如烈火一般 声音也变成被风浮乱的篝火 呼啸有力 看着夜色深处 他说道 我想试试 留下他 龙庆的眼眸里出现一抹怜悯的神情 连起 永而无知 便在这一时 夜色里再次传来那人的叹息声 显得有些无奈 所谓无奈 很像成年人看着孩子胡闹似的感觉 其间自然也引着怜悯 横目清晰地感觉到这种情绪 脸色变得异常阴郁 心境却越发冷静 因为既然他想尝试留下对方 便必须冷静到极点 那人终于说话了 你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 这种问话 一般会出现在 两名强者决斗之后 胜利者看着失败者 充满同情地问上一句 给观众带来十足的英雄 惺惺相惜之感 而这种问话 如果出现在决战之前 则充满了不屑一顾的嘲弄感 横目没有误会 那人是在嘲弄自己 虽然那缓慢的语速 平静的语调 听上去确实有点像嘲讽 但他知道不是 因为那人不是那样的人 这句话是问向柳一清的 柳一清抬起头来 隔着白布 看着夜色下的林康城 虽然他现在看不到 但他以前看过很多次 记得这座城的很多细节 作为一名修行者 他数年前就已经进入知命境 作为一名剑师 他今夜单见父子 一见崔皇城 已经领悟到剑道的真谛 作为一名男人 他这辈子杀死了两名南晋皇帝 注定将会写在历史上 依然是没有任何遗憾 作为一个人 他平生心愿一族 只是作为剑阁之主 和一名南晋人 他确实还有很多 放不下的人和事 但他没有说得太具体 因为他相信 唐国和书院 如果能够在这场战争中获胜 自然会处理得很好 如果不能获胜 想来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不会有南晋和剑阁了 既然如此 何必多言呢 于是 柳一青什么都没说 抿紧了薄薄如剑的双唇 满怀喜悦的 等待最后的解脱 夜色里再次响起一声叹息 这一声叹息里充满了感慨与尊敬 又仿佛是告别 又徐徐清风 起于护城河间 直上夜穷 吹散几旅想要缠住明月的夜云 吹散地面上散落的实力 来到皇城前 来到碾前 横目丽人神情骤怜 断贺一声 十余兵戏道 齐声出鞘 与夜风里绽放无限的光明 双手横我刀柄 挤无数神灰便向那道清风斩去 迎风一刀斩 就算你是真正的清风 也要被我一刀斩断 就算你已经是修行界的传说 又如何越过 我这道由刀意神灰名成的范龙 明刀照亮夜色 横目丽人的眼眸一片明亮 他的刀意神灰尽数喷涂而出 他觉得浑身通明 仿佛将要御风而去 他从未生出如此完美的感觉 然而 什么都没有发生 清风没有被斩断 也没有任何事物越过范龙 完美的依然完美 只是停在夜色里 却是那样的孤单 因为在他挥刀之前 那阵清风已然飘过 在他用刀意神灰布下范龙之前 那道身影已然出现在碾前 在他的完美一击开始之前 这场战争已经结束 一位书生站在碾前 穿着件满是尘埃的旧棉袄 腰带间插着根木棍 还有一卷旧书 神情温和 就像是乡间最常见的书师 看着此人 横目里人握着刀柄的双手 微微颤抖 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为愤怒 他寒声问道 书院 大先生 那书生 自然便是书院大师兄了 大师兄没理他 他只看着脸上的柳亦青 说了两个字 抱歉 柳亦青还活着 但他受的伤极重 横目里人 用无穷无尽的 好天神灰 让他暂时活着 那种活着 必然会比死去更痛苦 大师兄出现在林康城 出现在皇城废墟前 站在横目里人 与柳亦青之间 那好天神灰自然断绝 柳亦青即将解脱 也正是因为解脱 又或者因为解脱之前的那些故事 大师兄对柳亦青说 抱歉 沉重 而诚恳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碗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横目里人 不想柳亦青得到解脱 这让他感到很愤怒 大师兄不理他 这让他觉得自己 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 于是他愈加愤怒 他寒声说道 大先生 你终究还是来晚了 或者说 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前 你根本不敢出现 那么 这时候你出现了 对这个临死之人 说抱歉 还有什么意义呢 大先生不觉得 这很虚伪吗 还是说这样 能够安慰你自己 无论如何 书院今夜 始终没出手 柳亦青必然死去 横目里人这些 满含嘲讽意味的话 便是最锋利的刀刃 直诸人心 大师兄却像是根本没听到这些话 没注意到这个人 他只看着脸上浑身是血的柳亦青 再次重复 抱歉 抱歉 柳亦青平静 大先生很清楚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大师兄想了想 书院本来可以不让你做这种选择 柳亦青 柳亦青摇摇头 父子曾经说过 求人得人 又何愿 听着这一句话 大师兄不知该如何应答 书院 书院不可能解决人间的所有事情 人间的事情 需要人间的每个人为之而奋斗 大先生 何必自责 然而 看着河堤崩塌 怎能袖手旁观 这便是 大先生 步入十三先生的地方 大师兄摇头 小师弟 如今和当年已经不一样了 柳亦青微微一正 想到一件事情 满是血污的脸上流露出笑容 感慨说道 原来 十三先生一直在长安城上 看着这里 或者看不真切 但他必然是看着这里的 隔着染透血的白布 柳亦青看着夜色里的黄城废墟 微笑说道 幸亏我提前想到了他 可能看这里 才没有选错位置 他的修行时间不短 在修行界散发光彩的时间 却不长 他曾经选错过位置 并且因此而付出过代价 但之后便再也没有错过 今夜他坐在碾上 这便是他的位置 碾正对着那座曾经沧桑的城墙 坐北朝南风水极好 事宜落葬 大师兄看着他 抱歉 请放心 直到最后 书院依然觉得抱歉 书院让他放心 他便可以放心 无论是将来的南晋 还是那些流离失所的间隔弟子 他都不再需要担心了 染着血污的白布下 柳亦青的双眼缓缓闭上 就此进入一片黑暗 这些年他早已习惯了黑暗 故而毫无畏惧 死亡和沉睡便无区别 大师兄看着碾上 没了气息的柳亦青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缓缓转过身来 望向龙庆和横目 说道 何必 说出何必二字时 他看的是横目 看着这名承袭了 浩天馈赠的道门少年天才 大师兄的神情很从容宁静 虽然他能够看穿 对方身上的轻衣道袍 看到对方身躯里 仿佛无穷无尽的浩天神灰 横目立人 魂体都是光明的 他是浩天的选民 然而自可浩然拔剑问天 书院与浩天为敌 已然数十年 往前速回 夫子建书院 于长安城里布精神镇 书院与浩天为敌 已然千年了 书院连浩天都不怕 又怎么会害怕一名浩天的选民呢 书院连浩天都不敬 怎么会敬一名浩天的选民 大师兄望向龙庆 却是微微动容 他自幼博览群书 虽未曾修过道法 但读过不知多少道典 不然如何能在小道冠前 与耶稣变难三日 他没有修过道心通明 但人间有谁能胜过他的慧眼 他能看穿横目青衣下的 无限光明 自然也能看到龙庆袍子里 藏着的无限黑暗 无论是在那些魔宗屠夫的身上 还是在那些大奸大恶之徒的身上 大师兄从未见过 这一般浓郁绸乌的黑暗 隔着那件普通的神官袍子 他隐隐约约 看到龙庆身躯的暗雾里 有无数的怨魂正在哭泣 有无数怨念正在翻滚 大师兄看着龙庆 叹息一声 何苦 龙庆有些不安 他觉得在大先生的目光之前 自己仿佛变得浑身赤裸 再也没有任何秘密 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想做什么事情 对方都一清二楚 于是他缓缓向后退了一步 他的身后是浓郁的夜色 只有离夜色更近些 他才会觉得更安全 甚至会觉得更温暖 可还是不足够 龙庆依然觉得自己有些寒冷 被人看穿的感觉太难受了 他缓缓运转悼念 把所有的气息都掠进身躯的最深处 掠入身体的气息 带动着皇城前的夜风轻轻缭绕 轻柔的风息向他的衣衫里伸去 甚至就连光线仿佛都要被他的身体所吞噬 龙庆在人们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 仅要与夜色融为一体 横目立人的选择则是完全相反 当龙庆向后退去一步 借夜色遮掩自己 甚至把自己变成一片纯粹的黑玉石 横目立人向前踏出了一步 他向着大师兄踏出一步 神情漠然而骄傲 无数的浩天神灰从他身躯里迸发出来 圣洁的如星江一般的光线 从他的五官和毛孔里溢出 带着一股难以形容的威亚感 出现在皇城前 横目变成了一尊熊熊燃烧的神像 能够缝毁净化一切物事 他此时展露出来的境界 足以令整个修行界都感到震惊 他很清楚 以自己真实的境界 杀死柳一青并不困难 但想要杀死面前这名穿着棉袄的书生 却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传说毕竟就是传说 但横目还是想试一下 因为他很愤怒 愤怒于对方看着自己是那般从容 看着龙庆时却危险动容 总之今夜所有的事都让这位骄傲的浩天传承者感到愤怒 他必须让书院大先生感受到自己的愤怒 而且他很清楚 就算自己失败 大先生也不可能伤到自己 换句话说 对方根本不敢伤到自己 不然在柳一青死前 他何必说抱歉呢 与光辉夺目的横目丽人相比 渐渐引入夜色里的龙庆就像是不起眼的一点小乌痕 但在大师兄看来龙庆其实更加危险 当然他也不会无视站在身前的横目 书院习惯与浩天为敌不代表会轻蚀浩天 穿着青衣的少年是那场春雨化成的繁花里最美丽的那般 是浩天留在人间的礼物 被信徒们视为传说中的选民或者说传承者 即便他是书院大师兄 面对这样一个人也必须表示出足够的重视 横目里人展露出来极为强大的境界 而且就在瞬间里又有变化 那些如江一般燃烧的浩天神灰 以肉眼无法看清的速度回到他身体里 收敛进他的肌肤下与刀身中 他的神曲与刀并没有变黑 而是变成了琉璃般的事物 晶莹剔透 神圣的浩天神灰就在里面不停折射 无数光线不停地叠加 变得越来越明亮 竟要变成最纯粹的白 当那些光线骤然迸射出琉璃的那一刻 会拥有怎样恐怖的能量呢 大师兄的右手离腰带里插着的木棍还有半尺距离 他清晰地感知到 横木里人即将施展的境界有多么的可怕 但令人不解的是 他保持着沉默 没有出手 不知道是身为传说的自信 还是因为夜色里飘来的那缕酒香 横木里人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透明 手里紧握着的刀与身后的十二柄矽刀也早已变成冰的模样 纯白的赤裂光线在他的身躯与刀内不停折射 变得越来越浓郁 渐渐逼近最终的极限 由己思一泻而出 瞬间照亮夜色下的皇城废墟 与此同时 夜色里飘来的那缕酒香 如这些圣洁的光线一样 变得越来越浓郁 没有风能够吹散 直至愁不可化 妄想横怒的人被神灰刺得痛苦地捂住双眼 闻到酒香的人骤然迷醉 仿佛进入神国 如此便与真实的世界暂时脱离 大师兄在真实的世界里 在圣洁的光线与醉人的酒味之间 神情天淡温和 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他会怎么做 在那缕酒香飘出夜色之前 他便已经提前知道了 因为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 他一直追寻着那缕酒香 不然先前柳一清临死前 他何必说抱歉呢 西陵神殿在林康城里 摆下这么大的阵势 除了必杀柳一清的缘故 更是想借机拘杀书院的强者 那大师兄何必要来呢 或者就是因为要对柳一清 说那声抱歉 所以他才来了 直到此时 闻着酒香看着白光 他忽然发现 西陵神殿确实可以留下自己 因为夜色里那个人也很快 而横目丽人确实也超乎想象的强 光明的灿烂的夺目的逼人的横目 丽人就在眼前 大师兄微微眯眼 依然没有紧张 就像是看着顽劣学童的乡村教师 他想起很多年前 在小镇上 自己曾经养过鱼 有天晚霞满天 鱼池里的水也是这么光辉万丈 和现在眼前的这名少年狠像 他有些感慨 于是他向右前方踏出了一步 横目丽人眼前的世界 已经变成光明的世界了 他眼里的书生的脸变得很白 但不是苍白 所以他忽然警惕起来 因为他不明白 对方为何不警惕 他现在是倒门的重要人物 知道很多的秘密 所以他却信大先生不敢出手 才会对柳一青说那声抱歉 现在就算大先生不得不出手 时间已经晚了 这不是倒门预先不好的局 而是巧合而成的机缘 即便天算都算不出来 那他如何躲开 没有算到那一刻是哪一刻 就像没有人知道 万物之始的那一刻 究竟是哪一刻一样 就连横目里人自己都不知道 就算他心生警召也无法停止了 在身体里积蓄的好天神灰 在某一刻 或者就是大师兄向右前方 踏出那一步的那一刻 万道圣洁的好天神灰 冲破了横目里人身躯和刀身的束缚 尽数溢出流离的表面 向着大师兄的身体喷涌而去 下一刻 熊熊燃烧的好天神灰 便会照亮漆黑的夜穷 无论是那轮清美的明月 还是亘古不变的满天繁星 都将被夺去光彩 他将照亮整个世界 而整个世界 也将看清楚他的位置 唯有如此恐怖的神威 才能把书院大先生 瞬间焚为灰烬 夜色里传来的那缕酒香 也在瞬间变浓 一道由尘埃组成的旧风 不知从何处袭来 与大师兄身叛缭绕不去 其间隐藏着无数难以言说的威力 大师兄依然没动 他没有闪避 一方面 他不见得能在那道旧风的牵绊下 避开横幕爆射出来的无尽神灰 另一方面 仅仅只是一道风 并不足够 他想要看到的是更多 他想要那个人显出身形 同时像横幕一样被整个世界看到 这是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片段 不是刹那也不是虚余 用语言根本无法形容 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比光线更快了 无论是大师兄 还是那道旧风源头的那人 都不可能比光线更快 那么这便意味着结局已然注定 没有人能够停止这一切 但有人出手了 试图改变这一切 不是因为他比光线更快 而是因为他把横幕立人身躯里 蹦射出来的光线 全部吞噬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不知何时 龙庆站在了横幕立人的身前 他的身体四周弥漫着一层黑雾 熊熊燃烧的好天神灰 不停被黑雾吞噬 他脸色变得异常苍白 从黑雾里渐渐浮现 看着就像鬼一样 嗡的一声清响 横幕立人暴溢出来的好天神灰 尽数被龙庆吞噬 只有极少数几缕神灰散意而走 然后迅速的暗淡 别说照亮整个人间了 就连护城河畔的柳树都没照亮 黄城废墟前 骤然恢复宁静 夜穷里的月光与星光 重新散落地面 那道满是尘埃的旧风缓缓停止 酒香也不知去了何处 横幕立人 看着身前的龙庆 感受着那道黑雾里传来的寂灭意味 还有那抹恐怖的气息 震撼愤怒到了难以遏制的程度 自己酝酿已久的光明一击 配合夜色里那位传奇 眼看着就能把书院大先生焚为灰烬 结果却被此人又难以想象的手段破坏了 他震撼于龙庆展现出来的恐怖境界 更愤怒于对方的行为 他究竟想做什么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强行吞噬了如此多的浩天神灰 龙庆苍白的脸色上不停浮现出诡异的光斑 看来仿佛受了不轻的伤 他疲惫地低着头 喘息了很长时间 抬起头来望向大师兄 盯着他的眼睛 声音微哑地问道 宁却 他一直看着这里吧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不久之前 柳易清曾经说过 十三先生正在长安城上 看着这里吧 只不过当时皇城周围的人 因为大师兄的忽然出现 而紧张万分 没有细想 把这当作剑阁之主将死之前 对曾经过往的追忆与感慨 直到此时 龙庆说出类似的话 人们才隐约明白了些什么 不禁生出了极大的恐惧 春天 冬天那场细雨后 这次行天的风惹 横目里人从普通的道门砸一小丝 变成境界高深莫测的强者 猪壳皆通 智慧早开 瞬间就明白了 龙庆在说什么 他的身躯也跟着 变得异常僵硬 脸色更是变得惨白一片 下意识里望向遥远的北方 遥远的北方 叶穷之下 有座名为长安的雄城 横目里人未曾亲眼见过 此时却仿佛能够清楚地看到 那些蒙着青苔的城墙砖 看到城墙上那道身影 看到那道身影手里的那张铁弓 这才明白 如果不是龙庆 或者这时候自己已经死了 虽然隔着千里之遥 但他真的险些死了 龙庆盯着大师兄的眼睛 继续说道 难怪从事之中 您都显得这般平静从容 看不到任何警惕的神经 因为您一直在等着 我们攻击的那一刻到来 先前那刻 您向右前方踏出一步 我本以为 您准备顿入虚空 现在才明白 那只不过是让路 踢千里之外的那道铁剑 让开道路 回思先前那刻的画面 龙庆的衣衫剑被湿冷的汗水浸透 如果他没有打断横墓利人的神术 那么现在会是怎样一个局面 大师兄看着他 没想到你能看破 并且能破之 看破书院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事情 更困难的则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断 并且有能力破掉横墓利人的神术 先前他便警惕于龙庆的成长 此时更加觉得 此人将来可能会给宁学带来很多的麻烦 能够得到大先生的赞扬 我本应该喜悦 龙庆有些感伤 但或者 只不过是因为 我对那道铁剑更了解的缘故 所以才会想到这种可能 算不得什么 那道铁剑 第一次出现在修行界 是在数年之前的北荒雪山里 射的便是龙庆 龙庆的修道生涯或者说生命 也正是因为那一剑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师兄说道 不错 你始终还是破不了小师弟的剑 看来 他果然在长安城上看着这里 先前我便说过 或者看不真切 但他总会看着这里 龙庆看着大师兄的眼睛 不解的问 这 就是书院的局 可如果大先生您不出现 只凭柳一青 不足以弊的横幕被宁确看见 神殿的想法很清晰 你们想要杀 你们想要杀死柳先生 如果能够把小师弟幼稚此地杀死 自然更好 这本就是你们的局 书院做的事情只是顺势而为 既然最终逼得我出现 那么你们自然便能被看见 只要被看见 便能被射死 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曾经发生过 当时二师兄君墨带着他新婚的妻子来到清和郡 踏进西畔的庄园 平静地报出自己的身份 因为他叫君墨 清和郡 崔老太爷和另一名隐藏很长时间的知命竞强者 毫不犹豫展露了全部的境界 变成了真实世界里的明灯 当时那把铁弓在桃山上 在西陵神殿之下 只铁弓的人看到了清和郡里的那两盏明灯 于是下一刻灯灭 人死 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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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好生阴险 横目立人眼中的记忆尽数化作愤怒 顶着大师兄含声喝道 为了这个局 此命人意的大先生 居然眼睁睁地看着柳亦青死 也不肯出手 大师兄沉默片刻 你错了 我不是不肯出手 而是不能出手 如果我能出手 又何必需要你们被长安看见 横目听懂了这句话 于是更加愤怒 龙庆自然也能听懂这句话 说道 出手 出手 不见得一定要真正出手 您出现在这里 就是出手 不然我们也不会敢向您出手 就算我不出手 我想你们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先前那一刻 先前我踏出那步 便是准备好了离开 而你们留不下我 我所说的不能确信 指的是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大师兄望向夜色某处 我不知道 他会不会强行留下我 夜色里 酒香再起 随之而来的 是一道极为沧桑的声音 那声音就像是沉了无数年的酒 唇厚至极 又像是放了无数年的酒瓮 满是腐意 原来 你一直是在等我出手 大师兄看着那一处 是的 你不出手 书院便永远无法出手 一名文士 从夜色里走江出来 看不出有多大年纪 似乎苍老至极 又似乎还有无尽的寿源 在此人身上形成怪异的统一 文士手里有只酒壶 他是个酒徒 酒徒走到大师兄身前净利 大师兄的棉袄上 满是灰尘 给人的感觉却是由内至外干净无比 酒徒的衣衫上 仙尘不染 但给人的感觉却是由内而外 全是尘埃 从贵到在桑桑身前那刻开始 酒徒就成了盗门最强大的力量 正是因为他的存在 横幕先前才确信 大师兄不敢出手 当然了 大师兄也确实没出手 准备出手的是小师弟 今夜盗门准备杀死书院的小师弟 迎来的却是大师兄 无论是谁 他们都很愿意把对方杀死 只是他们没想到书院也想杀人 今夜书院准备杀死酒徒 酒徒是曾经度过永夜的志强者 是修行史上的传奇 是平衡人间局面的重器 杀死这样一个人物 那毫无疑问是场革命 只可惜革命未能成功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不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由喜马拉雅授权 酒徒把酒壶递到唇边 惊喜般痛饮良酒 直至小腹微鼓 苍白的脸色贱负 方式感慨 好险 真的好险 大师兄也感慨 差一点 终究还是差一点 灌主在长安城里 被斩成了废人 向浩天投降的九徒和屠夫 便成了道门在人间最巅峰的战力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尤其是解决御风 由于人间的九徒 那么书院就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神殿灭新教 追杀新教的教徒 逼得剑阁分崩离析 柳一清不得不单剑入林康 最终成为一个死人 君墨在极西荒原深处 带领着数万农奴 与佛宗厮杀连年 于连在东荒 销声匿迹 不是在谋划何等大事 书院能够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就只剩下大师兄 李漫漫已经凝缺了 这里指的是留在长安城里的凝缺 大师兄想救柳一清 想救更多的人 若要救人 那必先杀人 他能杀人 却不能杀 千里无惧的境界 再多盗门强者 最终也只能成为木棍下的亡魂 然则 他能杀人 九徒也能杀人 而且同样是无惧杀人 如果书院不想看着唐国的将军 官员甚至是最普通的民众纷纷死去 那么在当前的局面下 就只能保持沉默 眼睁睁地看着盗门步步进逼 书院曾经尝试 与九徒和徒夫进行交流 想要说服对方 只可惜没成功 交流还将继续 说服也会继续持续 但如果始终不行 那么书院并不胆于做出别的选择 比如直接把九徒和徒夫杀死 只是要杀这样的人实在是太过艰难了 当年冠主若是不进长安城 书院就伤不到他分毫 九徒和徒夫也是如此 到了他们这种境界的人 近乎是半身之体 对冥冥之中的命运变化 自有感应很难布局杀之 今夜林康城发生的一切 都与书院无关 这是西陵神殿步的局 书院所做的事 只是借对方步行的局 想要获得一些想要的结果 这便是所谓的借势而行 也正因为是借的事 所以被借势的神殿才没算到 九徒也没感应到 借着灭剑阁杀柳一青 逼书院出手 西陵神殿珠强者云集灵康 九徒隐于夜色最深处 道门画了一条巨龙 书院却要抢先点睛 但可惜终究还是差了一点 差了点睛的那一点 宁缺站在城墙上 看着南方遥远某处 沉默了很长时间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放弃 松开弓弦把铁剑重新收回剑侠里 从今夜起 九徒肯定会极为警戒 再难寻找到这样的机会 今夜就是书院最好的机会 结果最终没能杀死或者重伤九徒 这自然令宁缺生出极大的遗憾 但他的神情还是那么平静 没有任何变化 以至于城墙上那几名唐军 根本不知道先前发生了什么事 不明白他先前为何会忽然开弓 先前宁缺在林康城的方向 看到了一抹极致烈的光明 当然不是真的用肉眼看见 而是借助精神阵的力量 在石海里感知到了那抹光明 那抹光明圣洁而纯净 既然桑桑已经离开了人间 想必那便应该是那名叫做横目立人的盗门少年了 宁缺毫不胆于杀死横目 哪怕会让神殿与唐国之间的战争提前打响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验憎那个从未谋命的盗门少年 或者是因为修行界里一直传说 那个少年是浩天留给人间的礼物吧 宁缺没有杀死横目是因为龙庆出手了 隐去了横目在宁缺赶知世界里的位置 当然如果宁缺真的想横目死 先前横目与柳一清作战的时候 他就可以松开弓弦 但他没那么做 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九徒还没出手 宁缺的第一剑必然要留给最强大的敌人 还因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柳一清的碾在北面正对着皇城拦住了他的剑的去路 或者是因为柳一清不想让他 把这么好的机会浪费在横目身上 或者是因为柳一清想要与横目公平一战 或者只是因为柳一清想这么做 求人得人 不 你是在求死啊 宁缺看着夜色下的南方嘲讽说道 你样的 一门心思求死 不就是想把南静和剑阁留给书院照看吗 以为我不明白 离开魏城多年 越近无数世事 在佛祖祭盘里生活了无数年头 按道理来说 宁缺就算容颜没什么改变 神情总应该稳重些才是 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他脸上那几粒代表天真的雀斑早就不见了 代表可爱的酒窝也浅到很难看见 多出了些淡淡的伤疤 看上去显得成熟了很多 但对柳亦青的嘲弄和轻蔑 却让他的神情显得有些轻调 仿佛回到了魏城里的无忧岁月 说完这句话 他忽然陷入了沉默 脸上的情绪也渐渐变淡 变得有些麻木 看起来就像是个真正的老人 寻不到太多生趣 纵使明白 又能如何呢 宁缺也只能接着 因为柳亦青已经死了 还有更多的人已经离开 或者将要死去 他没有办法拒绝 那只能沉默接受 大师兄离了长安城 去拖住九徒 把小皇帝留给他照看 二师兄在西黄沙人 把七师姐留给他照看 三师姐去了东荒 把笔墨留给他照看 朝小树去了那座小镇 把朝老太爷和妻子女儿留给他照看 师父和陛下死了 留下了镇严杵 把长安城和唐国留给他照看 今夜柳亦青也死了 把南京和剑阁留给他照看 站在城墙上 他照看整个人间 所以他不能离开 当年和桑桑开始那段旅途之前 他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 长安城的囚徒 但二者间有区别 那时候的他只能照看长安城 现在的他可以照看整个人间 那责任自然也更重了 城墙太高了 不可能有什么树比这更高 寒丘的城头上 没有枯黄的树叶 没有熟透的果子 有巡游的唐军 却没有相伴的人 只有宁缺自己 宁缺站在城墙盘 看着夜色下的人间 很长时间没说话 如果他知道 柳一青在林康城里 曾经自比为孤魂野鬼 大概会生出很多同感吧 他照看着人间 而老笔斋和雁明湖的宅院 现在是谁在照看着呢 湖畔的柳树 湖里的莲田 后院的断墙 墙头的野猫 又是谁在照看着 桑桑走了 那谁又来照看宁缺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有火光 在宁缺身后亮起 在他身前的城墙上 留下一道清晰的影子 城墙上 搁着张小桌 桌上的炉子里 燃着银炭 没有一丝烟生出 铜锅里的汤汁正在沸腾 旁边陈列着些蔬菜肉片 暖意渐渐生腾 一名堂军把调好的 蘸料碟摆到碗筷前 望向宁缺问 先生 今夜要开酒吗 嗯 宁缺恩了一声 这些天 一直生活在城墙上 饮食起居皆是如此 早已习惯在瑟瑟秋风里吃饭 也唯有火锅与美酒 能让他添些暖意 极肥美的牛羊肉 进入白愁 却不腻的骨汤汁里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熟起来 香气刚要溢出 便被紧接着下锅的青菜叶子 压了下去 宁缺坐到桌旁开始吃饭 没有陪客 自然不需要寒暄 没有同伴 不用行酒令 食材虽美 吃的却还是沉默孤单 夜一暗虽然孤单 但酒是醉裂的双征 菜是宫里送来的美食 那些令人唾液横流的香味 随铜锅里蒸腾的热气飘起 掠过城头 被秋夜的寒意所宁 向着城墙之下的人间飘落 经过带着斑驳风雨痕迹 与新旧青苔的城墙 过毛出鹰巢 惹得窝里的雏鹰睁开了眼 茫然地四处寻觅 然后 这缕香味又飘落到朱雀大道上 钻进夜街上 那些寥寥无几的行人鼻子里 那年灌主入长安 朱雀大道南端 在那惨烈的遗历里 基本上全部毁了 其后数年不停重修 总算是恢复了当年的盛景 但毕竟是新修的建筑 终究少了些岁月才能积累出来的烟火气 显得有些清冷 晚饭的时辰已经过了 朱雀大道两旁的朱方市 此时也很安静 但和正街上的清冷相比 那些宅院并不冷清 到处都能听到 棋子落在木盘上的声音 此晚摔在灶眼上的声音 妇人打骂孩子的声音 热闹得厉害 而秋夜的长安城里 真正要说热闹的 还不是这些民宅 松鹤楼的路台上 摆上了好几桌圆桌 不知谁家的少爷 从账房里偷偷取了银子 在那宴请自己交好的同伴呢 毕竟都是年轻人 未经世事 自然也不怎么懂酒事 不是夫子 更没办法喝出酒里掺了多少水 把自己惯得是大罪不堪 早忘了明天该如何向家里交代 红袖招里头 那份热闹 与松鹤楼里的热闹又不相同 那些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 偷偷溜出府玩耍的官员和商人们 坐在蓝盘的酒桌旁 神态自今 气氛热烈 却没有人闹 曼妙的曲声 和旋转的裙摆里 热闹二字 只取了钱一半 和民间相比 朝廷的气氛自然要严肃很多 尤其是草店里那些灯火通明的小楼 看情形 大概会一直亮到凌晨 数十名唐军在那些小楼之间快速奔跑 传递着从边疆各处 以及各州郡传回来的情报 催促着批复 西陵神殿已经开始战争的脚步了 战火虽然没有正式点燃 也暂时还没有烧到大唐的边境线 但大唐军部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 充满了紧张粗然的气氛 桌上搁着的热茶 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道水 旁边的糕点却没人吃 最重要的那些决定 军部也不能单独决定 需要经过皇宫 将军们不能睡觉 自然皇宫里也有很多人不能睡觉 从羽林军到侍卫处 从掌管御术院的太监 到负责茶水的宫女 都必须跟着强称 和当年相比 御书房的墙上多了两道条符 两道条符由不同的人书写 水准差距很大 但对现在的皇宫来说 却是同样重要 正是逾越花开两天 皇帝陛下已经不再年幼了 但毕竟是个少年 书院不允许他长时间熬夜 这时候已经睡去 在御书房里 审阅奏章的是李渝 他的容颜还是那么清丽 只是因为长时间生活在深宫里 很少见天日的缘故 显得有些过于苍白 而且瘦得有些厉害 他神情专注地 看着奏章和各军的正式文书 看了很长时间 觉得嘴有些渴 伸手去端茶 却碰翻了碗 这才发现碗里不是茶 而是先前宫女送进来的银耳羹 银耳羹有些愁 落在奏章上 倒是比较好清理 城墙上 铜锅里的汤也溢了出来 与炽热的锅壁一处 发着滋滋的声音 迅速被蒸干 留下灰白的构计 有些则是顺着桌腿躺下 落到一根铁剑上 宁缺没理会洒出来的汤汁 继续吃鲜美的羊肉 肥美的牛肉 和纯美的烈酒 他吃得很慢 因为反正是要坐在城墙上 那么找些事情做总是好的 只不过这一顿饭 吃得再慢也有吃完的时候 待宁缺放下筷子 几名堂军走上前 把桌子收拾干净 留下了那壶酒和一碟下酒的小菜 宁缺从怀里取出手帕 擦了擦嘴 又擦了擦桌子 最后拾起铁剑 把上面的火锅汤擦掉 然后搁到弓弦上 以保证随时能射出 他重新望向南方 林康城的方向 先前九徒没有变得明亮 那么想来今夜 宁缺再也没有看到他的机会了 但是宁缺还是必须一直看着 到此时为止 其实宁缺并不清楚 林康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他猜到柳一清应该已经死了 因为大师兄不能出手 也因为柳一清就是想死 宁缺把酒洒到地上 以作祭奠 柳一清死了 酒徒却没死 很是遗憾 不过无所谓了 今夜没能杀死他 他招总能杀死他 酒水打湿地灭 长墙的青砖变成黑色 于是月光被衬得更白 如霜一般 宁缺这才注意到 今夜的月亮不是很圆 却很明亮 明月照人间 照就是看 就是照看 宁缺真满杯中之酒 摇对夜空里那轮明月 说道 老师 请继续看着我们 我们也会代替你 继续看着这个人间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雪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遥远的南方 林康城里头 一片混乱 到处都是火光 唯独已经变成废墟的 皇城卯门之前 没有任何生意 安静地令人心悸 九徒说道 问题在于 宁缺他能看 多长时间呢 大师兄沉默 没有人能一直看下去 九徒看着他 面无表情地问 而且除了你 谁能让他看到我 听着这句话 大师兄神情微变 恳求道 请不要 青山未失 九湖未起 九徒离开了 大师兄却没走 他走到年前 把柳一青的身体放平 然后转身望向 夜色里的皇城废墟 听着那处传来的 风浮河水的声音 沉默不语 似乎在等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神情略显伤感和无奈 龙庆知道他在等什么 所以愈发不解 他为何没有跟着离开 看着他身上的棉袄 棉袄上的那些灰尘 神情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留在厂间的三个人 横幕最年轻也最骄傲 今夜所受的挫折冲击也最大 神情难免有些落寞 眼眸深处的怒火很是暴烈 直到此时他才知晓 书院的局从始至终 针对的都是九徒 自己从来就不在对方的眼里 他紧紧握紧双拳 看着大师兄想 就算你已经进入传说中的无惧 难道以为就能轻松地战胜我 你可知我现在又是什么境界 龙庆感知到了横幕的情绪变化 神情愈发凝重 他警惕地看着大师兄 缓缓移动脚步走到横幕身旁 随时准备出手 春天后的这段时间里 西陵神殿与书院之间 一直保持着诡异的平静 在今夜之前双方都清楚 彼此都是安全的 没有人先出手 便不会打破平衡 两名无拘境大修行者之间 建立的平衡 这种平衡终于在今夜被打破了 回头望向皇城废墟前曾经发生的那些战斗 依然说不清楚究竟是谁先出手的 虽然是西陵神殿的局 但真正感受到危险的无拒者却是九徒 书院险些重伤 甚至直接杀死他 龙庆的警惕就在于此 平衡已破 大师兄没有随九徒离开 便极有可能向自己和横幕出手 那他和横幕还能不能活下来呢 先前九徒还隐藏在夜色里时 他曾经问过大师兄 换两个人的性命是否划算 这说明他认为自己和横幕 有能力做出某些事情 横幕的信心来源于信仰 那龙庆的信心来源于哪呢 你和传闻中很不一样 清淡的星光落在龙庆身上 像溪水漫进干涸的沙地 瞬间便被吞噬 看着这幕画面 大师兄有些不解 如果贝离对浩天的信仰 便能获得黑暗的能力 这能力又是谁赐予你的 我想贯主也无法解释 龙庆很清楚 以前的自己 哪怕在修行界再风光 也没资格被书院大先生记住 所谓传闻 大概便是明确在闲谈里提过 他知道对方已经看穿了自己的境界 但也正如对方所说 连贯主都无法解释 自己都无法理解 那么便没有人能明白 说这些废话做什么 横幕说的 大师兄又望向轻衣少年 西陵神殿尚华美 但真正的道门 却是以轻衣为尊 贯主这些年一直轻衣飘飘 夜红于崖畔石屋物件时 也穿着轻衣 小师弟当年杀上桃山时 也穿着轻衣 以你现在的境界 穿这件轻衣不免有些可笑 横幕很愤怒 笑得却愈发天真 不与贯主比较 但说财权的女人和宁圈的蠢材 比我更有资格穿这件轻衣 大先生的眼光 才真正可笑 大师兄看着他平静说道 越过那道门槛 便是你的自信来源 横幕文言骤惊 没想到对方竟然能够 看穿自己一直隐藏着的 真实境界 他胆然说道 既然你看出来了 我凭何不自信 作为有史以来 迈过那道门槛 最年轻的修行者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 都应该骄傲自信 然而可惜的是 那道门槛 不是你自己走过去的 而是被浩天抱过去的 所以现在的你 还只是个婴孩 龙庆忽然察言 我不理解大先生您 为何现在要说这些 因为我不明白 他为何敢离开 忽然大师兄露出 明雾的表情 感慨说道 光明与黑暗 本就是浩天的两面 唉 我何其愚笨 竟到此时才想明白这一点 龙庆说道 大先生 智慧过人 若横幕有你现在的心境 或者会比较麻烦 既然如此 您现在就不应该等待 而应该出手 大师兄弟们 大师兄神情威妄 我能否承受 出手的代价呢 您知道他去做什么了 大师兄点头 是 您既然犹豫是否出手 那么至少应该跟着 跟着也无法阻止 只能做个旁观的过客 那将是更大的痛苦 在这里等待 不停猜测远处中在发生什么 难道不是最大的痛苦 眼不见为静 看不到 总会好过些 小师叔当年说 君子当远刨出而去 大概便是这个道理 虚伪 横幕毫不客气地指责 书院就是一群伪君子 或者 我确实虚伪 但我不能代表书院 若今夜在此的是君墨 或是三十妹 想来不会像我说 这样多的话 横幕不再说话 因为他发现 面对这样一个 自成虚伪的君子 你很难真的 把对方当成伪君子 你很难对其生出恶意 皇城匪墟前一片安静 夜风轻浮河水 荡起柳枝来到场间 在柳玉清满是血污的脸上飘过 飘过他紧闭的双眼 然后消失 就像时间的流逝那般 没有任何痕迹 正如龙庆所说 等待 是最煎熬的一件事情 好在 众人没等太长时间 九徒便回来了 九胡在他的腰间 轻轻摆倒 长山下摆上 隐隐可以看到几点血字 大师兄的脸色 变得有些白 他知道 九徒是故意 让这些血染了一山 才让自己看见 但却依然难以意志地 开始自责 并且痛哭起来 九徒解写酒壶 片刻晨光 酒意未消 他饮了口酒 眯起了眼 大师兄沉默很长时间 然后问道 谁死了 九徒离开 是去杀人 这世间很少有他杀不死的人 死的也是个好酒之人 九徒回忆着先前杀人时的画面 感慨说道 先前我去了楚州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先前 我去了楚州 大唐楚州 不错 欢楚界山 东山有亭 那亭子 是一个太守修的 大师兄声音微颤 楚州太守 青莲爱民 嗯 青莲如水 爱民如子 真贤人也 贤人好酒 果然是真贤人 可你杀了他 楚州太守 若不是贤人 我还不会杀他 大师兄声音微颤 为何 九徒看着他平静说道 因为 死的越是贤人 你便越痛苦 楚州太守 是位贤人 但看他有黑的脸颊 粗糙的双手 大概会以为 只是个寻常的农夫 贤和鱼 这种事情 向来很难 从外表分辨 楚州太守 刚刚从河堤归来 准备迎接秋屋的来犯 心情难免有些焦虑 但真正令他焦虑的 还是即将来犯的敌人 楚州风景极美 却在边境上 情绪和咸鱼一样 在他脸上 没有丝毫呈现 他平静地处理完正事 在童子的陪伴下 走出关崖 驰掌登临东山 想要密些清静 东山有座新修的亭子 是他主持修建的 耗费了不少的银钱 至此国事艰难时刻 自然给他带来了一些非议 他却显得极不在意 泥瓮轻破 酒香见迷 太守在亭下饮酒 看夜穷里那轮明月 看月光下 这片河山是那样的美好 很是满意 诗意见起 又想写篇文章 便在此时 一场清风 自无数里外的南方 翻山越岭 烟草乱松而来 与亭外周游三圈 然后入内缭绕片壳去 太守便死了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了 他没来得及 引出那首诗 没有写下那篇 可能会沉醉千古的游记 没有留下纸墨 没有对除州的百姓 在说什么 就这么死了 林康城寂静的 皇城废墟前 大师兄看着除州的方向 沉默很长时间 脸色苍白地问 让我与唐人痛苦 与先生又有何意 因为 我很怕死 活得欲旧 欲是怕死 旧途看着大师兄 先前当我感觉到危险的那一刻 我真的很害怕 无数年来我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死亡 其中真的有大恐怖 我活得年头太久了 对这种感觉真的很陌生 今夜重温才发现 那种大恐怖依然存在 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 强烈到我的心境都无法承受 于是 我很愤怒 他脸上没有表情 就像耕种了无数年 直至严重缺乏养分的结版的田野 他身上依然飘着酒香 他的愤怒没有具体呈现 却那样清晰地呈现在人间之前 因为遥远的除州城外 那个爱喝酒的太守死了 我不想再体会这种感觉 我不想再被书院当作目标 所以我必须让你痛苦 让唐人痛苦 让书院痛苦 痛苦到恐惧 到不能动弹 旧途依然盯着大师兄 眼眸里没有任何情绪 只有漠然和强大 我可以杀人 可以杀无数唐人 只要我动念在先 那么无论你再如何快 都无法阻止我 而且杀那些普通人 不需要太费力 宁缺的看不到我 自然也无法阻止我 你们只能看着我不停地杀人 最终被痛苦折磨到崩溃 大师兄的身体微微颤抖 棉袄里的双手握得很紧 仿佛已经开始痛苦 旧途继续说道 不止十人 不止百人 将会有千万人死去 所以除非确定能够杀死我 那么书院不要再尝试杀我 哪怕连杀意都不要有 比柳枝更细的一丝杀意都不要有 比柳枝更轻的一丝杀意都不要有 大师兄低着头 很长时间没说话 护城河上的柳树和他一道沉默 柳枝轻浮河面 将那些飘在上面的残布片赶到远处 明年春日柳絮才治 可大师兄不能等到明年了 书院和大唐不能等到明年 那么该怎么做呢 忽然他抬头望向夜穷里那轮明月 我也可以杀人吧 然后他望向九徒 沉重而坚定地说道 当我想杀人的时候 同样没有人能够阻止我 您也不行 所以请不要逼我 九徒神情不变 只说了一个字 请 大师兄挑眉 请杀 大师兄皱眉 请杀人 大师兄脸眉 静思 犹豫 或者下一刻他便将要离去去杀人 宋奇良辰 无数盗人等着你去杀 夜晚信徒够你慢慢杀 草原上无数蛮人等着你去杀 你想杀谁便可杀谁 九徒看着大师兄被夜风扶平的双眉 若你能进桃山 想来可以杀更多你愿意杀的人 然而你究竟要去杀谁呢 谁应该被你杀呢 杀不杀是一个问题 杀谁同样是问题 红尘着势里满山桃花间 谁大奸大恶 谁应该被杀 谁来判断 谁有资格判断 这些个问题要答复很难 有人不屑答 因为他认为城市里的所有人都该死 比如当年的连生 有人不屑去思考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城市里的半神 比如九徒 而对于大师兄来说 这却是他必须回答的问题 大师兄站在河畔的柳枝下 站在满是血雾的小年前 沉默思考了起来 碾伤的柳一清静静闭着眼 仿佛在沉睡 河畔的那些修行者与大臣们都已昏迷 只有九徒和龙庆横幕三人 在等待着他的决定 看着那件棉袄在夜风里摆荡 看着那些万里路积住的灰尘渐渐落下 龙庆有些警惕不安 又有一些很难理解的期待 如果这件棉袄真的动了 大先生离开去杀人 那么这个世界将变成一个崭新的世界 没有任何人曾经见过的新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秩序都将崩溃 因为最基础的生死秩序将被打破 两名无惧境界的大修行者不停杀人 谁都不知道下一刻谁会死 只需要一个人便能动摇这个世界的秩序 而两个人便能毁灭这个世界 横目看着九头一大师兄终于明白 为什么在武境之上 无惧境始终是最特殊的那一个 甚至隐隐成了那个世界的代名词了 黑夜渐深 河水渐净 直至死寂一片 人间似乎也在等待着死寂到来的那一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黎明终于到来 大师兄一直站在念前 没有离开过 人们渐渐苏醒 不敢在河畔多座停留 很快便离开 明月也已离开 暖红的朝阳出现在天空里 照亮了林康城里焦黑的废墟 或是崭新的宅院 确实没有人能够阻止你 但你自己可以 九头看着大师兄 你终究还是不敢杀人 不是不敢 是不忍 大师兄已经想通了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你自视为神 自然非人 所以能杀人 我却不能 因为我还是人 阅历建文 改变气质 层次决定高度 修行者与普通人自然不同 千古以来 那些于过五经门槛的大修行者 能够呼风唤雨 动天汉地 俯瞰苍生 精神世界自然渐渐远离尘世 向着非人的领域而去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 夫子当年也没能避开这段心路历程 后来他与宁缺变过此事 他用来寻回本心的方法 很是匪夷所思 大师兄是世间走得最快的人 却叫做李漫漫 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很慢 就连青春期 以及成为大修行者之后的困惑期 都来得要比旁人慢很多 但来得再慢 终究会来 他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 并且拥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说选择 此时他说 九徒非人 并不是在赞美对方的境界高妙 而是隐晦的指责 像他这么温和的人 居然会指责对方 说明他此时看上去再如何平静 实际上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他愤怒于九徒杀人 杀闲人 毫无道理的杀闲人 并且可能会杀更多人 这是他很难理解 更不能接受的事情 横木嘲讽他 果然虚伪 所谓修行 无论入室出室 徒的是成仙还是涅槃 本质上 修的都是与普通人背道而行 先前他便说过书院虚伪 这时候听着大师兄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坚持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范畴里 横木利人忍不住 再次出言嘲讽 大师兄回想起书院后山 曾经的那几段对话 他说的 二师弟和小师弟 以往都批评过我 小师弟说的隐晦些 君墨则很直接 三师妹虽然一直没有发过议论 但我知道 这些年她一直都有些 瞧不起我的行事方法 确实虚伪 既然我能杀人便应该杀人 如果不杀便是把本属于我的责任 推给旁人 而且总能找到一些应该被杀的人吧 他渐渐平静 看着九徒 水清水浊 洗衣洗脚都可行 似水一红 我总不能始终在水畔行走 而不失邪 这段平静的话语 隐藏着某种决心 对盗门来说 预示着某种极大的威胁 一只沉默听着的龙庆 微微眯眼 神情渐临 就算你现在开始杀人也没用 九徒的神情很冷漠 好天爱世人 我不是好天 你爱世人 我不是你 我杀人你会痛苦 你杀人 又能奈我何呢 难道 这个世界里没有你关心的人或是 我活了无数年 亲朋皆死 旧有权无 显如今的我 老病孤独 与人间无所挨憎 你再如何杀 又如何能让我动容 九徒神情淡然 言语间却有无尽的沧桑之意 令其余三人沉默 便在此时 有小雨落下 雨水静了地面的尘埃 揉了河畔的柳叶 湿了头发 为人间带来一股漆冷的秋意 秋雨里大师兄看着九徒 所以 我必然会输 有所爱 故有所拒 你无法不熟 龙庆和横木在雨中离开皇城 带着两千西陵神殿护叫骑兵 向着大泽和宋国方向进发 七米烟雨里将有千万人死去 秋雨越来越大 大师兄低头站在碾前 站在柳依卿的遗体前 雨水打湿他的头发 大了贼额前显得有些凄凉 世界是平的 雨水却不可能完全均匀 不然人间也不会有旱老洪灾 但今年秋天的这场雨 却很奇异地覆盖了 绝大部分山川河流与城镇 好在雨势并不大 兮兮丽丽不吉不徐 不像夫子登天那年令人恐惧 更像春雨一样 大湿了人心 楚州也在下雨 东山上的亭檐湿了 人们的衣裳也湿了 两名老仆跪在太守的遗体前 痛哭流涕 凌晨从城中赶过来的官员 士山们则是脸色苍白 震惊得无法言语 谁都没有注意到 一个诗言模样的男人 在亭柱上做了些什么 东山风景虽好 但地势太高 由人罕至 一直没有人明白 以清廉爱民著称的太守 为什么要在国事严峻的时刻 发动民俘耗费银钱 在封顶修这样一座亭子 没有人知道 这座给太守带来 极罕见负面评价的亭子 实际上是一座传颂镇 可以向长安城 传递极简略的一些重要情报 这样的传颂镇 耗资巨大 即便以大唐的丰富资源 也只能修建数处 贺兰城 土阳城各一 楚州因为直面咽诵两国 战略位置日渐重要 所以朝廷才会耗费巨资 由太守出面 背着恶名主持修建此亭 走进东山亭的男人 在楚州官员百姓眼中 是太守的幕僚师爷 事实上 他是直属皇宫的暗示位 他要做的事情 是启动这座亭子 东山亭向长安城 传回了第一份情报 不是咽诵入侵 也不是河堤崩溃 而是一封死亡信 修建这座亭子的那个人 死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长安城也在落雨 雨水顺着明黄色的公园倘落 御花园里 阴影时节的秋菊 被洗得愈发娇艳明媚 黄蕊相叠 悦目至极 御书房里 李渔看着刚刚从小楼处传来的 太守死讯 沉默了很长时间 望向窗外的秋菊 又沉默了很长时间 曾静 看着他略显苍白的侧脸 强行压制住心头的震惊和愤怒 声音微哑说道 朝廷 必须做出应对 不然 正会打乱 一个帝国 一个朝廷 一片疆域 维持这些名词的 可以是精神 或者是勇气 或者是历史传承 但真正重要的是管理机构 换句话说 就是各级事务官员 再完善的制度 也需要由人来进行具体处理 当官员随时可能死去 当官员发现自己 随时可能死去 那管理帝国的体系 便会摇摇欲坠 并且将不可逆地 走向崩溃 出州太守死了 朝廷必须做出应对 或者找出 并且杀死凶手 或者隐瞒真相 或者让敌人罢首 既然真相无法隐瞒 便只剩下其余两种选择 能够深入国境 无视天书处和书院 与悄无声息间 杀死出州太守的人 世间只有两三人 可无论是谁 都不是大唐朝廷 能够对付的 哪怕大唐是世间 最强大的国度 因为那些人 已经超出了 世俗的范畴 李渝很清楚这一点 看着窗外被雨水 打湿的黄菊 他说道 让书院处理吧 杀死那个人 或者想办法 让那个人住手 不过 宁缺呀 你最后还是 要把那个人杀死呀 不然 欧阳先生 如何能够明目 宁缺知道 太守死讯的时候 正在城墙上吃面 这数十天里 因为要俯瞰人间 等待时机 他的饮食 起居都在城墙上 他不认识 楚州那位 欧阳太守 只听说过 对方的贤明 他有些感伤 然后沉默 昨夜举着铁弓 瞄准林康成 等待着 九徒出现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自己和师兄的计划 如果没有成功 必然会迎来 九徒的反击 只是没想到 反击会来得这么快 九徒和屠夫 是修行史上的 特殊存在 与岁月相伴 境界高深莫测 早已超凡脱俗 如果可能 书院根本不想 与他们敌对 但现在 既然他们 已经沉浮于浩天 那么他们便成为了 书院最想要 杀死的敌人 从很久以前 书院便着手 准备对付 九徒和屠夫 却始终没有想到 切实可行的方法 提前做的那些安排 也偷着过 令人不安的 决绝意味 所以宁缺在 不停付费 老实离开人间前 没有杀死 九徒和屠夫 属于极度 不负责任之余 也没有放弃 寻找一切 直接远距离 把那两名强者 射成傻逼的机会 可惜 宁缺错过了 这个机会 于是现在 便极有可能 轮到宁缺 成傻逼了 如果让他知晓 这是因为 龙庆出手的缘故 或者会生出 更多的因果之感 我要下去 宁缺说的 有数十名唐军 一直在城墙上 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临时搭建的厨房里 忙碌的那些人 更都是宫里的御厨 人们知道他这些天 一步都没有 离开过城墙 忽然听到他说 要离开 很是吃惊 不是旅行 说走就走 宁缺走下城墙 在被秋雨 湿润成深色的 青石地面上行走 入秋后 朱雀大道 两旁的树叶 迅速被染成 红黄二色 清晨雨后 无数的树叶 离开烧头落下 在街上堆起彩蓝 深处 极可墨西 短时间内 九徒不会再给机会 西陵神殿的强者们 也会变得很谨慎 而且 他们也不敢进长安 那么 宁缺再守在城墙上 意义不大 现在他要解决的问题是 怎样让九徒不再杀人 如果让九徒继续杀下去 不等西陵神殿 和金帐王庭的大军来袭 唐国便会轻覆了 九徒以前没这么做 那是因为他对书院有所忌惮 因为夫子余为有存 也是因为他虽然向往神国 却不愿意毁灭人间 但现在他开始发飙了 书院又该怎样应对呢 夫子和小师叔若还活着 那么事情自然简单 一棍或者一剑 把那丝宰了就是了 顺便再把屠夫也宰了 遗憾的是 他们两人已经不在了 大师兄很难阻止九徒 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 二师兄同样不行 这两个人只会去和九徒拼命 就像以前在悬空寺里 做的那样 在不需要拼命的时候 宁缺很瞧不起拼命这种法子 因为他总以为 自己的命 以及书院师兄师姐们的命 总是要比别人的命更重要些 无论你是九徒还是屠夫 首座还是灌主 都没资格换我们的命 所以他非常不同意 朝小数的安排 也根本没有考虑过 两名师兄会怎样做 如果三世界在长安 他会怎么做呢 如果连生还活着 他会怎么做呢 宁缺行走在黄红两色的落叶间 吸着秋雨里清新的空气 头脑变得非常清醒 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患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宁缺找到上官杨宇的时候 这位大唐的新贵 正在红袖招里灌酒呢 那双颇有特色的三角眼 因为迷离而显得愈发猥琐 沾着酒水的山羊湖就像是墨笔一样 在桌上扫来荡去 形状滑稽 甚至令人感到厌恶 按道理来说 大唐当前的局势极为严峻 皇宫里御书房里的灯火 昼夜不歇 戈布崖更是忙碌到了极点 宁缺实在想不明白 上官杨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只是因为时间急迫的缘故 宁缺也懒得去问了 上官杨宇见着是宁缺 酒意一下子就醒了大半了 只觉得腹中坠坠 想去茅厕解决问题 但是哪里敢离开呀 他赶忙上前问 十三先生有何事交代呀 我要杀些人 宁缺说的轻描淡写 可落在上官的耳朵里 却像是一道惊雷呀 剩余不多的酒意顿时全部消解了 小夫更是一阵抽搐 打了个韩剑 仿佛已经去了趟茅厕了 之所以上官杨宇反应这么大 那是因为上官非常清楚 宁缺说杀人 那可真是要杀人 而且必然杀的不是一般人 也不会仅仅是杀人 从多年前 宁缺就开始在长安城里杀人了 他曾经犯下很多聪明案 杀死过很多的朝廷命官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 上官开始与他接触 从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到最后不得不从肉体到灵魂 全部效忠于对方 当年如果不是宁缺杀了御史张一启 那他上官杨宇 根本也没可能坐上长安敷隐的位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是宁缺杀人最早的观众 也是最初的受益者 那些满是血腥的记忆 他可从来没忘记过 然而宁缺现在 已经是大唐最重要的大人物了 他说的话 比皇帝陛下更有威力 无论他要杀谁 都没人敢反对 那么他为何还要来吵自己呢 上官杨宇有些想不明白 脸上的神情更加谦卑 宁缺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也不解释 用有趣的眼神看着上官杨宇 不打算帮我办 这是哪里的话呀 上官杨宇神情坚毅 但看着楼里没有人注意到刺激 他压低声音 却依然显得极为斩钉截铁 您这时候 就算是要杀进宫去 我也必然跟在您的身后 宁缺很满意 他表现出来的态度 于是宁缺带着他 向红袖招外走去 上官杨宇哪敢有二话 揪着前进 跟着宁缺的脚步 踏进街上的积水里 或许是因为秋雨七寒的缘故 上官杨宇脸色显得有些白 当年那场战争里 他的表现极为出色 连连着身 早已禁为大学士了 在朝廷里至少排名前五 但他很清楚 自己能够拥有现在的地位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宁缺和书院信任自己 所以无论书院决定做什么 宁缺想杀谁 他都必须跟着 他毕竟不是曾经大学士 可以把宁缺骂得狗鞋临头 也不用担心自己在朝中的位置 更不担心会被书院杀死 哎 谁让自己也没生出那么个好女儿呢 只是宁缺究竟想杀谁呢 他不会真的再杀死一位 大唐的皇帝陛下吧 秋雨兮兮兮兮兮兮 长街早已湿透了 车轮碾压石板的声音渐渐停止 上官杨宇掀起窗帘 发现自己没有进宫 这才稍微觉得安心了些 宁缺带他来的地方 是一大片不起眼的宅院 整片宅院里没有任何声音 在漆迷如烟的雨中 显得有些阴森 上官杨宇可是知道 这片宅院是做什么的 所以他愈发觉得不解 心想 如果宁缺要杀的人住在这儿 随便杀了就是了 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带着呢 走进宅院正堂 坐在太师椅上 接过刑部官员递来的热茶 宁缺拎着茶盖轻轻地剥了两下 看着上官杨宇说的 户部的那些钱粮师爷 过会儿就到 说完这句话 他望向堂外被秋雨打湿的行狼 感知着空气里 若隐若现的天地元气所 说的 时间有些紧 所以要快些 当年举世公堂 李魂园趁机篡位 何明池掌管天书处和南门关 掀起了一片混乱 那些夜晚的长安城 不知道流了多少血 宁缺和皇后 回到长安城稳定局势后 紧接着做的事情 便是镇压和肃清 天书处和南门关 那些参加过叛乱的修行者们 被杀死或擒货 现在便关押在这一大片宅院里 这里的阵法 无法困住知命境的强者 却足以把那些修行者 变成普通人 这些人 杀便杀了 上官杨宇没把这句话说完呢 宁缺又接着说道 要杀的人很多 除了这里的人 还有很多人要杀 我一个人怎么杀得死这么多人 总需要朝廷来办 上官杨宇神情愁苦 当年呢 下官虽然在长安府里 做过司法参军 但从来没有监过斩呢 这种事情找刑部来办 不是更方便吗 判断死活我也能 哪里是监斩的事 我说过今天要杀的人太多 不能有任何错落 而计算数目这种事嘛 本来就是你管着的户部最擅长 想到先前宁缺说 户部的那些钱粮师爷 正往这边来 上官杨宇震撼无比 身体僵硬 心里想着 难道都需要户部来数人头了 这 这得是 准备杀多少人呢 楚州太守的事 你应该知道了吧 宁缺起身走到栏畔 看着玉莲说道 你是在害怕 所以才会在红袖招里胡混 全大堂都知道 上官大人 贪财无德 最受人敬佩的 便是不弃糟糠 或者说为其辱虎四个字 这样的人居然大青腦 就在青楼里喝花酒 自然有些古怪 听着宁缺这话 上官杨宇沉默了半晌 然后疲惫说道 是的 我 我 我确实在害怕 我不想 那样悄无声息的死去 只要你在长安城里 我便能保你不死 上官杨宇看着宁缺的背影 城外呢 疏远不可能保证朝廷官员们的性命 那官员怎么可能会不害怕呀 宁缺转身看着上官 你说的有道理 所以我今天要杀人 要杀很多很多人 只有这样 才要希望让对方不敢再杀我们的人 上官杨宇的三角眼骤然明亮 他知道书院准备怎么做 然而下一刻 他的眼神再次暗淡起来 因为 这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 便在此时 宇林军护送着十余名护部官员冒风雨前来 这些人都是最优秀的算账好手 数什么都不会数错 数人头 那自然也不会出错 于是 宁缺可以开始杀人了 院子里头 黑压压的跪了一地的囚徒 这些囚犯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衣衫蓝绿脸色苍白 明显已经多年没有见过阳光了 他们早已经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或者说渴望 死亡对他们来说 或者是种解脱 他们跪得很麻木 没有任何赎罪的意味 于是自天而降的雨水 也没有让这场景增添多少肃然的感觉 那些来自户部的官员 看着这幅画面 不免有些紧张 拿着笔的手微微颤抖 而那些在旁等候的行刑者 则显得很平静 握着刀柄的手稳定至极 怎么杀 上官杨宇半躬着身子站在宁缺身后 低声说道 当年参与叛乱的修行者 除了病死和受刑死的都在这里了 是全杀了呀 还是挑着杀 明确看着秋雨里那些囚犯 可能要杀几次 今天先别傻光 上官杨宇问 那按照什么标准挑选呢 对西陵神殿的重要性 还是当年在叛乱里犯下的罪行轻重 这些家伙手上都是染过血的 既然是给神殿看的 随机挑下来杀便是 上官杨宇没听懂 不解的问 随机 宁缺白白手 就是瞎挑的意思 户部官员面面相觑 便是那些握着刀 准备行刑的杀人老手也有些愣 只有上官杨宇毫不犹豫 对着雨中挥手 使忆先挑一半杀了 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刀锋划破雨丝 落在那些囚犯的脖颈上 轻而易举地斩破满是泥垢的肌肤 与干涩的肌肉 斩断了骨骼 带着一旁并不鲜艳的血水 啪的一声 人头就像熟透的果实一般落地 在青石板上的积水里 弹动两下 就安静下来 永处的鲜血 也迅速被雨水冲淡 见着有同伴死去 那些囚犯终于被死亡的恐惧刺激的清醒了些 麻木的神经恢复了一些活力 有的人试图正开绳索逃走 有的人绝望地倒在鱼水里哭泣 有的人则是看着站在庭廊下的宁缺眼神里满是痛恨 杀人的画面 难免血腥 明确没变态到 愿意欣赏 也没兴趣和那些将此之人进行眼神和精神上的交流 他转身走回厅内 举起游游余温的茶杯喝了口 他再次抬头望向庭外 只见秋雨里已经倒下了十几具尸首了 青石地面上的血也变得浓郁了很多 秋雨凄迷 亭间杀人如除草 除了刀锋入肉断骨的声音 就只有尸首前卿 种种砸到地面 把积水砸出水化的声音 宁缺看着碗里盛透的茶水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上官杨宇看着宁缺的侧脸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户部的官员们 则是在囚犯名册上不停地画钩涂抹 随着那些名字越来越少 他们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白 同样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秋雨持续 听见声音响起的频率渐渐变慢 刀斧手们的呼吸声越来越粗 展落这么多颗人头 终究还是件很累的事情 刑部派来的武作和户部的相关执司人员 涌进庭前开始检查尸体 同时准备处理这些尸体 刀斧手们饮完一碗烈酒后 在旁稍事休息 可这些还没完 宁缺可说过 今天要杀很多的人 把这些尸首搬走 把庭前的地面空出来 带刀斧手们恢复体力 还要继续杀人 接着送过来的囚犯更多 除了刑部押过来的 还有应宁缺要求 军部专门送过来的数十人 庭前的地面上根本没办法跪些 只好分成几批 这些大部分只是家眷 一名户部官员翻了翻手里的囚犯名册 然后望向上官杨宇 震惊地问他 难道这些人也都要杀 上官杨宇没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妄想凝缺 这些也瞎调着杀 官员们的脸色都有些难看 被押到庭前的数百人 都是受牵连的家眷 就算当年在战争里知情不报 甚至有从犯行为 依据唐律也很难判死罪 判死罪 那也是刑部或者大理寺的权利 难道就要这样都杀了 这数百名家眷在狱中被囚数年 精神倒还不错 因为不是修行者 也没受到什么禁止 还能发出声来 这时候听着官员们的话 他们才知道 今日将要发生何事 不由惊恐万分哭着喊起冤泪 他们的罪名是通敌 唐律中通敌与叛国最大的不同在于 有没有主动实施 所以最常见的通敌者 往往就是叛国者的家眷 这是很好理解的事情 数年前那场战争爆发后 有很多唐人子世间各处归来 浩天到南门都有三分之二的道人 与西陵神殿切断联系 但依然有虔诚的好天信徒 誓死效忠西陵神殿不肯归来 甚至在西陵神殿的 护教骑兵里任职 这些人都是叛国者 那他们的家眷便是通敌者 无论有没有与远在西陵的 亲人断绝关系 永远都是通敌者 因为血脉联系是斩不断的 这便是唐律里最冷血 最残酷的律条了 过去数年 唐国朝野四处搜捕 在边境县严防死守 擒获了数千名涉嫌通敌的民众 然后把他们关押在长安城和各州郡的大牢里 除了明正律法 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为了震慑牵制那些远在他乡的叛国者 而今天 宁缺准备把这些人都杀了 这是很令人想不明白的事情 不止这些家眷们想不明白 朝廷里的官员们也想不明白 庭院侧方的巷道里满是血腥的味道 先前被斩下来的那些人头 暂时被堆在板车上等着处理 忽然有颗人头滚了下来 在雨水里咕噜噜地滚着 一直滚到亭间 滚到家眷们的眼前 顿时惹来一阵惊呼与哭泣 宁缺抬起头来 看着跪在秋雨里的那些男女老少 仿佛看到了死去的小黑子 看着雨水里那颗人头 宁缺想起更多年前将军府里发生的灭门惨案 想起那些溢出门缝的血浆 和那些像西瓜一般的熟人的头颅 那年长安城落了场春雨 朝廷和神殿正在谈判 准备议和 我带着鱼龙帮和雨林军 冲进清河郡会馆 在雨中把清河郡的人全部杀光了 现在想来 我有些后悔呀 官员们听着这话 神情威和 心想书院毕竟人善 然而紧接着宁缺又说道 当时就应该留一些 慢慢杀 或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 听见是一片死寂 只有雨声和孩子们压抑不住的哭泣声 我知道 你们觉得自己很无辜 那些清河人大概也这么觉得 甚至 从唐律或者道德来看 你们有些人真的是无辜的 宁缺看着雨中的数百人 但 我不在乎 听见的官员和雨林军都是唐人 他们很在乎这些事情 所以脸色都有些难看 然而上官杨宇似乎也不在乎 他在秋雨里缓缓地举起了右手 他和宁缺都是非典型的唐人 唐律对他们来说只是工具 至于那些美好的道德或者说情怀 用来欣赏就好 不需要拥有 熟起便是刀落 刀落便是头落 苍老的脸颊 年轻的脸颊 有带稚气的脸颊 因为失去血液又被秋雨洗过 瞬间变得苍白无比 再也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 伴着惊恐的喊声 漆黄的求饶声 远度的叫骂声 悲凉的哭泣声 各式各样的头颅 不停地掉落在雨中 数百名叛国者的家眷 在秋雨里纷纷死去 刀锋切过骨肉带来死亡 声音也变得越来越闷 那是风口卷刃的关系 直到最后 砍头的声音似乎变成了某种棒机 像是破骨在不停地被敲打 沉闷而恐怖至极 刀斧手的手终于颤抖起来 故步官员们的手更是快握不住笔了 名册上涂抹的墨块变得越来越大 画的钩再难成形 却始终没有听到停止的信号 上官杨宇 以为自己真的不在乎 然而看着那些男女老少纷纷倒闭在血泊里 看着亭间雨水里的头颅堆得越来越高 她才明白 自己的内心依然不够强大健硬啊 伸手抹掉额头上 不知是汗还是雨的水珠 她看着宁缺缠声问 够了吗 户部虽擅长 算钱两数人头 我让你做这件事 就是想知道杀多少人才够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你来打我 上官杨宇叹息一声 我是个普通人 无法理解大修行者们的心境 最关键的是 我不知道神殿对那个人有多少影响力 所以我不可能知道杀多少人才足够 我甚至都怀疑 怎么杀都是不够的 宁缺知道上官杨宇的说法其实有道理 这也是他自己最没有把握的事 俗世里的悲欢离合 真能影响到九徒这样的人吗 冷雨沥沥风自寒 却无法阻止侧鼻的血腥味在亭间弥漫 宁缺看着雨水无法冲淡的愁血 说道 秋风秋雨 愁杀杀人呐 变在此时上官杨宇都没忘了忘记赞美 好失 或者你也来手 上官杨宇苦笑 哪里有这心情啊 宁缺伸手接着眼上滴落的雨水 下雨天 大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上官杨宇说道 先生好闲趣呀 我其实也不知道杀多少人才够 不过就像刚才说的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反正这些人都该死 反正朝天养这些闲人还要花钱两 那么 土房杀是看 闲来无事 杀杀人 秋风秋雨 杀闲人 要说这是闲趣 也通 明缺站起身来 走到雨中 转身看着官员们 或者 可以再多杀些试试 互不管着战俘的口粮 你们应该很清楚人数 怎么杀 本就安静的庭前 骤然间变得更加死寂了 没有人回答宁缺的问话 只听得啪的一声轻响 一名官员最终还是没能握紧手中的笔 笔落到了地面积极的雨水里 在人类的语言里 杀斧 是个专门单列出来的词 那代表着历史上最血腥残酷的某些画面 随着蛮荒时代的远去 那些画面变得越来越少见了 至于大唐 数百年来除了夏侯曾经做过 更是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即便是以无耻著称的上官洋语 听着宁缺这话 也被震撼得无法言语 有些苍白的脸颊上 写满了荒谬和不赞同 秋雨沙沙的落 一样的沉默仍在持续 沉默接着沉默 让人觉得好生的紧张不安 最终还是宁缺自己打破了沉默 这么严肃做什么 很难回答嘛 那行 我自己随便定了啊 他妄想上官 让诸州先杀上三分之一 看看情况再说 前些年那场战争里 唐军俘获了三万余名战俘 河谈中因为交换而释放了部分 现在被囚禁在矿山里的战俘人数 依然很多 三分之一的数量 那矿山得被染成一片血红啊 那些矿坑里的白骨 得要堆多高呢 这沙府不祥啊 天将降怒 还请十三先生三思呀 一名官员声音微哑 现在大唐朝野 没有任何人敢对书院的意见提出质疑 更不要说反对了 但在某些事情上 终究还是有人会展现自己的勇敢 宁缺没有看这名勇敢的官员 而是看着庭院上方那片阴晦的天空 从那片高远的天穷降落的 没有愤怒 只有连绵的秋雨 沙府不祥 于是天将怒火 那天是什么天 俯瞰人间春秋无雨的苍天 还是暗中主持天理循环 不偏不倚的青天 总之不就是浩天罢了吗 那么这句话便等同是个笑话 宁缺笑着摇了摇头 没说什么 也没有收回命令 上官阳宇声音微色地说道 我担心执行不下去呀 沙府这种事情和唐人的三官 确实抵触得有些厉害 而且严重不符合唐人的审美情趣 这便是上官阳宇的担心 或者说借口 宁缺问 怎么会执行不下去 上官阳宇说道 事情总是需要人来做的嘛 我怕 我怕没人肯做呀 宁缺笑了笑 没人肯做 你来做不就行了 上官阳宇是朝中的大学士 有书院和皇族的权力支持 如果他出面强力推动 沙府这种事情 再难做也能做成 只是 那个恶名要背多少年呢 上官阳宇叹息 难怪 您今儿一定要把我带在身边了 能做好这件事的人不多 有胆量做这件事的人更少 敢于背着恶名 并且心境舒畅的 也就只有你了 上官阳宇苦笑 可不敢说 心境舒畅 那太变态了 嘻 怎么感觉你这是在骂我呀 上官阳宇接着叹息 唉 您就别狂顾这挖根了 那坑底 你总得放点啥吧 唉 书院 若是能一直在 你家 时事平安吧 上官阳宇 眼睛微亮 想了想后说道 那边 那边坐吧 他是堂堂的大学士 自然不会亲自拿着刀斧 去砍战斧的脑袋 把事情吩咐下去 再向宁缺请示 垒人头山 还是古堆呀 杀斧这种事情 如果要做 向来是走两种极端 或者是极隐蔽 以免让敌人知晓 也避免会被记载在史书上 受后人唾骂 或者就是做得极为嚣张 故意让敌人知晓 至于史书上会不会记载什么 那只能暂时不去理会了 先前上官杨宇就和宁缺讨论过 大唐杀人 那是杀给西陵神殿看的 是要杀到道门觉得痛不可耐 那么光杀人自然不够 还得让对方看到 让整个世界知道 如此才能帮助对方确认 大唐杀人的决心 从而感到恐惧 所以理所当然 这杀斧得选后者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先前被杀的数百名修行者和叛国者家眷 以及随后数日里将会死去的成千上万的战俘 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展现给人间看 我们又不是草原上那些原始人 再说了 这么多人头 怎么堆啊 堆哪 朱雀大道上 还是万烟塔下边 要是有人头滚下来 吓着小朋友怎么办 宁缺看着上官杨宇 批评他 太血腥了 太残忍了 上官杨宇觉得特别无辜啊 不过想着今天有很多无辜者已经成了死人了 所以他这时候决定不做任何辩解 只是神情谦和的听宁缺说 唉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像我以前听过的那句话 正义嘛 不但必须被实现 还得让人看见 杀人也同样如此 确实应该想办法让人看见 得让神殿看见 但也没必要下着自家的民状 总是有别的方法的 宁缺望向旁边椅子里那名男子 我觉得神殿应该会看得非常清楚 一定不会误会我们的意思 你说 是不是啊 庭院里那是杀人的地方 石阶之上则是看杀人的地方 不知道什么时候 石阶之上多了两把太师椅 椅子上除了宁缺 还有一个满头白发的男子 满头白发依然不见苍老 只是容颜依然不复当年了 没眼睛也写满了疲惫 正是西陵神殿天狱司的大司座 成丽雪 听着宁缺的问话 成丽雪沉默片刻后说道 神殿应该会看得非常清楚 只是我很好奇 你究竟清不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 他被西陵神殿派驻长安城 全权负责一应的事物 看上去似乎全高位重 但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 他已失势 形同被发配 而且是发配到了最凶险的诡异 宁缺说道 你应该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那么我自己更没有道理不清楚 只是究竟有没有效果 我确实需要你的意见 成丽雪说道 我是西陵神殿的人 宁缺看着庭院间的秋雨 天狱死了 神座被南海来的渔夫抢了 你也被赶出了桃山 那么你便可以不再是西陵神殿的人 成丽雪笑了笑 你想听什么意见 我就想知道 九徒到底听谁的话 自然是浩天的话 如今浩天不在人间 那么谁负责把浩天的话 传给九徒听呢 以前是天狱神殿 现在又是谁 成丽雪在这个问题上 只说了一句话 管主一直住在桃山上 宁缺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看着亭间越来越大的雨水 赵南海 想做天狱 你还没死 这就说明了问题 成丽雪沉默不语 宁缺转过身来 继续说道 天狱神殿里 你的话还是有分量的 不然你早就死了 桃山上那些人 何必把你送到长安城 来让我杀呢 我来与你谈 不是有什么固咎之情 只是因为你还能活着 这就证明了你的力量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力量太过弱小 那么我甚至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力量 要知道西陵神殿里嘛 也是有我的人呢 成丽雪哑然失笑 他当然知道宁缺说的人是谁 他只是觉得宁缺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可笑 只是他这时候心情有些沉重 笑不出声来 怎么忽然变沉默了 为什么呀 成丽雪想了想 打破沉默 解释道 沉默代表着意志 很可贵的某种意志 比如虔诚 比如坚定 比如信仰 宁缺摇了摇头 指着雨水上方那片灰暗的天空 如果你对浩天的信仰真的足够虔诚 他就应该选你继位 西陵神殿三大神座的继承方式各不相同 裁决神座靠的是力量与杀戮 光明神座是指定继承 天狱神座领受浩天的意志 直接由浩天决定 当年在荒原上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苏诚将军就说 你已经进入洞玄境巅峰 距离之命只有一步之遥 与龙庆插乡仿佛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龙庆早就进入之命了 甚至有可能已经到了之命巅峰 可你呢 你还停留在原来的位置 看着相同的风景 哪怕今年春天那场雨水 也没给你带来任何变化呀 宁缺略带怜悯 浩天早就放弃你了 成立学平静硬的 知命境的门槛本就极高显 迈不过去意识正常 修行界有多少人能够知命 更何况我现在还年轻 三十余岁 在修行者里确实还算年轻 能够修至洞玄巅峰 距离之命只差一步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然而那都是从前 得了 你睁开眼 看看现在的人间吧 宁缺看着成立学 微潮说道 这些年变故迭生 夫子登天落了一场雨 春天他回神国 又落了一场雨 在现在这个洞玄满地走 知命多如狗的年代 你这个堂堂天狱神殿思作 还只是现在这种境界 你丢不丢人呢 成立学笑了起来 笑容里头没有什么苦涩的意味 因为苦涩的那些感受 早在春天的时候 就已经长寇了 如果是那场春雨之前 或许你真的能够说服我 但那场春雨 证明了太多事情 我对浩天的信仰 不得不重新变得虔诚 坚定起来 所以我不敢被你说服 他离开太师仪 走到台阶前 转身 看着宁缺微笑说道 至于浩天会选择谁 坐上天狱神座 你猜错了 他选择的是龙庆 只要龙庆完成 清剿新教的任务 他便将继任天狱神座 赵南海当然想坐那个位置 但他不行 龙庆 明确的声音 在如雷般的雨水里 显得有些飘渺 这是让他杀耶稣破心帐 那叶红鱼会让他杀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音讯幻有声小说 江夜由喜马拉雅授权赴品 成立雪说的 裁决神座能做些什么呢 还是说你一直等着他做些什么 你说你在陶身上有人 可以帮助我 想来指的也就是他了 然而你觉得这样 便能让西陵神殿改朝换代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幼稚的想法 再如何幼稚的想法也是想法 总比没有办法好 再说了 从盗门决意摧毁新教的那一刻开始 他必然就会开始做些什么事情的 你不信教 所以你无法理解很多事情 是啊 我一直就想不明白 那个他究竟想做些什么 宁确站起身来 看着街下被雨水冲刷到 渐渐淡去的血迹 想着当年冒着风雨来到雁明湖 盼着他说道 如果你不愿意回桃山 那么至少 请帮我带封口信给他 成立学问 什么口信 让他赶紧逃 不管他留在桃山是想帮叶苏还是想做些别的什么事 不要尝试 不要布置 甚至不要想 赶紧离开 逃得越快越好 越远越好 成立学沉默般上 你 或者 有些低估裁决神座了 打认识他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从来没低估过他 我知道 他肯定有他的想法 他的计划 他的沉默 必然代表着某种事情即将发生 我知道他不会高估自己 但是我很担心 他会低估一个人 哦 谁 灌主 哪怕如今是个废人的灌主 以他现在的境界实力 想要和灌主战斗 没有丝毫胜算 他的谋划 在灌主的眼里 连破鞋都不如 所以他必须赶紧逃 成立学并不赞同宁缺的看法 难道 你认为裁决神座这种人 会低估自己的对手 难道 你认为裁决神座这种人 会低估自己的对手 而且还是 灌主这样层级的对手 我知道 他不会低估自己的对手 但他没有与灌主战斗的经验 他不知道 灌主是一个 怎样高估都不为过的真正强者 我最担心他现在在算计 灌主可是不会落于算计之中的人呢 当年长安一战 灌主不就是落于书院的算计之中吗 不一样 因为我的算计是天算 其实宁缺想说的是 自己的灵魂并不归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灌主无法算到自己 但在成立学听来 这句话未免对浩天有些不敬的意味 成立学沉默片刻 然后说道 书院终究不是盗门的对手 倘国必然会覆灭 就算裁决神座离开桃山 与你联手 这种挣扎又有何意义 觉得是徒死的挣扎 所以你和天狱神殿的救人 不愿意加入 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 盗门必然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从柳一青一剑杀了南晋皇帝的 那一刻开始 这个世界便已经变了 战争的胜负 变成了少数人可以决定的事情 判断局势 从而也变成了一件 简单的算术题 你想要策反我和天狱神殿 自然也就会变得困难很多 宁缺沉默了会儿 然后说道 那我很想知道 你是怎么算的 有能力影响整个人间的走势 这种人很少 成立雪才会说 这道算术题很简单 但是宁缺却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他想看看那个简单的答案 成立雪看着站在雨林前的宁缺 大先生只留在宫中 守在堂地身边 知道你从玄空寺回来 他才能离开长安 但依然要跟着九徒 不得自由 二先生用一柄剑拖住了整个佛宗 令修行界震撼敬畏 但他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离开西荒玄空寺 他毕竟不是夫子 三先生行踪飘渺 看似无人知晓 但其实我们都清楚 他一直在草原上 和唐一道带着荒人部落的强者 在暗中拒杀东丈王庭的人 东荒离原不远 离查也不远 但他不会难归 当代魔宗宗主 怎么可能把时间耗在 东上王庭那些人的身上 他看的是贺兰山雀 书院想让荒人部落植入西荒 和镇北军夹击金掌王庭 这不可能瞒过贯主 这种事情啊 本就极难瞒人 关键在于能不能成功 你不能否认 至少看上去 书院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成丽雪微微一笑 你曾经在魏城从军 应该很清楚 金掌王庭如何强大 何必自欺欺人呢 哪怕他是二十三年禅 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 战胜金掌 想要完成书院的战略 他哪有余力 顾及中原之势啊 我可不想让三师姐太累 那么既然三位先生都不在 书院还剩下谁呢 陈皮皮雪山气海皆废 唐小唐随他四处逃亡 徐迟在乐部大将和数位大祭祀的压力下 只能苦苦支撑 就凭你和后山那几位先生 怎么对抗 道门远远不绝的强者 这些都不是问题 陈丽雪看着宁缺神情平静的面容 微潮说道 灌主 掌教 赵南海 龙庆 横木 无论谁 你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居然说 都不是问题 对阵 不是齐平之上对异 这些盗门的强者 在我看来 都是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都不是问题 其实你还漏了一个 推着灌主轮椅的那位中年道人 在我看来 要远比赵南海龙庆之流麻烦得多 为何你会这样认为 神秘兮兮的人 看上去总是更可怕些 当然了 我也只是认为他比较麻烦 不会害怕的 因为我依然认为 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只要能解决九徒和屠夫 西陵神殿对我来说好 那就是一间破屋子 这便是我想给你的信心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从开始到现在 书院对人间局势的判断始终清晰 驻新教传播 长安备战 鱼连入荒原 均没见汗悬空色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这些个举措 都是为了撼动道门的根基 从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灭掉道门 唯有如此 才能断绝浩天力量的来源 才能帮助老师战胜浩天 想要在浩天的世界里 毁灭浩天道门 必然要打很多的恶仗 苦仗 贯主现在是废人 哪怕他智慧依然无双 但也没有当年 单身入长安时 尽神一般的力量 春天那场雨 哪怕让道门 生出再多的年轻强者 也不可能是 书院三位先生的对手 可遗憾的是 浩天在离开人间 回归神国之前 替自己的信徒 找到了两位 最强大的庇护者 为道门套牢了两条 最恐怖的看家狗 我说过 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只要在熟师那里 上过两天学的孩童 都能算得清楚 谁会不知道 书院想杀谁呢 可问题是 这是两个杀不死的人 只要是人 就不可能杀不死 那两个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已经不能算是人了吧 贯主当年神为如海 亦非凡人 不一样被书院重伤将死 但旧屠屠夫和贯主最大的区别 便在于他们更擅长活着 他们能在浩天的眼光下 存活这么多年 能够熬过漫长的永夜 似乎时间都拿他们没办法 便是夫子都没有出手 你们怎么能杀得死他们呢 宁缺不再多言 这样吧 杀死他们的那天 你和天狱神殿来归 成立些神情威廉 书院的信心 究竟来自何处 宁缺转身 望秋雨如瀑 沉默不语 南进偏南 亦是深秋了 林康城外 山上的树叶依然不是太黄 被沉石开始落下的这场雨洗过 春意见饭 竟似重新回到了春天 九徒与大师兄在山道上 随意地行走着 没有并肩 他们用肉眼也很难分出先后 自然不会携手 但终究是旅途上临时做个伴 冠主现在还坐在轮椅上 那他们俩便是世界上 走得最快的两个人 此时走在雨中山道上 两人却是很缓慢 显得极为潇洒淡然 其实我很清楚 书院一直很想杀我 而且最想杀我 比杀屠夫更想 因为我比屠夫快 所以我对你们的威胁最大 雨珠落在九徒的长山上 纷纷滚落 就像荷叶上的鹿珠 他的生意也像这些水珠般 再没有平时的沧桑和腐朽意味 大师兄看着九徒长山前金上的那抹血 也曾经是最想携手的人 九徒微笑 为何 我们想助老师战胜浩天 便要灭盗门 那岂不是更应该杀我 前辈和盗门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若与书院携手 灭盗门 只是一念之间 人间想来会少流很多血 那是以前了 从他出现在我身前那刻起 我与盗门便有了关系 他已经离开了人间 九徒微微一笑 意味深长 都说 你是世间 知人知善知信之人 没想到今日劝来劝我 作备信之事 何解 信 乃人眼 他不是人 故难成信 大师兄说到此 忽然沉默了 隔了很久 他指着九徒的长山说道 那些都是假话 备信就是备信 只是 你若能背信 我便连太守的血 都能视而不见 何况别的 说这话时 大师兄很平静 眉还是那么直 眸还是那么正 但其实能感觉到 这平静的背后 隐藏着的是极深的痛苦 带着冷意的痛苦 九徒听到这句话后 表现得也很平静 而他的平静 是凝重 因为这份来自书院的邀请 与背信相关 但出自对方 却不得不信 千年以来 他和屠夫与书院 或者说与夫子之间 并没有太多的嫌隙 直到后来 直至太守昨夜死了 若真能把那些抛去 双方挟起手来 或者真的可以 灭了滔山 焚了神殿 毁了道门 真正的撼动 浩天世界的基础 林康城外的青山 一片安静 九徒望着秋雨里的天地 沉默不语 腰间济致的酒壶 在风雨里轻轻摆荡 就如套天浪里的小舟 雨丝见书 山野上风的云层 由后变薄 光线透出 渐渐偏移 时间也逐渐流逝 九徒始终沉默 没有回复书院发出的邀请 山道上也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令人窒息 这个答案 从某种程度上 将会决定人间的走向 想再久也理所当然 直到日头见西 天色见暗 目光把云层染红 然后把那云烧成灰烬 黑夜终于来临 那轮皎洁的明月 出现在眼前 九徒终于打破沉默 做出了回答 他的回答很简洁 只有两个字 不行 月光洒在大师兄脸颊上 显得有些苍白 为什么 因为浩天 无所不能 九徒看着大师兄脸上的月光 那场春雨 横幕以及北方那个蛮族少年 还有曾经的贯主 都是证明 无数年来 我与屠夫隐匿在人间 冷眼看着道门 统治着这个世界 我看到了太多类似的画面 虽然道门从来没有出现一个 像你老师那么强大的人类 但 浩天已经证明了太多了 听着这番话 大师兄摇了摇头 指着叶琼说道 老师也曾经说过 而且说过 不止一遍 浩天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但他老人家 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 所以他才会登天与天战 人间才会多出一轮明月 大师兄的手指方向 正是叶琼里那轮美丽的月亮 九徒顺着他的手指望去 说道 但 你看 月亮的脸 一直偷偷地在改变 普通人看不出 他在变暗 你我 怎么能看不到呢 万古长夜 为夫子为月 而月亮变暗 正说明 夫子在 逐渐地变弱 九徒这种层级的强者 自然不会看错天象 事实上 书院也很清楚 这是事实 包括大师兄在内的弟子们 一直处于某种焦虑的状态里 但既然还亮着 就有希望 九徒摇头 即便 能载量书万年 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我要的是永恒 出了好天 谁能赐我一永恒 你老是自己都做不到 又如何帮助我 既然书院无法给予 我想要的东西 又如何能够说服我 大师兄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问九徒 这些真的那么重要吗 九徒看着他 生存的意义就在于生存 难道不应该是体会 只有无法永恒的人 才会默示永恒的意义 只要吃不到葡萄的人 才会说是酸的 才会说出这样酸而无用的废话 大师兄不禁感慨 那么在您看来 所谓爱这种字眼 必然也是酸而无用的了 先前我便说过 我对人间无所爱 什么是爱 你终究还是太年轻 不够老 不明白在时间的面前 这些个字眼 真的很轻 说到此处 九徒眼里流露出些许感伤与怀念 我够老 我活得足够久 见的事情足够多 悲欢离合 在我眼前不停地重演 生老病死一直在我身边 对我来说 世间早无新鲜事 有哪里有什么看不透的 世间会杀死你所有的旧友 把你的心旁变成旧友 然后再杀死 你会变成 看淡情爱的智者 你会变成身体与灵魂 都腐朽不堪的走失 但同样你会思考很多 你最终会想明白 存在的意义 就是存在 除此别无所求 旧徒看着夜空 我与世间这个鬼东西 相处了太多年了 我很清楚 他是怎样的不可战胜 所以我不会错过 任何战胜他的机会 今夜的九徒与以前有些不同 以往无论在小镇还是在悬空寺 他并不显强大 仿佛是山叶间的一颗石头 此时他却是一座显觉的山峰 因为从前的他自脸而不思 顺势而行 如朽木和不会言语的石头 今夜的他则是在思考 在表达自己的思想 于是这山峰便活了过来 听着这番话 大师兄沉默片刻 然后问道 那么自由呢 自由 什么是自由 是掌握 是了解 是知识和目光的边界 确实 这是比爱比欲更美妙的东西 然而 谁能自由呢 大师兄摇头 没有绝对的自由 但会向往 所以要追求 老师曾经想青天黑夜里 不停地飞翔 我想那时候的他虽然寂寞 但肯定也很愉快 九徒眯眼 哪怕 触到边界便会死 哪怕打破边界的结局是寂灭 当年因为桑桑的事情 小师弟曾经教育过我 不能因为坏的可能性 就破坏所有的可能性 因为活着 就是无数可能性的集合 那么 没有可能性的活着 就是死去 活着 外面 从来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 还是小师弟曾经说过 人类注定的征程 就是星辰大海 大师兄看着 夜穷里的满天繁星 仿佛看到夜穷之外 那些真正的星辰 露出极明朗的笑容 我虽不惜远游 但美美思极 一觉心神荡漾 喜不自生 觉得其间有极大的欢愉 竟能超出 竟能超出 惊灭的恐惧 九徒 静思良久 问道 如此欢愉之 争成 何以明知 大师兄说道 当名为 逍遥游 听着逍遥游三字 九徒望向 满天繁星 竟是忘了 该如何言语 九徒看着满天繁星 沉默良久 眼眸里的情绪 淡而不散 如饮美酒无量 误入星海深处 沉醉不知归路 即便知晓 也懒回周 或者 那真的很美 他看着繁星 眼中忽然流露出 寂寞记忆 像孩子看到 大山那边陌生的世界 充满了畏惧与不安 声音轻颤 但 也很可怕 最甜的蜜糖 往往就是最毒的披霜 最美的向往 有时候也正是最大的恐慌 自由 很好 但 无所依凭 很坏 这只在 每人一念之间 大师兄 轻轻叹息一声 知道九徒 已经醒过神来 并且做出了决定 九徒 回首望向大师兄 神情肃然 存在 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事情 比别的所有都重要 未知 我可以放弃很多 存在与追求 并不矛盾 但 书院的追求 与浩天的意志 矛盾 浩天的想法 与你我的存在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能存在 这么多年 便是因为 我绝不会打 必输的仗 连你老师 都胜不了浩天 我又怎么能呢 大师兄 沉默了很长时间 接着问道 那书院呢 九徒微微挑眉 大师兄静静看着 九徒的眼睛 不与浩天为敌 便要与书院为敌 您没有战胜 浩天的自信 就确信 能够战胜书院 九徒挑起的双眉 变成夜风里 静止的两道笔画 九徒说道 书院能做什么 大师兄硬道 书院会拼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当年秋雨里的烂科寺 书院曾经拼过命 后来在长安城 在青霞 在荒原 书院都曾经拼过命 用自己的命 去拼敌人的命 甚至可以说 是自恋的人 他们将自己 和同门的性命 看得比天还要重 当他们开始拼命时 那必然是到了绝境 他们必然会爆发出 难以想象的光彩 剑圣柳白 蒋经首作 灌主 书院面对再如何 强大的对手 只要开始拼起命来 那么便没有 不能战胜的人 或者天 九徒和屠夫 会是例外吗 有趣的是 书院真正能拼命 会拼命的人 追不上我 比如灵物 比如军墨 甚至包括宁缺 而能追得上我的 不会拼命 九徒看着大师兄 书院要和我拼命 你是最好 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你我皆无惧 我们走着相同的道路 看着相同的风景 于是才有可能相遇 这是拼命的前提 可是你确信自己 真的会拼命吗 任何事情 都是可以学习的 我擅长学习 在玄空寺外 我便赞过你进步神速 当时你便比战冠主时要强大很多 招文道而木悟道 果然不愧是夫子最疼的弟子 你确实很擅长学习 你比军墨和灵物强 但你真的确认 能够学会拼命 大师兄叹息 拼自己的命简单 拼别人的命困难 这便是昨夜 我已经证明了的问题 你学会了打架 继承了木棍杀过人 但你依然不会杀人 因为杀人不与杀人同 或者我可以带着会杀人的人 你能带着菩提树万里回书院 却不能带着人千里奔袭 想当日在玄空寺 你带着军墨行走 能走多远 当然 我最怕的其实就是这个 如果你真能带着灵物千里奔袭来杀我 那我除了躲回小镇 藏在屠夫身边 还能做什么呢 大师兄微色说道 你若回小镇 小师弟的剑便到了 旧途神情微变 才知道书院事先已已经做过 这方面的计算安排 只是实施不成 于是才有今日的这番谈话 秋风呼起 树叶上的水珠花花落下 他的身影忽然消失不见 大师兄的神情变得有些愤怒 密集的水点落在棉袄上 仿佛落在沙滩上一般 突出很多失忆 然后迅速消失波剑 雨水落在地面 没能全部渗进山岩泥石 大师兄脚前的地面上 积了个浅浅的小水蛙 有只蚂蚁正在水蛙里拼命挣扎 他沉默低头看着水蛙 轻弹手指 有片金黄的树叶无风而来 落到水面上 不多时 那只蚂蚁艰难地爬上树叶边缘 捡回了一条性命 水蛙微微颤抖 有影子覆盖 九徒回到山林间 身影遮住星光 暗沉阴灰 大师兄抬头 为什么又杀人 九徒的长山上 没有新鲜的血水 但确实有人死去 我说过 书院不要对我有杀意 再轻的再淡的都不行 因为我会感到恐惧 这让我痛苦 那么我便会杀人 让你们痛苦 让你们恐惧 这次 死的又是谁 不知道 应该是个普通人 或者是唐人 或许是阉人 我只是杀人 并不挑选对象 也许下一次 我会杀个荒人 大师兄沉默 九徒看着大师兄 怜悯说道 忍者爱人 你不敢杀人 也不愿我杀人 便无法与我拼命 那么你便只能学会接受 书院从今日开始安静些 带神殿烧死新教的 数十万信徒 在国情唐国周边的世界 再来最后的焚烧吧 大师兄盯着九徒的眼睛 问道 杀人对你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已经把自己 当成非人的存在 所以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甚至陶醉其中 没有心理障碍是真 陶醉 则不然 九徒走到崖畔 副手望向夜色下的人间 看着林康城西书的灯火 平静说道 我不是一个烂杀之人 在我眼中凡人皆如鸡狗 即便性情扭曲变态 杀同类大概能有快感 像我这么杀鸡杀鱼 又有什么刺激的地方 大师兄走到他身旁 副手看着夜色下的人间 看着林康城里的光影 右手不知何时 已经握住了木棍的另一端 说道 难道 一切无可改变 黑夜很漫长 消失却仿佛是瞬间的事 只是眨眼功夫 红暖的朝阳便跃出了地面 照亮了秋雨中的山野 九徒说道 太阳一定会再次升起 白昼永远不会黑暗 在好天的世界里 唯有好天能够永恒 而这是你改变不了的规律 大堂没有认输的习惯 书院也没有 我或者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规律 也改变不了你 但至少可以改变自己 九徒的目光落在大师兄握着木棍的右手上 想杀我 杀不死你 但可以杀死别的人 九徒皱眉 你所说的改变 哪怕是堕落 是的 哪怕是堕落 那 你打算去杀谁给我看 我要去小镇 看看那位当炉卖酒的姑娘 看她是否生得漂亮 问她卖的几年沉娘 问她 你有没有欠她银两 秋雨如左 如前 静静落着 山下忽然传来急促的提声 有骑兵破语而至 高声喊着什么 准备离开的大师兄看了九徒一眼 那骑兵浑身失路 神军的战马满身湿泥 原本庄严华美的黑金盔甲 早已看不出当初的模样 显得狼狈至极 这是西陵神殿的骑兵 看来应该是有非常紧要的事情 九徒微微挑眉 对她来说 这是少见的反应 因为世间已经没有多少事 能够让她动容了 在漫天的秋雨里 想要找到她和李漫漫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此时来到山下的是一季 西陵神殿只怕动用了 无数万人在世间寻找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啪的一声 那名神殿骑兵跪倒在满地雨水里 以鹅触地不甘起 用颤抖的声音传达了神殿 想要让九徒知晓的那个消息 宁缺在长安城开始杀人了 听着骑兵的话 九徒的双眉挑得越来越高 大师兄的双眉则是脸的越来越平 彼此又彼此不同的情绪 西陵神殿不知道宁缺杀的人是谁 杀了多少人 只知道他开始杀人了 而且根据唐国境内传来的情报 各州郡似乎都开始准备杀人 你知道的 心前 我真的准备离开 离开去杀人 大师兄转身望向九徒 脸平的双眉里 隐藏着深深的复旧与自责 但现在看来 小师弟还是要比我勇敢得多 这种决心与勇敢无关 只是习惯 他习惯了杀人 也习惯了用别人的性命去拼 就像先前说过的那样 他是善于拼命的人 九徒面无表情 但先前我还说过 我对人间无所爱憎 所以宁缺的方法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大师兄指着 跪在雨地里那名神殿骑兵 但对盗门是有用的 不然他们不会如此焦虑地寻找你 你或者应该听听他们的想法 听到这句话 那名骑兵把头捶得更低 声音也更加颤抖 就像雨水里那些孱弱的黄叶 随时可能中断 显得那样可怜 请您 再等等 九徒微逢 不管宁缺昨日在长安城杀了多少人 也不管他以后还会杀多少人 难道我会在乎那些普通人的生死 等待有什么意义 大师兄说道 杀死所有的唐人并不是你想要的结局 你也在等待着被人说服 小师弟做的事情 只是给你一个理由 这种理由未免太幼稚了些 难道你杀我来 我杀你 最终彼此便不再相杀 难道他就真的 不害怕人间打乱 浩天要统治的世界不是一个冰冷无人烟的世界 那样他也会灭亡 所以他更不想看到人间毁灭 九徒的眼神陡然锋利 何道 难道他真敢灭尸 不要说浩天 就算是夫子也会直接把他灭了 真是荒唐至极 小师弟做下的决定 从来没有人能改变 无论我还是君墨都不可能说服他 浩天对他也没有影响力 至于唯一大概能管住他的老师 现在暂时还回不来 那么他若真的想要灭世 谁能阻止 便在此时远处传来密集的马蹄声 那声音竟是连天地间的落雨声也压了过去 数百神殿骑兵从林康城 从别的地方向秋山挤驰而来 大师兄看着这幕画面 看着那些神情焦虑的骑兵 冠主很清楚凝确的决定 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说服你 深秋的某一天 大唐出舟太守辞世 同一天长安城里杀死了五百三十一人 随后的数日内 唐国诸州郡暗中集体处决了一批囚犯 人数在两千以上 这些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是囚犯但不是死囚 他们被处死只因为一个原因 九徒挥秀杀太守 令大唐震怒不安而且恐惧 宁缺杀了这数千人 便是要令道门震怒不安而且恐惧 这是对等的报复 是另一种形式的殉葬 收到消息的西陵神殿 果然如宁缺所推算的那样 陷入疯狂的愤怒和冰冷的恐惧之中 而当神殿得知 前次战争留在唐国境内的数万名战俘 如今也面临着被秘密处死的境遇 这两种情绪顿时到了顶点 幸运的是西陵神殿只用了一天时间 就在林康城外的秋山上找到了九徒 并且在书院大先生的帮助下 劝说九徒暂时等待 哪怕只等一天 也算是给了道门面子 寒语不绝 神殿动用数千南进民俘 只用了半日的时间 便在林康城外的秋山上 修了一座楼 楼外有风 有秋风 秋风行于人间 有时西行 有时向东 谁也不知道 这东风和西风 谁能压倒谁 谁也不知道 局势又会怎样发展下去 站在楼里看秋风 九徒等的是消息 宁缺究竟杀了多少人的消息 以及道门怎样说服他 但实际上 看的还是自己内心的风向 大师兄在楼外等着 手里握着木棍 他看着满身红叶 黄叶还犹带轻易的绿叶 若是九徒最终不愿意等了 那他便会朝着秋风打下去 宁缺收了油纸伞 淡掉衣裳的雨珠 望向南方 听说南近秋天的雨水更多 如果我是神殿主事的人 可不能忘记给九徒修作亭子 要这么一位大人物 大前辈 无趣甘等 总得好好伺候着 成立雪解下头巾 满头雪一般的银发 披散开来 他走到城墙边缘 看着秋雨洗过 干净无比的长安城 前日说过 就算你能威慑道门 也无法影响到九徒 道门能不能说服他 这本身也是个问题 你想要九徒收手 那么你为何不能先暂时收手 要知道你已经杀了这么多人 我只要确信自己的手段 能够震慑道门就足够了 道门怎么说服九徒 是道门的问题 我相信灌主的智慧和能力 别的人我暂时可以不杀 但军部押过来的那数十人 我肯定会轮着 慢慢杀 不如此 不足以让神殿里的人发疯啊 成立雪的眼神有些忧暗 腾国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才把长教大人的亲族抓了七人 你就准备这么舍弃出去 熊出墨不能人道 他的外甥自然金贵 我自然会捏在手里好好地用 不会这么早就送去民间 成立雪皱眉 那你为何要杀何家的人 对大唐来说 有些人是必死的 早死晚死都要死 何明驰和他的家人都在此列 既然如此 当然要死 数年前举世罚唐 大唐东北边军在燕国成经御服 虽然于绝境里成功杀死燕帝 然而能够回到土阳城的唐军 寥寥无几 基本上等于全灭 魏城等齐城寨被金账王庭攻破 屠城连连 无数君族百姓变成白骨 其后精神阵受损 长安城血火树叶 又不知死了多少人 总之 唐国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那么在唐人的复仇名单上 自然会有很多必死的对象 不用怀疑 那些人必死无疑 复仇开始的很早 比所有人想象的更早 在前次那场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 唐人就开始了他们的复仇 被列在必杀名单首位的何明池 带着庶民亲信离开长安城 回到桃山后 便被神殿派往南方 为的便是躲避唐国无处不在的暗杀 然而 他的家人却没那么幸运 军部和暗侍卫付出很多代价 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耐心 终于把他的家人抓回了长安城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前天 宁缺在秋雨里杀人 军部押送过来的数十人 全部都是这样的身份 有何明池的家人 有熊出墨的族人 还有西陵神殿 别的大人物们在乎的人 西陵神殿对何明池的家人 保护极为严密 如果不是军部动作快 数年之前 抢在神殿 把他们接回桃山之前 硬生生的抢回来 我便是想杀他们都难 宁缺看着程丽雪 为了抓何明池的老母兄弟回来 军部死了三百多个人 所以你说他们怎么可能不死 不杀他们 我杀谁 程丽雪叹息 哎 付出如此大代价 只是为泻口怨气 值得吗 宁缺看着城墙下 那滩烟红的血子 看着那名倒在血泊里的 白发苍苍的老妇 满意地笑了起来 杀死何明池全家 死去的唐人们 一定会很欣慰 那些牺牲了的唐军 一定觉得很值 人嘛 在世间活着 不管是闲气 还是怨气 争的不就是这口气吗 道门必须清楚 这就是唐人的做事风格 也是我的做事风格 不管灌主用什么方法 他都必须说服九徒 不然九徒杀我大唐一人 我就杀你们道门千人 宁缺转身 看着城里去 我知道 这般杀下去 用不了两天 就会沦入无人可杀的境地 只是 道门就愿意 等我把人都杀光 我今天能杀何明池老木 明天就能杀了熊出墨的救生 然后 我会继续去杀你们的老木 你们确定 能够忍下去 成立雪 沉默片刻 你很清楚 这不是道门想要的局面 九徒要的是心境安宁 要我书院不敢再尝试杀他 道门则是借势而为 要我大唐不敢圆南尽清河 要我书院 不理心教之事 所以九徒杀人 所以道门看着九徒杀人 既然杀人是表明态度 以及逼迫对方表明态度的手段 那我自然也只好杀人了 拿人头当宠马嘛 只看谁能撑到最后 那么现在我全部离手 道门敢不敢接呢 成立雪紧紧皱眉 看着银雀问 全部离手 银雀离开城墙 走到另一面 望向苍茫秋色 看着遥远的荒原方向 我会继续杀下去 直到无人可杀 成立雪觉得手有一些冷 你 你疯了 宁缺没回应这句话 按道理来说 能和九徒拼命的 应该是大师兄 但我不愿意大师兄去拼 这种事情 不符合他的美学观点 和我倒比较合适 那最后 你准备怎么破局 在没有确定的把握 干掉对方所有老母 杀光对方所有人之前 终究还是会妥协的 我和灌主 再如何冒充孤独 模仿绝望 像是舒吉了眼的赌徒 其实都只是虚张声势 所以谈判是必须的 我现在做的事情 只是给谈判加些筹码 人头做筹码 我说过的 这句话虽然有趣 但不用重复 你还曾经说过 关键还是 九徒的态度 可为什么 你表现得毫不在乎 把赌桌掀了 筹码落得满地都是 这可不是 浩天想看到的结局 他要保证 赌桌上的筹码 摆得整整齐齐 但 我却敢掀赌桌 那么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宁缺看着 情况见有 肃杀意的北方 成立学问道 为何 这和九徒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有两个层次 宁缺没有解释 深层的那个问题 那个 他为何敢于掀翻 整张堵桌的问题 他只是笑了笑 对九徒 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浩天不愿意 他就不能做 因为 他只是条狗 他看着成立学微笑 我呢 是人 所以 为何要在乎狗的想法 雨落秋宫 分外寒 李渔坐在御书房窗前 既然他说与朝廷无关 便与朝廷无关 增进大学时 看着李渔日渐销售的背影 祝连杀 祝连杀福都是不光彩的事情 这个恶名也只能由他来担着 大唐 盛在有书院 书院盛在有不择手段的他 李渔转身看着曾经 这是很值得我们庆幸的事情 朝野间如果有人敢对此善发议论 诸位大人应该清楚该怎么做 曾经叹息 利当如此 秋雨持续 时歇时起 秋风持续 时起时歇 红黄二色的树叶 见被积水泡至发软 快要渗进青石板的缝隙里 等待 在持续 宁缺依然站在城墙上 盯着遥远的北方 前些天 他一直盯着南边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 忽然改变了方向 他说九徒 是浩天养的一条狗 所以不在乎对方的想法 然而 岂能真的不在乎 就算是狗 那也是条最凶恶的狗 而且跑得太快 这些天 唐国诸州郡还在不断地杀人 宁缺平静地接受了 所有的恶名与责任 只要求朝廷尽可能地保密 因为他不想让骄傲的唐人 因为这件事情而无法骄傲起来 同时他没有忘记 让唐国以外的亿万民众 知晓这件事情 因为他想要传播恐惧 死亡是传播恐惧的最佳方法 只是死讯的传播需要时间 而且需要媒介 宁缺选择信得过的一些人 来做这件事情 数日之前 宁缺便做好了选择 人选是楚悠贤和陈妻 这意味着二人要远赴西陵神殿 进行谈判 同时沿途进行吓人的工作 没有唐人能拒绝书院的安排 只是反应有些不同 晨期临行前那夜 与最宠的小妾下了三盘五子棋 楚悠贤则是在红袖招里 醉了一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 五风巡幻有声小说 江夜 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车厢在秋风里 微微颤抖着 窗缝里 传出呼呼的声音 雨点从风里飘了过来 很短的时间便湿了青帘 车里的那盏油灯 忽明忽暗 看着随时可能熄灭 灯光照耀下 楚悠贤的脸色 显得有些苍白 那不是因为畏惧 而是因为 坐在对面的父亲的脸 比他的还要白 而且还在哭 楚老爷子是老泪纵横 抓着儿子的手 怎么也不肯放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马车颤抖太厉害的原因 他的声音也颤得非常厉害 这些年哪 千两万两的白银 流水似的花在你身上 家里就是想给你某个好出身 结果水成响 最后竟是把你送到这条死路人了 早知如此 当初我哪会让你进书院呢 听着这话 楚悠贤沉默了很长时间 忽然掀起帘布 指向风雨里那片灰暗的天空 还说道 父亲 人这辈子 其实就和这片天一样 谁也说不准会遇到什么天气 但我想的明白 人马总是要遇着事的 那便要做大事 这次朝廷和神殿之间的事 往前看一千年 那也是最大的一件事 也是最大的一件事 他收回手 指着自己的鼻子 而你儿子我 就是去办这件事情的 这个使臣的位置 别说几千几万两银子 您就是拿出一千万两银子 也别想买 可 跟你们去有什么用啊 楚老爷子哭着说道 不管朝廷还是书院 要和神殿谈判的都是那些 那些大人物的事啊 你们去也罢 不去也罢 那谈还是他们谈 那你们何必要去冒这个险呢 楚游贤没有解释的太清楚 哎呀 您就不要想太多了 那春天的时候不是说要修祖谱吗 您可得把这件事情整理好了啊 我真回不来了 我的牌位可得供在好位置上 你这说些不经历的话 楚老爷子气急 赤道 你可是我楚家的毒苗啊 你怎么能死呢 楚游贤不以为意 哎呀 只是说说这种可能 楚老爷子一巴掌 拍在楚游贤脑袋上 但是楚老爷子也知道 无法改变什么 他只得抢言笑骂道 就算你死了 在祠堂里你还指望 能争得什么好位置啊 难不成你还敢摆到你爷爷头上去 楚游贤打怒 哎 我要死了那就是为国捐取 凭什么不能 这时候青莲危险 风雨渗入 陈其面无表情走了进来 楚老爷子知道 启程的时间到了 叹息一声走出马车 看着父亲有些勾搂的背影 楚游贤沉默无语 最后父子笑骂 看似气氛松缓了很多 但是他很清楚父亲此时的心情 就如同整座长安城的人 都清楚的事实一样 他们是去送死的 陈其没理会楚游贤此时的情绪 他只是看着手里的卷宗 说了句 如果不想死就不要想死 一句话里两个想死 意思自然不同 楚游贤看着这位 鱼龙帮的智囊人物 叹道 都说你智谋无双 但我真的不相信 你能在这条死路里 找到圣迹 陈其毅然低着头 借着如豆的灯光 看着卷宗上的一些情报 那些是不重要的事情 楚游贤沉默片刻笑了起来 你说的对 能不能活着回长安 本来就不是重要的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此次出示西陵神殿 代表的是唐国和书院的意志 但他们没有官方的身份 而是宁缺的私人代表 因为他们拿着的筹码是数千颗血淋淋的人头 而这些无法摆到台面上 不能污了唐国和书院的名声 那么如果谈判失败 他们自然也要把自己血淋淋的人头 留在陶山上 便再也没有回到长安城的可能了 正如楚老爷子悲伤不解的那样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朝廷和书院 为什么要派他们去西陵神殿 谈判只在刀锋之间 在僵场之上 这种行为看上去完全是多次一举 车轮碾压青石板 发出嘎吱的声音 马车缓缓向城外拾去 陈七和楚悠贤不再说话 沉默异常 能不能回到长安 不是重要的事情 那不是他们的任务 他们此行西陵 除了沿途宣扬某人的冷血 用言语展示那数千颗人头 真正的任务 是要替某人给桃山上的某人带句话 那句话很重要 不能落在纸上 不能传出于口 要听到那句话的人在桃山深处 便是书院大先生都看不到的 所以哪怕前途危险 极有可能死亡 楚悠贤和陈七 依然义无反顾地坐上马车 开始了自己的旅途 当楚悠贤和陈七的马车 在秋雨里驶出城门的时候 那个要他们传话的某人 正在皇宫御书房里 看着眼前如帘一般的御丝 看着御花园里那些菊花发呆 御花园里 少年皇帝在太监宫女们的簇拥里 向后殿行去 远远看着窗盘的身影 有些僵硬的停住脚步 极不符合礼法的长衣行礼 就像是对待那位漂流在外的老师 宁缺点头示意 看着皇帝的身影消失在宫殿里 他伸手关上窗户 把微寒的风雨尽数屏在外面 回身望着书桌后面 那个愈发清俭的工装女子 空险的时候多出宫走走 你应该很清楚 长安城秋天没雨的时候 多好看 鲤鱼脸色有些白 不是生病 只是常年不见阳光的缘故 当年在叛乱之后 他便再也没有出过宫 听着宁缺的话 他微微笑了笑 没说什么 也没有解释不出宫的原因 因为对方什么都清楚 曾经效忠于你的那些朝臣 已经没有人敢再有异心了 已经没有人敢再有异心了 所以你不用为了避险 把自己伸索宫中 明确看着鲤鱼的神色不变 知道难以说服对方 但眉头微皱 就算不想出宫 也要在御花园里多逛逛 湖上泛舟 湖畔摘柳 我不是说 这种文艺的画面多么重要 而是在陛下真正成熟之前 你必须保持身体健康 鲤鱼将书卷收好 平静说道 我再活个几十年没问题 倒是你 今天怎么会下了城墙 难道你不需要盯着那些恐怖的大人物 你就不怕这段时间里会出事 明确在城墙上 已经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用自己的铁弓和铁剑 震慑着四野的强者 就像九徒用自己的速度和杀戮 震慑着汤国的君臣将兵 总得歇歇 而且有些事情啊 总要确认了才安心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夜听风读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世间纷争未修 唐国与西陵神殿之间的大战将起 书院不在事外 自然要关心这些事 宁缺信任李渝的治国能力 所以要从他这里得到准化 以前便推演过无数次 如果书院不能解决九徒 那么不要说胜利 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办法开始 李渝静静地看着宁缺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宁缺沉默片刻 还需要一些时间 这便是问题 九徒由于世间 不胆于杀人 这便是唐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不能杀死此人 开战只是一句空言 对于西陵神殿来说 这不是问题 他们可以选择何时开战 而时机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所以要再等一段时间 所以你让楚由贤和陈七 去西陵神殿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影响不到九徒 但能影响道门 我们只能希望 道门能够影响到九徒 如果不能呢 幸运的是 九徒和屠夫这样的人 从来不做无意义的事 包括无意义的杀戮 他们当浩天的狗 执行的便必然是浩天的意志 而解释浩天意志的人 在陶山里 你说的是贯主 不错 楚由贤和陈七去了清河 朱法会和他们谈吗 如果知道你杀了那么多人 我杀的人越多 清河朱姓便越想和我谈 就算不谈 至少也会请他们吃顿饭 丽语有些忧虑 看着宁缺轻声说道 但 你杀的人越多 名声也越 即便是唐人 也很难接受这样的杀戮 宁缺想着 先前在窗口看到的那幕画面 那名穿着明黄衣衫的少年天子 脸上流露出来的畏惧 和不喜的神情 难以意志地自嘲笑了起来 我终究不是大师兄那样的人 你可以成为那样的人 宁缺神情坚定 我不要成为大师兄那样的人 因为那只是好人 却不是能与整个世界对话的人 与整个世界对话 不错 什么意思 当我说话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必须听到我的声音 以前有过这样的人吗 老师自然可以做的 大师兄也可以做的 但他们都没做 因为就像先前说的那样 他们是好人 谁做到过 如果没有小师叔 连生一定能做到 哪怕要毁灭这个世界 那是他的目的 不是我的 宁缺顿了顿 我 只是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只是谈谈 宁缺的态度很温和 甚至有些拘谨 千倍 然而不知为何 李渔却觉得 玉书房里的空气变得寒冷起来 甚至要比门外的秋雨更寒冷 他走到宁缺身旁 推开窗户 任由风雨飘入 仿佛觉得这样 还能得到更多的温暖 秋雨在玉花园里不停落下 金色菊花依然夺目 仿佛是在人烧 但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有很多残枝落叶 湿路的泥土 扮演着将要腐烂的果子 如头颅一般 整个唐国笼罩在寒冷的秋雨里 道旁的枯树 就像树下的行人一般失路 就像各州郡的行刑场那样 到处都是黏乎乎的血水 那些血水里泡着各式各样的头颅 今年秋天 宁缺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就像他对程绿雪说过的那样 既然这个世界不肯安静倾听他的声音 那么他便将自己所有的筹码都放了出去 那些在秋雨里坠落的果实 那些在血水里浸泡着的头颅 都在证明他的决心和意志 就在这样的局势下 楚悠贤和陈器的马车驶出青霞 驶过烟雨淒美的小桥流水 来到了清河郡 数百具强弩 瞄准了这辆马车 有数十名洞玄境的修行强者 在街道侧坊的小巷里沉默待命 清河郡诸法的大人物们 这时候都不在傅春江畔的庄园里 而是在扬州最大的那间酒楼里 只要他们一声令下 弩箭如雨落下 数十名强者骑出 那辆马车里的人不可能活下来 酒楼上死寂一片 诸法家主沉默不语 酒楼名为金翠 是扬州城出了名的豪舍地方 菜品极为讲究 有几粒传承千年的古风菜 更是长安城里都吃不到 对于清河郡诸法的大人物们来说 这些自然算不得什么 他们的注意力也根本没在桌上 没有人举快 没有人举杯 盘中热气生腾 迅速被秋风吹散 渐去冰凉 家主 杀不杀 单膝跪在门外的管事 用颤抖的声音问 他已经无法承受 房间里的死寂气氛 想要尽快得到一个答案 那辆马车里的两名男人 是长安城派往西陵神殿的使臣 清河郡与长安之间 朝身四海 早已经没有了和解的余地 为了向西陵宣誓自己的忠诚 替神殿解决他们不方便解决的麻烦 他们没有留下这辆马车的道理 是的 西陵神殿 一部分人想要这两个人活着 当然还有一些人想要这两个人死 那些人的意志很清楚 然而很长时间过去了 甚至已经能够隐隐地听到 远处传来的车轮碾压石板声音 房间里却依然一片死寂 清河郡诸法的家主们 脸色或铁青或冷峻 嘴唇没有一丝吸动 就是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如雕像一般 当年君墨带着木游 走进傅春江畔的庄园 远在逃生的宁确用一道铁剑 射死了崔家的老太爷 从那天之后 清河郡诸法就失了所有的底气 不负当初的锐利 所以这些家主们在犹豫 在挣扎 没有人能够做出决断 必须要有足够的信息 这才能帮助他们做出决断 所以他们在等 等长安城传来的最新的消息 等待唐国各州郡传来的消息 他们想知道 唐国朝廷是不是真如传闻中那般做了 他们想知道 那个人是不是真的这么狠 树道尖锐的哨鸣声 划破阴晦的天空 撕裂犀利的秋雨传入酒楼里 同时也带来了最确切的消息 是的 长安城在杀人 顾山郡在杀人 北大营在杀人 清霞后方在杀人 唐国到处都在杀人 数千名战俘被处死 盼向西陵神殿的唐吉神官的家卷 有半数被处死 何明池全家都被灵池处死 就连神殿长叫雄出没的亲眷 似乎也倒在血泊中 这场秋雨里死了太多人了 酒楼里的人们对此有心理准备 他们没忘记 当年那场春雨礼 就在唐国和西陵神殿达成合约之前 宁确带着雨林军和鱼龙帮众 冲进清禾郡会馆 杀死了里边所有的人 当年死在会馆里的那些人是他们的兄长 是他们的子女 是他们的亲人 他们怎能忘记呢 主罚家主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 阴沉的仿佛要滴出水雷 就像是烈阳下的冰雕浑身套着寒意 然而他们依然没有下令 对长街上那辆马车进行任何攻击 不知过了多久 楼间的死寂终于被一道苍老的声音打破 如今朱姓里辈分最高的宋伐家主 看着楼外的秋雨无力说道 请贵客登楼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风寻幻有声小说 江夜由喜马拉雅授权出品 没有战斗 没有杀戮 当楚悠贤和陈琪走进酒楼 射击而上 看到门后那七位家主时 看到的是一片祥和的场景 听到的是极温和的问候声 桌上的菜肴早就换成新的了 热气腾腾 香味扑鼻 盘下点着烛火 纵使楼外秋风载浪 也能长保温暖 朱伐家主就像是活过来的雕像 脸上是温和矜持的笑容 眼眸里满是热情 有人携起楚悠贤的手 分析作下 开始回忆书院旧时的风景 有人与陈琪对一 然后对饮 开始讨论西河银沟赌方 那位女和官长得最漂亮 仿佛回到了当年 朱伐在扬州城里 小义而不失尊严的招待 来自长安城的钦差 仿佛这些年双方之间 没有发生任何故事 大唐水师没覆灭在大泽里 那些忠于朝廷的官员 没有被他们悬尸在盗盼 也仿佛宁缺当年 没进过清河郡会馆 那场春雨就没下过 今年这场秋雨也是假的 寒暄之后便是接风正宴 接的不是秋风 朱伐却很希望这场宴席 迎接的是两个来打秋风的人 这两人代表的是朝廷和书院 打秋风自然也是朝廷和书院打秋风 不管打什么吧 只要不是打死人就行 家主们的生意压得很低 被楼外的秋雨一眼 再被阵法一遮 即便是西陵神殿大神官亲至 也不见得能听真切 公主殿下和十三先生 想要什么 宋伐家主看着 楚优贤和陈妻谦卑说道 无论钱还是矿 哪怕是我这条老命都是可以谈的 宁缺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其实这个世界也想和他谈谈 当他在这场秋雨里杀了这么多人 向整个世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 正如他推算的那样 清和俊非常想谈一谈 人头已经摆了出来 清和俊朱姓终究要考虑一下后路的问题 神殿或者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夹在唐国与神殿之间的他们 战后还能有几个人活下来呢 然而世界上的事总是难以尽如人意 以往当长安城想谈的时候 他们不想谈 现在他们想谈就轮到长安城不想谈了 至少楚优贤和陈妻不想谈 他们可以谈书院的风景和赌坊里的漂亮和官 就是不想谈这些 因为长安城很清楚 清和俊不可能再重新回到大唐的怀抱 而这也是诸法谈话的前提 既然如此 不如不谈 见楚优贤和陈妻只对着桌上的佳肴动手 宋法家主沉默片刻 又说道 这样有意义吗 陈妻放下手里的乌木象牙筷 静静看着对方 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杀人 能让十三县上杀的人再多哪怕数千数万 终究是有数目的 把那些战俘和人质杀完了 他还能做什么 宋法家主以一种自己人的态度忧虑说道 他终究不可能一个人毁了这个世界呀 陈妻静静地看着他 然后环视四周 看着这些身着锦衣 气度儒雅不凡的大姓高伐家主 忽然笑了起来 他觉得就像离开长安城之前宁缺说的那样 这件事情果然很有趣 杀的人越多 他们便会越温顺 哪怕他们的骨子里还在燃烧着悲愤的火焰 但他们什么都不敢做 笑意渐渐连去 陈妻的眼神回复平静 忧身至极 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让席上的人们见声不安 陈妻想起了宁缺说的那句话 但他没说出来 而是很直接地问了一句 谁想杀我们 宋法家主毫不犹豫地回答 掌教大人 入夜 陈妻和楚悠贤坐在桌盘 想着先前那场宴席 想着诸法提出的条件 对视一眼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呀 两边倒还是两边下注啊 难道他们不清楚 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讨价还价 居然还敢奢望朝廷承认现在的局势 只输税负 不住援住军 楚悠贤嘲讽 陈妻说道 主法根本不可能倒向朝廷 只是存个万一的念头 提前是些善意 十三先生这番杀人 真是杀寒了不少人的胆 而且这些南边的家伙 总有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总觉得有底气获得一些什么 不然当初怎么会叛向西陵 然而他们哪里知道 十三先生最终想要什么 他又想起宁缺说的那句话 认不住摇头笑了起来 只是笑容里隐藏着的意味 是那样的寒测 楚悠贤说道 不知道王景略那边的情况 陈妻说道 他已经代表十三先生和那些年轻人 谈了几年时间 我想应该谈得不错才是 九楼上那些清和郡的大人物 以为宁缺的杀戮没有任何意义 殊不知在陈妻看来 他们的这场宴席才没有任何意义 宁缺想要谈话的对象 从来都不是诸法家主 而是某些年轻人 他以为那才是真正的希望 第二天清晨 楚悠贤和陈妻再次启程 他们接受了清和郡诸法的 善意与金银 却没有留下任何话 诸法家主站在岸边 看着渐渐消失在 大泽水雾里的传影 想起昨日酒楼上陈妻的眼神 觉得有些寒冷 因为那是看死人的眼神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夜听风读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江夜 作者 猫腻 后期 花晚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 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